在整个华夏历史长河中 晋朝的口碑毫无疑问是最差的 甚至比剃发一服的大清还要差 晋朝是外族大规模入侵的一个时期 在此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等极其恶劣的事件 百姓们大部分时间被当作牲畜一般来回玩弄 连年战乱也让整个神州大地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要想客观评价一个朝代 首先要了解它的全貌 接下来让我们全方位走进晋朝 晋朝是司马家族建立的 司马懿通过高平陵发动政变后 控制了曹魏朝堂 此次政变让司马懿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 尽管司马懿完全有能力篡位 但此时的他已经到了人生暮年 便放弃了篡位 公元251年 71岁的司马懿去世 司马懿死后 他的长子司马师继承了他的权力 司马师掌权后 于公元254年 废掉了皇帝曹芳 立曹毛为帝 公元255年 司马师率人前去讨伐东吴 在讨伐途中病情加重 回来后不久便并发身亡 司马师去世后 他的弟弟司马昭接过大权 继续执掌曹魏 公元260年 曹毛不想继续做傀儡皇帝 准备和司马昭摊牌 于是率领几百侍卫前去讨伐司马昭 司马昭派自己的亲信贾冲前去应对 贾冲知道弑军需要背负骂名 于是怂恿手下成绩杀死了曹毛 曹毛死后 司马昭拥立曹焕为皇帝 曹焕也是魏国的末代皇帝 在司马昭当政期间 他大举派兵伐蜀 并成功将蜀国灭掉 灭掉蜀国后 司马昭认为 自己的威望已经足以篡位 便开始积极为篡位做准备 但他没来得及篡位便去世 司马昭去世后 他的嫡长子司马炎继位 司马炎继位后 第一件事便是谋划篡位 曹焕深知自己无力改变时局 便接受这种结果 公元265年12月 曹焕善位于司马炎 至此 魏国宣告灭亡 司马炎改国号为晋 史称西晋 司马炎则是西晋的开国皇帝 曹焕善让后 司马炎并没有商及他的性命 反而封他为陈流王 十亿万户 处理完曹氏宗事后 司马炎开始分封自己的家族 他认为曹氏之所以没落 不肯将权力下放 因此才让司马家族有机可乘 司马炎吸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 开始大力启用自己的宗室子弟 将自己的殊败弟兄都封为诸侯王 让他们镇守一方 为皇室效力 司马炎在封王的时候 顺便把封地管辖权以及兵权都交给了他们 他以为这样能维持司马家族的万事基业 殊不知 此举给司马家族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八王之乱 不但毁掉了晋朝 也把遗族引入到中原 使得中原民族遭受了极大的磨难 司马炎完成宗室分封后 开始安抚蜀地旧臣 他这么做 一方面是政治作秀 获得蜀地民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向东吴传递一个信号 蜀国投降后能获得优待 东吴投降后 也能获得同等待遇 由于诸葛亮在蜀地的威望太高 蜀国灭亡后 还经常有人打着诸葛家族的旗号 讨伐司马炎 面对这种情况 司马炎并未派兵前去镇压 而是大量启用蜀地青年才俊 征召他们入朝为官 以此来笼络蜀地民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三国志作者陈寿 也在此时期被司马炎征召入朝为官 陈寿入朝后 将自己写的史书拿给司马炎看 司马炎看后对其大家赞赏 后来任命陈寿为著作狼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后 蜀地民心逐渐开始归附 人们逐渐放弃了抵抗 当初打着诸葛家族高举一旗的人 眼见自己的家人在朝中为官 便不再折腾 为了进一步收获蜀地民心 司马炎下令给诸葛亮修建祠堂 大力赞扬诸葛家族对蜀国的功绩 并给予诸葛家族的子孙予以后代 这个举动让普通百姓感恩戴德 逐渐打消了对司马家族的恨意 不得不说 司马炎这一招攻心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梳理完内政后 司马炎开始把目光放在法吾上面 只有将吾国灭掉 才能实现天下一统 在法吾仪式上 司马炎将大任交给了杨户 杨户是东汉大文豪蔡雍的外孙 也是司马师的小舅子 又是夏侯霸的女婿 杨户本身长得一表人才 加之多重身份加持 他得以在政坛上如鱼得水 深得司马家族的重视 司马炎登基后 任命他为中军将军 随后镇守襄阳 都京州军事 司马炎把杨户安排在襄阳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再次集结军队发起灭吾之战 此时的吾国已经是人才凋零 加之孙昊在国内横征暴廉 使得国内能堪当大任的人少之又少 不过好在孙权时期留下的政治遗产 还保留了一些下来 陆逊之子陆炕 早在十年前就驻守荆州 成为东吾朝堂的定海神针 眼见杨户在襄阳集结大军 陆炕也逐渐把兵力往边界上部署 从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来看 一场大战似乎将要到来 就在此时 晋国边关告急 地处西北的雍州 梁州发生了叛乱 自东汉末年开始 雍梁二州就一直战乱不断 此处多民族共同居住 民风彪悍 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必须派一位有能力的人 前去才能平定雍梁二州 公元270年 胡烈受司马延之命的 西北平定叛乱 结果被河西鲜碑打得溃败 胡烈在战争中被斩杀 胡烈兵败身亡后 司马延派石剑前去平叛 但仍未完成使命 石剑还因为谎报军情被免关 西北方面接连受挫 让司马延甚是苦恼 为了彻底解决西北编幻 他派出汝阴王司马骏和大将谦红 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妻儿子 千红是名将千招之子 打仗的时候非常勇猛 司马延对这对组合寄予厚望 但一年过后 西北战士不但没有平息 千红还因为兵败被杀 千红被杀的消息传回洛阳后 整个朝堂鸦雀无声 如果西北编换不解决 不但乏吾无望 还有可能被反攻 此时的司马延 已经到了寝食南安的地步 后来世中任凯推荐 让贾冲前去平叛 任凯告诉司马延 贾冲在朝中德高望重 能够镇得住场面 而且精通兵法谋略 派他前去 一定能够平定西北 司马延一时想不到 更合适的人选 便下诏让贾冲前去西北 平定叛乱 贾冲是一个靠阿谀奉上尉的人 没有多少真才实学 他凭借家族世代 为司马家效力而得宠 当他接到平定西北的诏令后 几乎吓得晕了过去 贾冲对自身能力有清晰的认知 在打仗方面 他一窍不通 即便能从西北侥幸或者回来 也会因为战事失利受到牵连 任凯对贾冲的能力十分了解 之所以推荐他前往是为了报仇 当初贾冲嫉妒任凯在皇帝身边受宠 因而向司马延建议 任命任凯为太子少父 让他到东宫任职 离开皇帝身边 任凯知道此事后 对贾冲产生了怨恨 此次借着西北叛乱之际 在背后摆了贾冲一道 贾冲和任凯是朝堂上重臣 他们两人背后 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博弈 贾冲为了不去西北任命 他开始召集同僚想办法 最后在同僚的建议下 打算把女儿嫁给太子 只要成为太子的岳父 就可以发动太子前去说情 当时司马延已经打算 让太子娶未惯的女儿 贾冲为了把女儿送到东宫 花重金贿赂司马延的皇后 让皇后在司马延面前做工作 最终司马延同意两家通婚 公元272年 太子司马中迎娶贾冲的女儿 贾南风为太子妃 此时的贾南风年仅15岁 他长得又黑又丑 此前司马延并未见过贾南风 但他觉得贾南风生在官患之家 不会差到哪里去 没想到居然生得如此丑陋 大婚当天 司马延就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 但太子娶妻不是小事 不能随意变卦 司马延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最终接受了这门亲事 贾南风虽然生得丑陋 但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后来的八王之乱 就是他一手挑起的 贾南风成为太子妃后 贾冲终于解除了危机 得以留在京城 脱险后的贾冲 开始处处排挤任凯 最终将他赶出了朝堂 赶走任凯后 贾冲并未结束发起党争的步伐 他凭借太子岳父的身份 不断打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 由于贾冲当初为司马昭策划杀死了曹毛 对司马家族有恩 因此司马延一直容忍贾冲 一时间 整个朝堂陷入了乌烟瘴气 每一个女人专权的朝代背后 必定有一个软弱的皇帝 贾南风日后之所以会掀起风浪 是因为太子司马中是一个智障 司马延和皇后杨燕 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大儿子司马鬼不幸早妖 二儿子司马中成为嫡长子 司马延早就发现 司马中智隶有些问题 曾想过立其他儿子为太子 但身为皇后的杨燕 一心袒护自己的儿子 他不断地在司马延枕边吹风 强调嫡长子的重要性 之前袁绍家族出现内乱 就是因为袁绍费掌利诱 导致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时间一久 司马延便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想法 时任上书令的魏冠 眼见自己女儿的太子妃之位被抢 内心非常不甘 在一次宴会期间 魏冠假借酒醉 向司马延表达了对太子的智商的担忧 言下之意是让司马延重新考虑一下太子人选 如果能选出新的太子 魏冠的女儿就可以成为太子妃 司马延考虑到魏冠在平定属地内乱的时候立下大功 强忍着愤怒没有降罪于他 但司马延很明白 魏冠的想法代表了朝堂上其他大臣的担忧 为了让司马中获得朝臣的认可 司马延把上书省送来的一些奏书送到东宫 让司马中处理批复 通过处理奏书来展示他的能力 司马中拿到奏书后 不知如何处理 太子妃贾南风则找人替他作答 贾南风知道 在处理奏书的时候不能答复得过于完美 这样反而会弄巧成拙 于是让太子的亲信张宏模仿太子口吻进行作答 答复完毕后 司马延在朝会时把太子批复的奏书拿给群臣传阅 大臣们知道司马延是铁了心维护太子 于是他们便不再提及换太子一事 司马中便坐稳了太子之位 这轮风波过后 太子妃贾南风认为魏冠是始作俑者 从此对魏冠恨之入骨 这也给魏氏一族悲惨的结局埋下伏笔 公元278年镇守襄阳十年之久的杨户 已经到了人生暮年 此时的他已经重病缠身 于是上表司马延请求回朝 回到洛阳后 杨户已经不能坐立 司马延前往探病之时 杨户还滔滔不绝地向司马延讲述伐吾大略 司马延见此情景十分感动 于是安排张华到杨户府上 将杨户的伐吾大略逐字记录下来 司马延看完杨户的整体战略后大为震撼 他开始后悔没有早日伐吾 但杨户没有看到伐吾大军正式出发便去世 享年58岁 杨户在去世前 推荐杜豫接替自己的位置 司马延表示同意 杨户的去世让司马延伤心不已 死后给予杨户厚葬 值得一提的是 司马延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这在司马家族中并不多见 司马延也算是晋朝唯一一个比较正常的皇帝 他的子孙要么是变态 要么是白痴 杨户去世的消息传到吴国后 无尽交界处的吴国百姓 听闻他的死讯后也纷纷落泪 这也能看出杨户在吴帝的声望有多高 接任杨户之位的杜豫也是文官出圣 司马延之所以信任杜豫 是因为杜豫娶娶了司马昭的妹妹 算是外妻身份 杜豫在上任之前 仅以长使身份参加过法蜀之战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军功 司马延之所以信任杜豫 是因为他为人忠诚 在帝王眼里 忠诚往往比能力更加重要 如果只有能力 忠诚度不够 就会被认为功高震主 继而引来杀身之祸 当初韩信被杀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下定决心伐吴后 司马延封杜豫为镇南大将军 都督荆州军事 作为一个文官 杜豫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但对总体形势的把握 还是比较清晰的 加之杨豫去世前把法无战略规划得非常清晰 杜豫只要按部就班的执行即可 到达襄阳上任后 杜豫首先对西陵发起了猛攻 由于此前杨豫和陆炕在边境关系上非常和谐 这使得吴国方面并未做过多防范 杜豫的到来一改杨豫时期的平和态度 直接对西陵发起偷袭 使得吴国措手不及 镇守西陵的都督张正 吃了败仗之后 他害怕孙昊怪罪下来 就没上报此次败仗 杜豫料到 张正可能会瞒报此事 于是派人到东吴散播消息 不久后 孙昊知道了西陵战败的消息 甚是恼火 他不问缘由便将张正抓到剑业受审 然后委任监军流线接替张正的位置 此役胜利后 胜利的天平开始往晋国倾斜 就在杜豫准备成胜追击时 西北方面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梁州失陷 鲜卑部落在拢右地区横行无阻 此前 司马延已经派出多位名将 率领精兵前去平定西北 结果军已失败告终 朝中精锐折损大半 如今面对鲜卑骑兵在拢右地区横行无阻 司马延十分头疼 一旦让鲜卑人打到关中 就会对洛阳形成直接的威胁 届时将会面临灭国的风险 三国末期人才凋零 晋国也不例外 就在司马延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名叫马龙的人主动请鹰前去评论 此时的马龙只是一个低级的小官 此次上朝也是破例参加历会 之前司马延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面对马龙的毛遂自荐 司马延并未抱太大希望 因为此前派去那么多名将 都没打赢鲜卑人 他不觉得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能够创造奇迹 但奇迹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 司马延作为开国皇帝 还是有一定破例的 关键时刻 他选择相信马龙 并封他为陶鲁将军 马龙此次前去评判 并未向朝廷调兵 而是请求自己招募三千士兵 然后允许他到武器库 自行挑选武器 对此 司马延君表示同意 在他眼里 只要能评判 一切条件都可以谈 马龙之所以拒绝用朝廷士兵 是因为朝廷士兵的武器 以及训练模式 无法应对鲜卑骑兵的冲击 朝廷士兵长期接受一种训练 现行调整根本来不及 于是 马龙打算执行招募 符合他要求的士兵 马龙根据鲜卑骑兵的作战方式 要求士兵必须能拉开强弩 能熟练使用弓弩之类的射击武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 马龙目其了符合要求的士兵 开始往拢右进发 鲜卑骑兵以骑马突击为主 他们利用马的机动性 对手持常规武器的步兵进行干扰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而骑兵的天敌则是弓弩 只要步兵节阵而行 在骑兵靠近之前集体射击 就能破掉骑兵的进攻 用弓弩对付骑兵并非马龙首创 当初诸葛亮为了制衡骑兵而制造的连弩 将卫军骑兵打得落花流水 很显然 马龙就沿用了诸葛亮打败骑兵的方法 马龙到达西北后 把士兵们分成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的人配备一辆战车 战车前面装上挡板 用来抵挡敌人的弓箭 士兵则在挡板后面对骑兵进行射击 如果骑兵靠近战车 士兵则用长枪刺杀骑兵的马 或者直接将骑兵从马上挑落 除此之外 马龙沿途收集了很多磁石 事先放在战场上 然后命令士兵换上皮质甲咒 再把鲜卑骑兵引进来 鲜卑骑兵进入到铺满磁石的路面时 行动力被大大减弱 而进军身着皮甲完全不受影响 马龙在招募士兵时 选的都是以一当时的精锐 在弓弩战车装备和精妙战术的帮助下 一路将鲜卑士兵杀得落荒而逃 尽管鲜卑士兵的数量 要比马龙的军队多数倍 但面对这样一支神兵 鲜卑骑兵只有逃跑的份 马龙率领三千步兵 一路稳扎稳打 最终到达了关中 把西北诸郡的禁军重新集结起来 重新排兵布阵 对鲜卑展开了集中攻击 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局 当马龙获胜的消息传回洛阳后 司马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当即下令任命马龙为宣威将军 并对前去讨伐的士兵 给予大力封赏 不久后 马龙率领精锐直奔鲜卑大本营 直接把鲜卑骑兵打得全军覆没 鲜卑首领突发术机能也被斩杀 司马炎又加封马龙为平鲁护军 兼任西平太守 马龙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凭借自身的胆识学问 一跃成为封疆大力 至此 困扰晋国多年的西北战乱 终于得到平定 西北战事的平息 让晋国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伐吾上 此时晋军将士已经按捺不住伐吾之心 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已经准备多年的王骏上书司马炎 直言孙昊荒淫无道 吾国上下一片怨声在道 现在是伐吾的好时机 一旦东吾换了皇帝 重新获得百姓的信任 届时再讨伐吾国就会很麻烦 此时距离王骏领命在蜀地造船 已经过去了七年 王骏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 他想的去世前 看到晋国完成大一统 建功立业的欲望非常强烈 此时晋国朝堂上仍然有人反对出兵 司马炎决定不再等待 大手一挥下令伐吾 公元279年11月 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吾国 此番晋国集结了25万大军 兵分六路 水路并进 共同朝着吾国进发 这六路大军中 属王骏率领的一路实力最强 为了应对晋军的全面讨伐 孙昊也倾尽全国之力 把具备战斗能力的士兵 全部都送到前线 王骏作为此次伐吾的主力军 他的主要任务是从一周出发 沿江而下击毁吾军在周边设置的军事要点 王骏信心满满的出发后 本以为能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沿途据点 结果刚出发就遇到了难题 给王骏出难题的便是驻守建平的太守吴燕 贤文说过 在王骏造船期间 吴燕根据江中顺流而下的大量目屑 推测出晋军在上游造船 并将此消息报告给孙昊 只可惜没有引起孙昊的重视 尽管吴燕的提议未被孙昊采纳 但也能看出他并非是等闲之辈 为了阻挡王骏的船队 吴燕想出一个铁锁横江的计策 这个计策虽然不能主动对晋军船队造成伤害 但能阻止进军前行 为了破解铁锁横江 王骏想出了一个对策 他命人制造了很多巨大的火炬放在船头 用火炬把铁锁烧软 再利用战船巨大的冲力将铁链冲断 破掉吴燕的铁锁横江后 王骏又遇到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在丹阳城下时 王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丹阳虽然城池不大 但异常险峻 他两面背山 另一面直面长江非常难以攻克 为了拿下丹阳 王骏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城破之后 王骏又花了一个月来修整队伍 本来王骏打算速战速决 没想到 仅在丹阳就浪费了大量时间 由于前两战浪费了大量时间 王骏决定加快行军节奏 否则法武手工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接下来 王骏率领军队开启了狂暴模式 仅用了两天就拿下了西陵 两天之后 王骏又率军攻克了京门和一道两城 破敌速度之快令人则舍 拿下西陵之后 王骏和杜裕 无分两路大军会合 准备对江陵 乐乡发起进攻 江陵是东吴的军事重镇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在王骏和杜裕的联合攻击下 江陵和乐乡没有抵抗太久 便被攻克 江陵之战过后 王骏实际上已经成为此次伐吴的主力军 拿下江陵后 禁军牢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东吴在长江上的防线全线崩溃 再也无险可守 东吴政权开始进入灭亡倒计时 东吴将士见大势已去 纷纷寻求后路 有的选择逃跑 有的选择投奔禁军 此时的杜裕不再着急行军 而是在此休整 接受东吴将士的投降 江陵之战过后 王骏凭借在连番战斗中的出色表现 名震天下 本来司马炎打算让王骏到达荆州后 受杜裕截治 但杜裕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知道现在王骏已经名震天下 自己没有能力截治对方 如果强行将其收之麾下 恐怕会引起矛盾 对整个伐吴大局不利 于是杜裕上书司马炎 请求让王骏独自率军直奔建业 他留在荆州地区善后 杜裕能以大局为重 没有以主帅的身份抢攻 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司马炎了解杜裕的良苦用心后 下令让杜裕留在荆州善后 然后把士兵分给王骏等人 司马炎还下令 让王骏督一粮二州的军事 王骏接到诏令后大喜 便直取建业 司马炎的这份诏书 实际上间接承认 王骏已经成为此次伐吴的主力 起码进军大部分将士 都是这么理解的 由于司马炎并未在诏书中明示 这给后续的进攻 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隐患 王骏一路行军下来 军队数量已经扩充到八万 此时的王骏并未打算修整队伍 而是乘胜追击顺流直下 一路拿下了下口和武昌 稍作修整后 就进入到扬州水域 离剑业仅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另一路 以王魂挂帅的大军 打败了东吴丞相张涕 张涕是文臣出身 此次出征前 就对身边的人说 东吴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不过 他并未因此退缩 而是抱定必死的决心 和进军决战 张涕一直以来 对孙昊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 身为东吴丞相 张涕感到羞愧难当 此次带兵出征 他以战死沙场的方式 来保全自己的名望 最终张涕兵败 他在能逃跑的情况下 继续选择与进军搏斗 最终战死的沙场 保全了自己的名声 王魂打败张涕后 他的下属力劝他 直取剑业 夺取伐吴的手工 但王魂不敢前往 因为剑业还有几万士兵 尽管那些士兵不是精锐部队 可一旦被逼急了 也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王魂不想出现闪失 想按照战前部署 和王骏在武昌兵河一处 然后直取剑业 王魂之所以愿意等王骏 是因为司马延在战前部署的时候 曾打算让王骏受王魂节制 但战争形势瞬息变化 谁也没有料到 王骏的战斗力如此强悍 司马延在上一道诏书中 并未单独提及 让王骏受王魂节制 司马延任命王骏都督 一梁二周的军事后 在级别上已经与王魂相同 而且此时王骏的声望 已经压过了王魂 从级别和战功层面来讲 都不可能受王魂的节制 此前杜玉意识到 自己的战功不如王骏 主动上表放弃对王骏的节制 王魂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攻陷武昌后 他依然在傻傻地等 而王骏已经逼近战业 当王骏到达战业附近时 孙昊为了鼓舞士气 带领城中将领出门巡视 在巡视的过程中 孙昊豪言壮语 表示一定能抵挡禁军 将士们碍于孙昊的淫威 当场表示愿与战业城共存王 孙昊听后大喜 对手下将军们大加赏赐 结果这些人当晚 便带着金银财物逃跑 留下孙昊一个人 独自坚守建业城 此时的孙昊才意识到 他已经成为孤家寡人 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 走投无路之下 他派使者前去跟王骏讲和 讲和启祥这种事情 本应该静悄悄地进行 结果孙昊当着众人的面 派遣使者 宫中的人听闻孙昊打算投降的消息后 瞬间乱作一团 此时没人再惧怕孙昊这个暴君 他们只顾着在搜刮宫中的财物 孙昊看到这番场景 一股悲凉之气从心中生起 他无意阻止他人劫掠财物 唯一的期盼就是使者能带来好消息 进军能够能接受他的投降 公元280年3月14日 王骏大军抵达建业城下 即将发起最后的总攻 就在此时 王魂派人送来书信 说是邀请王骏一起商讨军务 王骏此时只想攻下建业城夺取投降 根本没空理会王魂 便以风浪过大 不便靠暗为借口拒绝了王魂 没过几天 王骏收到了孙昊送来的详书 王骏见胜负已定 便邀请王魂一起进入建业 王骏此举是想和王魂共同分享灭无投降 但王魂仍以王骏的长官自居 让王骏必须接受他的命令 王骏见王魂仍未认识到自己的定位 便不再等待 只身前往建业接受孙昊的投降 公元280年3月16日 王骏率领大军上岸进入建业城 此时孙昊已经在城中等候 只见他自行反绑双手 身后放着一口棺材 这套投降模式和刘善投降邓爱的时候 一模一样 王骏见过大场面 于是亲手给孙昊松绑 表示接受投降 然后命人烧掉了棺材 表示可以饶孙昊一命 孙昊投降后 把吴国的户籍图册交给了王骏 至此 吴国宣告灭亡 此次王骏伐吴的主力大多数都是蜀人 当初刘备率领数十万蜀军讨伐吴国 结果已惨败收场 如今 这些蜀人跟随王骏成功灭掉了吴国 只是他们翻号已经不是蜀汉 随着王骏接受孙昊的投降 灭吴的投降 也落在了他的头上 王骏在人生暮年终于达到了巅峰 王魂得知王骏进入建业的消息后 恨得哑哑 恼羞成怒的他 打算率兵前去攻打王骏 好在他的属下还算理智 及时阻止了他 王骏听闻王魂的举动后 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把孙昊送到王魂营中 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当初忠惠和邓爱因为争夺灭属投攻 结果斗得两败俱伤 最终双双而亡 王骏是知道这段历史的 他不想重演这出悲剧 便选择了主动让步 避免了一场内斗 客观来讲 王骏此举已经算是非常大度了 但王魂仍然记恨在心 他虽然得到了孙昊 但天下人都知道 是王骏灭了东吴 即便把孙昊让给王魂 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后来 王魂不断搜集王骏的黑料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扳倒王骏 但王骏形势非常正派 面对王魂的恶意抹黑 王骏一一进行反击 司马炎知道其中的缘由 他选择相信王骏 不过在封赏的时候 司马炎给王魂的封赏更高 因为王魂出身名门世家 在朝堂上的势力非常庞大 相比之下 王骏出身于普通人家 和王魂无法相提并论 司马炎出于朝堂稳定层面的考虑 只能给王魂更高的待遇 在认定功劳的时候 王魂被认定为上等功 王骏则被认定为中等功 为此王骏颇为不爽 多次在司马炎面前发牢骚 好在王骏的部下及时劝阻了他 避免他重蹈邓爱的悲剧 公元280年4月29日 司马炎为庆祝灭吾 开始大赦天下 两天之后 孙昊一干人等被压到了洛阳 司马炎并未杀孙昊 而是封他为闺命侯 留在洛阳养老 后来得以善终享年42岁 孙昊的儿子们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封赏 对于孙昊的这个结局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认为以他的暴行 应该遭受剥皮抽筋之行 但历史不能改写 人们传统印象里的坏人 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 反而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随着吴国和蜀国相继被灭 晋朝终于完成了大一统 自此之后 三国时代画上了句号 天下晋归司马氏 从公元184年黄金起义开始 到公元280年 晋朝完成大一统 这期间 华夏大地经历了近百年战乱 在这期间 华夏人口从5600万 减少至760万 人口减少了接近5000万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 也足以说明 在那个年代生存有多困难 能够活到老就是一种胜利 华夏历史上 总共有9个大一统王朝 西晋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领土东到朝鲜中部 西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往北延伸到了汉海沙漠群 往南到达了越南中部 西晋的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 也得益于乌蜀两国在灭亡之前 不断开疆拓土 西晋只是打败了乌蜀政权 然后接手了他们的政治遗产 如果让西晋政权独自去开拓 这样一大片疆土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完成大一统之后 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改善民生 增加人口 只要保证充足的人口基数 王朝根基才能稳固 统治阶层才有奴役的对象 在农耕时代 百姓们不在乎谁做皇帝 他们在乎的是土地 税收和人口制度 只要能让他们吃上饱饭 就会对皇帝赞不绝口 反之就会揭竿而起 为此司马延颁布了护钓式制度 按照护钓式制度规定 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 官员和平民根据身份的不同 可以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地 16岁到60岁之间的普通男丁 可以占田70亩 女子可以占田30亩 根据占田数量的不同缴纳税赋 官员从1到9品 根据官职贵贱来占田 一品大员可以占田50请 官间每降低一品 占田减少5请 官员占田则不需要交税 与此同时 每届官员还能避孕自己的亲属 门客免于税赋 为了激励生产 一些不在户籍册上的百姓 也可以向国家申请占田 这项政策一出 很多没有登记在册的黑户 也纷纷出来申请田地 一时间进朝人口激增 户钓式总体来讲是公平的 保证每户百姓都有口粮地 避免了土地被士绅豪足占领 农民沦为店户的悲剧 但护钓式也给了 士族群体经济上的特权 士族群体可以占有土地 但不必向国家交税 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加之官僚集团 在政治上享有特权 这为日后官僚和士族集团 相互勾结 形成门法垄断埋下了隐患 护钓式实施之后 百姓重新获得了土地 生产热情很高 晋朝很快恢复了生产力 人口和税收双双增加 整个国家开始富强起来 这段时期也被称作太康之治 这是晋朝仅有的一段和平盛世时期 在推出护钓式的同时 司马延还对国家行政区划做了调整 他将全国分为19个州 还特意将私立校尉管辖的经济地区 改成了司州 州府为洛阳 州是最高行政单位 相当于现在的省 州一级下涉郡 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郡一级下涉县 新王的封国以郡为单位 经过调整后 全国一共有142个郡和30个封国 为了防止刺史 太守的权力过于集中 司马延规定刺史 太守不再领兵 刺史负责监察州中的官员 三年一次入朝奏事 太守则负责发展民生 州中的军队 由驻守在当地都督和将军负责 这部分军队称为外军 驻扎在京城内 军队称为中军 外军直接听命于朝廷调动 州一级官员无权调动军队 这种权力分配机制 避免了刺史割据一方的局面 对加强中央集权是非常有利的 自汉武帝时期以来 中原和边境少数民族的接触越来越多 到了东汉时期 为了开发边疆 朝廷允许少数民族到内地扶兵役 或者耕种劳作 少数民族的到来 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但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时期 各路军阀 为了招收善于搏斗的少数民族充实军队 大量将少数民族迁到内地 因为文化存在不兼容 加之士绅豪强经常剥削他们 少数民族开始成为不安分因素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叛乱 甚至杀害周郡长官成为中央政权的隐患 到了晋朝 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时任世遇史的郭钦向司马炎觐见 请求将少数民族全都赶出关外 如果任由他们在关内扎根生长 时间一久就会成为隐患 对此 司马炎表示了拒绝 他认为 国家刚完成统一 需要营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如果此时将疑人赶出关外 势必会引起叛乱 司马炎的考虑不无道理 但他没有充分意识到疑人的野心 逐渐对疑人放松了警惕 后来事情发展 果然如郭钦所担心的那样 疑人给华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完成这一系列调整后 西晋的面貌一天天向好 百姓安居乐业 四海一片太平 既无外患 也无内忧 这样的场景 让司马炎彻底失去了忧患意识 他转而把精力放在了个人享受上 身为帝王 此刻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扩充后宫 充分释放男性的荷尔蒙 当时吴国皇帝孙浩精心挑选了 数千美女充实后宫 结果还没宠幸完 就沦为王国之君 司马炎得知此消息后 果断选择了接盘 这些江南美女都是孙浩精心挑选的 司马炎对孙浩的人品嗤之以鼻 但他从来不怀疑孙浩的审美 久居北方的司马炎 得到这些江南美女之后 整日不可自拔沉浸在温柔乡里 为了随时能和后宫美女深入沟通 司马炎乘坐由温顺的杨拉的车子 在后宫巡游 杨停在哪的门口 司马炎就下车林姓其中的美女 有人或许会觉得 这些江南美女被当作物品一样来回摆弄 命运一定很惨 实际上 他们对等待皇帝林姓简直望眼欲穿 有些人为了能得到皇帝的语录 特地在门口放一把杨爱吃的青草 让杨把皇帝拉到自己门前 这些后宫加厉 为了争夺皇帝的宠幸 充分发挥创造力 想出了很多脑洞大开的方法 自从司马炎沉进后宫 便无心于正事 皇后杨宴的父亲杨骏 以及杨瑶 杨继等宗室子弟 开始趁机掌控朝政大权 他们在朝堂上结党营私 打击异己 逐渐成为朝堂实际掌控者 他们三人被称为三杨 时任蒲叶的山涛见状不妙 他多次觐见让司马炎勤政 避免朝堂大权旁落他人之手 但司马炎对此置若罔闻 他认为自己能掌控三杨 而且三杨的存在 恰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淫乱后宫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 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来臣子的效仿 晋朝初见时 天下尚未统一 为了拉拢人心 司马炎带头行节俭之风 如今天下已定 司马炎便开始奢侈起来 大臣们见司马炎如此娇奢淫逸 也开始效仿起来 后来 官场上出现了一阵豆腐风潮 其中 石崇与王楷将豆腐风潮推向了极致 他们两人也成为世人唾弃的对象 石崇是司徒石包的六儿子 他二十出头就被推举为修武宪令 在治理民生方面 石崇颇有一番才能 司马炎见石崇干得不错 便将他升为承阳太守 在后来的伐吾之战中 石崇丽有战功被封侯 石崇一边做官 一边在民间放高利贷 并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和石崇豆腐的王楷 是司马炎的亲舅舅 他为人品行很差 他凭借与司马炎的关系一路高升 起初他们二人的比拼 还停留在普通物品层面 比如谁的吃穿用度更加华丽 在这方面 石崇更胜一筹 为此王楷颇为不悦 并在司马炎面前抱怨此事 司马炎得知两人豆腐的事情后 不但没有制止 反而将宫中的宝物拿给王楷 让他前去跟石崇比拼 王楷本以为用皇家之物 能赢过石崇 没曾想石崇家中的西式珍宝 让王楷大开眼界 后来王楷自知不敌 便退出了这场豆腐大戏 在同时期豆腐的人中 王魂的儿子王继更加奢侈 在一次招待司马炎的宴会上 其中有道蒸乳猪的味道 让司马炎赞不绝口 王魂直言 乳猪是用人的乳汁喂养的 这番话让司马炎大吃一惊 他没料到 京城的王公贵族 已经奢侈到这种程度 在娇奢风气的熏陶下 一些正直的大臣都不能幸免 一向清廉的杜豫和王郡也裹挟其重 对此司马炎并未制止 还默许纵容 这就使得整个晋朝官场 全部拿钱开刀 国家的根基从根部开始慢慢腐烂 司马炎曾问司力校尉刘毅 他能和汉朝哪位皇帝相比 刘毅直言不讳地说 他能和东汉的环陵二帝相比 环陵二帝是东汉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 刘毅拿他们与司马炎相比 以此来表达对朝堂风气的不满 司马炎对此并没生气 他说 环陵二帝可听不到如此坦诚的话 他现在拥有刘毅这种正直的臣子 足以说明强于环陵二帝 不得不说 司马炎是一个心胸广阔的皇帝 换作他人 刘毅可能早就人头落地了 晋朝被人诟病的地方有很多 被人称赞的地方也不少 其中 晋朝的文学在华夏历史上很有名气 那时的文人非常喜欢写妇 当时一个名叫佐斯的人 写了一篇《三都妇》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一时间 人们争相买纸 前去腾超 导致整个洛阳的纸出现了短缺 这便是洛阳纸柜的典故来源 佐斯的妹妹叫佐芬 两人长相都比较丑陋 但佐芬后来被司马炎召进攻做了妃子 佐芬之所以能在一众美女中脱颖而出 完全是因为身上具备才气 是当时有名的才女 司马炎出于对佐芬的欣赏 便忽略了她在容貌上的短板 这也算是给娇奢的后宫添了一丝清流 司马炎在娇奢淫逸的同时也有一个心病 那便是她的弟弟司马忧 司马忧是司马昭的二儿子 由于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 司马昭很早便将司马忧过继给了司马师 司马昭执掌大权后 曾表示会还政于司马师这一脉 言下之意就是把位置传给司马忧 司马忧本身很有才华 又深得司马昭的喜爱 司马昭本打算立他为世子 后来在群臣的劝说下 才让司马昭打消了费掌利诱的想法 最终司马炎涉险过关 成为了世子 如今司马炎之所以担心司马忧 是因为太子司马中非常愚钝 朝堂大臣觉得他难堪大任 并把目光聚焦到了司马忧身上 司马炎担心自己去世后 大臣们会废掉司马中 拥立司马忧为皇帝 为了避免司马忧夺权 司马炎想了一个办法 他任命司马忧为大司马 率军前去都督青州军事 司马忧拿到诏令后 知道司马炎此举是想把他调离京城 只要他离开洛阳 司马忧就能顺利登上皇位 司马忧本身很有能力 加之太子司马中在一旁衬托 更加凸显出司马忧的优秀 大臣们见司马炎将司马忧调离京城 便纷纷上书请求挽留司马忧 司马炎本以为司马忧只是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如今看到如此多的大臣都为他上书求情 不自觉后背一凉 大臣们的集体求情 不但没让司马炎改变主意 反而更加让他认定 司马忧在结交党羽 有图谋皇位的野心 于是下令让司马忧尽快离开京城 并严惩那些为司马忧说话的人 司马忧得知自己被外放的消息后 急火攻心 得了重病 需要在家休养 司马炎为了尽快让他离开京城 三番五次下令让司马忧到青州赴任 司马忧由于病情严重 加之内心受到刺激 没过多久便吐血身亡 年仅36岁 为了表达对司马忧的重视 司马炎以最高规格将司马忧下葬 并以不称职为由 处死了给司马忧看病的御医 这一系列表演过后 司马炎算是为司马忧 扫除了登基路上的威胁 司马忧死后 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位置 后来 司马炎成为八王之乱中的一位 解决完司马忧这块心病后 司马炎开始为司马忧的传宗接待操心 此时的司马忧已经长大成人 但迎娶贾南风之后一直未有子嗣 对此司马炎认为是贾南风长得太丑 司马忧可能下不口 因此贾南风一直没有怀孕 传宗接待是皇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为了让司马忧能够尽快做父亲 司马炎物色了一名国色天香的女子 名叫谢九 在谢九的指导下 司马忧很快便掌握了传宗接待的秘诀 并成功让谢九怀孕 眼见谢九怀孕 贾南风心生妒忌 为了安全着想 司马炎将谢九接到西宫养胎 并成功诞下一子名叫司马裕 司马裕从小就十分聪慧 深得司马炎的喜爱 司马炎曾在群臣面前表示 司马裕的聪慧非常像司马懿 司马懿是司马懿族里程碑式的人物 没有司马懿就没有晋朝 司马炎将司马裕和司马裕相提并论 足以看出他对司马裕天资的认可 这也说明 司马中的愚钝并不是天生的 可能是在小时候发育的过程中 营养跟不上 或者发烧导致了智力下降 为了能将皇位传给孙子司马裕 司马炎再也没想过更换太子司马中一事 公元289年 在后宫连续播种 十几年的司马炎终于倒下了 躺在病榻上的司马炎 觉得一辈子过得很直 此刻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 能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 为了能让司马中顺利继位 他进行了诸多人士安排 他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叔叔 司马亮为侍中 同时兼任大司马 大都督 都豫州诸军事 然后让三儿子 司马俭都关中诸军事 六儿子 司马委都荆州诸军事 九儿子 司马允都扬州诸军事 同时又封十二子司马裕为长沙王 十四子司马颖为成都王 十五子司马炎为吴王 第十七子司马赤为豫章王 第十八子司马炎为带王 封皇孙司马裕为广陵王 在司马炎并重期间 杨俊借着自己是皇亲国妻的身份 彻底控制了朝政 他不许任何人接近司马炎 并将司马炎侍从奴婢 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 司马炎卧病之后 经常神志不清 有一次他状态好转 看身边的侍从都是陌生面孔 大吃一惊 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紧急着急下诏 让他最信任的叔叔 司马亮前来辅政 但此时的杨俊 已经牢牢控制住宫廷 诏书最终没能送到司马亮手中 公元290年4月12日 杨俊拿一份诏书 让神志不清的司马炎过目 司马炎根本看不清诏书的内容 只是对着诏书点了一下头 杨俊便将此作为皇帝 同意诏书的依据 这份诏书是杨俊自己起草的 诏书内容是任命杨俊为太位 同时兼任世中太子太父 都督中外诸军事 有了这份诏书 杨俊就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堂 此时的司马炎还在等司马亮入朝辅政 但他没有等到司马亮到来 八天之后 司马炎驾崩 享年55岁 司马炎去世后 根据他的遗诏并未厚葬 纵观司马炎的一生 他有过极其荒唐的时刻 但大部分时间还算得上是一个明军 他重视农耕 在位25年并未大兴土木 并拒绝耗费人力物力 到泰山进行风扇大典 在执政方面 他设立了建官 直言朝中立弊 并命人修订了禁律 使得国家有法可依 在用人方面 司马炎大胆启用了杨户 杜裕 王骏等文官 作为法武主帅 并成功灭掉吴国 对刘毅将他比作还陵二帝一世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一笑了之 比起同时代的帝王 司马炎做得非常不错 但司马炎并不是完人 在任用太子一世上 明知道司马昭智力有短板 却依然坚持立他为太子 这也间接导致了后续的乱象 随着司马炎去世 晋朝最高光的时刻一去不复返 接下来晋朝将进入一个无比黑暗的时期 华夏大帝出现过很多动乱 在诸多动乱中 晋朝的八王之乱堪称影响最恶劣 由于王室之间操歌相向 导致整个国家乱作一团 更严重的是 此次动乱直接将一族大范围引入中原 从而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五湖乱华 所谓的八王之乱只是一个统称 实际上 参与作乱的诸侯王多达十几个 之所以称为八王之乱 是因为只有八个诸侯王实际掌握了朝堂大权 八王之乱的源头 要从晋朝初代皇权更迭换代开始说起 晋五帝司马炎去世后 三十二岁的太子司马忠登基为帝 史称晋慧帝 晋慧帝是一个智障皇帝 当时晋国发生灾荒 百姓们颗粒无收只能吃树皮 消息传到司马忠这里 他反问大臣 为何百姓们不吃肉呢 这便是何不识肉迷的典故 司马忠登基后 尊杨旨为太后 封甲南风为皇后 杨旨的父亲杨俊在司马炎去世前 就把持了朝政 司马忠继位后 杨俊直接搬到了皇宫居住 杨俊此举引起了朝堂一片愤怒 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汝南王司马亮 是司马炎生前最信任的宗亲 司马亮见杨俊如此猖狂 便上书司马忠 表示要带兵铲除杨俊兄弟三人 但司马亮的奏章落到了杨俊手中 由于司马亮手握重兵 杨俊得之后非常害怕 于是他找到杨直 经过一番商量后 他们决定污蔑司马亮谋反 并让司马中下诏 让张绍和石剑领兵前去攻打司马亮 此时的司马亮正在洛阳城外驻扎 张绍得到诏令后 立马领兵前去讨伐司马亮 张绍之所以如此积极 因为他是杨俊的外甥 而石剑作为朝堂元老 他知道司马亮不会谋反 于是选择按兵不动 司马亮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只有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才敢行事 稍微有点风险就会避而远之 当他得知张绍率兵前来的消息后 不敢与之正面硬杠 连夜拔银赶往了许昌 司马亮离开后 杨俊的弟弟杨继 力劝杨俊将司马亮召回朝中 共同辅政 因为杨俊在朝中的名声极差 邀请司马亮前来 能够挽回一些声誉 但杨俊不想与他人分享权利 为了稳固在朝中的地位 他提议给大臣们集体升官加决 以此来换回大臣们的支持 此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除了几个比较正直的大臣拒绝了杨俊 大部分都得到了升迁 这些人对杨俊虽算不上感恩戴德 但也不再反对他 此时杨俊最忌惮的人是皇后贾南风 杨俊知道贾南风颇有一番手段 为了防止宫中生变 他任命张绍为中护军 统领宫中禁军 另一个外甥段广 被任命为散旗常侍 掌管宫中机密事务 就在杨俊以为完全控制朝政的时候 贾南风却在密谋除掉他 贾南风是一个野心很强的女人 手段非常毒辣 在司马中登基之前 贾南风经常陷害为司马中的怀孕妃子 手段相当残忍 直接用刀划开他们的肚皮 晋武帝司马炎得知后想废掉贾南风 但在大臣们的求情下才放过他 司马炎的宽容并未让贾南风改过自新 司马炎去世后 贾南风更加变本加厉地 毒害司马中其他妃子 此次为了除掉杨俊 他先使拉拢被杨俊打压的人 殿中中郎梦官和李赵 因为不受杨俊待见 转而投到贾南风门下 紧接着 他们给贾南风献上了投名状 说杨俊有不轨之心 准备谋反 为此还罗列了一些证据 贾南风并不在乎杨俊是否真的想谋反 他只需要有人站出来指控他谋反 为此他先是联系司马亮 准备和他结成同盟 共同除掉杨俊 但司马亮只想偏安抑郁 于是拒绝了贾南风 为了能一举将杨俊搬到 贾南风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 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都督 荆州军事的楚王司马尾身上 他派人联系司马尾 让他上书回京助手 伺机除掉杨俊 对此司马尾欣然应允 司马尾是司马炎的五儿子 他从小就喜欢武刀弄枪 非常喜欢出风头 司马尾年轻的时候 就发明了很多酷刑 以此来折磨犯人 这也使得司马尾在朝臣中间 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 一直以来 司马尾对皇位就有觊觎之心 司马炎去世前让他到外地驻兵时 司马尾内心颇为不满 而杨俊对于司马尾在外驻军一事 比较忌惮 觉得领兵在外的司马尾 是一个潜在威胁 想将他召回京城 趁机夺掉他的兵权 此次司马尾主动提出回京师 杨俊当即表示同意 公元291年2月 司马尾和都督扬州军事的 淮南王司马尾 一同进京觐见皇帝 并趁机与贾南风密谋 有了这两个人的支持后 贾南风准备对杨俊进行收网 3月8日贾南风让李赵和孟官 面见司马中 直言杨俊谋反 并让司马中写了一份 捉拿杨俊的诏书 对此 司马中完全照做 下诏免去杨俊的职务 贾南风拿到诏书后 他让司马尾守住司马门 命令东安公司马尤 率领400进军士兵 直奔杨俊府邸 准备捉拿他 当杨俊听闻贾南风 对他发难的消息后 立马召集府上的幕僚商议对策 太副主部朱镇 力劝杨俊应该立马起兵反击 以清军策的名义进攻 直接捉拿幕后读使 此时的杨俊觉得事情 并未严重到这个程度 他想派人进攻和贾南风和谈 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僵 与此同时 太后杨俊得知杨俊遇险的消息后 正打算派人前去解围 结果被贾南风获悉 他以谋反对的名义命人 将太后控制起来 就在杨俊还幻想 与贾南风和谈的时候 前来捉拿他的士兵 已经将他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 最终 杨俊在逃跑的途中 被一个普通的士兵杀死 一代权臣就此落下帷幕 杨俊死后 他的弟弟杨继 杨瑶 以及张绍 段广等人 悉数被抓 并以谋反的名义诛灭三族 此次因杨俊而受到牵扯的人 多达数千 这是晋朝开国以来 第一次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杨俊一党被诛灭后 司马忠下诏大赦天下 此前因为谋反罪 被控制起来的太后杨俊 免于一死 司马忠将他贬为了平民 但贾南风执意要杀死杨俊 为了活命 杨俊主动给贾南风写信 并自称是小妾 将个人姿态放到了最低 但这并未唤起 贾南风的怜悯之心 后来贾南风断了杨俊的食物供给 杨俊坚持了八天 最终被饿死 杨俊也成为华夏历史上 第一个被饿死的皇太后 此次政变让朝野震荡 人人感到自危 为了稳定时局 贾南风赵司马亮进京主政 让他与魏冠同时主政 同时又提拔了秦王司马俭 东平王司马茂 楚王司马伟 夏秋王司马皇等人 司马亮掌权后 为了笼络人心 巩固自身在朝中的地位 他一口气封了上千个侯爵 以此来换取他人对自己的支持 贾南风之所以提拔司马家族的人 是为了给自己家族进入朝堂做铺垫 此次政变过后 贾南风将自己的哥哥贾摩 母亲的堂兄郭章 以及他的外甥贾秘 悉数照进朝堂 与司马亮共同执政 掌权后的贾南风 变得越来越残暴 经常毫无征兆地杀人 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 司马游见贾南风如此残暴 便秘密筹划废掉贾南风 但在司马游动手之前消息不慎走漏 昔日同处一个战线上的人 瞬间反目成仇 为了报复司马游 贾南风找到了司马游的哥哥司马蛋 司马蛋向来与司马游不和 在贾南风的配合下 他多次上书弹劾司马游图谋不轨 最终司马中下诏 将司马游流放到戴方郡 戴方郡就是现在朝鲜半岛的位置 随着司马游被流放 贾密和郭章趁机接手了他的权力 一时间贾氏家族在朝堂上的风头一时无两 此次政变过后 楚王司马游掌握了禁军统领权 司马游生性施杀 他凭借手握兵权 动不动就以杀人为乐 甚至连朝堂大臣们也不放过 主政的司马量担心司马游终有一天会骑到他头上 于是和卫冠密谋除掉司马游 但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走漏了消息 司马游得之后大怒 直奔司马量府邸找其理论 司马量自恃理亏 最后向司马尾道歉 才平息了他的怒火 一计不成 司马量随后又与卫冠重新密谋 想让司马尾等诸王回到自己的封国 不要继续留在京城 司马量本打算在朝堂议事的时候提出这个方案 当场拍板让司马尾走人 但此次消息又被泄露 在朝堂议事之前 司马尾就得知了司马量的计划 司马尾之所以能屡次获悉司马量的动向 是因为在他府上安插了内线 这也说明当时的晋国朝堂已经是一片尔虞我诈 相互之间并不信任 司马尾虽然为人凶狠 但他不敢直接对司马量用兵 因为司马量的职位比他高 而且司马量也手握重兵 为了扳倒司马量 司马尾在公孙宏和摄人齐盛的建议下 将目光投在了皇后贾南风身上 此时的贾氏一族虽然风头无两 但他们也想拉拢皇室亲王作为自己的帮手 面对司马尾的主动示好 贾南风欣然接受 随后贾南风任命司马尾兼任太子少傅 名正言顺地留在了京城 需要指出的是 各方势力在提拔自己人的时候 都要经过皇帝司马中下诏 司马中作为智障兼傀儡 他只负责在诏书上盖章 具体内容一概不管 后面在叙述相关人事任命的时候 直接以权臣的名义来进行讲述 司马亮和魏冠的计划再次失败 心中愤怒不已 当他们得知 在背后为司马尾出谋划策的人是齐盛时 愤恨之情更甚 因为此前 齐盛是杨俊阵营的人 曾帮杨俊出谋划策除掉魏冠 如今又帮司马尾 这让魏冠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他置之死地 为此 魏冠暗中罗知了齐盛很多罪名 准备将他逮捕 但在动手之前 计划又遭到了泄漏 纵观古今 阵营之间的博弈 总少不了间谍细作的身影 他们甚至能改变历史走向 比如在楚汉争霸中 项羽的叔叔项伯被刘邦收买 不但帮助刘邦在鸿门宴上全身而退 在日后 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 也帮刘邦争取到了汉中 最终让刘邦成就了大意 魏冠和司马亮前两次密谋失败 都是因为消息提前泄露 他们不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继续在尚未除掉间谍的时候谋划大事 这为他们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齐盛得知魏冠准备对自己发难的消息后 立马与公孙红商量对策 最终在他人引荐下见到了贾南风 此时前来投靠贾南风的人非常多 齐盛和公孙红的级别尚不足以让贾南风和司马亮 魏冠撕破脸皮 但齐盛非常洞察人心 他给贾南风带来了一个足够震撼他的消息 齐盛告诉贾南风 司马亮和魏冠正在密谋废掉司马中 然后另立新军 贾南风对魏冠一直怀恨在心 因为晋武帝司马严本打算将魏冠的女儿嫁给司马中 后来被贾南风半路截胡 后来魏冠一直找各种机会来暗示 晋武帝废掉司马中重新立太子 不过最终司马中保住了太子位置 贾南风也如愿成为太子妃 但从此之后 贾南风和魏冠势同水火 此前贾南风之所以让魏冠入朝主政 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 他一直寻找除掉司马亮和魏冠的机会 如今齐盛主动前来告密 加之有司马伟的帮助 贾南风决定对二人动手 公元291年 贾南风以皇帝的名义给司马伟写了一份诏书 让他效仿霍光 持召前去 罢免司马亮和魏冠 并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 贾南风还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令 淮南王司马允 长沙王司马懿 成都王司马颖率兵驻守各个宫门 以防司马亮率兵反扑 司马伟拿到诏书后 本打算入宫向司马中求证真伟 但前来送诏书的宦官告诉他 如果他入宫求证 以后就没有除掉司马亮和魏冠的机会了 想到此处 司马伟便不在乎诏书真伟 直接伪造圣旨召集京城军队 兵分两路前去包围司马亮和魏冠的府邸 当大军将司马亮的府邸包围后 司马亮不相信皇帝会派人前来围剿自己 他觉得自己没有二心 皇帝不会诛杀自己 但没过多久 门外的士兵就发起了强攻 此时的司马亮才意识到 这是一场针对他的政变 他的部将请求调兵抵抗 以司马亮府中的兵力 能与外面的士兵形成对峙 但司马亮迟迟不同意抵抗 他认为 一旦兵容相见 就会让别人认为 他有谋反之心 于是下令按兵不动 没过多久 司马亮的府邸就被攻破 他也被升勤 司马亮是朝堂主政大臣 相当于异国总理 即便有谋反之时 也需要经过审判 但司马伟不想多声事端 一旦司马亮走到审判环节 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即便有罪 顶多只是被免去官职 赶回封国 只有将司马亮杀掉 才能永绝后患 为此司马伟开出了重赏 他派人在军中宣传 杀掉司马亮者赏一千匹部 一千匹部对于王室贵族来讲 只是九牛一毛 但对于普通士兵来讲 这是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财富 悬赏令发布之后 司马亮被士兵们杀掉 连同一起被杀的 还有司马亮的儿子司马聚 就这样 司马亮成为八王之乱中 第一个被杀的王 从辈分上来讲 司马亮是司马伟的爷爷 两者属于同一个家族的人 不过由于司马家族过于庞大 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 司马伟杀掉司马亮后 为同族相残开了一个头 至此之后 司马家族之间的相互残杀 便一发不可收拾 司马亮死后 与他共同主政的魏冠也未能幸灵 前去捉拿魏冠的是清禾王司马霞 司马霞本身与魏冠并无私仇 此番前来只是奉命行事捉拿魏冠 并未打算将其置之死地 但司马霞首先有一名叫做荣惠的人 他之前在魏冠府上做事 因为犯错被魏冠赶走 后来投到司马霞门下 荣惠见魏冠落难便公报私仇 他擅作主张将魏冠一家九口全部杀害 司马亮和魏冠的死 并未让朝堂平息下来 以司马伟为代表的势力 和贾南风集团展开了一场博弈 其胜劝司马伟 应以匡扶王室为名 趁机诸杀贾密、郭章等人 一向试杀的司马伟 认为这样做不妥 毕竟他和贾南风刚达成政治联盟不久 在对方没有向自己发难之前 就主动撕破脸皮 显得不太仗义 司马伟这种想法 也足以说明他只是一个武夫 并不是一个政治家 反观贾南风这边 他认为司马伟势头正胜 应该趁机将他除掉 如果任由其在朝中发展势力 将来会控制不了他 太子少傅张华 对诛杀司马伟也持赞成态度 下定决心后 贾南风派使者手持周虞藩 到军队面前传旨 说楚王司马伟 此前假传圣旨调动军队 意图谋反 让将士们速速回营 不要听从司马伟调动 周虞藩是皇权的象征 将士们见到周虞藩后 纷纷收起武器回到军营 上一刻还能调动军队的司马伟 此刻彻底成了光感司令 缓过神来的司马伟想逃跑 结果被在场的士兵五花大王 送到了廷尉 没过多久 便以谋反罪被诛杀 此时年仅21岁 司马伟成为八王之乱中 第二个被诛杀的王 生性残暴的司马伟 得此下场实属不冤 与司马伟一同被杀的 还有齐圣与公孙宏 而且他们被一灭三族 司马伟被杀后 朝廷恢复了魏冠的名誉 并追封其为兰陵俊功 当初擅自主张杀害魏冠的荣慧 也被一灭三族 这两场政变的幕后主使 都是贾南风 他也成为最大的授意人 通过政变将对手全部肃清 至此 贾世家族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他任命堂兄贾摩为侍中 然后提拔太子少父张华为右光陆大夫 张华之所以被任用 是因为他是平民出身 不隶属于任何政治集团 且在朝中有一定的威信 贾南风明白 他擅长朝堂争斗 但不擅长治理国家 张华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在此后的几年里 张华一直忠心辅佐皇室 晋朝迎来了几年和平的日子 由于司马中治理有问题 对男女之事也颇为愚钝 加之贾南风长得实在是太丑 司马中和贾南风虽有夫妻之名 实则完全没有夫妻之实 正所谓保暖私淫欲 自古以来淫乱从来不是男性的专利 女性得势之后也会行淫乱之事 贾南风身为异国皇后 眼见政敌对手全部被肃清 便开始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贾南风先是看中了太医令成据 并借机与其通奸 太医令是管理御医的一个官职 没有任何实权 成据长得高大英俊 为了讨贾南风欢心 他经常以看病为游入宫为贾南风服务 尝到甜头的贾南风 不满足于成据一个人 后来他直接派人到街上搜罗 长相英俊的年轻男子 然后用竹篓将他们偷偷运进皇宫 供贾南风淫乱 贾南风是一个心肠非常毒辣的人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每次和壮男淫乱过后都将他们杀死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贾南风曾经十分迷恋一个男宠 和他共居了十几天之后没有杀他 而是赏给他大量金银 将他放了回去 这个男宠本是生活在洛阳底层的一个小利 被贾南风放回来之后 他便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 此时恰巧贾南风的一个亲戚家中被盗 丢失了大量金银 于是向官府报案 官府怀疑是这个小利所为 便将他抓回来审问 小利在审问中交代 他的金银是一位女子送的 他描述这位女子生得有黑 奇丑无比 眉毛后面还有一颗黑痣 他与这位女子共居十几天后 便给了他很多金银 然后将他装到竹篓送了出来 贾南风的亲戚听完小利的描述后 知道他说的是贾南风 便没再追究此事 并将小利释放 此后 关于贾南风淫乱之事 便在官场和民间传开 贾南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愤慨 让他的表兄裴伟和堂兄贾摩非常尴尬 他们担心贾南风的行为会引起暴乱 于是力劝贾南风要行事低调 不要引起群奋 但贾南风对两人的劝说 置若罔闻 继续我行我素 由于司马中过于懦弱 致使太子司马玉也经常受到欺负 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 曾对司马玉寄予厚望 认为他是像司马懿一样的人物 能够带领晋朝长盛不衰 司马炎之所以执意传位于司马中 就是想把皇位最终交到司马玉手中 但司马炎没有料到贾南风会把持朝政 更没想到被他示弱至宝的司马玉 居然被贾氏一族当下人呼来喝去 贾南风的母亲郭怀 年轻的时候比贾南风还狠毒 到了晚年突生慈悲之心 他意识到贾氏一族的所作所为 会让司马玉心生怨恨 一旦司马玉继位 就会对贾氏家族不利 于是他奉劝贾南风将司马玉当作自己的亲儿子 并打算将贾南风妹妹贾武的女儿嫁给他 结果遭到贾南风和贾武的一致反对 郭怀临死前 反复嘱咐贾南风一定要拉拢司马玉 但贾南风没有理会母亲的嘱咐 他不仅没有拉拢司马玉 反而打算毁掉这位太子 贾南风虽然心狠手辣 但他不敢对明目张胆地对司马玉动手 他吩咐太子身边的宦官引导司马玉寻欢作乐 别让他学习 由于没人约束 司马玉逐渐放弃了读书学习 转而把精力放在寻欢作乐上面 司马玉的爱好很奇特 他喜欢市井生活 为此在宫中开设了一个集市 以此来满足自身兴趣 在市井文化的熏陶下 司马玉逐渐从一个天才少年变成顽固子弟 这样的司马玉对贾氏家族并没有威胁 但贾南风觉得司马玉非自己亲生 一定要废掉他才能彻底心安 为此贾南风一边在司马中耳边吹风 说司马玉种种缺点 一边偷偷把贾五与寒寿的小儿子接到宫中 准备立他为太子 由于贾南风的意图过于明显 大臣们都知道他要加害司马玉 为此有人提醒司马玉要先下手为强 但司马玉认为贾南风不敢对自己怎样 便没有听从他人的建议 司马玉的心软给了贾南风陷害他的机会 公元299年12月 贾南风派人给司马玉传照 说司马中身体不适 让司马玉进宫问安 司马玉来到宫中见司马中之前 贾南风派了几名漂亮的宫女将司马玉灌醉 然后贾南风送来一份草稿 说是为司马中祈福的经文 请司马玉腾抄一遍 此时的司马玉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但为了皇帝能够早日安康 他强称着精神开始腾抄 此时的司马玉根本不知道文稿上的内容 一心只想腾抄完 然后睡觉 殊不知这份文稿上面写的是大逆不道之言 其中有诅咒司马中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文稿是著名大才子潘安撰写的 当时的潘安归附在贾南风门下做事 司马玉抄完文稿后倒头便睡 贾南风则将这份文稿当作罪证交给了司马中 以司马中的智商 他根本看不出事情的漏洞 于是召集群臣宣布准备刺死司马玉 由于事情过于蹊跷 加之刺死太子一事事关重大 弄不好会引起国家动乱 因此大臣们一致表示反对 在封建时代 尽管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但大臣们同样有制衡皇权的能力 眼见群臣不同意刺死司马玉 司马中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贾南风见刺死太子难度太大 便做了让步 请求将太子罢处为平民 群臣见贾南风做了让步 便同意了这个方案 暂时将太子送到金庸城幽禁起来 司马玉被罢处的当天 太子妃王汇丰的父亲尚书令王衍 便尚书请求让他们离婚 贾南风批准了王衍的奏请 司马玉离开皇宫后 他的母亲谢久 随后被贾南风拷打致死 这一刻 司马玉才深切体会到人心悲凉 被罢处的司马玉已经完全失去了威胁 但贾南风仍未打算放过他 公元三百年正月 贾南风再次栽赃陷害司马玉 声称他密谋杀害司马中 并拿出了事先伪造好的证据 尽管大臣们都知道这些证据是假的 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 司马玉被押往许昌关押 来到许昌后 司马玉秘密给王汇丰写信 详细叙述了自己被冤枉的经过 司马玉希望王汇丰能说动父亲 将书信成递给司马中 王衍收到了司马玉的信 但他选择了明哲保身 并未将书信交给司马中 虽然司马玉人品一般 但他当太子的时候提携过很多人 这其中就包括又卫都司马亚 禁军首领许超 他们为了报答太子的提携 决定罢处贾南风 让太子重新复位 要想罢处贾南风 必须联合一个有实力的朝臣 此时张华和裴伟 已经处于明哲保身的状态 不可能趟这趟浑水 想来想去 他们把拉拢的目标 放在赵王司马伦上 司马伦担任右将军一职 掌握实际军权 他为人贪婪 而且没什么计谋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拿来当枪使 为了调动司马伦这杆枪 司马亚和许超 找到了司马伦的谋臣孙秀 他们告诉孙秀 朝堂大臣们已经准备罢处贾南风 如果能赶得群臣之前行动 就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孙秀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 他认为一旦司马伦政变成功 就会成为朝堂顶梁柱 孙秀作为谋臣也能获得利益 想到此处 孙秀决定前去劝说司马伦 司马伦非常信任孙秀 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不过 孙秀并未打算按照司马亚和许超的计划执行 他觉得贸然前去罢处贾南风帮助太子复卫 太子不一定领情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贾南风杀掉太子 然后打着为太子复仇的名义讨伐贾南风 届时就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 打定主意后 孙秀先是让人散布太子党羽 准备罢处贾南风的消息 贾南风得知 此事后非常担惊受怕 于是制作了毒药 派人送到许昌 让看守太子的侍卫混在太子的食物里 将其毒死 太子来到许昌后 在饮食方面非常小心 就是担心有人下毒 侍卫剑下毒不成 直接用木棒将其打死 年仅23岁的晋朝太子 就这样憋屈地死了 当初司马裕被司马炎视为 可以媲美司马懿的人物 却死在了一个不知名小人物的棍棒之下 实在令人唏嘘 司马裕死后 贾南风为了体现大度 以王侯身份为其举行了葬礼 此时的贾南风认为除掉了心头大患 殊不知司马轮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公元300年4月3日深夜 司马轮假称接到皇帝诏令 调动京师的禁军 打算直接进宫准备废除贾南风 在宫中内应的配合下 司马轮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了宫中 司马轮派司马炎前去逮捕贾南风 司马炎的母亲和贾南风有深仇大恨 他接到命令后 直奔贾南风的寝宫将其逮捕 在逮捕贾南风之前 司马轮还以皇帝的名义 召贾密进攻 并当场将其杀死 贾南风看到贾密的尸体躺在地上 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他拼命地挣扎 但在一众士兵和围下 最终被摁在地上伏法 司马轮并未当场将贾南风杀死 而是先将贾南风的妹妹妹夫 宠臣等一杆党羽拷打致死 以此来刺激贾南风 但心肠毒辣的贾南风 并未为这些人留下一滴眼泪 六天之后 司马轮派人带着毒酒去赐死贾南风 在死亡面前 贾南风声泪俱下 摇尾起连般请求饶他一命 但使者不听贾南风的求情 直接扒开他的嘴巴 强行将毒酒灌下 最终贾南风痛苦地死去 十年四十四岁 作为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 掌控朝堂长达十年的一代妖后 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贾南风死后 司马轮开始清算朝臣 由于张华和裴伟在太子被废时没有据理力争 最终被司马轮诛杀 除了张华和裴伟之外 其他与司马轮有过节的大臣也被悉数诛杀 随着贾南风和一众朝臣被杀 司马轮正式掌控了朝政大权 司马中下诏任命司马轮为相国 都督中外诸军事 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堂上的位置 司马轮为其他朝臣请赏 一时间除了被杀的大臣外 其他朝臣几乎都得到了封赏 得到封赏的大臣们 也不再对司马轮有意见 此次政变的主角名义上是司马轮 实际上都是孙秀在背后一手谋划 为了感谢孙秀 司马轮封他为中书令 一时间 孙秀在朝堂之上风生水起 大有宣宾夺主的势头 当初司马轮发动政变时 本打算立司马中的弟弟 淮南王司马允为皇位接班人 后来孙秀发现 司马允是个非常成熟稳重的人 一旦拥立他做皇帝 恐怕不好控制 于是孙秀劝司马轮改立他人 经过一番考察 司马轮最终决定 立司马裕的四岁的儿子司马赃 为皇太孙 并让太子妃王汇丰 重新回到东宫照顾司马赃 与皇位擦肩而过的司马允 非常不甘心 但他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暗地里却在偷偷豢扬死士 试图复制司马懿干掉曹爽的戏马 但司马允的隐忍 没有逃过孙秀的眼睛 孙秀认为 司马允大闹一场 才符合常理 此时表现得如此安静 背后必有所图 于是 劝司马轮对司马允动手 司马允得知消息后 决定先发制人 率领府中数百人前去围攻司马轮的府邸 就在此时 朝中一些看不惯司马轮的大臣 向司马忠请命 劝他应该趁机下诏铲除司马轮 司马忠认为有道理 便派将军服印带兵前去围攻司马轮 此时的司马轮形势十分危急 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 司马轮大概率会被诛杀 关键时刻 司马轮的儿子司马前火速找服印密谋 让他调转枪口前去诛杀司马允 事成之后可以得到高官后路 在利益的诱使下 服印心动 随后 他率兵杀掉了司马允 为了斩草除根 司马轮将司马允的儿子 母亲 以及朝中同党悉数诛杀 受牵连而死的人多达数千 此次政变过后 司马轮和孙秀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抬高司马轮的地位 孙秀上书请求为司马轮加九息 在古代 加九息是除了皇帝登基之外 最重要的封赏 很多权臣篡位前都要走这个流程 作为对孙秀的回报 司马轮让司马中的女儿 嫁给了孙秀又丑又矮的儿子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位置 司马轮将自己的儿子 以及亲信安插到朝堂核心位置 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司马轮将相国府的卫兵增加到两万人 加之秘密豢养的死士 司马轮的相府侍卫已经超过了皇宫禁卫军 一时间 司马轮已经凌驾于皇室之上 此时的司马轮在臣子位置上已经到达了巅峰 但他并不满足做一个臣子 公元301年正月 司马轮和孙秀密谋过后 正式决定篡位 在古代 玄臣篡位需要有一定的吉兆 以此来证明 自己篡位是无奈之举 是上天要求他这么做 为此 孙秀让大臣们在京城宣扬 说他们梦到了司马懿劝说司马轮应该进京为帝的画面 面对这种低级的谎言 满朝文武都知道怎么回事 但大家都不想戳破这个谎言 为了夺取皇位 司马轮让司马福的曾孙司马威 偷偷夺取了司马中的皇帝玉席 并伪造了善位诏书 几天后 司马轮乘坐皇帝专用的座驾进入了金鸾殿 正式登基称帝 随后司马轮将司马中安排到金庸城软禁起来 为了显示自己的人后 司马轮遵司马中为太上皇 按照辈分辈分 司马轮是司马中的爷爷 如今把孙子遵为太上皇实属荒唐 司马轮登基后大赦天下 为了拉拢人心再次提拔群臣 此次司马轮扩大的封赏范围 连宫中杂役奴仆都获得了官职 当时参加朝会的官员都会戴上秀有雕尾的管帽 由于封赏的人太多 一时间找不到那么多雕尾 只好拿狗尾来代替 这便是成语狗尾续雕的来源 当初 齐王司马炯在司马轮发动政变诛杀贾南风的过程中帮了大忙 事后 司马炯仅仅被封为游击将军 而且为了防止司马炯留在京城造成威胁 直接把他派去许昌驻守 司马轮登基后 孙秀担心司马炯图谋不轨 遂在他身边安插了不少亲信 对此司马炯颇为不满 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于是打算起兵推翻司马轮 公元301年3月 司马轮斩杀孙秀安插在他身边的亲信宣布起兵 与此同时 他派人前去联络成都王司马庸 和奸王司马颖和常山王司马懿 请求他们一同出兵推翻司马轮 还政于司马中 司马颖和司马懿见到司马炯的使者后 认为此时是一个起兵的好时机 便在当地响应起兵 一路直奔京城讨伐司马轮 而和奸王司马庸是司马轮的支持者 他将司马炯派来的使者五花大榜 送到了司马轮面前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心 然后紧急调集军队 前去阻击进京讨伐司马轮的军队 当司马炯的习文传到扬州后 各级官员都一致响应讨伐司马轮 但扬州刺史西龙对此犹豫不决 因为他的儿子和侄子都在洛阳 他不想因为启示连累家人被杀 参军王岁见西龙犹豫不决 便率人杀死了西龙极其亲信 正式宣布起兵响应司马炯 司马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面积的支持 并非自身名望有多高 而是司马轮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怒 此时沉浸在温柔乡里的司马轮 还以为司马炯只是小打小闹 当他知道各路亲王和刺史都前来征讨时 瞬间乱了方寸 他一边把朝廷能用的军队悉数派出 一边和孙秀在宫中祭拜上天 司马轮和孙秀非常迷信道教 他们用各种符咒和法术来为自己祷告 以此来祈求逢凶化吉 但这一切在前来征讨的大军面前都是徒劳的 公元301年4月司马炯遭遇短暂的失利后 终于打败了朝廷派来的军队 前线溃败的战报送到孙秀手里时 他选择了隐瞒 他向群臣谎称朝廷大军连战连结 并向司马轮道贺 司马轮一时间被蒙在鼓里 分不清真假 就在司马炯打胜仗的同时 成都王司马颖也传来了捷报 他们打败了孙慧许超的军队 并一路渡过黄河直奔洛阳 在司马炯起兵之初 朝中群臣就担心司马轮会兵败 为了避免受到牵连 他们想趁机杀掉司马轮寻求自保 孙秀洞察到群臣的意图后 吓得躲在府邸不敢外出 如今朝廷大军在前线接连遭遇失败 孙秀开始考虑退路 他考虑过带着司马轮到南下投奔其他诸侯王 也考虑过乘船出海 到海外寻找棄居之地 但孙秀还没来得及做出最终决定 其他朝堂大臣便率兵包围了 皇宫和孙秀的府邸 孙秀的儿子及其朝中亲信被一网打尽 最终孙秀党羽被当街斩首示众 杀掉孙秀后 大臣们又冲进皇宫让司马轮退位 然后迎接太上皇司马忠重新登基 司马轮为了保命下诏迎接司马忠 司马忠归位后 下令将司马轮等人关进金庸城软禁 公元301年4月9日 重登皇帝位的司马忠大贺天下 并派使者前去慰问司马炯 司马颖和司马懿 四天之后 司马忠派人给司马轮送去了毒酒 准备将其赐死 司马轮知道再劫难逃 便将毒酒一眼而尽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司马轮死后 他的儿子们悉数被拷打致死 被司马轮提拔的官员也全部被免职 从公元300年4月到301年4月 司马轮在皇位上还不到一年便允命 他也成为八王之乱中被杀的第三个王 在此期间 受牵连的官员死伤者不计其数 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多达十余万 各地百姓在战争的铁蹄下 更是家破人亡 一时间 整个晋朝变得支离破碎 但这场战乱还远远未结束 公元301年6月 司马轮的秦王军队进入洛阳 这支军队浩浩荡荡几十万人 他们军纪严明 铠甲鲜亮 给洛阳民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由于司马轮率先号召讨伐司马轮 因此他得以占据头功 为了表彰司马轮的功劳 皇帝封他为大司马加九西 同时起兵的司马颖被任命为大将军 都督中外出军事加九西 常山王司马义被封为辅军大将军 除此之外 其他同时起兵秦王的军队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 司马炯 司马颖 和司马懿 都获得了开府制式的资格 他们三人相继拉拢 朝中武将到自己麾下 府中的文臣只有寥寥数人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如今三个秦王同时驻守洛阳 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权力争斗 而争夺权力的最好方式 便是发动政变 司马炯之所以能够主政 完全是因为他是此次讨伐司马轮的发起人 但他的能力并未达到主政的程度 加之身边缺少谋臣辅佐 对于如何走下去是比较迷茫的 此时准备前去襄阳上任的新野王 司马兴告诉司马炯 司马懿是皇帝的弟弟 如果能将他收之麾下 可以提拔他共同辅政 如果他不愿意归附 就应该夺去他的兵权 否则他会成为后患 司马懿不但不想归附司马炯 他还在司马颖面前挑拨是非 他说此次率先渡过黄河的人是司马颖 按理他应该占据头功 而不是司马炯 司马颖听完内心十分不悦 但又不是司马炯的对手 于是在司马懿的建议下 选择韬光养晦 主动辞去辅政大臣之职 回叶城休养生息 司马颖回到叶城后 主动放弃了加九息赏赐 并为参与秦王的其他人情赏 除此之外 他还在叶城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借此 司马颖在朝中积累了很高的名望 表面上看 司马颖是高风亮节 实则是在后激勃发 刺激而动 司马炯当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确立太子人选 由于司马中的后代都被杀死 司马中的弟弟司马颖 就成为皇位竞争者 但司马炯觉得司马颖不好掌控 最后决定 立司马中年仅八岁的侄子 司马秦为太子 确定完太子后 司马炯自认为大权在握 没人能威胁到他权利 便开始了骄纵的生活 他不仅在生活方面极其奢华 在处理朝政方面也我行我素 直接把朝廷搬到了府中 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时间一久 朝堂大臣觉得司马炯和司马伦别无二致 对他大失所望 一些有识之事 有的辞官回乡 有的直接带领妻儿隐居山林 他们不想再次卷入朝堂争斗 引来杀身之祸 主部王豹不想见到王朝分崩离析 于是建议司马炯 效仿周朝周公和赵公的做法 名义上 尊司马中为帝 然后以黄河为界 将晋朝一分为二 由他和司马颖各自统领一半官员 各自为政 司马炯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方案 便准备同意 但长沙王司马懿得知此事后 大为不满 一旦分合而至 他就失去了利益空间 于是 力劝司马炯 以挑拨兄弟感情的名义 将王豹杀死 王豹死前对司马炯喊话 让司马炯把他的头挂在齐王府门前 他要亲眼看到司马炯被灭 说罢便弃绝身亡 关于小人物改变历史走向的事情有很多 李涵就是其中一个 李涵本来在司马炯手下做事 后来被司马炯招致麾下 但李涵与司马炯手下其他部署有过矛盾 因此处处受到排挤 李涵一气之下离开了司马炯 再次转投司马炯帐下 为了获得司马炯的认可 李涵假称得到了皇帝的口谕 前来向司马炯搬救兵铲除司马炯 对于李涵的说辞 司马炯并未相信 但李涵提出的方案让他很心动 李涵提议可以先给长沙王司马炯发席文 让他前去讨伐司马炯 司马炯不是司马炯的对手 等司马炯被杀后 司马炯就有了讨伐司马炯的理由 届时再拥立成都王司马炯 联合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炯 一定可以大功告成 司马炯听完这个提议后深感认同 于是向司马中上书 列举了司马炯种种罪行 他建议罢处司马炯 让司马炯入朝辅政 随后以皇帝的名义邀请司马炯前来勤王 同时将席文送达了司马炯面前 司马炯得知司马炯拥立自己的消息后 不顾属下的劝说准备出兵讨伐司马炯 司马懿的军队很快到达了洛阳 面对司马懿的讨伐 司马炯有些慌乱 他紧急调集军队前去抵挡 最终双方在皇宫附近展开了对峙 由于事出突然 司马炯没有充分部署 从战斗场面上看 司马懿占据优势 大司马长使赵渊见司马炯失势 当即决定反水 于是升勤了司马炯 然后向司马懿投降 随后司马懿命人杀掉了司马炯 连同他的家人 党羽一共两千多人全部被杀 至此八王之乱中的第四个王被杀 司马炯之死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路诸侯王都没想到 司马炯会死于司马懿之手 就连司马懿本人也没想到 能如此顺利杀掉司马炯 因为两者实力悬殊非常大 司马炯死后 司马懿顺利地接管了朝堂 不过司马懿非常明白 目前实力最强 名望最高的人是成都王司马颖 所以他在主持朝堂大事的时候 都会派人前去请示司马颖 以此来放低自己的姿态 这种势力格局让司马庸非常不高兴 当初李涵为司马庸谋划起兵战略的时候 认为司马懿一定会被司马炯杀死 然后他们借着为司马懿报仇的名义 前去讨伐司马炯 等杀掉司马炯之后 再废掉晋惠帝司马中拥戴司马庸为皇帝 这样一来 李涵也能高居丞相之位 结果因为司马炯不争气 导致李涵这盘大旗全部泡汤 虽然司马懿在决断朝堂大事的时候 都会请示司马颖 但司马颖觉得遥控朝廷不过瘾 他想除掉司马懿这个障碍 但除掉司马懿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 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就在此时 李涵和司马懿的属下黄辅商发生了矛盾 并引发了流血事件 黄辅商本是司马炯的参军 司马炯被杀后 司马懿将其收支麾下任命他为参军 黄辅商有一个哥哥名叫黄辅重 当时黄辅重担任秦州刺史一职 李涵和黄辅商之间有深仇大恨 当初李涵脱离司马炯阵营 很大的原因就是与黄辅商结怨 如今黄辅商被司马懿收为心腹 他的哥哥黄辅重 必然也会导向司马懿阵营 李涵向司马懿建议 应该尽快除掉黄辅重 免得日后成为隐患 在政治斗争中 间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手段 间谍在古代被称为戏作 谁能把戏作安插到对手的阵营 就能第一时间掌握对手的动态 进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前 司马亮和魏冠数次密谋诛杀司马尾部城 就是因为消息泄露 最终反被诛杀 此次李涵与司马懿密谋的计划 被细作获取 黄辅商很快便得知了消息 并第一时间告诉了黄辅重 随后 黄辅重将此事禀告朝廷 并集结了军队准备前去讨伐李涵 但司马懿刚杀掉司马炯 尚未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不想在短时间内再动干戈 于是将李涵调往河南任职 试图平息这场冲突 与此同时 他派使者让黄辅重隐忍负重 不要妄动干戈 但黄辅重没听司马懿的劝告 执意要去讨伐李涵 司马庸认为 黄辅重执意讨伐李涵 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打算飞黄辅重一个教训 他派金城太守 隆西太守等四郡兵马 前去讨伐黄辅重 与此同时 又让李涵秘密与司马庸 在宫中的内应 趁机杀掉司马懿 这个计划本身并无不妥 但司马庸犯了之前同样的错误 在计划实施之前便遭到泄露 司马懿得知司马庸的计划后 火速派人前去杀掉了李涵 李涵作为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小人物 最终没有登上更大的舞台 便允命 司马庸得知李涵被杀后 十分震怒 此时的他不再打算继续隐忍 直接起兵前去讨伐司马懿 司马颖见状打算起兵响应司马庸 共同前去讨伐司马懿 在起兵的同时 他们两人共同上书给皇帝司马中 说司马懿和皇府商等人把持朝政 残害忠良 请求司马中诛杀司马懿的党羽 然后将司马懿赶回他的封国 此时的司马中是个傀儡皇帝 朝堂大权都被司马懿掌握 司马中不可能下诏诛杀司马懿 司马庸此次上书只是测试大臣们的态度 如果能得到部分朝臣的支持 讨伐司马懿会变得简单一些 司马懿知道司马懿上书的事情后 立马让司马中下诏封他为太尉 都督中外诸军士 率兵前去平叛 司马懿见司马懿已经完全掌控朝政 没有和平演变的余地 于是任命张芳为都督 率领七万大军出汗古官直奔洛阳 与此同时 司马颖任命内使陆基为都督 统领中狼将王翠 中护军石超 冠军将军千秀率领二十万大军向洛阳进发 千秀 石超 王翠等人都是名门之后 一直效力于司马家族 他们对陆基担任督督一事非常不满 虽然陆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后人 但此时的东吴已经灭亡 陆基只是个落魄贵族 这样的落魄贵族在当时有很多 陆基突然成为诸将之首 让这些名门世家十分不满 随时准备将他拉下马 陆基的同乡孙慧发现了这个苗头 他建议陆基把都督之位让给王翠 以免引火烧身 但陆基并未听从孙慧的建议 继续率军前行 他想用一场大胜为自己证明 树立在军中的地位 但事情发展并未按照陆基的设想进行 面对两路大军前来争讨 司马懿为了鼓舞三军士气 他让司马忠御驾亲征 公元303年8月 被赶鸭子上架的晋惠地 司马忠率兵来到了洛阳城西的十三里桥 司马忠的到来并未起到鼓舞士兵的作用 在随后的战斗中 王府商率领的军队被张芳打得大败 司马懿见状不妙 紧急把司马忠转移到洛阳城东 防止司马忠被升擒 不久后 陆基率兵到了洛阳城东 与司马忠的队伍在建春门遭遇 为了增加胜算 司马颖派出大将马贤前去支援陆基 面对前来支援的马贤 司马懿手下大将王胡受命前去阻击 并将马贤打得溃不成军 并成功将马贤斩杀 马贤不但没有帮忙成功 他的死让陆基军队陷入一片混乱 匆忙之中陆基选择了撤军 士兵们听到撤军命令后 慌不择路地选择逃跑 期间发生了踩踏事故 死伤者不计其数 王胡见对方乱了阵脚 果断率兵前去追击 并成功斩杀陆基手下十几名大将 陆基的失败 让那些看不惯他的人 找到了落井下石的借口 这其中就包括宦官孟九 孟九是司马颖的亲信 非常受器重 孟九也凭借司马颖的宠信 横行霸道 当初孟九请求司马颖 任命他的父亲为邯郸县令 司马颖的官员们都不敢反对 唯有陆基的弟弟陆云 站出来反对 陆云说 邯郸是一个战略要地 应当由德裁兼备的人担任 让宦官的父亲前去任职 恐怕会遭天下人耻笑 孟九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 但一时间找不到陆云的把柄 只能作罢 宦官一向小肚鸡肠 手段毒辣 此事过后 孟九一直寻找机会 除掉陆云陆基兄弟俩 孟九有一个弟弟 名叫孟超 在军中领兵任职 经常无视军纪 放纵士兵烧杀抢掠 陆基作为军队主帅 抓了孟超几名作案的士兵 准备杀掉严肃军纪 孟超见自己的士兵被抓 直接带人闯入陆基的大营 将作案的士兵抢了回去 孟超此举不但违反了军纪 也是对陆基赤裸裸的挑衅 但陆基却以军心稳定为由 放过了孟超 不予追究 这更加助长了孟超的嚣张气焰 在建春门大战中 孟超由于不听指挥 擅自出战 结果兵败被杀 孟超的死 本是就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但孟九认为 是陆基故意陷害孟超 对陆基更加恨之入骨 此次失利 让司马颖大为恼怒 孟九趁机向司马颖进宪谗言 说此次之所以大败 是因为陆基怀有二心 故意和司马懿勾结 才导致大败 司马颖本就觉得 此次失利过于蹊跷 因为他的实力比司马懿强太多 孟九的话 让他对陆基起了疑心 但此时的司马颖 并未想诛杀陆基 但军中一些不服气陆基的将领 趁机添油加醋 编造陆基与司马懿密谋的事情 正所谓众口朔金 司马颖见将领们 一致控诉陆基 便派千秀前去逮捕他 司马颖的参军王章认为 此时需要稳定军心 不能对主帅动手 况且 那些针对陆基的指控 都是捕风捉影 没有实际证据 于是 他劝司马颖应该冷静行事 把事情查清楚再做决断 此时的司马颖情绪上头 大战失利 让他颜面尽失 急需一个出来背锅的人 根本听不进劝告 执意派人前去捉拿陆基 陆基在千秀到来之前 似乎已经有了预感 他脱掉盔甲 穿上白衣白帽在军中等候 千秀到来后 陆基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后悔当初 没有听同乡孙慧的话 把军中大权让给他人 此时陆基才意识到 作为一个外来人才 如果没有逆天的才能 很难在别人的利益圈子里 成为主宰 在陆基成为主帅之前 千秀和陆基是好友 如今奉命前来捉拿陆基 千秀丝毫不手软 当场将陆基诛杀 陆基的军事 才能虽然不及他的爷爷陆逊 但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 堪称一绝 他书法作品 平复帖真迹 依然存在于世 并被中国评为 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陆基的死 一方面是自己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跟错了领导 一个好的领导 在属下犯错误的时候 不但不会责罚 还会主动出来为属下背锅 让属下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才能 比如刘邦在任用韩信仪式上 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对于质疑韩信的人 刘邦一律军法伺候 这才使得韩信 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 刘邦的做法 也为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 反观司马颖 他没有察人之能 更没有辨别谈言是非的能力 这才直接导致了陆基的悲剧 陆基死后 他的弟弟陆云、陆丹 以及部将孙整等人 悉数被抓 司马颖的幕僚 知道陆基被杀的真正原因 眼见司马颖要将陆基家族全部杀害 他们劝告司马颖 不要一错再错 在找到陆基谋反证据之前 不要滥杀无辜 否则会折损身旺 此时的司马颖已经平复了情绪 对诛杀陆基一事也略有后悔 打算饶恕陆云等人 孟九见司马颖心软 便急忙催促手下人杀掉陆云等人 与此同时 孟九派人到狱中对孙整严刑拷打 孙整被打得皮开肉绽 骨头都露了出来 但依然不肯诬陆基 孟九没想到 孙整意志如此坚定 便让狱卒伪造了一份供词 强行让孙整画压 随后 孟九拿着伪造的供词去找司马颖 此时的司马颖 还在为误杀陆基感到后悔 看完孙整的供词后 又觉得陆基杀对了 随后 又命人灭了孙整三族 此后 陆陆续续有人为陆基喊冤 结果都被孟九诛杀 当初 司马懿带着晋惠帝司马中 离开洛阳御驾亲征时 司马勇手下大将张芳 趁机进入了洛阳 并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 如今 司马懿大军凯旋返回洛阳 在城中为非作歹的张芳 自知不是对手 便火速撤离了洛阳 司马懿率军前去追击 并成功斩杀张芳五千多人 司马懿不想让军队离洛阳太远 便放弃了对张芳赶尽杀绝 得以幸存的张芳 并未返回司马颖的大营 而是在洛阳城西 安营扎寨 静观其变 司马懿在主政之前 和司马颖的关系不错 此次兵戎相见 并不是司马懿主动挑起的 此番虽然打了胜仗 但司马懿并不想与司马颖为敌 为了缓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大臣们提议 将国家一分为二 两人各占一方 对此 司马懿表示同意 但司马颖并不感兴趣 为此司马懿专门写了一份和解信 请求与司马颖化干戈为玉帛 司马颖在回信中表示 只要司马懿杀掉皇甫商 就考虑罢兵回叶城 皇甫商是司马懿的左膀右臂 如果杀掉司马懿 整体力量会被削弱 届时 司马颖趁机前来讨伐 司马懿会处于劣势地位 司马颖提出的条件 让司马懿很难接受 既然双方没弹拢 就得继续打下去 为了鼓舞士气 此次司马颖亲自率军攻打洛阳 打算倾尽全力攻陷洛阳 一血前耻 驻扎在城外的张芳 见司马颖集结大军前来攻打洛阳 也准备响应启示 在起兵之前 他派人切断了骨水流入洛阳城内的通道 一时间 洛阳城内出现了水荒 不但生活用水短缺 就连倒米用的水车也无法运转 为了维持前线粮草供应 朝廷发动城中百姓用手捣鼓 城内13岁以上的健康男丁 全部冲军入伍 大臣们的儿子也不例外 对司马懿来讲 这是一场生死战 如果洛阳被攻破 等待他的下场只有死亡 面对重重困境 在司马懿府中 担任主部的阻替献出遗迹 他说 雍州刺史刘沈的兵力 足以和司马庸相抗衡 只要命令刘沈攻打司马庸 张芳一定会回撤救援 届时只需要专心对付司马颖一人即可 司马懿认为祖替说得有道理 便派人手持皇帝诏令 前去调动刘沈 刘沈接到诏令后 组织了一万兵力直奔长安 在调动刘沈的同时 司马懿还派皇府商 拿着皇帝的亲笔密照 前去游说金城太守 停止攻打皇府中 皇府商得令后 伪装成普通百姓出城 结果行之半路 在驿馆休息的时候 被他的外甥撞见 皇府商的外甥一直和他有仇 于是将消息告诉了司马庸 司马庸当即派人前去抓捕 并成功将其抓捕 最后当着众人的面斩首 皇府商的死 让司马懿非常难过 不过战局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朝廷军队凭借洛阳坚固的城池 成功抵挡住了张芳和司马颖的大军 并斩杀对方六万多人 张芳伤亡十分惨重 加之雍州刺史 率兵往长安进发 司马庸派人前来搬救兵 张芳见洛阳久攻不下 便萌生了撤军的念头 可就在此时 洛阳城内出现了变故 此次为了守城 洛阳王公贵族拼尽了权力 他们自认为不是张芳的对手 久而久之 城池早晚会被攻破 为了避免城破之后 遭到对手的报复 他们打算杀掉司马懿 然后向张芳投降 经过商定 他们推举东海王司马岳 为行动领袖 随后 司马岳派人 趁司马懿不被将其逮捕 司马岳上书 司马忠请求诛杀司马懿 但司马忠没舍得杀他 因为司马懿掌控朝政期间 一直对司马忠毕恭毕敬 丝毫没有不尊敬的行为 这让司马忠打心眼里 喜欢司马懿 最后迫于无奈 司马忠将司马懿软禁在金庸城 随后 司马岳带领城中百官 打开城门向张芳投降 打开城门后 眼前的一幕让司马岳大吃一惊 因为张芳的军队也已经精疲力尽 整体状态比朝廷军队还要差 根本坚持不了几日 文武百官见状有些后悔 有些人想去金庸城解救司马懿 继续和张芳作战 但司马岳阻止了他们 因为他担心赢回司马懿后 自己会遭到清算 于是继续选择向张芳投降 公元304年正月28 张芳派人到金庸城 带走了司马懿 张芳是一个手段极其毒辣的人 他将司马懿带到军营 然后放到火堆上活活烤死 在司马懿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中 张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司马懿死时年仅28岁 他也是八王之乱中第五位被杀的王 司马懿死后 他以前的部将碍于张芳的淫威 不敢前来为其料理后事 最终一个名叫刘幼仁 冒死前来收拾司马懿的遗物 张芳觉得刘幼是个有情义的人 反倒放了他一马 洛阳城破后 司马颖率领大军进入城内转了一圈 宣布对朝堂的控制权 然后让奋武将军石超 率军五万驻守洛阳 把朝中与之有过节的官员全部杀掉 并将宫廷禁卫军换成了自己人 司马颖担心后方生变 很快便返回叶城 他让朝中大臣到叶城汇报工作 后来 晋惠帝司马中任命司马颖为丞相 开门投降的司马 越被任命为尚书令 就在司马颖进入洛阳时 和监王司马庸还在与雍州刺史刘审缠斗 刘审率领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 一路打到了长安城下 张芳见长安危机 急忙率领大军回撤 刘审想趁士气正盛之际 对长安发起总攻 但因为部将之间配合出现失误 刘审兵败 失守被擒 刘审曾给司马庸做过军师 司马庸为了解心头之恨 直接将刘审腰斩 公元304年2月 司马颖尚书让司马中罢处皇后和太子 此举是打算废掉司马中 为篡位做准备 此时的司马庸自知实力不及司马颖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尚书请求司马中立司马颖为皇太帝 就这样 司马颖正式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司马颖达到墓地后 也对司马庸投桃报李 尚书任命他为大都督 兼任雍州墓 成为皇太帝之后 司马颖出行的时候 采用天子的礼仪标准 并把朝中大臣悉数照到叶城 在丞相府办公 对此大臣们深感失望 此时的司马颖 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皇帝 在宦官梦久的阿谀奉承下 司马颖更加得意忘形 悬然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纵观前几位控制朝堂的诸侯王 都是在春风得意之时跌落神坛 就在司马颖以为完全把控朝堂的时候 东海王司马岳 大将军陈枕和司马懿的旧部 已经在密谋讨伐司马颖 公元304年7月1日 司马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 便举起了讨伐司马颖的大旗 陈枕率先带人攻入皇宫 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召集群臣 当众宣读讨伐司马颖的席文 驻守皇城的石超还处在醉生梦死中 对这场政变丝毫没有察觉 眼见大势已去 他连夜跑回了叶城向司马颖报信 7月3日 在司马岳等人的上书下 司马中重新迎回了被废掉的皇后和太子 并任命司马岳为大都督 在司马岳的陪同下 司马中决定御驾亲征 随着讨伐司马颖的席文传遍天下 前来秦王的队伍越来越多 当大军行至安阳时 讨伐大军已经多达十几万 消息传到叶城后 司马颖十分慌乱 由于他长期听信宦官梦九的谗言 导致身边的人对他离心离德 面对前来讨伐的大军 一时之间不知该派谁前去迎敌 为了自保 司马颖想弃城逃跑 东安王司马游建议司马颖放下武器 身穿丧服出城跪拜谢罪 或许能保留性命 司马颖觉得这样做太憋屈 决定孤注一掷前去迎战 派出石超率领五万将士前去迎敌 陈诊的两个弟弟此时正在叶城任职 他们见情况不妙 于是逃离了叶城 投奔到司马岳帐下 司马岳通过两人了解到 叶城已经人心涣散 便放松了警惕 就在此时石超率领军队突然杀过来 打了司马岳一个措手不及 在混战的过程中 御驾亲征的司马中被射中面部 好在不是致命伤 没有伤及性命 司马中在逃跑的过程中被石超擒获 在禁惠帝面前 石超不敢怠慢 将其封为座上宾 得知石超得胜的消息后 司马颖派卢志将禁惠帝迎接到叶城 携天子以令诸侯 随后 司马颖以天子名义下诏大赦天下 并杀掉了当初主张投降的司马游等人 战败后的司马岳逃到了下批 但都督徐州的司马毛不想引火烧身 婉拒了司马岳的驻兵请求 随后 司马岳便回到了自己的封国东海 得知禁惠帝被困于叶城的消息后 身在洛阳的官员仍未打算放弃 他们尊太子司马秦为正统 继续坚守洛阳 此轮战乱结束后 司马颖、司马岳等人都无力继续折腾 天下暂时回归平静 但这种平静都是暂时的 新一轮争斗正在酝酿当中 八王之乱之所以遭受如此多的诟病 是因为有人将遗族引入这场内斗 最终导致中原民族遭受炼狱之灾 而将遗族引入内斗的人 名叫王迅 王迅是王沈的私生子 王沈是司马昭时期的亲信 王迅由于是私生子身份 非常不受王沈重视 但王沈没有嫡子 他去世后便让王迅继承了他爵位 自此之后 王迅走上了仕途 一路成为封疆大利 诸堵幽州诸军士 手里掌握一支精兵 在皇室大乱斗的时代 王迅为了找人撑腰 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分别嫁给了鲜卑断头部的首领 和乌桓部落的一个首领 有了遗族的支持 王迅信心大增 当初司马炯 司马颖 和司马庸 共同讨伐司马伦时 曾邀请王迅一同前往讨伐 但王迅选择了做官龙虎斗 此事让司马颖怀恨在心 司马颖掌权后 便着手除掉王迅 他任命自己的亲信 和掩为幽州刺史 让和掩联和乌桓 蝉鱼共同干掉王迅 公元304年7月 和掩邀请王迅 一同外出打猎 在外出的路上 安排乌桓 蝉鱼 沈灯在半路埋伏 试图一举将王迅诛杀 但在王迅 行之埋伏路段的时候 突然天降暴雨 导致整个埋伏计划失败 乌桓 蝉鱼 沈灯 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他认为 王迅得到了上天帮助 命不该绝 事后 将和掩 谋杀他的计划和盘托出 并与王迅结成了联盟 王迅得知此事后 联合司马岳的弟弟 司马腾前去讨伐和掩 并将其诛杀 司马颖眼见 和掩诛杀王迅的计划失败 便以皇帝的名义 召他入朝任职 但王迅一眼识破了 司马颖的计谋 当即召集两个遗族女婿 联合司马腾前去讨伐司马颖 王迅的联军 由汉人 鲜卑人 乌桓人组成 这些游牧民族战斗力极强 司马颖派出的石超 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 没过多久 王迅联军就打到了叶城城下 驻守叶城的将士 听闻王迅联军的威力后 纷纷落荒而逃 司马颖见状不妙 带领仅剩的几十个骑兵 保护进会地逃往洛阳 留下一座偌大的叶城无人把守 王迅联军进入到叶城后 军中的遗族将士 发了疯一样在城内烧杀抢掠 到处奸淫妇女 叶城百姓几乎被屠戮殆尽 攻破叶城后不久 王迅又率领大军返回继城 军中的遗族士兵为了方便淫乱 把在城中掳掠的妇女带在身边 王迅得知此事后 为了严肃军纪 下令私自藏匿妇女者一律军阀处置 遗族士兵不想放这些妇女回去 但又不能违背军令 最后居然将他们全部溺死 中原士兵被眼前凄惨的一幕深深震撼 但这只是后来遗族祸害中原百姓的冰山一角 在八王之乱期间 朝廷军队无暇顾及地方 一些偏远地区的政权便开始谋求自立 这便是五湖十六国诞生的过程 五湖十六国的形成和八王之乱发生的时间重叠 人物关系也交织在一起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整体性 需要叙述一下五湖十六国形成的过程 在八王之乱期间 义州牧里雄早有自立之心 此前涉于朝廷的实力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眼见天下分崩离析 朝廷自顾不暇 根本无力管辖偏远地带 便萌生了割据自立的想法 在古代 自立为王不仅需要军事实力 还需要民意基础 否则政权就不会牢固 在封建时代 要想获得威望 要么具备官方背景 要么是民间信仰领袖 当时成都一带的民众都信奉道教 确切来讲是五斗米道 东汉末年 黄金军领袖张角 创立了太平道 太平道信仲分布十分广泛 后来黄金军被剿灭 张角被杀 太平道的骨干成员 以及信仲 大部分都融入了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的领袖被称为天师 大家熟知的地动仪发明者张衡 就是五斗米道的第二代天师 范长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由于他博学多彩 而且注重信义 深得信徒们拥戴 后来被拥为成都一带的天师道的领袖 并在著名的青城山传道 李雄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基于范长生在成都一带的威望 李雄想拥立他为成都王 但范长生非但没有接受 转而支持李雄称王 为了支持李雄 范长生告诉他的信徒 说李雄是天命所归 在范长生等人的支持下 李雄决定自立为王 公元304年10月 李雄自封为成都王 正式宣布脱离晋朝成为独立的政权 两年之后 李雄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成 此后又改国号为汉 后世也将李雄建立的这个政权 称之为成汉 成汉也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的第一个国家 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二个国家是汉兆 汉兆的建立者名叫刘渊 刘渊虽然遵循汉姓 实际上是一个匈奴人 当年汉高祖刘邦派出一位 刘氏宗亲的女儿到匈奴和亲 将她嫁给了墨毒禅瑜 此后墨毒禅瑜的子孙 都以刘氏为姓 刘渊便是墨毒禅瑜的子孙 刘渊生得非常魁梧 自小喜欢学习 可谓是文武双全 公元264年 刘渊作为匈奴部落的人质 被送到洛阳 在此期间 刘渊得到了司马延的赏识 当初平定西北叛乱的时候 司马延曾考虑让刘渊前往 但大臣们觉得 刘渊骨子里不是汉族人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不但不能对他为以重任 还应该趁机将其杀掉 但由于种种原因 司马延最终没有杀刘渊 公元279年 刘渊的父亲去世 司马延准许刘渊回去接替 匈奴左部的帅位 后来刘渊部下出现了叛乱 刘渊受到牵连被免职 好在驻守夜城的司马延为其求情 并将其收留在夜城任职 在王迅和司马腾攻打司马延期间 刘渊受司马延所托 到匈奴班救兵 刘渊不负所望 仅用了20天 就召集了5万大军 就在刘渊准备前往夜城救援时 半路上得到了司马延 弃城而逃的消息 公元304年12月 刘渊趁天下大乱自立为王 他效仿汉高祖自称汉王 改国号为汉 为了显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他遵刘善的蜀汉为正统 后来刘渊的后人将国号改为赵 后世将这个政权称为汉赵 汉赵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一个在中原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政权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八王之乱 在司马颖被王迅联军围攻期间 司马庸曾派张芳率领2万人前去支援 结果还没到夜城 就听闻司马颖弃城逃跑 带着晋汇帝正逃往洛阳 司马庸得知消息后 命令张芳先去占领洛阳 张芳领命后火速赶往洛阳 并顺利控制了局势 再次等候 晋汇帝和司马颖到来 晋汇帝和司马颖经过长途跋涉 一路风餐露宿 最终到了洛阳 张芳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亲率一万多人在洛阳城外迎接 晋汇帝作为一个被来回摆弄的傀儡皇帝 他已经懒得配合这种无聊的游戏 当张芳要下马叩拜时 晋汇帝直接下车制止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 实力是唯一的通行证 张芳自势手中有两万精兵 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朝堂 并拒绝司马颖参与朝政 此时的司马颖是光感司令一根 能保全性命就已经谢天谢地 根本不失望左右朝堂大事 此前张芳攻入洛阳时 曾让部下将士对洛阳扫荡过一次 如今张芳为了缓解将士们的思乡之情 再次默许将士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张芳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定军心 没想到弄巧成拙 士兵们搜刮完财务后 非常急切地想回到家乡和家里人分享 因此军中不断传出撤军的声音 张芳害怕继续这样下去会引起滑变 便打算把晋汇帝挟持到长安 在那里继续控制朝政 当张芳把搬迁仪式告知晋汇帝时 他深感命运多舛 并在宫中藏了起来 后来张芳直接采取强硬的方式 将晋汇帝驾上车 并命士兵把皇宫中的嫔妃宫女一起带走 这些士兵到了皇宫 趁机玷污了宫女 还把皇宫搬得干干净净 行为和土匪没有区别 临行前 张芳见偌大的皇宫无人居住 响一把火烧了洛阳 关键时刻 司马颖的谋臣卢智出来阻止 他告诉张芳 当初 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 被唾骂了上百年 如果他也烧掉洛阳 也会遭受后世唾骂 张芳听后 虽然心有不甘 但为了自身名声 也只好作罢 一切准备就绪后 张芳带着晋汇帝 司马颖 以及司马延的第十七子 司马赤直奔长安 当队伍到达坝上时 司马雄率领仪仗队前去迎接 并亲自驾车把晋汇帝迎接入城 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 司马雄把自己的府邸 改成皇宫 让皇帝居住 公元304年12月 晋汇帝在司马雄的指示下 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帝身份 然后策立司马赤为皇位继承人 此时的晋朝 已经是满目疮痍 司马雄 让晋汇帝下诏免去各州的科捐杂税 让百姓们专注于农业生产 等国家回到正轨后 再将晋汇帝送到洛阳 司马雄不想继续扩大战火 为了缓和各个阵营的矛盾 虽让晋汇帝下诏任命司马雁为太父 与司马雁共同辅政 但司马雁拒绝接受太父的任命 这也意味着这场纷争仍未接受 生在乱世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沦为炮灰 但也有人能一步步成为英雄 时乐就是后者 公元304年 是诸侯王们大乱斗的一年 也是时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 时乐是杰族人 他的祖父父父亲都曾在部落担任过小头目 但算不上是官宦世家 时乐的少年时期几乎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 公元302年 冰州一带发生了灾荒 灾荒带来了动乱 时乐在这次动乱中与族人失去了联系 在那个年代 胡人经常被抓卖去做苦力 时任冰州刺史的司马腾 为了赚取军费 遂抓胡人贩卖赚取军费 时乐就在被抓之列 后来 时乐被卖给持平人施欢为奴 施欢发现时乐长的魁梧健壮 感觉他并非持中之物 便恢复了他的自由身 并举荐他到附近的马场做工 时乐因为有象马的本领 很快便得到马场首领吉桑的认可 很快两人变成了好友 公元304年12月 司马颖被废除皇太帝封号之后 很多人为其名不平 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 在河北起兵 他要为司马颖讨回公道 时乐和吉桑带领着牧民 以及数百匹战马前去投奔 就是在此时 吉桑给他起了一个汉人名字 名叫时乐 由于吉桑带去了牧民和战马 因此得到公师藩重用 时乐被任命为前队都 跟随他前去东征西讨 自此之后 时乐便开启了军旅生涯 迈出了成就霸业的重要一步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晋国朝堂 张芳挟持晋惠帝到长安的举动 引起了广泛讨论 其中反对者居多 司马颖拒绝接受太父称号之后 准备利用天下人 对张芳的愤怒起兵前去征讨 公元305年7月 他以秦王的名义发布席文 号召天下诸侯联合起来 把晋惠帝重新接回洛阳 他的号召得到了很多的响应 眼见响应秦王的军队越来越多 此时需要选出一位领袖 否则大家各自为战 仍是一盘散伤 手握重兵的王迅和泛阳王司马骁 提议让司马越担任 秦王军队的盟主 对此大家都表示同意 司马越见时机成熟 便亲率三万军队向长安进发 就在各路军队积极响应秦王时 司马越犯了一个错误 他经常以皇帝的名义 任命各路人马 比如任命刘桥为冀州刺史 对此刘桥表示不满 刘桥觉得司马越只是盟军盟主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他没有资格打着皇帝的名义到处下诏 因此脱离了盟军 与此同时 东平王司马毛也积极响应刘桥 扔掉了之前司马越对他的任命 转而与刘桥兵合一处 共同对付联军 身在长安的司马庸 时刻关注着局势变化 他见司马颖的旧部攻势番势头正盛 他害怕司马颖的旧部 借机联合起来举起反旗 便上奏晋惠帝请求任命司马颖 为镇东大将军 都河北诸军士 并配给他一千士兵 让他前去镇守叶城 与此同时 司马雄还让晋惠帝下诏 命司马越等人不要前来勤王 尽快返回自己的封国 对此 司马越等人选择拒绝 继续往长安进发 为了阻止司马越继续前进 司马雄开始拉拢刘桥等人 并派人与刘桥联手 共同讨伐秦王联军 此时身为镇南大将军的刘洪 奉劝司马雄不要与司马越开战 应该握手言和 继续让国家修生养戏 但司马雄认为 必须除掉司马越 才能让国家稳定下来 他觉得以手中的兵力 加上刘桥等人的配合 能够将司马越消灭 因此坚持开战 刘洪是一个威望很高的人 他知道司马雄的主力部队是张芳 而张芳生性残忍 不得人心 迟早会失败 为了长远打算 刘洪打算押住司马越 于是脱离了司马雄阵营 转而与司马越联手共同启示 有了刘洪的帮助 司马越联军一改 之前不利的局面连战连胜 相继打败了刘桥 司马毛 司马越一路平推到杨武县 距离长安越来越近 占据有利局面后 司马越派人前去与司马雄和谈 表示愿意将国家一分为二 双方共治天下 司马雄见司马越已经势不可挡 打算接受对方的提议 共治天下 但张芳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张芳自知罪孽深重 双方一旦进入到和谈阶段 司马越肯定不会放过他 如果张芳不死 很难稳定民心 想到此处 张芳力劝司马雄不要和谈 张芳表示 现在挟持着进会地 就是最大的筹码 应当全力以赴 干掉司马越独霸天下 没必要和他化解而至 听完张芳的话后 司马雄又开始犹豫起来 实际上 司马雄内心是想和解的 但张芳的实力越来越强 如果不考虑他的利益 贸然与司马越和解 势必会引起他的反扑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旦张芳造反 就会使得司马雄父被受敌 此时司马雄的部下 大多都同意化解而至 因为大家都厌倦了战争 想过上和平的生活 加之张芳平时为人嚣张跋扈 把周围的人不放在眼里 得罪了很多人 司马雄的部下 察觉到他的难处后 开始为其出谋划策 考虑如何除掉张芳 公元306年正月 司马雄召见张芳前来商讨大事 张芳派自己的亲信 智府前去参会 司马雄见到智府后 对其威逼利诱 让他趁机杀掉张芳 智府几经权衡 最终答应除掉张芳 智府回去后 将司马雄写的亲笔信 交给了张芳 由于智府是张芳的心腹亲信 张芳对他完全不设防 允许他带刀进入营帐 就在张芳打开信件 伸长脖子准备阅读时 智府拔刀将其手机砍了下来 虽说在乱世没办法独善其身 但张芳的行为 可以用恶贯满盈来形容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如此痛快地结束生命 也算是便宜他了 智府杀掉张芳后 当众宣读了司马雄的诏书 表示张芳是因为谋反被杀 叫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营中将士见张芳已死 又有司马雄的诏书 便没人敢为难智府 随后 司马雄将张芳的手机 送到了司马月面前 后者见张芳已死 谢了司马雄一个左膀右臂 内心大喜 直接拒绝了和谈 司马雄见自己被耍 怒火中烧 他不敢找司马月报仇 而是将气撒在了智府身上 命人将其斩首示众 司马月得到张芳的手机后 命人将其在司马雄的守军面前炫耀 对方一看张芳已死 瞬间乱了方寸 张芳虽然恶贯满盈 但实力也是最强的 大家见张芳已死 料定司马雄必败无疑 慌乱之下 有的弃城而逃 有的则缴械投降 司马月见形势大好 对长安发起了总攻 最终成功破掉了长安城 秦王军队进入到长安后 来不及迎接晋惠帝 而是进行了一番烧杀抢掠 杀死了两万多人才收手 司马雄在城破之前 带着心腹亲信跑到了山中躲避 晋惠帝则被拉上牛车送到了洛阳 秦王军队离开后 司马雄的部将马瞻又杀回了长安 杀死了留在长安的守将 并派人在山中找到了司马雄 把他接回了长安 司马雄刚回长安不久 他的属下见他大势已去 密谋杀死了马瞻 并主动投奔了司马雁 此时整个关中地区 除了长安城之外 尽数归于司马雁之首 司马雄则孤零零地守在长安 等待命运的审判 公元306年8月 晋惠帝任命司马雁为太父 司马肖为司空 驻守叶城 王迅为票旗大将军 此时中原大部分地区都被司马雁掌控 司马雁见大势已去 带着几百人惶惶如丧家之犬到处躲避 在逃亡的途中 司马雁被抓 并被送到了叶城 交给司马霄处理 司马霄不忍心杀害他 暂时将他关押起来 但不巧的是 当年10月 司马霄突然暴毙身亡 死因不明 驻守叶城的刘渝 决定密不发丧 因为司马雁在叶城有很高的身亡 刘渝担心司马霄的死讯传出后 会引起司马雁支持者的反扑 于是 命人假传皇帝诏令 将司马雁赐死 就这样 年仅28岁的司马雁结束了生命 他也成为八王之乱中被杀的第六个王 公元306年11月某个深夜 晋惠帝司马忠像往常一样起来吃宵夜 当他吃完一个饼之后 出现了中毒症状 第二天便暴毙身亡 十年48岁 关于晋惠帝的死因众说纷纭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幕后主使大概率是司马雁 晋惠帝在位18年 在这期间 先是受贾南风摆弄 后来又经历了八王之乱 做了一辈子傀儡皇帝 或许暴毙而亡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解脱 司马忠去世后 23岁的司马赤继位 视为晋怀帝 此时的朝政被司马雁牢牢掌控 随着各路诸侯王被杀 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权力 就在司马雁洋洋得意之时 突然想起司马雁尚在人世 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 让他进京辅政 司马雁之前被司马雁骗过一次 但是他不长记性 他以为司马雁不计前嫌 想和他携手共事 于是欣然奔赴京城 结果行之半路 被司马雁弟弟司马摩派人活活掐死 至此 八王之乱的第七个王被杀 随着司马雁被杀 天下大权尽归司马雁之首 这场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 这是华夏历史上最恶劣的一次皇室内斗 八王之乱不仅让华夏大帝战火纷飞 百姓流连失所 也让遗族趁势而起 大规模往中原地带内迁 并在中原建立起了政权 以往的宫廷斗争结束后 国家会归于平静 此次宫廷斗争结束 则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随着少数民族的介入 加速了西晋王朝灭亡的步伐 同时也将华夏大帝带入另外一场灾难 八王之乱结束后 整个国家没有回归稳定 反而越来越动荡 此时的晋朝百姓 不但要承受国内的动乱 还要时常被匈奴践踏 新任兵州刺史刘昆 在上任的路上 见证了这场宫廷动乱带来的恶果 一路上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 食不果腹的百姓 以树皮黄土为食 甚至有些去啃食地上的尸体 此番景象让酒精沙场的刘昆 也感到一阵胆寒 活生生一幅人间炼狱景象 按照晋朝的行政规划 兵州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规模 当刘昆到达兵州清点户籍的时候 整个兵州只剩下两万户 足以看见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此前 司马颖的旧部公司翻 打着为司马颖报仇的名义大举起兵 结果在南渡黄河的时候 被眼周刺使狗西拦截 双方爆发了大战 狗西是西晋末期议员猛将 他带领将士成功斩杀龚师藩 龚师藩的部将吉桑率领残兵杀出重围 避免了全军覆没 此前吉桑跟随龚师藩东征西讨的时候 积累了一定的名望 此次兵败后 他又开始招兵买马 很快又召集了一批人 龚师藩死后 吉桑成为这支军队的领袖 他自封为大将军 并继承龚师藩的遗志 启示要为司马颖报仇 起初人们以为 吉桑只是嘴上说说 为司马颖报仇 因为他和司马颖几乎没有交集 司马颖生前 吉桑仅仅是军中一个小头目 根本没有受过司马颖的恩惠 但吉桑并非只是嘴上说说 他集齐人马后 便开始了复仇之旅 他的终极目标是攻打叶城 在此之前 他任命石勒为陶鲁将军 对叶城周围的郡县 进行了一轮扫荡 石勒虽然目不识丁 但在打仗方面颇有一套 在他的率领下 周边郡县被军备攻陷 吉桑剑时机成熟 于是对叶城发起了攻击 此时镇守叶城的是司马预的弟弟司马腾 司马腾依仗司马越在朝中得势 在杭氏方面非常嚣张跋扈 当时整个叶城都已经恶嫖遍野 但司马腾依然挥霍无度 过着交涉淫逸的生活 纵观华夏几千年历史 王公贵族们的物质生活 从来都不受大环境影响 在近代中国沦陷期间 大上海依然歌舞升平 受苦的只是平头百姓 站在权力之间的群体 从来不用为资源发愁 司马腾在叶城交涉淫逸并不稀奇 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只顾自己享受 不和身边的人分享 甚至连自己亲信 也只能食用他的残羹圣范 如果此时的晋朝是一个国力昌盛 政权高度稳定的国家 司马腾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毕竟自己的哥哥掌控着整个国家 没人敢造反 但现在的晋朝已经是分崩离析 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 司马腾这种做法几乎把周围人都得罪了 眼见吉桑大军到来 司马腾身边的人便如鸟兽状散去 司马腾见状不妙 安排人把府中搜刮的财富拿出来赏给将士 但为时已晚 此时已经没人愿意为司马腾卖命 公元307年5月 吉桑率人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夜城 司马腾来不及收拾自己搜刮的财物 带着几名亲信驾着马车便出城而逃 但吉桑没打算放过他 他派出一只精锐前去追赶 最终成功将司马腾斩杀 杀掉司马腾后 吉桑将司马颖的棺材从墓中抬出来 然后随军携带 吉桑在做重大决定之前 都要对着司马颖的棺材祭拜 俨然把死去的司马颖 当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主 此后吉桑又进行了一轮屠城 杀了一万多名官员和百姓 临走的时候 还一把火将夜城的宫殿全部烧掉 吉桑这番行为和土匪无异 但放在五湖乱华的大背景下 他的行为只能算是小儿科 拿下夜城后 吉桑又命石勒为先锋 开始攻打眼州 吉桑和石勒的战斗力 远远超出司马越的预料 他本以为吉桑组织的是一群农民军 根本无法与正规朝廷军队匹敌 殊不知 这群农民军打胜仗的动力 仅仅是为了吃口饱饭 而不是所谓的荣誉 在饥饿面前 这群农民军表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 为了消灭吉桑 司马越紧急调集 眼州刺死狗西前去迎敌 吉桑本以为能像攻打夜城那样 轻而易举地拿下眼州 但苟西治军严明 加上军队数量多余吉桑 作为前锋的石勒和苟西 来来回回进行了三十几次战斗 双方互有胜负 但谁都不能将对方一举消灭 为了给苟西加油打气 司马越亲自率兵囤住的关渡 让苟西毫无保留地前去战斗 有了司马越在后方坐镇 苟西信心大增 重整军队准备和吉桑决议死战 此时的吉桑已经是强弩之末 攻打眼州接连失败 让军队士气低落 在苟西的攻击下 吉桑大军最终功亏一篑 当场被杀死一万多人 剩下的士兵也做鸟兽状散去 吉桑在石勒的掩护下 拼命逃了出来 此时他们身边只剩下少许残兵 一时间无法召集更多士兵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们决定前去投奔刘渊 此时的刘渊已经自立为王 建立汉赵政权 吉桑和石勒打算到 先在刘渊手下寻求庇护 然后再谋求东山再起 但他们在投奔刘渊的路上 遇到了冀州刺史的拦截 两人在混战中走散 吉桑回到了马场 石勒则逃到了勒平县 最后顺利投到了刘渊麾下 刘渊封他为釜汉将军 这次分开也是吉桑和石勒之间的诀别 自此之后两人再未见面 此次大圣让司马越非常满意 回到京师后 司马越封狗西为辅军将军 都督青州和衍州军士 丁绍被封为宁北将军 都督冀州军士 为了进一步拉拢狗西 司马越和他结成了异姓兄弟 他本以为可以借助狗西平定天下 但司马越的谋臣 却力劝他不要重用狗西 因为狗西是一个极具野心之人 不会久居人下 如果让他掌握了大权 将来不好控制 狗西占据的衍州是战略要地 当初曹操就是在衍州发家 然后慢慢统一了北方 虽然狗西不如曹操 但把衍州放在他手里 始终是一个隐患 想到此处 司马越决定削弱狗西的实力 他以皇帝的名义 把他调往青州 同时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 兼任青州自始 封东平郡公 这些头衔听起来高高在上 但放在西晋末年 这种乱世背景下 远不如占据一块战略要地重要 狗西知道吃了个哑巴亏 但又不能拒绝 毕竟他现在还不具备造反的实力 狗西对这个任命十分不满 他本是一个执法非常严苛的人 之前他的表弟在军中违法乱纪 直接被他拖出去斩首 来到青州后 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 狗西在执法方面更加严苛 几乎每天都要杀人 他也因此得了一个青州屠国的恶名 解决完狗西这个隐患后 司马越又开始对皇室宗亲动手 近怀帝司马赤登基时 已经年满23岁 司马赤从小就天资聪颖 而且对从政有极大的热情 登基后不久 他就开始亲政 试图把朝堂大权抓在手中 对此司马越非常不满 不过他并没选择和司马赤针锋相对 而是请求到外地驻军 司马赤没有能力阻拦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后来司马越带兵来到了许昌 来到许昌后 司马越第一件事便是派人杀掉了清河王司马秦 司马秦是晋惠帝司马中的侄子 在司马炯专权时期 曾策立他为太子 之所以杀掉他 是为了除掉皇位继承方面的一个对手 同时也给司马赤传达一个信息 司马越才是晋朝的主人 如果司马赤不听话 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司马越离开洛阳后并不顺利 他先是在许昌驻军 没过多久又搬到了郭城 在郭城驻军时 发生了城墙倒塌事件 司马越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他认为城墙倒塌很不吉利 于是又搬到了濮阳 在濮阳待了几个月之后 又搬到了行阳 不知不觉间 司马越在外已经飘荡了两年 由于远离朝堂 使得他对朝堂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司马越见状不妙 又决定搬回洛阳 司马越回到洛阳后 近怀帝十分慌张 他知道司马越此次回来 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在司马越离开洛阳期间 近怀帝已经培养出自己的执政班底 慢慢主持朝堂大事 尽管司马越依然占据主动权 但大臣们有逐渐归附近怀帝的苗头 这种情况让司马越非常不满 他断定近怀帝在密谋除掉自己 在刘虞等人的劝说下 司马越决定先下手为强 将近怀帝的班底一锅端掉 公元309年3月 近怀帝正在和朝堂大臣们进行早朝 司马越派平东将军王炳 带领三千士兵直奔朝堂 当着近怀帝和大臣们的面 把近怀帝的十几名亲信西树抓了起来 随后将他们交给廷尉审问 廷尉知道这些大臣无罪 但碍于司马越的权势 最后将这些人全部定罪 诬陷他们意图谋反 将他们全部杀害 近怀帝眼见自己的心腹大臣被杀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在宫中仰面叹息 铲除近怀帝的亲信后 司马越任命王衍为太尉 任命王衍的弟弟王队为扬州刺史 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的掌控 在此次政变的过程中 司马越察觉到宫廷禁卫军 有阻拦王炳进皇宫的迹象 他意识到 这群禁卫军可能是一个隐患 于是将禁卫军头目全部撤职 然后换成自己人 此次带兵士兵冲进皇宫的王炳 被司马越任命为左将军 全权负责皇宫警卫工作 这种人事安排 相当于把近怀帝 关进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 在司马越忙于宫廷斗争期间 各地豪强纷纷趁势崛起 时任东来监县县令的刘伯根 想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 于是揭竿而起 他召集了一万多人 自称越功 在众多前来投奔的人当中 有一人叫做王弥 王弥家族世代为官 他的祖父曾在晋武帝时期 做过太守 他自小喜欢武枪弄棒 有些人对乱世 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 王弥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 王弥跟随刘伯根打了几场胜仗 一举拿下青州 后来 朝廷派幽州刺使王迅前来围剿 在能争善战的王迅面前 刘伯根兵败被杀 王弥奋力逃脱了围剿 带着一众残兵 逃进附近的山里 占山为王 做起了强盗 王弥是一个有谋略的强盗 每次出去抢劫前 都会做周密的规划 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在乱世做强盗 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东汉王朝建立者 刘秀的哥哥刘衍 在创业阶段 为了养活自己的部下 也干过节道的勾当 在成功者书写历史的时代 人们只在乎最终结果 根本不在乎发迹过程 凭借出色的抢劫技术 王弥养活了这群残军 后来 他们不满足于拦路抢劫 而是直接去抢官府 王弥自称征东大将军 带领将士们 把周边的郡县扫荡了一遍 将府中的前梁 悉数占为己有 以此来扩大自己的队伍 没过多久 王弥的队伍 就扩大到几万人 在攻打眼周的过程中 王弥数次击败 以能征善战著称的狗熙 足见王弥在军事方面的天赋 公元308年4月 王弥对许昌发起了攻击 并一举将其攻破 拿下许昌后 王弥稍作休息 野心急剧膨胀的他 准备攻打洛阳 当时还在郭城驻扎的司马越 派出五千精锐保卫精师 然后派西凉都护北公纯 告洛阳御敌 当年5月 王弥在洛阳附近打败了朝廷军队 整个洛阳乱作一团 近怀地为了自保 大白天的命人将皇宫大门紧锁 5月19日 王弥军队一路视如破竹兵临洛阳城下 万分危急之际 北公纯挺身而出 在华夏名将路中 很少能看见北公纯的身影 甚至连他的生族年 都没被史书记录下来 但这丝毫掩盖不住他的锋芒 就在文武百官被王弥吓破胆的时候 北公纯主动提出率领100名精锐 前去偷袭王弥大营 对于北公纯这个举动 人们并未抱有期望 但北公纯凭借自己的英勇 创造了奇迹 他率领100精锐 在王弥军营里杀进杀出 将王弥大军搅得一片混乱 士兵们纷纷逃窜 为了稳定局面 王弥下令撤军 眼见王弥兵败撤退 朝廷军队趁势追击 再次重创王弥军队 此次重创几乎让他全军覆没 走投无路的王弥急需一个靠山 后来在部下的建议下 决定前去投奔已经称王的刘渊 尽管王弥不想屈居他人之下 但此刻保命要紧 于是一路跨过黄河北上投奔刘渊 此时的王弥已经名造天下 刘渊得知王弥来头非常高兴 派自己的侍中 御史大夫等朝廷高官 拿着他的亲笔信前去迎接 然后任命他为镇东大将军 兼任私立校尉 加授侍中 王弥的弟弟王桑也被任命为散骑侍郎 王弥起初担心自己会不受待见 没想到刘渊对自己如此器重 这让他非常感动 为了报答刘渊对他的厚爱 王弥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他力劝刘渊称帝 并表示会一心追随刘渊 此前刘渊已经动了称帝的念头 奈何劝他称帝的人都不够分量 如今 名震天下的王弥劝他称帝 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 公元308年10月 刘渊正式称帝 后世称他为汉光文帝 称帝之后 刘渊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扩张之路 此时 刘渊帐下有两员猛将 一个是王弥 另一个则是此前前来投奔的石乐 这两人都是西晋末期的猛人 当年11月 刘渊命石乐率兵前去攻打魏郡等地 当地军民知道 石乐前来攻打 纷纷不战而降 石乐是奴隶出身 前半生历尽人间疾苦 在他生涯前期 并没有像其他胡人那样滥杀无辜 反而对百姓十分善良 他每攻下一座城池 就在当地军民当中 选出一位有名望的人 任命其为将军 让他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 并严令禁止欺压百姓 如果发生欺压弱小的事情 并传到石乐耳朵里 他会率领大军折返回来伸张正义 游渊称帝后 在属下的建议下将都城牵制平阳 游渊虽然是个匈奴人 但非常热爱汉人文化 他的臣子为了讨游渊欢心 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祥瑞 游渊得知以后非常开心 并借此大赦天下 公元309年3月 晋朝大将朱旦得罪了司马运 走投无路之下投奔了游游游游对此表示了欢迎 朱旦久居洛阳 对皇宫和民间的情况都非常熟悉 他告诉刘渊 此时的洛阳已经混乱不堪 司马运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行为 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大臣之间貌合神离 如果此时发兵攻打洛阳 一定能将其拿下 刘渊听后大喜 决定抓住机会攻打洛阳 他任命朱旦为先锋 任命刘景为大都督 此时汉军士气正盛 在刘景和朱旦的率领下一路攻城拔寨 相继拿下了军事重镇黎阳和严金 刘景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他攻克严金后 晋朝车齐将军王堪选择了投降 刘景进城后 直接将三万多名军民全部赶入黄河 活活将他们淹死 起初刘渊听闻汉军大盛的消息后 非常开心 后来又接到汇报 知晓了刘景在城内的所作所为 刘渊听后大怒 自古以来杀俘虏被视作不祥之兆 屠杀百姓更是要接受世人唾骂 这对刚登基不久的刘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一怒之下将刘景变为平鲁将军 事后他特别交代将士 他只是想灭掉司马懿族 不可对平民百姓动手 刘景屠杀了三万军民 事后仅被降职处理 足见当时百姓的命有多卑贱 促使王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 政坛混乱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自然灾害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明末崇祯皇帝是一个非常亲政节俭的皇帝 为了筹集军费 进而大幅缩减皇宫里的用度 放在其他朝代 崇祯是标准的明军 但连续不断的天灾彻底压垮了大明朝 使得崇祯皇帝的付出一文不值 此时的西晋不仅朝堂混乱 更是遭受了千年一遇的大干旱 当时黄河 长江等主要河流全部干涸 百姓喝水都成了奢望 天灾之下 整个晋朝民心涣散 在古代 人们通常将天灾与施政者的不作为联系在一起 刘渊认为 晋朝气数已尽 便加快了讨伐节奏 公元309年8月 刘渊命自己的儿子刘聪为主帅 带兵直逼洛阳 此时的晋军已经无心恋战 在汉军的攻击下屡战屡败 质得意满的汉军一路长驱直入 最终拿下了宜阳城 宜阳距离洛阳不足百里 以汉军现在的士气 破掉洛阳指日可待 正所谓交兵必败 连战连结的刘聪非常骄傲 他觉得晋军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于是心理上出现了懈怠 正在刘聪得意之时 士兵来报 说晋朝的红农太守元岩前来投降 殊不知元岩此次是诈降 但得意忘形的刘聪并未加以防范 遂接受了投降 结果被诈降的元岩率领军队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直接端掉了刘聪的大营 刘聪大败 最后带着一群残兵溃逃 此次溃败并未打消刘渊伐进的念头 两个月后 刘渊重整旗鼓 派出一个实力更强的阵容 他派刘聪 王弥 刘景等人 率领五万骑兵直奔洛阳 与此同时 派呼炎翼率领步兵作为后援 刘聪吸取了上次兵败的教训 此次不再轻敌 而是稳扎稳打 很快便兵临洛阳城下 就在洛阳万分危急之时 上次为洛阳解围的大将 北宫纯再次火速赶来 他率领一千赶死队 将刘聪大军冲击的七零八落 并成功斩杀汉将忽延浩 王弥此前见识过北宫纯的勇猛 为了保存实力 他力劝刘聪撤退 后来刘聪撤到了落水旁驻扎 此次虽然被北宫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刘聪并未放弃攻打洛阳 因为他们的绝对实力要强于洛阳守军 一旦等到忽延翼的步兵前来会合 就可以摆开阵型全力攻城 但不幸的是 忽延翼率军行之半路时 军中出现了滑变 忽延翼被部下杀死 致使整个军队群龙无首 士兵们相继逃回了平阳 刘渊见整体作战计划被打乱 便下令让刘聪率军回朝 此时的刘聪对洛阳志在必得 在没有步兵支持的情况下 强烈要求继续攻城 刘渊见刘聪态度坚决 无奈之下 只得同意刘聪继续攻城 司马越见刘聪仍未退兵 为了鼓舞士气 亲自登上城楼坐镇指挥 在攻城之前 刘聪带着王弥等人 到嵩山进行祈祷祭拜 此事被司马越得知 于是趁刘聪不在军中 派人偷袭了刘聪的大营 致使全军损失惨重 随后 司马越又派出小谷骑兵精锐 绕到刘聪大军的后方 破坏他们的运粮队伍 一时间 刘聪陷入了绝境 王弥劝刘聪班师回朝 以后再做打算 但刘聪是个好面子的人 如果仓皇回去 会遭他人耻笑 他想重整队伍背水一战 但刘渊得知 前线再次失利的消息后 火速派人让刘聪撤军 否则军阀处置 无奈之下 刘聪选择了撤军 此次失利过后 刘渊没有再次攻打洛阳的打算 因为他身患重病 公元310年7月 已经病入膏肓的刘渊 自知命不久矣 便开始安排后世 他将一众亲信 提拔到核心位置 其中 刘聪被任命为大司马 大蝉鱼 他任命这些人为辅政大臣 来为太子刘和登基保驾护航 完成一系列人事调整后 刘渊于几天后去世 太子刘和继位 刘渊之所以没有传位于刘聪 是因为刘聪并非嫡长子 刘渊在选继承人方面 完全遵循汉朝组治 刘和本身资质不错 但为人生性多疑 刘和登基后 他的舅舅忽颜忧告诉刘和 他的兄弟齐王刘裕 楚王刘聪 鲁王刘龙 北海王刘毅等人 都手握重兵 刘聪手里更是有十万精兵在外驻扎 如果不除掉他们 皇位就会坐不稳 刘和对忽颜忧的话深以为然 他决定召集安昌王刘胜 安邑王刘亲 共同除掉刘聪等人 刘胜不愿意手足相残 拒绝了刘和的请求 结果刘和恼羞成怒 直接将刘胜诛杀 刘亲迫于刘和的淫威 选择了配合 下定决心后 刘和同时派出三路大军 前去讨伐刘聪等人 其中刘裕 刘龙被杀 刘裕事先得到消息 在大军杀来之前 选择了逃跑 前去投靠兵强马壮的刘聪 当刘和的大军 到达刘聪大营时 发现对方军容齐整 铠甲鲜亮 不敢与之匹敌 遂选择了撤军 刘聪得知刘裕 刘龙被杀的消息后 恼羞成怒 经过一番准备后 他决定反击 刘聪是个酒精沙场的人 他的军队战斗力极强 在他的率领下 很快便打进了皇宫 并将刘和抓住 刘聪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将刘和斩首 一同被斩首的 还有刘和的舅舅忽颜忧等人 此时距离刘和登基 仅仅过去了七天 刘和得此下场 纯粹是咎由自取 杀掉刘和后 只剩下刘聪和刘毅 有资格继承皇位 此时的刘聪握有重兵 而刘毅只是一个光感司令 但刘毅是刘渊宇 正是夫人所生 继承顺序要先于刘聪 不过刘毅是一个 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主动联合大臣们 请求刘聪登基 刘聪推辞了几番后 决定继位登基 刘聪登基后 封刘毅为皇太帝 并承诺刘毅长大后 会还政于他 除此之外 刘聪还进行了一系列封赏 时乐被任命为 兵州刺史 加封集郡公 刘聪称帝后 再次将目光瞄准了洛阳 之前的失利让他耿耿于怀 此次他下定决定 要拿下洛阳 公元310年10月 刘聪派出刘灿 王弥 石乐等人 兵分三路直逼洛阳 石乐与刘聪在免持兵河一处 大败晋朝朝廷军队 获胜后 他们又各自率军往洛阳进发 一路攻城拔寨 接连攻克晋朝重要的城池 为了奖励将士 汉军每攻克一座城池 就要在里面烧杀抢掠 以此来犒劳全军 在汉军的围攻下 洛阳城再次陷入了慌乱 此次汉军是有备而来 在攻城拔寨的同时 还切断了往洛阳运梁的通道 一时间洛阳陷入了凉荒 为了解除困境 晋怀帝派使者到全国各地搬救兵 让他们进京秦王 但没有任何诸侯愿意前来相救 此时的司马越也在洛阳 他见没人愿意进京秦王 内心十分慌乱 为了避免坐以待毙 他向晋怀帝请求率军出城迎战汉军 晋怀帝知道他想逃跑 但也无力挽留 因为洛阳城内的兵权 全都掌握在司马越手里 此次前来告别 也算是给皇帝一个面子 公元310年11月 司马越任命太尉王衍为军司 军司相当于军师一职 晋朝为了避司马师的名讳 特意将军师称呼为军司 司马越让王衍把城中有战斗力的将士 以及有名望的人全部带走 为了表明自己并非逃跑 司马越将自己的妃子和世子留在洛阳 同时留下一部分禁卫军留在洛阳 防止晋怀帝逃跑 司马越走后 洛阳城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 上到王公大臣 下到平民百姓 为了一口食物大打出手 一些流民趁机聚集起来 到官府中寻仇 一时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 每天都有相互残杀的事情发生 晋怀帝眼看这一切发生而无能为力 更有意思的是 司马越留在京城监视皇帝的禁卫军 在司马越离开后便无法无天 他们整天以羞辱王公大臣为乐 还让宫中的嫔妃公主侍寝 禁卫军首领阿伦 还给青州刺使狗熙写信 联合他一起讨伐司马越 此前狗熙因为司马越 将他调往青州心生怨恨 只是碍于司马越的权势选择了隐忍 如今司马越失势 就连最信任的禁卫军都背叛了他 狗熙决定竖起讨伐司马越的大旗 他向全天下发布习文 控诉司马越擅权专政 目无朝廷 致使天下大乱 他表示 要诛杀司马越 还政于王室 在狗熙控诉司马越的同时 司马越也向全天下公布狗熙的罪行 两人之间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戏码 内外交困之际 司马越感到心力交瘁 没过多久便一病不起 他自知时日无多 临终之前将大权交给了王衍 公元311年3月19 司马越去世 王衍害怕司马越去世的消息 会引起军中大乱 他选择对外密不发丧 在这期间 王衍召集军中高层将领 商讨主帅问题 虽然司马越死前 将大权交给王衍 但王衍明白 此时接手军队是一个大麻烦 弄不好会把命搭进去 于是 他推举襄阳王司马范为主帅 司马范也不是傻子 他坚决不受 就这样 军中主帅的位置 暂时出现了空缺 后来司马越去世的消息泄露 驻守洛阳的司马越的旧将 带着司马越留在洛阳的妃子和世子 连夜逃跑 近怀帝则火速任命 苟西为大将军 公元311年4月 司马越去世的消息 传到了石勒那里 他当即率领青旗兵前去追击王衍 并在苦县追上了王衍等人 面对群龙无首的禁军 石勒犹如秋风扫落夜般 将他们打得大败 绝大多数士兵当场被杀 王衍和其他一众王公大臣悉数被俘 石勒将王衍等人请到军营 石勒知道王衍是当事名士 非常恭敬地问他禁朝内乱的原因 王衍以为 石勒有意放他一马 便极力洗白自己 石勒没有在王衍身上看到一丝名士风度 非常失望 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随后 石勒又命人将司马越的尸体 从棺材中拖出来焚烧 直言 司马越是让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 焚烧尸体是对他的惩罚 之前司马越将洛阳城中的将士 全部带走 致使洛阳成为一座空城 出于安全考虑 狗西打算把禁怀帝 接到自己的地盘上 相较于其他地方 狗西的根据地有吃有喝 能够保证禁怀帝衣食无鱼 此时的洛阳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现象 再继续下去 恐怕皇帝也得饿死 最终禁怀帝同意迁都 就当禁怀帝准备起驾离开洛阳时 一旁的侍卫告诉他 宫中已经没有马车 只能步行 禁怀帝为了活命 在几名侍卫的陪同下 准备离开洛阳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城 就被半路上的流民抢劫 禁怀帝的黄袍都被强行扒了下来 禁怀帝害怕沿途遇到更多的强盗 又返回了皇宫 公元311年5月27 刘通派出的几路大军距离洛阳越来越近 后来 刘耀率先进入了洛阳 并烧毁了城门 陪在禁怀帝身边的几位官员 见状不妙 抛下禁怀帝连夜逃离了洛阳 禁怀帝随后被汉军抓住 囚禁了起来 刘耀到达洛阳后 将晋朝历代皇帝的陵墓全部烧毁 皇宫里的宝物都被抢劫一空 刘耀还在皇宫发现 禁惠帝司马中的遗孀杨县戎 刘耀惊叹于他的美色 并将他拒为己有 后来 禁怀帝被押送到平阳 刘通并没有杀他 而是对他百般侮辱 禁怀帝最终不堪受辱 自杀而亡 年仅30岁 当初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把曹魏皇帝变成了傀儡 他的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 多次罢处曹魏皇帝 并指使贾冲杀死了皇帝曹毛 篡取了曹魏政权 使天下近规司马氏族 司马懿在掌控朝堂的时候 可能没想到 他的后代下场 比曹魏家族更加悲惨 这也许就是因果报应 时乐见刘耀将洛阳城洗劫一空 直接掉头而走 而王弥和刘耀 因为在洛阳城内 分赃不均发生了火病 双方死伤上千人 后来 王弥准备建议刘通把都城 迁到洛阳 刘耀得知此事后 直接一把火烧了洛阳 此事让两人结怨 刘耀是皇亲国妻 王弥只是半路来投 而且赏识王弥的刘渊已经去世 王弥担心回到平阳会受到排挤 他的部下建议回他的老家青州静观其变 届时静可以谋求一同天下 退可以偏安易于做一方诸侯 王弥觉得有道理 便不再返回平阳 洛阳失陷后 晋朝进入到无主状态 河南尹华会和汝音太守李聚 共同推举司徒复制为盟主 并在和汝建立刑台 刑台是一种代表中央政权的机构 作为晋朝的政权的延续 赴之以司徒的身份广招义军 为恢复王室做努力 与此同时 其他幸存的晋朝大臣 推举狼牙王司马瑞为盟主 在河南密县也建立了一个刑台 后来司马业前来投奔 人们又改立司马业为盟主 除此之外 豫章王在狗熙的支持下 在盟城建立了刑台 幽州刺史王迅找到了一位 司马皇室的宗亲 为其建立刑台 一时间几个刑台同时存在 彼此之间又不认同 更没有交流合作 根本无法形成一致对外的战线 这也预示着天下纷乱还会持续 时乐离开洛阳后 并未返回平阳 而是直奔蒙城前去讨伐狗熙 时乐和狗熙是一对老对手 当初两人势均力敌 如今 时乐依然过着马上生活 而为及人臣的狗熙 早已过着娇奢淫逸的日子 加之他誓杀成性 身边的人逐渐离他而去 此番面对时乐的讨伐 狗熙很快便兵败被俘 时乐欣赏狗熙的能力 任命他为左司马 但狗熙不甘居于人下 没过多久就密谋反叛 结果被时乐诛杀 解决完狗熙 时乐又前去寻找王弥 他们两人均是当事猛将 在刘渊帐下当差时 两人相互欣赏又相互忌惮 王弥见时乐率军前来 知道来者不善 于是打算先下手为强 为了对付时乐 他派人手持密信 邀请安东将军曹仪 共同对付时乐 但送信的使者 在半路被时乐抓获 并获悉了信中的内容 随后 时乐将使者杀死 对此王弥浑然不知 为了麻痹时乐 王弥派人前去道贺时乐 成功杀掉狗熙 并表示自己愿意 做时乐手下一员大将 跟随他一起打天下 对于王弥的假意示好 时乐假装接受 然后寻找机会除掉他 当时王弥正在与刘锐交战 局势十分焦灼 王弥派人向时乐求援 时乐在高参张宾的建议下 派兵打退了刘锐 王弥觉得 时乐此番前来相助 是把他当成了好朋友 便打消了对时乐的戒心 为了引王弥入瓮 时乐设宴招待当地士绅豪强 并要命王弥前来赴宴 王弥收到邀请后很高兴 他不顾下属的劝阻 执意前去赴宴 时乐见王弥前来赴宴 当场将其诛杀 并趁机兼并了他的军队 杀掉王弥后 时乐上书刘聪 称王弥有谋反之心 他这是先斩后奏 刘聪得知 时乐善杀王弥的事情后 勃然大怒 不过后来又强行压制住了怒火 因为此时 时乐的实力已经很强 如果对时乐问责 恐怕会引起他的反抗 届时刘聪会多一个敌人 所以 尽管刘聪内心十分生气 但也得强忍着愤怒 对时乐进行嘉奖 表彰他为朝廷及时除掉王弥 眼见时乐越做越大 兵州刺使刘坤想拉拢他 为此 刘坤派人找到了时乐的生母 并将时乐的母亲和他的侄子石虎送了过去 刘坤还专门给时乐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极其诚恳地拉拢时乐 但时乐以自己是外族人为由 拒绝为刘坤效命 公元312年 秦王司马业在晋朝旧臣的拥护下 辗转来到了长安 并在此建立了邢台 公元313年4月初一 晋怀帝司马赤遇害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司马业听后悲痛不已 晋怀帝去世意味着晋朝没有了皇帝 司马业一边向全国发布复告 一边紧锣密鼓地筹划登基之事 当年4月27 司马业正式在长安登基为帝 史称晋敏帝 连年的战火已经让长安变成一片废墟 此时的长安几乎是一座空城 司马业相当于一个光感司令 刘坤得知司马业登基的消息后 更加坚定了维护晋朝正统的决心 兵州处于西北边界和少数民族为邻 游坤为了在西北站稳脚跟 他重金贿赂拔鲜卑部落的首领拓拔一卢 两者结为异姓兄弟 为了讨好拓拔一卢 游坤上书朝廷请求把戴郡赐给拓拔一卢 并封他为代工 此时的戴郡属于幽州 是王迅的地盘 游坤为拓拔一卢请封时 为和王迅打招呼 因此惹恼了后者 王迅自知实力不敌 为了夺回地盘 他重金贿赂慕容仙卑的首领 请求对方来帮忙 并许以土地作为回报 由于刘坤和王迅之间窝里斗 不仅没有给晋朝带来一丝利益 反而拿地盘来讨好拓拔鲜卑和慕容仙卑 使他们越来强大 这相当于为后来的外族入侵天心家伙 公元313年11月 游耀和晋朝降将赵染率军攻入了长安城 并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 晋将魏剑得到消息后 率领5000士兵火速来长安救援 但被刘耀打败 沉浸于胜利之中的刘耀 以为长安就此陷落 因此放松了警惕 结果被赶来救援长安的雍州刺使 屈云打退 刘耀兵败后选择了撤退 并于半年后再次与赵染进攻长安 此次他们兵分两路往长安进发 结果遇到了进军顽强的抵抗 大将赵染被趋云斩杀 刘耀见形势不妙 选择了撤退 公元315年10月 刘耀再次对长安发起攻击 此次他没有直接进去长安 而是把长安周边的城池一座座拔去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战斗 刘耀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城池 公元316年8月 刘耀集结大军直逼长安 晋敏帝眼见汉召军队兵临城下 他派使者到处搬救兵前来勤王 相国司马堡派部将胡松 率领精锐部队前去救援 并成功打退了刘耀第一波进攻 此时的形势对晋朝非常有利 但关键时刻 胡松却停止了进攻 他怕再次击败刘耀后 朝廷会再次重振升危 虚云等人的势力会趁势而起 这对相国司马堡非常不利 考虑到这个因素 胡松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停止了进攻 通过这几次长安保卫战可以看出 强弩之末的晋朝虽然难以彻底打退 汉赵军队 但汉赵想要一举灭掉晋朝 也绝非易事 只要各路诸侯相互合作 就能继续为晋朝续命 但在家国新王面前 各路诸侯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 国家可以灭亡 但绝不能成全与自己同朝为伍的竞争对手 从这个层面来看 晋朝不灭天理难容 胡松的突然撤退让刘耀很意外 起初刘耀以为这是胡松的移兵之计 目的是引诱他上当 后来刘耀抓到胡松的一个亲信 从他嘴里得知晋朝各路诸侯们的心思 此时刘耀才明白胡松突然撤退的原因 回过神来的刘耀 再次集结大军 对长安发起了总攻 虚允见状不妙 带晋敏帝躲到城中异于继续抵抗 此时城中已经顽强断梁 军队中的战马也已经被吃完 再继续战斗下去 恐怕只能杀人为食 晋敏帝并不是一个昏君 他知道继续抵抗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避免城破后 将士们遭受酷刑 他打算投降 然后让屈允起草降书 说吧 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公元316年11月11日 晋敏帝司马业口含玉碧 裸露着上身 乘坐着洋车出城 车上拉着一口棺材 自周朝以后 皇帝投降都会遵循这种礼仪 当初 司马昭派邓爱灭掉蜀汉时 后主刘善投降时 就是用这种礼仪 后来 晋武帝司马严灭掉吴国时 吴国皇帝孙浩也是如此 如今 司马家族再次见证这种礼仪 只不过 他们成了投降的一方 晋敏帝见到刘耀后 俯身叩拜 刘耀接受了晋敏帝的叩拜 然后命人烧掉了棺材 烧掉棺材 代表着不杀对方 不烧棺材 则代表不接受对方的投降 举行完投降仪式后 刘耀命人服侍司马业回宫 不久后 又派人将其送到汉赵首都平阳 至此 国座51年的西晋王朝正式终结 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 一个黑暗的时代宣告结束 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更黑暗的时代即将到来 接下来 华夏大帝进入到五湖十六国 西晋灭亡后 华夏进入到东晋时期 实际上东晋和五湖十六国是并行存在的 五湖指的是匈奴 鲜卑 杰族 低族 枪族 五个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内部又分成不同的部落 他们前前后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可以概括为 武梁 四燕 三秦 二赵 承汉和夏 十六国并非在西晋灭亡后才开始建立的 早在公元304年 低人李雄就建立了成汉 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 其余的十四个政权 则在西晋灭亡后建立 由于多个政权并存 彼此之间互相交织 错综复杂 为了更清楚地讲述这段历史 需要经常在不同时间点和故事线上来回跳跃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这段历史 西晋王朝灭亡后 整个华夏大帝已经是满目疮痍 由于各路人马攻破城池后 动不动就屠城 百姓们整日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 为此 他们打算离开中原 到其他地方寻求生路 在安土中迁的封建王朝 搬家需要很大的决心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迈出这一步 当时百姓们的逃往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部分人逃到了西凉地区 另一部分则逃到了东北地区 西凉刺史张鬼是汉人 对于前来避难的百姓 他设置了五星郡来安置他们 当时占据东北地区的是 鲜卑慕容部落 部落首领叫慕容伟 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 慕容伟非常崇养中原文化 此前他一直想邀请中原名士 到鲜卑部落任职 但没人愿意前往 如今他在接纳中原流民的同时 也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 作为自己的幕僚 这个举动非常有先见之名 为后续鲜卑慕容的崛起 打下了基础 与百姓们逃跑方向不同的时候 晋朝幸存的士族官僚 选择了往南方搬迁 士族官僚作为社会上层群体 他们对西北少数民族 这种荒蛮之地不感兴趣 在选择搬迁目的地方面 他们更倾向于江南这种温婉之地 早在西晋灭亡之前 狼牙王司马瑞 就被任命为安东将军 都扬州诸军事 他的府邸就设在建康 建业就是如今的南京 司马瑞初到建康时 当地的名门望族并不待见他 后来在幕僚王岛的西新指导下 司马瑞任命江东士族子弟 在军中任职 逐渐打开了江东的局面 司马瑞在江东的成功 为中原士族做了一次示范 因此当西晋灭亡后 豪门士族便举家往南方搬迁 此次搬迁被称为一关南渡 这其中包括狼牙王室 颖川巡室 陈骏谢室等名门望族 此次搬迁的人口 约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是华夏历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人口 整体迁徙 加之去往西北、东北方向的人口 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是十世九空 中原人口搬到南方后 仍然选择聚众而居 同一个地区的人抱团居住 后来东晋建立后 为了安抚搬迁而来的人口 朝廷允许他们使用以前居住的 居民来称呼新的地方 在晋朝以前 黄河流域的整体生产力 要远高于长江流域 在春秋时期 占据长江流域的楚国 还被视作蛮荒之足 到了晋朝 长江流域的生产技术 依然不如黄河流域 此次依观南渡 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多样的文化 也帮当地实现了生产力跃升 在晋朝时期 由于全国人口十分稀少 土地并不是稀缺资源 加之北方人 特意避开南方土著的聚集区 转而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开发 当时 吴郡健康一带开发的较早 城市规模比较成熟 为了避免和当地人产生冲突 北方人把目光转向了 浙江福建一带 就这样 南北两大士族集团 通过地域来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最大化的消除矛盾 人类文明发展到晋朝时期 中军爱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对普通百姓来讲 如果不依附于一个政权 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哪怕这个政权会对他们征收沉重税赋 百姓们也觉得理所当然 只有被他人奴役才会觉得心安 这是千百年的封建统治 给普通百姓树立起来的价值观 对士族官僚阶层来讲 一个合法的政权能让他们继续享受既得利益 在这两种心理的支配下 关于恢复晋朝政权的呼声 也变得越来越大 晋朝是司马家族建立的 要想恢复晋朝政权 就得寻找司马家族后裔 此时在江东具备一定名望的 狼牙王司马瑞 成为大家推崇的首要对象 当初长安失守的消息传到江东时 时任丞相的司马瑞十分悲痛 他当即发布讨贼习文 号召各路诸侯一起往长安聚集收复失地 但司马瑞此次只是表演一番 他并不是真心想北伐 当他匆匆忙忙穿上铠甲 准备往长安进发时 他的部下前来汇报说 运粮队伍迟迟没到 大军无法出行 司马瑞听后大怒 将负责运粮的都运使 斩首示众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准备如此大规模的北伐之前 肯定会先吊集粮草 司马瑞如此着急想行军 并非是报国心切 而是纯粹的作秀 司马瑞的部下知道他的意图 但没人敢戳穿 王导为了给司马瑞台阶下 把钓运粮草的罪责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自此之后 便没人主动提起北伐之事 公元317年2月 红农太守宋哲前来投靠司马瑞 他此次前来还拿了一份诏书 宋哲声称 此份诏书是晋敏帝去世前 亲手交给他的 诏书中写道 让司马瑞统领国家 择机收复旧都 报仇血恨 此份诏书是宋哲伪造的 当初汉诏军队攻打红龙军时 宋哲为了保命弃城而逃 他为了掩饰逃跑行为 伪造了一份诏书前来投奔司马瑞 声称是为了宋诏书 而不得不弃城而走 司马瑞知道这份诏书是假的 但他不在乎 眼见有人前来捧他的场 他便顺水推舟 接受了这份好意 司马瑞身穿素衣 对着西晋首都的方向 挨到了三天 在此期间 晋朝旧臣屡次劝他称帝 对此司马瑞坚决不受 并做出一副逃跑的样子 后来在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司马瑞表示自己不能称帝 但为了顺应民意恢复晋朝政权 他暂时以晋王自居 当年三月初九 司马瑞正式集晋王位 定都建康 宣布晋朝政权正式回归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东晋 国家刚刚成立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修生养息 为此 司马瑞下令大力发展农业 军队暂时停止对外征战 将精力放在耕种上 司马瑞通过一系列举措 暂时稳定住了局面 当司马瑞极尽王位的消息 传到西北刘昆和幽州太守 段匹迪那里后 刘昆当即表示 全力支持司马瑞 并派自己的外甥温桥 到建康给司马瑞送了一封180人的联名表奏 游昆在表奏中劝司马瑞称帝 但司马瑞并未接受 继续以晋王身份执政 但司马瑞内心对做皇帝一事是非常渴望的 之所以没有称帝 是因为当时晋敏帝只是被俘虏 依然在世 如若贸然称帝 则会被人授以画饼 公元317年12月20日 在汉召皇帝刘聪的折磨下 年仅18岁的晋敏帝在平洋去世 次年3月 晋敏帝遇害的消息传到了建康 司马瑞听后痛哭流涕 他穿着素衣对着晋敏帝遇害的方向哀悼 司马瑞是否为晋敏帝的去世悲伤不得而知 但晋敏帝的去世为他称帝扫除了障碍 三天之后 司马瑞结束了哀悼 然后登基为帝 史称晋元帝 司马瑞能成功登基 离不开王岛的帮助 王岛和堂兄王敦是狼牙地区的名门望族 古狼牙是现在的山东省林仪式 诸葛亮的故居宜南县便隶属于林仪式 狼牙王室的开创者是西晋时期的王翔 著名的成语典故 卧冰求礼便来自王翔 王翔后来在西晋担任太保一职 王岛是王翔同父异母兄弟的孙子 从小就接触达官显贵 当时狼牙是司马瑞的封国 王岛就是在这个时期结识司马瑞的 后来司马瑞来到江东后 王岛通过左右逢源说服了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 让他们支持司马瑞 这才使得司马瑞在江东站稳了脚跟 基于这层关系 司马瑞对王岛十分重视 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幕僚关系 更像是萧和和刘邦之间的关系 王岛的堂兄王敦凭借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被司马瑞重用 都督六州军事 整个东晋的兵权都在王敦手中 此时的王岛王队在东晋朝堂上呼风唤雨 当时称王氏兄弟与司马瑞之间是王与马共天下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另一边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汉兆虽然极力向中原文化靠拢 但时常会露出蛮族的荒诞 汉兆皇帝刘聪登基后 行为方面缺乏约束 便彻底放飞了自我 善太后是刘渊第二任皇后 她去世时 善太后依然年轻 加之颇具姿色 所以引起了刘聪的垂涎 不久后 刘聪就与善太后私混在一起 虽然刘聪对宫中内侍三令五身 不许他们泄露消息 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刘聪与善太后私混一事 很快传到刘毅耳朵里 刘毅是善太后的儿子 当初太子刘和被杀后 刘毅作为嫡长子 比刘聪更具备继承资格 但因刘聪手握兵权 刘毅不得不放弃皇位 刘聪登基时 立刘毅为皇太帝 并承诺 待刘毅长大后会还政于他 如今 刘聪不但没有还政的意思 还霸占善太后 这让刘毅非常难堪 刘毅不敢制造刘聪 于是便指责自己的母亲善太后 用汉人的伦理道德 把善太后批评得体无完肤 善太后自知羞愧 她无法面对刘毅的指责 又摆脱不了刘聪的控制 后来自杀身亡 善太后的死 让刘聪对刘毅产生了愤怒 只是碍于形式 没有废掉刘毅的皇太帝身份 此时 刘聪已经策立刘灿为皇太子 虽然刘毅的皇太帝身份 只是一种摆设 但刘灿觉得 她的存在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一旦刘聪去世 刘毅就能以皇太帝的身份出来竞争 为了稳固自身位置 刘灿决定除掉刘毅 刘灿的母亲呼言皇后 经常在刘聪耳边吹风进蝉 让她废掉刘毅 刘聪知道 刘毅是一个潜在威胁 在呼言皇后等人的挑拨下 刘聪决定 伺机对刘毅动手 刘毅的舅舅 善冲察觉到刘聪的态度变化 她让刘毅辞去皇太帝的位置 以免遭受杀身之祸 刘毅觉得 善冲是在捕风捉影 她不想失去竞争皇位的机会 便没同意 此时 太副崔伟和太保许霞等几个重臣 也察觉到事情不妙 他们一直拥立刘毅 于是建议刘毅先下手为强 当初刘聪立他为皇太帝 只是做做样子 根本没打算传位于他 如果不趁机发动政变 杀死刘聪 将来只会性命不保 刘毅性格比较懦弱 他一听要发生流血事件 瞬间打了退堂鼓 并斥责摧尾等人不可再提及此事 就在刘毅犹豫之际 刘聪安插在他身边的戏作 将刘毅密谋之事告诉了刘聪 刘聪得知后大怒 立刻将摧尾和许霞处死 并将刘毅软禁在宫中 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刘毅想竞争皇位 但又不具备霹雳手段 想凭借一个皇太帝的虚名 来和别人的刀枪搏异 结果事情不成 身边亲信也受到连累 处理完刘毅的事情后 刘聪又沉溺于后宫淫乱 朝政大事都交给太子刘灿处理 时任中护军的进准和刘毅有矛盾 他见刘毅被软禁 便去劝说刘灿将其除掉 对刘灿来讲 只要刘毅不死 就始终对他的皇位产生威胁 在进准的劝说下 他决定对刘毅动手 公元317年 刘灿收买了刘毅的亲信 让他前去告诉刘毅 说是平阳城内发生叛乱 让他穿上铠甲出城躲避 刘毅没有怀疑自己亲信 当即穿上铠甲带着武器出门 与此同时 刘灿禀报刘聪说 刘毅准备谋反 现已穿盔甲准备动手 刘聪听后大怒 当即派人前去抓捕刘毅 刘毅被捕时 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灿的阴谋 刘毅被抓后 尽准亲自审讯 他用惨无人道的手段 折磨刘毅等人 忠于刘毅的臣子 眼睛都被挖了出来 最终刘毅被迫承认谋反 刘聪下令将东宫人员全体坑上 总计15000人 之前被刘灿收买的刘毅亲信 也被杀死 这也说明 叛徒的下场一般都会很惨 刘毅的母亲善太后 是低族部落首领的女儿 眼见刘毅被杀 低族联合枪族集结大军 前去讨伐汉诏 刘聪派进准为前去评判 进准虽然心思不正 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 他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 无勇无谋的刘毅 成为政治斗争的亡魂 平息完叛乱后 刘聪继续沉溺于后宫 此时的刘聪已经不满足于 从民间选美 而是直接从大臣身上下手 他先是将大臣刘毅的 四个孙女和两个女儿 同时纳入宫中 又将尽准的两个女儿 靳月华和靳月光 封为上皇后和右皇后 后来又把宦官中 常识的养女们纳入宫中 封为左皇后和中皇后 刘聪执政时 一共封了八位皇后 华夏历史上的婚君有很多 刘聪是封皇后最多的 这八位皇后就像抽水机一样 不断榨干着刘聪的身体 在他们的摧残下 任何补品都无济于事 公元318年7月 刘聪终于倒下了 他自知时日无多 临终前任命刘耀为丞相 任命石乐为大将军 让他们进京前来辅政 但石乐和刘耀选择留在封地 坚决不进京城 无奈之下 刘聪又任命了五位辅政大臣 让他们轮流执政 此前平乱有功的尽准 被任命为大司空 兼任私立校尉 手里握有重兵 安排完人事任命后 没过几天 刘聪便撒手人寰 结束了荒淫的一生 刘聪死后 太子刘灿继位 刘灿登基后 延续了父亲的光荣传统 在淫乱方面 更胜父亲一筹 在为刘聪扶桑期间 刘灿就和皇太后 晋月华私混在一起 十年不满二十岁的晋月华 成功将刘聪父子 俘虏在石榴裙下 尽准眼见自己的女儿 如此有手段 并萌生了废掉 刘灿自立为王的想法 为了让刘灿听从指挥 尽准让自己的两个女儿 在刘灿面前进献谗言 说刘聪留下的辅政大臣 打算拥立刘灿的弟弟 刘济为皇帝 此时的刘灿 已经被晋氏姐妹 迷得神魂颠倒 他当即下令 处死了大司马刘济等 一干人等 太父朱济和尚书 令范龙提前获悉了消息 连夜逃出京城 前去投奔驻守长安的刘耀 杀掉辅政大臣后 刘灿为了能全身心 与晋氏姐妹淫乱 他任命晋准为大将军 让他全权处理朝堂大事 随后 晋准伪造诏书 任命他的堂弟晋明 为车骑将军 晋康为魏将军 就在刘灿还沉溺于温柔相识 晋准带兵直接冲入皇宫 当众宣读了刘灿几十条罪名 然后将其一刀砍死 随后 晋准又将刘灿的亲信 全部斩杀 一时间 整个京城都弥漫着血腥 杀掉刘灿后 晋准又命人将刘聪的坟墓挖开 将他的手机砍了下来 毁掉了刘氏宗庙 杀掉刘灿后 晋准自封为汉天王 行使皇帝的权利 随后 晋准又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说 自古至今没有胡人做皇帝的传统 他命人将传国玉玺 和晋怀帝 晋敏帝的灵鹫送回东晋 晋准是匈奴人 一直以来对汉文化很感兴趣 对汉人的礼制 以及君臣之礼非常推崇 他毁掉刘氏宗庙 送回二帝灵鹫的举动 都是为了向晋朝称臣做准备 驻守长安的刘耀 听到平阳内乱的消息后 当即率军前来讨伐 不久后 石乐也得到刘灿被杀的消息 也命人前去攻打尽准 在刘耀前往长安的途中 恰好碰到了从京师跑出来的太保 胡炎燕 胡炎燕告诉刘耀 平阳城内的刘氏皇族 已经全部被杀 他劝刘耀即刻登基称帝 延续汉赵政权 刘耀没有过多犹豫 当即登基称帝 为了拉拢石乐 他任命他为大司马 同时加九息 并封他为赵公 眼见刘耀和石乐同时来征讨 晋准自知不敌 便萌生了投降的心思 由于晋准在政变的过程中 杀死了刘耀的母亲和哥哥 如果向刘耀投降 肯定是死路一条 此时的石乐 虽然名义上还效忠于汉赵 实际上已经自立山头 于是他打算向石乐投降 为此 他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去启祥 但石乐并未答应晋准的投降 反而把前来请祥的使者 抓起来送到了刘耀跟前 石乐此举是想让刘耀明白 晋准怕的是石乐 并非刘耀 刘耀知道石乐的用意 他告诉晋准的使者 如果晋准是真心归降 等他入城后 会把朝堂大事 全部交给晋准处理 说完 便把使者放了回去 使者回到平阳后 把刘耀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晋准 晋准不是傻子 他知道 刘耀只是缓兵之计 以刘耀的性格 不可能放过晋准的杀母之仇 就在晋准犹豫之际 以晋康 晋明为首的将领 急于向刘耀投降 于是杀死了晋准 当初晋准一手将他们两人提拔上来 没想到最后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杀死晋准后 晋明等人向刘耀投降 石乐得知晋明投降的消息后大怒 他带领自己的侄子石虎 为平阳展开了凶猛的攻击 石乐和石虎都是猛将 在他们的强大攻势下 晋明不敌 便带领士兵们弃城而逃 转而前去投奔刘耀 刘耀见晋明守城失败 命人将晋氏宗族全部斩杀 为刘氏皇族报了仇 刘耀的这个行为也说明 此前答应晋准投降只是一个谎言 当时的晋准面临的是一个死局 石乐攻破平阳后 为刘渊和刘聪修整了墓地 毕竟当初刘渊对他有恩 随后石乐命人对整个皇宫洗劫一空 临走前将皇宫复制一具 随后带着战利品回到了乡国 刘耀见平阳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便将都城迁往了长安 此前刘渊建立的政权被称为汉 刘耀迁都后改国号为赵 后世将刘耀建立的这段政权称为汉赵 也称作前赵 相较于刘渊时期的疆域 此时的汉赵仅剩下关中 红农郡 上洛郡 河东郡等地 成为皇帝后 刘耀封晋惠帝司马中的遗孀 杨献荣为皇后 封刘夕为太子 刘产为太元王 刘夕为常乐王 这三人都是杨献荣与刘耀所生 杨献荣出身于名门望族 长得国色天香 当时为了政治联姻 嫁给了智障皇帝司马中 后来经历多次宫廷政变 人生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 此时的杨献荣 已经是一个政治智商非常成熟的女人 刘耀曾经问杨献荣 她与司马中相比如何 杨献荣告诉刘耀 司马中是王国之君 而刘耀是开国之君 司马中不足以与她相提并论 在遇到刘耀之前 她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大丈夫 这番话听得刘耀神清气爽 对男人来讲 征服角色女人带来的成就感 不亚于建立一个国家 刘耀虽然非常残暴 但她并不是一个莽夫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她精通汉族的书法 还比较擅长写文章 可谓是文武全才 成为皇帝后 刘耀还在继续拉拢石勒 她派人倒想过加封她为赵王 并赐给她皇家专用的马车 为了留住石勒 刘耀几乎倾尽了一切 就差把皇帝之位拱手相送 对此 石勒也并未拒绝 她派长使王修到长安前去答谢 这本来只是走个流程 但随王修一同前往长安的曹平乐 被长安的繁华所折服 她想留在长安为官 不想跟随王修回乡国 曹平乐为了能够留在长安 她上书刘耀 说王修此次前来 是为了探查长安的虚实 待他返回乡国向石勒汇报后 就会派兵前来攻打 刘耀虽然是文武全才 但他手下的人才非常匮乏 否则也不至于对石勒如此拉拢 在石人看来 石勒迟早会自立门户 刘耀对此也心知肚明 只不过想尽量拖延与石勒为敌 曹平乐的话 让刘耀觉得石勒想先下手为强 于是果断杀死了王修 并给予曹平乐高官厚禄 王修被杀后 他的副使刘帽逃过一劫 连夜快马加鞭逃回了乡国 并将王修被杀害的 经过详细告诉了石勒 石勒听后大怒 命人杀了曹平乐三组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表示 刘耀能称帝 离不开他的支持 石勒的侄子石虎和首席谋臣张斌 知道他有称雄之心 便趁机劝他称帝 对此石勒并未答应 后来在众人的劝禁下 石勒效仿曹操 自称大将军兼纪周末 公元319年11月 石勒正式登基为赵王 石勒建立的这个政权被称为后赵 后赵也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第三个建立的政权 石勒登基后 任命张斌为百官之首 石虎为蝉于元府 负责皇城的禁卫军 石勒身边还有一位名叫佛屠城的高僧 石勒尊他为国师 由于佛屠城的存在 致使后赵时期的佛教徒猛增 石勒非常尊重汉人士族 他的首席谋臣张斌便是汉人 张斌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建树 他模仿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为后赵建立了一套选官制度 为后赵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相较于刘耀的文武双全 石勒是一个目不时钉的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主 石勒经常让人给他读汉书 通过了解过去帝王的行为 来指导自己如何执政 石勒是胡人出身 因此非常忌讳胡子 所以后赵的政府公文中 一律严禁出现胡子 当初张谦出使西域时 把黄瓜引进了中原 因为从少数民族引入 遂将这种瓜称作胡瓜 为了避讳时乐 后赵将胡瓜改为黄瓜 这便是黄瓜名字的由来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鲜卑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民族 鲜卑内部又分为 慕容部 宇文部 拓跋部 起伏部 突发部 钻部 和土玉魂 鲜卑部落的发迹 可以追溯到司马懿时期 当时部落首领默护拔 跟随司马懿到辽东征讨公孙渊 因为立下战功被封为帅翼王 后来默护拔的孙子 慕容社归 把部落迁到了辽东地区 整个部落也逐渐汉化 慕容社归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慕容伟 慕容运 和土玉魂 其中土玉魂是长子 但因为他的母亲不是正氏 慕容社归死后 慕容伟成为了继承人 慕容伟自小就接受汉人文化 对晋朝一直非常忠诚 西晋灭亡后 慕容伟积极接纳中原 前来逃难的百姓 并任用其中比较有能力的人为官 司马瑞继位后 为了表彰慕容伟的举动 封他为龙襄将军 都辽左朱军士 因为对汉人比较友好 慕容伟在当地树立了不错的口碑 由于中原百姓相继过来投奔 致使慕容伟遭到了他人的妒忌 时任平州刺史崔碧 为了与慕容伟争夺人口 他联合段部与文部 和高沟黎一起攻打慕容伟 慕容伟自身战斗力十足 他的儿子慕容汉 慕容晃 也都是勇猛的汉将 面对三陆大军集体来讨 他们丝毫不畏惧 并成功将对方打退 司马瑞见慕容伟如此勇猛 一心想要拉拢 于是派人加封他为车骑将军 兼任平州牧 这次胜利 为慕容伟日后崛起 打下了基础 在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四个政权叫做乾梁 乾梁的建立要从梁州刺史张石说起 当长安沦陷晋敏帝被俘后 南洋王司马堡也打算称帝 但张石觉得 司马瑞的血统要比司马堡更加正统 于是 姚尊司马瑞为帝 并坚守梁州这片区域 生逢乱世 各种旁门左道的人都会倾巢而出 当时在梁州境内 有一个善于旁门左道的人名叫刘洪 凭借一些江湖戏法 刘洪将自己包装成神仙下凡 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被他麻痹 经过口口相传之后 刘洪逐渐被神化 追随他的信众多达上千人 这其中就有长使的下属 帐下都严舍和衙门将赵阳 刘洪眼见自己的信众越来越多 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在梁州称王 于是他告诉自己的信众 说他受到上天的旨意 让他统领梁州 严社和赵阳对刘洪的话深信不疑 并主动提出杀掉张时 拥立刘洪为主帅 严社等人密谋杀害张时的事情 被张时的弟弟张茂得知 他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张时 张时派部将史初前去捉拿刘洪 史初领命后直奔刘洪的住处 就在此时 严社等人趁史初离开 来到张时的住所将其杀死 史初抓到刘洪后 直接将其无马分尸 眼见刘洪被大卸八块 他的信徒才明白 他根本不是所谓的神仙 随后 史初又带人将刘洪的党羽 全部诛杀 但刘洪的死 并未让张时死而复生 梁州是一个战略要地 不能一日无主 后来在众人的推举下 张茂继承了张时的位置 公元320年6月 张茂正式接任梁州刺史 并自称西平公 此时的梁州名义上 还归晋朝管辖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后来张茂建立了梁国 史称乾梁 当初司马瑞听闻 晋敏帝被俘的消息后 曾假装起兵前去攻打长安 但这只是一场作秀 司马瑞从未想过北伐救国 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作秀 西晋旧臣 祖替听闻长安陷落的消息后 便积极地招兵买马 为北上光复中原做准备 祖替出身于明门望族 他的祖辈一直都在朝中为官 而且官职都不小 但祖替从小失去父母 成长之路颇为艰辛 成年后的祖替结识了刘坤 两人为了相互鼓励 每次天还未亮 听见鸡叫后就起床练功 文姬起舞的典故就出自于此 后来祖替投到司马炯门下 并积极为司马炯出谋划策 司马炯在八王之乱中被杀后 他转头到长沙王司马懿的手下任职 没过多久司马懿被杀 他又到司马赤府中做事 后来他又辗转为司马颖 司马忠等人效力 结果这些人都不是能主 祖替未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司马瑞登基后 他派人将祖替寻来 并任命他为徐州刺史 至此祖替算是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跟的祖替 多次上书司马瑞请求北伐 此时的东径刚刚建立 国本十分虚弱 根本无力北伐 但司马瑞又不能拒绝祖替的请求 于是拨给他一千人的口粮和布匹 让祖替自行去招募士兵 祖替知道国库空虚 他拿着这些物资 带着自己一百多名救部北渡长江 当船在长江上行至一半时 祖替拿起船桨 用力拍打船只 然后对着长江发誓 一定要光复近视 他的部下被他的豪情所感染 纷纷表示愿意为国捐躯 祖替的这个举动也是成宇积极中流的来源 不得不说 祖替在制造成宇方面 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后来祖替招募了两千多人 一路向北进发 并成功拿下了桥城 进入了后赵的地盘 时乐听闻祖替占领桥城后 派石虎前去围攻 祖替向中郎将王涵求助 王涵派桓轩前来相助 桓轩与祖替内外夹击 将石虎打得大败 祖替见桓轩如此勇猛 遂上书司马瑞让其做了乔国太守 时乐守战被祖替打败 内心十分不甘 随后 他又派石虎和桃报前去阻击祖替 桃报是一员猛将 在他的率领下 后赵军队和祖替形成了对峙之时 就在双方势军力敌之时 祖替派人截断了桃报的良道 致使桃报败退而归 桃报败退至东燕城后 祖替并未放弃追击 继续派人前去骚扰后赵边境 后赵将士们见识过祖替的实力后 不少人前来投降 一时间后赵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后来 祖替又派人前去联络 留在中原的晋朝旧将 告诉他们 现在是亡国灭种之际 让他们放弃内斗 共同来对付祖亲的胡人 身处乱世 硬实力最重要 晋朝旧将见祖替一路奏凯 便同意接受他的指挥 当初祖替从一个几百人的校队伍 发展壮大为纵横中原的虎狼之师 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 才能和人格魅力 祖替深知 取得现在成绩不易 为了维持当前的局面 他在对待下属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大度 只要有人取得了军功 当即就为他们请赏 绝不故意拖延 将士们在祖替的带领下 士气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祖替乘胜追击 很快将黄河以南的地盘收了回来 公元320年7月 司马瑞为肯定祖替的功劳 加封他为镇西将军兼任豫州刺史 石乐见祖替如此势不可挡 便打算与其和谈 为了表示诚意 石乐命人修弃祖替的祖坟 并派专人守护 石乐派人向祖替谈判 希望双方能停止干戈 并放开边境贸易 由于祖替和石乐是敌对关系 他表面上并不同意通商贸易 暗地里却默许这种行为 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 双方在对峙的过程中 祖替和石乐逐渐形成了默契 双方互不收留对方阵营前来投降的人 也不主动挑起战士 在这段时期里 边境百姓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就在祖替在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际 东进大后方出现了不安定因素 司马瑞能在江东称帝 王岛和王敦兄弟两人功不可没 王岛为人比较低调 凡事以大局为重 而王队为人嚣张跋扈 凭借自己的军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甚至直接绕过司马瑞自主任命周郡官员 对于王敦的行为 司马瑞非常不满 但碍于王敦手握重兵才隐忍不放 为了削弱王敦的朝堂上的势力 司马瑞逐渐提拔他人来制衡王家 对于司马瑞的举动 王岛选择了隐忍 而王队则公开表达了不满 他多次借着酒醉说大逆不道之言 后来王队和司马瑞之间 在人事任命方面展开了博弈 司马瑞借王敦尚未造反之际 逐渐往核心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 与此同时 司马瑞还不断驾攻王岛 他任命王岛为司空 位列三公 表面上看王岛的位置提高了 实际上失去了兵权 公元321年7月 司马瑞任命自己的亲信戴渊为征锡将军 同时都督六州诸军事 司马瑞此举确实起到了牵制王敦的作用 但也给祖替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黄河以南的领土是祖替白手起家打下来的 他在这里倾注了全部心血 司马瑞的任命直接让戴渊成为了祖替的顶头上司 祖替取得的成就都被算在戴渊头上 对此 阔祖替在内的禁军将士十分不满 加之司马瑞与王敦内斗加剧 祖替感到一场内乱即将爆发 这让他的北伐大业化为泡影 不久之后 祖替急火攻心在遗憾中失去 享年56岁 祖替死后 豫州百姓一片痛哭 纷纷为其悼念 乔国和梁国百姓都为他建立祠堂来纪念他 祖替去世后 司马瑞委任祖替的弟弟朱约接任豫州刺史的位置 同领祖替生前的军队 祖替的去世不但打破双方边境之间的和平 也让王敦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 王队一直忌惮祖替的能力和声望 不敢在朝中过于放肆 如今 见祖替已死 便萌生了起兵反叛的念头 公元322年正月14 王队以清军策的名义在武昌起兵 宣布要诛杀司马瑞的亲信刘伟和凋协 司马瑞得知王敦起兵的消息后大怒 他急召各路诸侯前来秦王 湘州刺史司马成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宣布秦王 此时 王敦正在全力拉拢梁州刺史甘卓 甘卓和幕僚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后 最终决定加入秦王的队伍 与此同时 甘卓还力邀广州刺史陶侃 共同发兵秦王 陶侃随后派出自己的参军前去支援 一时间 王队和司马瑞事成水火 双方必须分出生死 此时 王敦的弟弟王岛还在京城 司马瑞的亲信刘伟和凋协向司马瑞提议 把京城内王室家族全部诛杀 王岛听闻此事后 带着家族子弟来到朝堂上 请司马瑞治罪 王岛说 各朝各代都有乱臣贼子 他没想到 自己家族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司马瑞知道王岛的为人 他不但没有治他的罪 还命王岛为前锋大都督 前去讨伐王敦 此时的王队兵强马壮 在他的率领下 大破前来秦王的军队 一路攻城拔寨 顺利拿下了石头城 石头城在建康以北 拿下石头城后 几乎相当于拿下了建康 司马瑞见大势已去 便派人告诉王敦 如果他此时罢兵 则相安无事 如果王敦执意要夺取皇位 他愿意退位让衔 回到自己的封国狼牙 随后 司马瑞让身边的大臣 收拾行李逃跑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刘伟眼见大势已去 收拾行李跑到了后兆 投靠了石乐 凋协在逃往的途中 被王敦截杀 而其他大臣 都不愿意身背骂名 决定留下与司马瑞共存亡 司马瑞不想看建康城 生灵涂炭 便率领文武百官 主动打开城门 迎接王敦进城 王敦见刘伟出逃 凋协已经被杀 已经完成了清军策的目标 如果此时再对司马瑞动武 恐怕背上篡位的骂名 便没有为难司马瑞 此次叛乱过后 司马瑞任命王敦为丞相 都督中外军士 至此 王敦成为东晋守卫权臣 王敦掌权后 任命司马样为太宰 王导被任命为上书令 除此之外 其他核心岗位 都被王敦替换成自己的亲信 通过人事调动 王敦进一步把控了朝堂 但此时的王队和司马瑞之间 已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王敦担心九居京城会遭遇不测 便率兵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武昌 返回武昌后 王队派人前去攻打 襄州刺史司马成 并将其斩杀 司马成死后 襄州刺史的位置出现了空缺 司马瑞想趁机让陶侃兼任 但陶侃并不是王敦的亲信 当初 陶侃还派自己的参军 协同秦王部队前去讨伐王敦 对于此次任命 王敦不可能同意 于是他要求司马瑞撤回任命 司马瑞只能照做 此前王敦起兵时曾拉拢甘拙 最终甘拙加入了秦王大军 事后 王队也派人将其杀死 至此 王队将自己的政敌 全部都清除完毕 随着手中的权势越来越大 王队在做事方面更加肆无忌惮 他不但随意任命朝堂大员 还随意截取各地向朝廷进攻的贡品 直接把皇帝当成了摆设 司马瑞本是一个很有报复的皇帝 如今 却被王队架空成了傀儡 这让他难以接受 整日郁郁寡欢 不久之后 司马瑞生了一场大病 他自敢时日无多 去世之前 委托王岛辅佐太子司马少 公元322年11月10日 司马瑞驾崩 享年47岁 司马瑞去世后 十年24岁的司马少登基 史称禁明帝 虽然此时的司马少已经成年 但比起司马瑞稍显稚嫩 为此 王敦更加不把司马少放在眼里 他的篡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王敦的弟弟王斌 眼见王敦如此嚣张跋扈 对他进行了一番言辞激烈的批评 此前 王队因为兄长王陵 批评自己将其暗杀 如今 面对弟弟王斌的批评 再次起了杀心 但最后考虑到影响 放了王斌一马 王敦没有儿子 为了传承自己的香火 他将大哥王涵的二儿子 王应过寄到自己门下 此后没过多久 王队生了一场大病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 为了以防不测 他任命王应为魏将军 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然后任命王涵为票棋将军 有开辅治世的权利 王敦的生病 让他的幕僚集团 也开始谋划后路 王敦身边的红人钱凤 闲去讨教王敦 王敦给他们指了三条退路 第一条就是放下兵权 归附朝廷 保全自己的门户 第二条是驻守武昌 拥兵自重 定期向朝廷进攻 第三条则是起兵反叛 建立新的政权 钱凤等人虽然嚣张跋扈 但不是傻子 如果放下武器 归附朝廷 非但不能保住性命 还会被诛灭三族 于是 他们选择了第三条退路 起兵造反 钱凤与其他人商议 只要王敦一死 他们立刻起兵杀入京城 得知钱凤等人的阴谋后 在王敦府上担任左司马的温乔 想提前逃走避祸 但温乔是王敦的心腹 如果贸然逃走 会遭到追杀 此时 恰逢丹阳尹一直出现了空缺 温乔趁机向王敦提出前去赴任 此时 王敦并未差距到温乔的意图 但又不想让他前去赴任 因为温乔是当事名士 留在身边还有大用 温乔为了离开王敦 他主动接近钱凤 让钱凤在王敦面前求情 最终王敦同意了温乔的请求 派他到丹阳上任 按照当时的规矩 温乔前去上任前 需要到朝廷报道 温乔接到任命后 火速赶往了京城 并将王队一党准备谋反的消息 告诉了静明帝司马绍 司马绍虽然怀疑王敦 但也不能轻信温乔的一家之言 如果出现差错率先发难 则会被王敦抓住把柄反制 后来经过多方打探 司马绍证实了王敦试图谋反的消息 于是开始加紧军事部署 公元324年6月 司马绍任命王导为大都督 温乔为都督 率领大军时刻准备应对王敦的叛乱 王导听闻王敦重病的消息后 命王氏子弟为其发丧 制造王敦去世的假象 大家见王导为王队发丧 认为王队已死 遂对他进行了大肆批判 司马绍见时机已到 向全天下发布习文 罗列了王敦几十条罪行 并号召诸侯前去讨伐王敦的党羽 王敦看到习文后大怒 愤怒之余 他知道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于是当即决定出兵建康 公元324年7月初一 他任命王寒为主帅 率领五万大军从直奔建康 司马绍得知王敦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并未慌张 他重金在军中招募死士 前去迎敌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鲜卑出身的将军段秀 筛选了上千人组成赶死队 对王寒的前锋进行偷袭 致使王寒手战失利 王寒眼见形势不妙 加之建康城城防坚固 王寒选择了撤军 王敦听闻王寒兵败的消息后 口吐鲜血 去世之前他强忍着精神将王应立为接班人 等他一死立刻登基 但此时整个势头都在朝廷军队这边 接连遭遇失利后 王寒于7月26宣布撤军 随后逃往了荆州 荆州刺史王叔是王敦的弟弟 他派人用船前去接应王寒 王应父子 带船行至江中 士兵们将他们父子二人捆绑起来 投入了江中淹死 乾凤则在逃往的途中 被士兵们斩杀 王敦其余党羽也在朝廷大军的围捕下 相继被杀 至此 嚣张跋扈的王队一党全部被灭 王敦死后 司马绍命人打开他的棺材 脱取他的衣服 将他的手机砍了下来 挂在朱雀桥上示众 后来 司马绍在西建的劝说下 允许王室子弟为其收尸 并对其他王室子弟网开一面 随着王敦被杀 东晋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叛乱结束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此后天下进入到更加混乱的时刻 东晋守卫权臣王敦死后 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 开始论功行赏 王敦的弟弟王导夺得头功 被晋升为太保 同时享受剑旅入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的待遇 当初 权臣王敦主动向皇帝 请求剑旅入殿的待遇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如今 皇帝主动提出给王导这等待遇 王导却坚决不受 从这方面也能看出 王导的政治智慧 要比王队高很多 除此之外 司马样被封为太尉 温乔被封为前将军 晋明帝司马绍的大舅子羽亮 被提拔为护军将军 西建被提拔为车骑将军 兼任衍州刺史 都督徐州 衍州 青州三帝军事 这是晋明帝司马绍的核心班底 自古以来 任人为亲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皇帝也不例外 司马瑞的原配王妃叫渝孟姆 她未曾留下子嗣 渝孟姆35岁便去世 后来她的弟弟渝印受到了后代 被提拔为右卫将军 她与时任左卫将军的司马宗关系很好 并且深得司马绍的信任 两人共同掌管晋军 负责皇城保卫工作 但渝印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她和司马宗私下里偷偷培养心腹 并搜集朝堂大臣们的私密情报 此事被王导和宇亮察觉 王导九经官场考验 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 于是联合宇亮向司马绍汇报了 渝印等人豢养亲信的事情 提醒司马绍注意防范 但司马绍自认为 与渝印和司马东亲近 非但不相信他们会做不轨的行为 反而认为 王导此举是出于极度 不但没有加强防范 还加倍地信任渝印 甚至把皇宫钥匙都交给他们保管 后来渝印和司马宗得知宇亮等人 谈和他们的事情 双方正式交悟 经常在朝堂之上剑拔弩张 司马绍不想看臣子之间起争执 多次为他们劝和 司马绍是一个有勇有谋 有报复的皇帝 但上天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施展报复 公元352年 年仅27岁的司马绍 突然生了一场重病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 在临终前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动 他让王岛 宇亮 西剑 温桥等人 共同辅佐太子 并颁布了一系列招纳人才的措施 司马绍在临终前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 几乎以恳求语气求他们不要搞内乱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将国家治理好 在场的大臣无不感动地落泪 但这种感动只是一时的 未能阻止后来的朝堂争斗 没过多久 司马绍去世 十年27岁 司马绍去世后 年仅五岁的司马衍登基视为晋城帝 司马衍是司马绍与皇后宇文君的长子 由于皇帝过于年幼 群臣奏请宇文君临朝听政 对此宇文君推托了四次才同意 宇文君临朝后 进一步提拔王岛 宇亮等人 为了平衡朝堂势力 他提拔司马宗为票旗将军 提拔于印为大宗正 掌管皇家事务 由于宇亮是宇文君的哥哥 所以朝堂大事基本上都交由宇亮决断 宏为辅政大臣的王岛 在宇亮面前选择了避让 从而导致宇亮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宇亮是一个好人 但好人不一定具备政治智慧 宇亮自身政治经验并不足 他凭借妹妹的身份 在朝堂上一飞冲天 在做事方面刚愎自用 只要他人犯了错 从来不给人留有余地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这其中就包括祖替的弟弟祖约 担任豫州刺史的祖约 自认为功劳不必西建 变捆等人差 当初在平定王敦叛乱时 祖约主动前来保卫京师 立下了战功 如今他在北部边境 常年与后召军队对峙 处在这种敏感的位置 于情于礼 祖约都应该受到后代 祖约没有被列为脱姑大臣 他认为是宇亮从中作梗 与此同时 在平定王队之乱中立下战功的苏骏 也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驻守长江以北的他 手握数万军队 暗地里开始招募亡命之徒 为自己所用 宇亮执政后 便寻找机会除掉与之有矛盾的司马宗 此时 恰逢朝堂上有人弹劾司马宗谋反 宇亮未经证实 就派人前去捉拿司马宗 司马宗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率兵反抗 结果被当场诛杀 杀掉司马宗后 他的下属变产前去投奔苏骏 苏骏并未将他交给朝廷 而是暗中保护了起来 不久后 后赵军队禁犯授春 祖约一边发兵前去迎敌 一边向朝廷搬救兵 宇亮不但对祖约的求救置之不理 还商讨掘开河堤 淹没祖约助手的区域 以此来阻挡后赵大军进一步前进 祖约得知此事后大怒 对宇亮生出了怨恨 由于苏骏不是宇亮的亲信 宇亮打算将其召到朝廷任职 此举是名声暗将 剥夺苏骏的兵权 对此 王岛 汴捆 温乔等几位托孤大臣 出面制止 说这样会逼反苏骏 为此 苏骏也委托朝中好友 向宇亮说情 请他不要把苏骏掉入朝中 但宇亮全然不顾他人的劝阻 执意召苏骏入朝 苏骏收到召令后拒绝前往 双方进入到剑拔弩张的状态 大战一触即发 苏骏知道祖约与宇亮不合 便派人前去劝说他一起出兵 祖约知道苏骏实力不俗 便同意联手 公元327年11月 祖约派自己的侄子祖患 和自己的女婿徐柳 前去与苏骏会合 12月1日 苏骏率领祖患和徐柳直奔京师 一路攻城拔寨势不可挡 公元328年2月初一 苏骏打败变捆的军队 并成功将其斩杀 除此之外 其他前来秦王的军队 都被苏骏杀得大败 宇亮见状不妙 紧急派人加固京城城城防 但工匠们见大势已去 没人敢去修建城防 宇亮为了自保 带领兄弟几人弃城而逃 就这样 苏骏顺利攻陷了建康 进城后 苏骏允允许士兵们烧杀抢掠 宫中的嫔妃 宫女全都被苏骏掳走 来不及逃走的王公大臣被俘虏后 在军中从事重体力活 稍有不从就会被鞭吃 扫荡完皇城后 苏骏以尽城地的名义 大赦天下 但宇亮兄弟不在赦免范围之内 苏骏任命自己为票棋将军 祖约被任命为侍中 王岛因为名望太高 苏骏依然让他保留官职 太后宇文君没来得及逃跑 依然留在宫中 但他害怕自己被迫害 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没过多久便猝死 去世时年仅32岁 因为宇亮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导致东晋王室又迎来了一场大灾难 宇亮逃往巡洋后 自称接到太后的诏令 召集温乔、西建等人前来相助 温乔一直对晋士忠心耿耿 此次宇亮落难 他并没有置之不理 反而将自己的一支军队送给了宇亮 此后温乔又积极为宇亮出谋划策 在温乔的建议下 宇亮推举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 共同起兵讨伐苏俊 陶侃对宇亮的推举并不感兴趣 相反两人还有矛盾 之前陶侃因为没有被列为脱估大臣耿耿于怀 他也认为是宇亮从中作耿 但陶侃更害怕苏俊一家独大后吞并荆州 出于这种考虑 陶侃决定起兵讨伐苏俊 公元328年5月 陶侃率军到达巡洋与宇亮会合 此时的宇亮认识到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欠缺 当面向陶侃道歉 陶侃见宇亮向自己弯腰 便摒弃前嫌 全力帮助宇亮讨伐苏俊 此次陶侃总共率领了六万大军 在人口稀缺的东晋时期 六万大军算得上是非常大的规模 苏俊听闻陶侃来讨 强行将晋城帝司马眼带到了石头城避祸 随后陶侃以盟主身份 号令西建王叔等人 共同向石头城进发 其他诸侯见陶侃来势汹汹 便紧急响应进京秦王 秦王大军看似声势浩荡 但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权 军队各自为战 相互之间没有协调统一 导致战事初期接连失利 双方在石头城形成了拉锯战 由于秦王军队是远道而来 粮草很快吃紧 温乔向陶侃提出戒粮 陶侃担心自身粮草不足 便拒绝了温乔 一时间秦王军队内部人心惶惶 陶侃也无心恋战 就在此时 祖约的手下私自和后赵串通 后赵派出大将前去进攻寿春 并成功将其拿下 寿春陷落后 祖约率人逃走 此次失败 让苏俊部队内部出现了动摇 就在此时 卢将军太守毛宝主动请英前去偷袭苏俊的粮仓 在毛宝的率领下 他成功烧掉了苏俊后方的粮仓 陶侃眼见胜利有望 便亲率军队对石头城发起了猛攻 后来陶侃派部将将苏俊引出来单独作战 苏俊是一个莽夫 他主动出城和对方单挑 结果中了埋伏 当场被斩杀 苏俊死后 他的弟弟苏义接过大旗退守石头城 打算顽抗到底 而苏俊的手下将领 见大势已去纷纷溃逃 后来石头城被攻破 苏义被斩杀 逃往丽阳的祖约也被围困 情急之下 祖约带着部下投奔了后赵 本来祖约和后赵是死敌 因为一场内乱 成了后赵的臣子 公元329年2月 秦王军队进入石头城 成功解救禁元帝司马眼 至此 苏俊和祖约发起的叛乱 全部被平定 平定完叛乱后 陶侃被加封为侍中 兼任太尉 都督六州军事 西建 温乔等人也被论功行赏 而羽亮则跪在司马眼面前 请求降罪 羽亮只是政治经验不足 为人并不坏 此时的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换作一般朝臣 惹出这么大霍乱 避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 但羽亮是司马眼的亲舅舅 司马眼并未责罚他 不但让他官复原职 并给他增加了兵权 在皇帝眼里 羽亮固然有错 但比起羽亮的忠诚 在霍乱中死去的人 根本不值一提 就在东晋内部激烈斗争之际 汉赵和后赵之间 也开始剑拔弩张 后赵的建立者石乐 和汉赵皇帝刘耀 本是一个战壕里的好朋友 石乐自立门户后 两家也维持了几年的和平 但一山不容二胡 只要有合适的时机 他们就会撕咬对方 公元324年3月 四周刺史石生 突然对隶属于 汉赵的河南郡发起攻击 河南太守尹平被杀 石生将河南郡内 五千多户百姓全部掳走 这次事件让刘耀大为恼怒 双方也因此彻底成为仇人 此时的刘耀 因为根基不稳 选择了忍气吞声 后来 汉赵附近的枪族前来投靠 汉赵将军石驼 趁机前去截杀 俘获了大量牛羊帐篷 后赵的持续骚扰 让汉赵皇帝刘耀十分愤怒 他派出大将刘岳前去迎敌 双方在黄河岸边进行了决战 此役 刘岳成功斩杀了石驼 并杀死后赵 六千多士兵 缴获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后来 刘岳又率兵前去围剿石生 斩杀对方五千多人 并将石生围困在金庸城 眼见军队接连失败 石乐派自己的侄子石虎前去迎敌 石虎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 大败刘岳军队 兵败后的刘岳退守至石粮城 在石虎的围困下 石粮城内粮食吃紧 士兵们后来只能宰杀战马为食 刘岳得知刘岳被围困的消息后 发兵亲自率军前去救援 一向自视高傲的石虎 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头野兽 但石虎非常害怕刘岳 因为刘岳当初的残暴不亚于石虎 起初刘岳的军队还算顺利 打退了石虎几波进攻 后来刘岳大军在金谷驻扎的时候 军队发生了夜惊 夜惊是指集军队在夜间塑营时 因为一些极偶然的事件 如军营中马匹牲畜的嘶叫声 偶然的响声等 导致沉睡的士兵被惊醒 士兵陷入巨大恐慌和不安的情绪 甚至误认为敌军来袭而发生互相砍杀 四散奔逃的行为 为了安全起见 刘岳不再向前 而是退到免池驻军 但到达免池当晚 军队再次出现了夜惊 刘岳认为 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便放弃前去营救刘岳 班师回朝 刘岳的撤退让石良城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325年6月 后兆攻陷了石良城 石虎将刘岳在内的80多位将领 以及城内3000多少数民族绑送到了乡国 剩下9000多名汉人士兵全部被活埋 打败刘岳后 石虎紧接着挥师北上 很快并攻破了兵州城 石虎在城内如法炮制 除了少数民族将士外 其余7000多名士兵全部被坑上 后来 颖川 四周等地相继陷落 豫州 徐州 眼州等地 也被后兆悉数纳入版图之中 刘岳生平从未遭遇过如此大的失败 此一过后 他急火攻心 生了一场大病 公元328年7月 石乐派石虎率领四万大军 前去攻打汉赵的河东郡 石虎一路攻城拔寨 直逼长安的门户扑板 此时的刘岳已经从失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他举全国精锐前去迎敌 眼见刘岳亲自来逃 石虎心生畏惧 不战而逃 刘岳全力追击 试图一雪前耻 后来两军相遇 刘岳将石虎打得大败 石虎的杨子石瞻当场被斩杀 石虎力拼杀敌才得以逃脱 石瞻本名叫冉梁 被收养后改名为石瞻 大家熟知的冉敏就是冉梁的儿子 此一刘岳取得了大胜 此前石虎缴获的物资全都尽归刘岳之手 事后 刘岳还命人将后兆士兵的尸体头角相连摆放在地上 总共摆放了上百里 刘岳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后兆军队 此一胜利后 刘岳又乘胜追击包围了洛阳 洛阳被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后兆朝堂一片慌乱 石勒为了稳定军心 他打算亲自率军前去解围 此次出征前 石勒心底也拿不定主意 但除了他没人敢去与刘岳叫板 于是他硬着头皮强度黄河直奔洛阳 成高官是途径洛阳的重要关口 如果刘岳重兵把守成高官 石勒成功的概率就微乎其微 但令人惊讶的是 刘岳并未在成高官设防 这让石勒喜出望外 他带领军队偷偷穿过成高官 火速往洛阳进发 刘岳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在围困洛阳期间 他整日和近臣们饮酒作乐 没有把士兵们汇报的军情当回事 当石勒率领大军前来时 他才猛然清醒 此时 刘岳手下有十万大军 石勒有六万大军 从迎面上来看 刘岳仍占据优势 但刘岳在战前喝得鸣鼎大醉 战斗的时候只会一团糟 被严阵以待的石勒打得大败 刘岳也被石勒的手下石勘活捉 刘岳被活捉后 汉兆军队彻底失去了主心骨 如无头苍蝇般乱窜 最终被斩杀五万多人 石勒见刘岳被抓 便下令停止屠杀 给幸存的士兵们一条生路 此意刘岳身负重伤 石勒命人将他带上马车 并安排御医相随 回到乡国后 石勒将他安排在永丰城 为了防止刘岳寂寞 石勒挑选了几名美女 让其消遣寂寞 石勒之所以如此善待刘岳 是想让他写信 给留在汉兆的太子刘兮 劝其现成归降 而刘岳不但没有劝降 反而让刘兮坚守国家 不要因为他的生死改变主意 石勒看到信后大怒 随后杀掉了刘岳 当时刘岳的死讯还未传到长安 刘兮听闻刘岳被捉后 吓得不知所措 他和弟弟刘印商讨后 决定弃城而逃 刘兮逃走后 石勒派人占领了长安 后来刘印听闻父亲的死讯 带领两万人前来攻打长安 结果拜石虎打得溃败 作为报复 石虎也将汉兆士兵的尸体 头角相连排在一起 公元329年9月 石虎乘胜追击 在上帮升勤了刘兮 刘印 以及数千名王公大臣 随后将他们全部坑杀 立国26年的前兆宣布灭亡 灭掉汉兆后 低族和枪族15万户百姓 尽归后兆之手 汉兆的地盘也被后兆纳入版图 吞并汉兆后 汉兆成为了中原霸主 公元330年2月 石虎率领文武百官 集体表奏石乐登基称帝 此时的石乐没有过多推辞 择日选择称帝 石乐登基后 封自己的大儿子石虹为太子 二儿子石虹被封为秦王 加封大蝉鱼 小儿子石灰为辅国将军 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 加封中山王石虎的儿子石斌 被封为太原王 除此之外 其他有功之臣都得到了封赏 此次封赏过后 大臣们都很满意 而石虎则相当不满 甚至心生怨恨 石虎自认为 是后兆的守宫之臣 为石乐安前马后立下大功 而石乐在封赏的时候 却将象征匈奴部落首领的 大蝉鱼封号 给了战功平平的秦王石虹 这让他非常生气 为此 石虎私下岁儿子石岁说 等石乐驾崩后 他一定不会给石乐留后 分封完众人后 石乐在安息将军姚义仲 和尚书佑叶承侠的建议下 将此前兵败前来投奔的祖约杀掉 以此来警示大臣们 不能做出投敌之事 祖约死后 石乐将他的妻女 分给将士们享用 在五湖乱华时期 石乐算是比较有操守的 一个皇帝 但他的操守 也仅限于和同时期 其他皇帝相比 即便如此有操守 也时常做出 引人妻女的事情 足见五湖乱华时期 各路统治者的底线有多低 后来 石虎将他的手脚砍去 让他体验痛不欲生的感觉 待他的疼痛散去 石虎又命人将其斩首 杀掉石朗后 石虎又掉头前去攻打长安 经过惨烈的战斗后 石虎拿下了长安 但他的儿子石挺 在战斗中被杀 石生在城池失守前 弃城而去 在逃亡的路上 被部下所杀 清除完反叛势力后 当年十一月 石虎直接将皇帝 石虎废掉 将其贬为海洋王 石虎早知这一天会到来 被贬的那一刻 石虎如是重负 他本以为不做皇帝 就可以安稳度过余生 但石虎没打算放过他 不久后 石虎把皇帝石虹 秦王石虹 以及南阳王石灰 全部杀掉 此时的石虎仍未称帝 而是以摄政天王自居 但他已经是 后照的实际控制人 石虎掌权后 过起了非常奢靡的生活 出于安全考虑 他把都城迁到了夜城 然后命人修建了 十分华丽的宫殿 为了满足自身欲望 石虎搜罗了上万名美女 安置在后宫 在那个人口稀缺的年代 搜罗上万名美女 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宫城 为了玩出新花样 石虎教宫中的美女 学习骑射之术 并组建了一支 规模上千人的 女子仪仗队 以此来刺激她的感官 尽管石虎非常残暴 但她对国师佛图城 十分敬重 甚至把她当作 神灵一样供奉起来 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 都会事先向她请教 佛图城进入朝堂时 包括石虎在内的所有人 都要起身迎接 石虎规定 公卿以上的大臣 每五天必须上门 拜会佛图城一次 由于佛图城 在后召的地位 无比崇高 很多人都替发为僧 拜在她的门下 一时间她的信徒 达到上万人 石虎为了表示 对佛家的尊敬 她免除了僧人的 说服姚义 很多人为了逃避 说服姚义 也替发为僧 公元337年2月 石虎改称为赵天王 她立王后 郑樱桃为天王皇后 立石岁为天王皇太子 为了锻炼石岁的执政能力 她开始逐渐将 朝中事务交给石岁打理 除了朝堂大臣们的人事任命之外 其他事务均由石岁决断 起初 石岁对执政充满了热情 但石虎喜怒无常的性格 让她吃尽了苦头 对于石岁前来禀报事情 石虎会斥责她这种小事 不要前来禀报 当石岁很久不来汇报石情后 石虎又会责骂她怀疑有二心 故意不来禀报朝政 石虎这种变态的教育方式 也让石岁养成了变态的性格 石岁经常让喜欢的美女 梳妆打扮一番 然后将她们的头 看下来放在盘子里 让客人们前来欣赏 同时将她们的身体烹煮后 供客人们食用 这种变态至极的做法 放在人类任何一个时期 都是令人发指的 石岁的弟弟石轩和石涛 趁机在石虎面前进献谗言 使得石虎对石岁越来越冷落 此时的石岁已经感觉到危机 他打算是父夺位 但因计划不周泄露了消息 石虎一怒之下 将石岁软禁在东宫 后来石虎念及父子之情 赦免了石岁 并恢复了他太子之位 对此 石岁并未感到劫后余生 而是在石虎面前 表现得更加嚣张跋扈 甚至公开扬言要杀掉他 石虎一怒之下将其赶出东宫 贬为庶民 等石岁出宫后 石虎命人尾随其后 将石岁以及他的妻妾子女 全部活埋 杀掉石岁后 石虎立时宣为太子 石虎当政期间 实行了三五兵议制 如果家里有三个男丁 必须有两人前去当兵 如果家中有五个男丁 必须有三个人入伍 为了修建宫殿 以及打到部队所需要的武器铠甲 石虎将剩下的男丁抓来从事劳动 如此一来 百姓家中由于缺少男丁 致使耕种荒废 很难完成上交国家的税赋 但石虎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 仍然要求百姓必须足量缴纳税赋 地方官府在征税的过程中 又大量贪赃枉法 致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好几倍 有些百姓为了缴纳税赋 将家中子女卖去为奴 换取钱财 有些百姓变卖了子女仍缴纳不起税赋 干脆选择了自杀 在石虎的统治下 后召百姓犹如生活在人间炼狱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鲜卑慕容 当初晋元帝司马瑞为了表彰安抚慕容尾 封他为车骑将军 诸度幽州 平州等地诸军士 晋元帝继位后 继续拉拢慕容尾 并允许他以皇帝的名义开辅制式 设置行政机构 在慕容尾在位期间 他将鲜卑慕容打理得井井有条 使鲜卑慕容成为一直实力不俗的钱力骨 公元332年 在位49年的慕容尾去世 享年65岁 慕容尾去世后 他的嫡长子慕容晃继位 慕容晃继位后 开始严肃法度 对违反规则的人予以严惩 这让习惯了散漫的官员们十分不适应 私下里纷纷抱怨 但慕容晃没打算放松法度 继续用最严厉的方式管理 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威望 慕容晃的树兄慕容汉一直与他不合 眼见慕容晃继位后开始严肃法令 慕容汉害怕自己受到清算 便率领家小钱去投奔鲜卑断步 断步的首领段辽 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 慕容晃的亲弟弟慕容昭和慕容人 此前非常受慕容尾的重视 当初慕容尾还动过费力慕容晃的心思 后来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才让敌长子慕容晃继位 为此慕容晃对其他兄弟三人非常憎恨 慕容汉投奔鲜卑断步后 驻守平郭的慕容人进城奔丧时 与留在京城的慕容昭密谋 他们打算起兵讨伐慕容晃 不料他们密谋的计划败露 慕容人见形势不妙 火速离开了京城逃到了平郭 三个兄弟的接连背叛让慕容晃十分愤怒 他派大将高许前去讨伐慕容人 结果被慕容人大败 先背断步见慕容室内部起了纷争 便趁火打劫 前去攻打先背慕容的柳城 慕容晃知道 战士继续拖下去会对他不利 于是亲自率军前去讨伐 他和弟弟慕容平一起 冒着刺骨的寒风 通过结冰的河面绕到了平郭城的大后方 由于慕容人疏于防范 最终被慕容晃成功攻破城池 慕容人被升擒 慕容晃念及兄弟之情 让慕容人自行了断 紧接着慕容晃杀掉了他的亲信 为了稳定军心 慕容晃并未对平郭城的将士们进行惩罚 而是让他们各居其位 平叛结束后 慕容晃结束了继位后的第一场叛乱 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慕容晃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平定完叛乱后 慕容晃在部下的劝禁下自称燕王 他建立的国家被后世成为前燕 登基为王后 慕容晃立慕容郡为王太子 并按照国家的规格重新设置行政机构 慕容晃是一个野心很强的人 登基称王后 他开始将目标锁定在鲜卑段步身上 为了灭掉段步 他打算联合石虎 为此 他将自己的弟弟慕容汉送到叶城做人质 对于慕容晃的示好 石虎欣然接纳 他没有扣留慕容汉 而是将他送了回去 并与慕容晃约定来年发兵讨伐段步 公元338年1月 慕容晃与石虎 冰河一处 对段步的地盘发起了攻击 之前投奔段步的慕容汉 非常了解慕容晃的作战方式 给段辽提了很多建议 但段辽始终认为 慕容汉不是自己的族人 对他处处提防 结果 在石虎和慕容晃的联合夹击下 段辽被打得大败 战败之后 段辽带着妻妾家小和部分亲信 逃到了秘云山中 慕容汉则带着家眷前去投奔宇文部落 慕容汉逃到宇文部落后 宇文部落的酋长宇文义斗龟 对他产生了猜忌 想趁机杀掉他 慕容汉为了打消宇文义斗龟的疑虑 主动装疯卖傻 以此来展示自己没有野心 慕容晃了解到慕容汉的处境后 心生怜悯 当初慕容汉出走并非心甘情愿 此后他也没做对不起慕容晃的事情 于是慕容晃派人将他接了回来 并对他十分忧戴 灭掉断步后 石虎开始对乾燕虎视眈眈 于是准备攻打慕容晃 此时的后兆拥有数十万军队 兵力远在乾燕之上 面对后兆大军来逃 乾燕国内一片惊慌 慕容晃也产生了弃乘而逃的想法 关键时刻 他手下大将沐鱼根给慕容晃加油打气 力劝他坚守城池 慕容晃作为一国之主 在部下面前不能露怯 便强忍着恐惧坚守城池 将士们见慕容晃没有逃跑 军心暂时得到了稳定 大将刘沛主动请英 率领赶死队前去迎敌 以此来鼓舞士气 后召军队没想到 对方敢前来偷袭 便放松了警惕 在刘沛的带领下 数百名赶死队 在石虎大军中横冲直闯 杀死几十名士兵后 又返回了城内 这次偷袭让燕军士气大震 慕容晃也看到了一丝胜利的信心 大臣封义告诉慕容晃 石虎的残暴 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 只要能守住城池 时日异常 石虎内部必然会出现问题 届时就可以寻求 主动出击的机会 慕容晃听从了封义的建议 死守城池 为了鼓舞士气 他亲自到城墙上指挥战斗 抵挡住了后罩潮水般的进攻 此番石虎是远道而来 他本想凭借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碾压对方速战速决 在前燕士兵的顽强抵抗下 石虎连续攻击了十几天都没有起色 此时军中粮草开始告急 士兵们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为了防止军中出现滑变 石虎选择了退兵 慕容晃的四儿子慕容克 见对方撤退 主动请英出城追击 他带领两千起兵 将士气低落的后罩军队打得溃败 一共斩首三万余人 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意是石虎最大的一次势力 为此他强忍怒气 积极地屯田耕种 并联络高沟梨 准备伺机对前燕发起报复 公元338年12月 之前逃到密云山的段辽 派使者向后照请降 使者走后不久 他又改变了主意 派人前去向前燕投降 石虎先接到了投降信 他对段辽的投降都比较重视 石虎派大将麻丘帅三万人前去迎接 慕容晃随后接到投降信 段辽在信中密谋 与慕容晃一起截杀石虎的大军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 慕容晃亲自率人前去迎接 并在半路设服等待后照军队钻入陷阱 后来慕容晃在三藏口大败赵军 杀敌两万多人 此役慕容晃还成功收服 后照大将鲜鱼亮 慕容晃见鲜鱼亮时议员猛将 便留在身边重用 段辽投降慕容晃后不久 又密谋叛乱 最终被慕容晃斩杀 随后慕容晃将段辽首级送给了石虎 以此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石虎见慕容晃有意示好 便暂缓讨伐前焉 在后照和前焉争斗之际 南方的东晋朝堂也发生了变化 公元338年5月 王岛被任命为太傅 诸都中外诸军士 西建被任命为太尉 羽亮被任命为司空 这三人位居三公 各自负责一个核心部门 是朝堂上的主要力量 三人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 经过王队之乱后 王家的整体实力已大不如前 王岛为了获得赵印 贾宁等将领的支持 故而 莫许他们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羽亮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 他知道王岛莫许手下人违法乱纪后 便想上书弹劾王岛 在弹劾之前 他征求西建的意见 此时的西建掌握着金口的军队 这支军队是晋朝的主力部队之一 因此羽亮非常重视西建的意见 西建对弹劾王岛一事表示拒绝 当初陶侃曾联络他弹劾王岛 他都没有同意 羽亮的分量和陶侃比起来不值一提 况且 西建和王岛还是儿女亲家关系 西建的女儿西玄嫁给了王岛的侄子 王岛的侄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 后来王羲之和西玄育有妻子一女 这其中就有大书法家王献之 西建认为 王岛对司马是非常忠诚 在忠诚这杆大旗下 其他瑕疵都是可以接受的 眼见西建没站到自己这边 羽亮便放弃了弹劾王岛 王岛得知羽亮密谋弹劾他的消息后 形势越来越低调 时刻避其锋芒 公元339年7月 10年64岁的王岛去世 作为东晋的公骨之臣 司马眼下令全国为其哀悼三天 一个月之后 十年71岁的西建也相继去世 公元340年正月初一 羽亮也去世 年仅52岁 一年之内 晋朝连续失去三个顶梁柱 一时间整个朝堂人才凋零 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当中 王岛去世后 他的侄子王允之出任江州刺史 此前江州是羽亮的地盘 此次任命让羽亮的弟弟羽翼 内心十分不快 因为江州是军事重镇 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王允之上任江州后 被认为侵占了羽氏家族的地盘 公元342年正月 羽翼以道贺的名义 给王允之送了一壶毒酒 但被王允之识破 王允之秘密将此事上书给司马眼 司马眼得知此事后感叹道 之前羽亮已经将国家搞乱过一次 羽翼难道也要搞乱一次 不久后司马眼的话传到了羽翼耳边 他担心自己会受到怪罪 便服毒自尽十年五十岁 当年五月 年仅二十二岁的司马眼 突生重病 卧床不起 此时司马眼的两个儿子都不满两岁 中书建羽兵劝说 司马眼将皇位传给他的亲弟弟司马月 如果让尚在强宝中的幼儿称帝 会引发朝堂动荡 司马眼认为有道理 便决定将皇位传于司马月 羽兵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荐司马月 是因为司马月是他的亲外甥 司马月掌权后 羽氏家族能够在朝堂中掌握话语权 公元342年6月 司马眼去世 随后司马月登基称帝 史称靖康帝 随后 司马月将先帝司马眼的大儿子司马匹 封为狼牙王 小儿子司马懿封为东海王 此次司马月能顺利登基 羽兵和何冲功不可没 司马月本想抬高 何冲在朝堂上的地位 但何冲知道 羽兵已经是朝堂实际掌控者 为了远离斗争漩涡 他主动请英到外地任职 司马月看穿了他的心思 便任命何冲为票旗将军 兼任徐州刺史 到外地驻军 司马月的皇后 楚蒜子的父亲 是当时的名士 楚蒜子的母亲 则是豪门士族谢家之女 士族和皇族之间相互勾连 造就了非常特殊的政治生态 东晋是士族制约皇权 最厉害的时期 也是士族和皇权 共分天下的时期 在东晋时期 非士族出生的普通人 不能身居高位 朝堂上的核心位置 必须由士族子弟担任 对此皇帝也无可奈何 羽亮去世后 他的另一个弟弟羽翼 被任命为荆州刺史 羽翼是一个非常有报复的人 他想寻找一名志同道合的人 一同北伐收复故土 在他的细心观察下 狼牙太守桓温进入了他的视线 桓温的父亲名叫桓仪 桓温刚满周岁时 明是温乔前来家中做客 他发现桓温的面相非凡 将来会有大成就 桓仪得到温乔的夸赞后 非常开心 遂给儿子起名为桓温 羽翼为了拉拢桓温 曾向司马衍尚书 请求把南康公主司马兴南 嫁给桓温 司马兴南 是晋明帝司马少 与宇文君之女 桓温成为驸马后 和羽翼的关系越走越近 后来两人立志北伐 收复故土 当时北方最大的势力是后赵 为了讨伐后赵 与翼派人前去联络 钱燕和钱梁 共同商定讨伐后赵 对于讨伐后赵一事 朝堂大臣多数都不赞同 他们认为东晋不具备这个实力 但桓温对于北伐一事非常赞同 晋康帝司马越也有收复中原之心 遂命令羽翼为主帅 连同桓温一起 聚其全国兵马前去讨伐后赵 就在羽翼出兵后不久 司马越突然病倒 卧床不起的他 丝毫没有变好的迹象 司马越自知时日无多 便开始安排后事 此时 司马越与楚蒜子的儿子司马聘 年仅两岁 根本不具备执政的能力 出于大局考虑 羽翼和羽兵建议立进原地 司马瑞的幼子司马玉为接班人 此事遭到何冲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就应该立两岁的司马聘为太子 司马越本不想把皇位传给他人 恰好何冲坚决拥护立司马聘 因此司马越便正式下诏立司马聘为太子 羽翼和羽兵之所以拥立司马玉 是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 如今他们的计划被破坏 便对何冲恨之入骨 公元344年9月 年仅23岁的司马越去世 随后 皇太后楚算子抱着两岁的司马聘登基 由于司马聘不具备执政能力 楚算子选择垂帘听政 司马聘登基后 楚算子为了感谢何冲 将其提拔为路上书士 羽翼家族由于雍丽新皇帝失败 在朝堂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 当年11月羽兵去世 公元345年7月 羽翼身上的毒疮发作 最终不治身亡 年仅41岁 羽翼死后 他的儿子羽艾芝接过了父亲的权力 由于羽氏家族在荆州经营多年 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让羽艾芝继续担任荆州刺史 恐怕会养虎为患 为此 楚算子打算找人替换羽艾芝 何冲推荐还温前去接替 对此 楚算子非常不理解 因为还温一向与羽翼交好 环温能取得今日成就 离不开羽翼的提携 羽翼生前还联合环温一起共同北伐 他担心环温出于情意 不肯与羽艾芝撕破脸皮 即使环温愿意接任荆州刺史 羽艾芝是否会放权也是个未知数 何冲告诉楚算子 环温虽然与羽氏家族交好 但他更想追求工业 如果羽艾芝成为他的阻碍 他会毫不犹豫地扫清障碍 而且环温的能力远超于羽艾芝 后者不敢与环温作对 在何冲的建议下 楚算子最终决定重用环温 封他为安息将军 兼任荆州刺史 都督六州军事 至此 羽氏家族在朝堂上的势力 越来越衰弱 一代全臣环温 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此前 环温和羽翼打算北上讨伐后赵 结果因为新皇帝登基 出现了一系列变故 为此环温对整个北伐计划 进行了调整 他将成汉作为首个北伐目标 此时的成汉政权和后赵一样 都在国内实施惨无人道的暴政 成汉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一个建立国家的 成汉的建立者 是低族首领李雄 占据属地的成汉 虽然时常和东晋发生冲突 但都未伤及国本 近三十年来 国家一直在稳定运行 公元333年正月 成汉大将李寿拿下了东晋的熟识郡 随后周边几个郡见李寿来势汹汹 便主动献成投降 此一过后 李寿名声大造 李寿是李雄的堂弟 非常能争善战 而且为人宽厚 深得李雄喜爱 后来李雄封他为建宁王 公元334年6月 李雄重病不起 由于他身上生的是恶疮 油浓的时候味道很大 此时只有皇太子李班 守在身边尽心照料 李班是李雄的侄子 李雄见自己的儿子们荒淫无度 不适合治理国家 虽将皇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李班 没过多久 李雄去世 享年61岁 身为皇太子的李班顺利继位 李班登基后 把朝堂大事委托给李寿 自己专心为李雄治丧守孝 眼见李班顺利登基 李雄的两个儿子 李月和李七十分不满 李月趁李班守陵之际疏于防范 便将其杀害 然后以皇太后的诏令 拥立李七为皇帝 李七成为皇帝后 很快露出了本性 不但交涉淫逸 还将其他对皇位有威胁的人 全部杀掉 李寿由于功勋卓著 他深感不安 于是主动请求到边境驻守 李寿到了边境后 李七仍然不放心 为了给李寿下马威 李七派人堵死了李寿的弟弟 李寿表面上选择了隐忍 暗地里谋划进攻成都 公元338年4月 折服已久的李寿 对城府发起了进攻 为了鼓舞士气 李寿承诺拿下成都后 允许将士们在城中烧杀抢掠 当时李寿的儿子李氏 在城中任职 当李寿大军兵临城下时 他偷偷打开了城门 李寿不费吹灰之力 便拿下了成都 进城后 李寿命人逮捕了李月等人 将他们全部诛杀 然后将皇帝李七软禁起来 局势稳定后 李寿开始兑现将士们的承诺 让他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本来李寿计划拿下成都后 向进士称臣 自己做一个偏安易于的诸侯 但攻打成都过于顺利 他内心萌生了称帝的想法 举其不定之际 他请巫师前来占卜 巫师根据卦象告诉他 他可以做几年天子 李寿听后大喜 决定称帝 他的谋臣谢思明 劝李寿三思 做几年皇帝 不如成为百世诸侯 但李寿表示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只要能做皇帝 哪怕只有一天也会满足 最终李寿登基为帝 立李氏为太子 称帝后 李寿将李七贬为县城 由于心理落差太大 李七随后自杀 年仅25岁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李寿登基之前 为人谦虚 生活节俭 在娇奢淫逸的李氏子弟中 是一个清流 但屠龙少年忠诚恶龙 当李寿成为皇帝后 变得极度奢靡 并且试杀成性 他将开国皇帝李雄的子嗣 全部杀掉 彻底铲除能威胁他皇位的人 在生活方面 他将石虎作为榜样 在全国范围内 大肆征集劳工 前来修宫殿 此前跟随他打天下的旧臣 也因为直言觐见而遭到诛杀 公元343年8月 44岁的李寿去世 太子李氏登基为帝 李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 耳濡目染 登基后 便一头扎进后宫美女堆里 为了能聚精会神的淫乱 他将朝政大事 委托给身边的几个晋臣 其他朝堂大臣 全都成了摆设 此时的成汉 已经和石虎统治下的后兆无异 桓温建成汉国内混乱不堪 便将北伐第一个目标改为成汉 蜀地自古以来都是一手南宫之地 但桓温对于拿下蜀地志在必得 公元346年冬月 桓温率领大军从荆州出发 逆流长江而上 并于次年二月到达四川境内 沉溺在温柔乡的李氏 听闻桓温率军来讨的消息后 立马调兵遣将来应对桓温大军 公元347年3月 桓温到达了彭摩 他留下参军驻守迎敌 然后亲自率领骑兵带着三天口粮 向成都进放 在桓温的带领下 禁军犹如猛虎出笼 将成汉军队打得溃败 来不及逃走的汉军为了保命 选择向桓温投降 桓温得胜后继续往成都逼近 很快便兵临城下 成汉皇帝李氏健情势危急 把全国能用得上的军队 全部调入成都准备和桓温决议死战 桓温的军队数量和驻守成都的汉军 比起来有些悬殊 但桓温身先士卒 拿着武器就冲进敌方阵中进行厮杀 其他士兵见主帅如此勇猛 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 以依当时与汉军生死肉搏 战争不仅比拼士兵数量 也比拼士气 汉军见禁军如此不知疲倦的进攻 心理防线逐渐被击溃 最终像决堤的大坝一样垮掉 就这样 桓温顺利拿下了成都 李氏眼见大势已去 便派人向桓温递交了降书 然后将自己五花大榜 带着棺材来到桓温大营投降 桓温健壮急忙上前松绑 并烧掉了棺材 表示接受投降 随后 命人将李氏以及其他皇室宗亲 送到了建康 兴后皇帝处置 后来 李氏被封为龟义侯 得以寿终正寝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是华夏暴君最多的时期 很多暴君最后都没有受到惩罚 而是得以善终 很多读者对此不理解 甚至情绪受到影响 在读历史的时候 一定要把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种世俗观念抛在脑后 这句话只是平民内心的一种美好期许 很多时候都是不成立的 以宽厚人孝著称的汉文帝 为了玻璃与吕氏集团的关联 顺利登基 亲手杀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汉史为了掩盖这段历史 将其描述为病王 后来汉文帝的弟弟刘长造反 汉文帝为了体现人意并未杀他 而是将沿途为刘长送饭的百姓们杀死 用现代文明眼光看封建时代的帝王 绝大多数都应该遭受报应 但在封建时代 百姓命如草芥 统治者诛杀他们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随着环温占领成都 立国44年的成汉宣告灭亡 成汉是五湖十六国中第二个灭亡的国家 环温灭掉成汉后 在成都短暂逗留便班师回朝 为了嘉奖他的战功 环温被封为征锡大将军 特许他开辅治世的权利 在东晋灭掉成汉的同时 北方的成汉与后赵也在进行着大战 贤良的皇帝是张骏 张骏是一个非常勤政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比较繁荣 公元346年5月 张骏去世年仅40岁 张骏去世后 张茂的儿子张崇华继位 张骏的去世让隔壁的石虎认为有机可乘 他趁乾梁皇帝登基之际发兵前去讨伐 并成功掠夺了上万户百姓 为了应对石虎的攻击 张崇华将全国军队都集合起来 并任命征南将军裴衡为主帅 前去抵抗石虎大军 裴衡领命后 将军队驻扎广武便不再往前 因为他害怕石虎 不敢与之交战 尽管张崇华三番五次派人前去催促 但裴衡矣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出兵 眼见主帅不敢出兵 前梁将士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一时间张崇华找不到办法来破局 就在此时梁州司马张丹尚书皇帝 提出替换主帅的建议 张丹表示 目前朝堂任用人才需要看资历和门户出身 致使有能力的人无法展示才能 要想成为明军圣主 就得打破这种条条框框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主帅 就像当初刘邦任用韩信一样 张崇华觉得张丹说得有道理 并根据他的建议 启用谢爱为中间将军前去迎敌 谢爱是一个文武双全 精通谋略的人 他仅用七千人马就将石虎的军队打退 并斩首五千多人 成功化解了前梁的危机 此役过后 谢爱本想在朝堂上大失拳脚 但其他士族见国家危机已经解除 加之谢爱没有士族背景 随后把他排挤出了朝堂 公元347年4月 石虎再次派军队前来攻打前梁 形势对前梁十分不利 关键时刻 张崇华再次启用谢爱前去迎敌 谢爱凭借惊人的谋略 将后赵军队打得大败 此意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接连失利让石虎非常不悦 当年5月 石虎派大将麻丘和石宁率领12万大军 准备再次进攻前梁 前几次胜利让张崇华觉得 石虎大军并非传言中那般强大 为了提高自身威望 张崇华准备御驾亲征 对此酒精沙场的谢爱全力劝阻 他将自己与后赵军队作战的凶险细节 讲给张崇华听 后者听完后 放弃了御驾亲征的打算 然后任命谢爱为主帅前去迎敌 在谢爱的率领下 前梁将士如下山猛虎 将石虎派来的几路大军相继打退 没人敢去与谢爱正面交战 石虎听闻前方失败的战报后 不禁感叹谢爱的实力 打退石虎大军后 谢爱接连平定了周边一些部落 凭借一连串的战功 谢爱名震西北 此时的石虎已经年余五十 他自知不可能像年轻时一样东征西逃 而手下又缺乏猛将 不能替他开疆拓土 此番攻打前梁失败 让石虎很失望 加之东边前沿不断发展壮大 南边的东晋 有长江天险护卫 一时间 他不再对开疆拓土抱有希望 他打算在剩余的生命里最大限度的享乐 至于是否会透支国力 他完全不在乎 当时西进设置了十九个州 后兆独占其中十个 版图相当之大 石虎命人在国内搜刮各种奇珍异宝 后来民间的奇珍异宝 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他组建了一支官方盗墓团伙 专门在国内进行盗墓 将前朝王侯将相们的陵墓挖开 盗取其中的宝物 为了修建园林 石虎在国内征召了十几万劳工 昼夜不停地在夜城周围施工 最终导致数万人累死 眼见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 石虎认为自己是苍生之主 他告诉身边的人 除非天地崩塌 否则没人能夺去他的这一切 太子石轩继承了父亲的残暴与奢侈 在横征暴敛方面完全不属于石虎 石轩的弟弟石涛同样如此 不过石轩和石涛二人一向不合 石虎更偏爱年纪较小的石涛 当初曾打算立石涛为太子 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 才决定立敌长 石涛仰仗石虎的宠爱 越来越不把石轩放在眼里 这让石轩非常震怒 他心生一计 他想先杀掉石涛 等石虎前去平调的时候 再将石虎杀掉 公元348年8月 石涛在夜城外设宴招待群臣 石轩派出的杀手 趁他鸣顶大罪之际 混入宴会将其杀死 第二天 石轩向石虎汇报石涛的死讯 石虎听后悲愤交假 准备到事发地点前去查看 最终被身边的大臣们劝住 派人前去调查 他留在宫中等候消息 石轩见石虎没有前去事发地点调宴 内心十分慌张 他本想找几个人顶罪 但最终被他人告发 石虎得知是石轩所为后 当即下令将其逮捕 并用铁钩子穿透石轩的下巴 让他用舌头舔干净 杀害石涛凶器上的血迹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 但石虎显然比猛虎还要歹毒 为了给石涛报仇 石虎将石轩的头发薅掉 然后拔掉他的舌头 接下来砍掉他的手脚 用绳索穿过他的下巴将他吊了起来 此时的石轩还有奄奄一息 紧接着 石虎命人降热的肚子滑开 挖掉他的眼珠 等他垂死挣扎的时候 又用火把他复制一具 石虎虐杀石轩的时候 让宫中的嫔妃全部来现场观看 在场的人无不胆寒失色 还有一些人被恶心的当场呕吐不止 杀掉石轩后 石虎又下令杀掉了他的妻儿 石轩有一个小儿子 深得石虎的喜爱 石虎平时非常宠爱他 准备饶他一命 但大臣们劝见石虎斩草出根 以免将来孩子长大后前来复仇 石虎不忍心杀孙 大臣们果断从石虎手中将其夺走 活活摔死 清理完石轩的妻儿 石虎又将东宫所有人全部杀掉 然后将东宫改成了朱眷 隶属于东宫的一万多命的高丽君被发配到边疆做苦力 经过此番折腾 连续死掉两个儿子的石虎 精神受到了刺激 很快便一病不起 此时的石虎已经54岁 他自知人生大县已至 便着手准备策立太子仪式 石虎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张柴 从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此人并非善茶 张柴是个汉人 当初起兵失败投降了石乐 在攻打刘耀的时候 张柴俘虏了刘耀年仅12岁的女儿安定公主 安定公主长得国色天香 喜出张柴想聚为己有 他为了站稳脚跟最终献给了篡位的石虎 安定公主深得石虎的喜爱 后生下一子名叫石氏 张柴告诉石虎 此前两个儿子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他们的母亲都是歌姬舞女出身 他劝石虎应该立一个母亲出身贵族的儿子 石虎听后认为有道理 便立石氏为太子 公元349年正月 55岁的石虎自知时日无多 他在临死前想过一把皇帝银 便正式称帝 石虎称帝后大赦天下 除了死刑犯之外的犯人都被释放 正在赶往边疆戍边的高丽君 听闻大赦天下的消息后大喜 但不久后 高丽君将士们得知他们不在此次大赦范围之内 为了防止他们闹事 石虎命雍州刺使张茂将高丽君的马匹全部没收 并派兵监督他们前往边疆 此时 高丽君将士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 后来 高丽君头领梁毒 自称是晋朝征东大将军 带领将士们造反 准备杀回叶城找石虎报仇 高丽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在梁毒的带领下 他们一路攻城拔寨往东部进攻 沿途不断有人前来投奔 等到达长安时 已多达十万之众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丽君 石虎大惊 随后派出十几万骑兵前去抵挡 但军被打得溃败 眼见高丽君相继攻克洛阳 行阳等地 石虎十分着急 他紧急派出姚义仲前去迎敌 姚义仲是枪族人 战斗力极强 他得到诏令后 带着八千枪族精锐前去应战 在正式出战之前 姚义仲只身跑到叶城 把病重的石虎痛骂一顿 此时的石虎需要依仗姚义仲 不但没有责罚他 反而赏给他上等的铠甲和骏马 在姚义仲的带领下 朝廷军队占据了上风 最终将高丽君打败 石虎为了奖励姚义仲 封他为西平郡公 并特许他可以建旅上殿 入朝不屈 公元349年4月5日 石虎任命石尊为大将军 任命石斌为丞相 并让他们两人入朝辅政 太子石氏的母亲刘皇后 担心石斌对年幼的石斌产生威胁 便和张柴密谋杀死了石斌 4月23日 十年55岁的石虎寿终正寝 作为华夏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 石虎一生建立了不小的工业 但他的荒淫残暴 可以将他的工业全部抹杀 石虎的行为 不断刷新人类的底线 如此残暴的人能够得以善终 也再次印证了善恶有报 只是一种期许 石虎死后 年仅11岁的石氏登基为帝 由于皇帝年幼 犹太后垂帘听政 为了巩固朝堂地位 犹皇后重用张柴来清除异己 诛杀了一批有潜在威胁的人 但以姚义仲为首地掌握兵权的将军 认为石氏年龄太小 很难堪当大任 便推举年长的石尊取而代之 石尊建将军们都支持自己 便起草席文以清军策的名义 进京讨伐张柴等人 当石尊起兵的消息传至夜城时 犹太后和张柴商议对策 他们试图用高官后路来拉拢石尊 便下诏任命石尊为丞相 大司马 大都督 并赐予他加九息 相当于把整个国家的兵权都交给石尊 作为交换条件 石尊还得奉石氏为皇帝 石尊假装答应 当张柴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后 石尊当即逮捕了张柴 随后将其斩首 并一灭三族 此时的刘太后已经下得六神无主 他根据石尊的要求 下诏让石氏善位于石尊 石尊假意推辞了几次后便登基为帝 随后石尊下令将刘太后母子软禁起来 不久后又将他们杀死 得知石尊称帝的消息后 助手继承的配王石冲 认为石尊的行为是弑君篡位 遂起兵前去讨伐 石尊命石敏和李农前去迎敌 并大败石冲的军队 兵败后的石冲自杀身亡 他手下三万将士均被活埋 平定完石冲叛乱后 石尊进一步集中权力 在石敏的建议下 他下令免去驻守 雍州秦州两地的都督蒲虹之职 蒲虹是石虎的亲信 眼见自己被夺权心有不甘 便派人和晋士联系 如果形势有变 就准备投靠晋士 最终石尊担心逼反蒲虹 便撤销了命令 在石尊众多心腹大将中 石尊是石尊非常仰仗的一个 由于石尊没有儿子 起兵反叛时 他曾向石敏许诺 只要启示成功就立石敏为太子 为此 石敏主动请英 为石尊充当反叛前锋 为石尊干脑涂地的效命 但石尊登基称帝后 却改变了主意 最终立石斌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 石尊之所以石衍 是因为石敏并不是正宗的杰族血统 而是汉人的后代 石敏封父亲名叫冉良 冉良祖上世代都是军中的衙门将 西晋八王之乱过后 天下大乱 冉良为了谋生路 加入了陈武领导的启活军 在与石勒战斗的过程中 启活军被石勒打得大败 但冉良因为表现相当勇猛 获得了石勒的关注 最终被石勒留在身边 此时的冉良年仅12岁 后来石勒让石虎将其收为养子 石虎将其改名为石瞻 石瞻天生神力 在作战的过程中异常勇猛 凭借战功在军中一路高升 后来石瞻在跟随石虎前去征讨 刘耀的过程中被杀 石瞻去世后 他的儿子石敏继续跟在石虎身边 石敏的身体素质丝毫不逊于父亲 他也因此得到了石虎的后爱 成年后的石敏跟随石虎东征西逃 凭借惊人的武力屡屡获得战功 后来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此前在消灭高丽君的过程中 石敏也立下战功 这一系列表现让石敏逐渐生名雀起 由于从小在石虎身边生活 石敏一直将自己视为血统正宗的石氏宗亲 所以当石尊承诺立他为太子的时候 石敏对此深信不疑 但石尊知道石敏的出身 他不可能将石氏家族建立的王朝 交给一个汉人 因此食言 石尊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但石敏却一直怀恨在心 久而久之便萌生了武力夺权的想法 石敏为了成功上位 在夺权之前 他开始在军中拉拢亲信 并获得了一众亲随 石敏的举动逐渐引起他人的注意 眼见石敏不断培植亲信 有人建议石尊杀掉石敏 以免夜长梦多 此时的石尊已经动了杀心 公元349年11月 石尊召集其他皇室子弟 前去面见郑太后 在郑太后面前 石尊说 石敏已经显现出谋反之心 他建议诛杀石敏 石尊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 但郑太后不同意 他说 石尊能顺利登基称帝 石敏功不可没 不能因为他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 就要杀掉他 由于郑太后的阻拦 石尊便打消了诛杀石敏的念头 当天 石尊的哥哥石剑参加了这次讨论 而且石剑也赞同诛杀石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会议结束后 石剑派人前去通知石敏 说石尊准备杀他 石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出于对皇位的规规 想利用石敏之手除掉石尊 果不其然 石敏听闻这个消息后 火冒三丈 他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当即起兵造反 他派手下大将周成 率领三千人杀入皇宫 然后将石尊杀死 随即又将郑太后 太子石衍等一众亲事 全部杀死 石尊仅仅继位183天 和当初进城时的风光相比 此时的他比阶下囚还凄惨 杀掉石尊后 石敏并未取而代之 而是拥立石剑为帝 石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他假意推辞了几次后 便登基称帝 随后 他封石敏为大将军 任命李农为大司马 其他参与政变的人 都得到了封赏 由于李农等人 都是石敏的心腹 朝堂掌控者实际上是石敏 石剑不甘心被石敏摆布 随后派乐平王十包 带领士兵连夜围攻 石敏的府邸 对此 石敏早有准备 双方士兵打得难解难分 本来这是一场刺杀 最终演变成了火兵 石剑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幕后主使 派人将石包等人杀死 后来 石剑又暗中联合 其他对石剑不满的朝堂大臣 准备将其杀死 燃敏和石剑两方势力 在皇宫进行了多番战斗 杀得整个皇城尸横遍野 最终技高一筹的燃敏 赢得了胜利 他将石剑软禁起来严加看守 为了笼络民心 他下令凡事和他同心的人 可以留在城内 和他不同心的人可以自由选择 是否留下 由于石敏是汉人 此项命令一出 城内的湖人纷纷逃走 而周围的汉人则入城 生源石敏 这番场景 让石敏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们只会忠诚于同样血统的人 虽然他很想融入石室宗亲的 但血统上的隔阂 决定了石室宗亲 不可能真正接纳他 想到此处 石敏发布了一条命令 只要斩杀一个湖人 文官禁卫三等 武官直接败为衙门将 这道命令被称为杀狐令 此道命令一出 城中汉人像发了风一样 屠杀城中的湖人 一天之内就杀掉上万湖人 与此同时 石敏也亲自上阵斩杀湖人 不论男女老幼 一概成为被诛杀的对象 湖人和汉人的长相 有一定的区别 但并不是非常明显 有些身形高大 鼻梁高挺的汉人 也被当作湖人诛杀 在杀狐令的推动下 夜城周围被屠杀的湖人 就多达二十万 为了处理这些尸体 石敏命人将其抛到郊外 任凭野兽吞食 处理完夜城的湖人后 石敏将杀狐令 颁发到整个国家 其他汉人将领看到命令后 纷纷拿起武器 对境内的湖人展开轻角 一时间 后照境内的湖人 成为待宰的羔羊 这道杀狐令 不仅为石敏出了一口恶气 也让他获得了 众多汉人的支持 此时的石敏野心 已经急剧膨胀 内心有了称帝的想法 在古代 称帝讲究顺应天命 他命人翻遍史书典籍 在其中找到一句称语 内容为纪赵礼 也就是说 赵礼两位皇帝称帝后 他才能做新皇帝 为了顺应这句称语 他改国号为位 同时将自己的名字 改为黎敏 此时黎敏并未正式称帝 后照的将军们 见形势不妙 纷纷逃离夜城 到其他地方拥兵自重 这些人不但拒绝 接受黎敏的号令 还在伺机而动 时刻准备出兵夜城 诛杀黎敏 后来不断有人 率兵进攻夜城 公元350年7月 石坤和张举 集结了七万大军 前来征讨 黎敏为了立威 他披挂上阵 亲自出城作战 并一举将石坤等人 打得溃败 此后又有陆陆续 多路大军前来征讨 由于黎敏和李农 都在城外迎敌 夜城内部城防 出现了空虚 被软禁的石坚 秘密联系 驻守在外地的将领 打算联合他们 趁机夺取夜城 但石坚的信 被黎敏截获 一怒之下 黎敏将石坚杀死 随后将石坚家族 不分男女老少 全部杀死 这其中包括 石虎二十多个孙子 夜城内的石坚宗亲 彻底被灭族 此时黎敏的声望 达到了巅峰 众人怜悯劝他称帝 对此 黎敏坚决不受 而是执意 要把皇帝的位置 让给李农 李农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皇帝之位 是个烫手山芋 而且他也知道 黎敏只是谦让一下 如果他真的接受地位 恐怕会遭到报复 为了推却地位 李农表示 汉人都是晋士的臣子 如今 晋士依然保存完好 应该向晋朝称臣 迎接晋朝天子 环都洛阳 听完李农的建议后 李敏面露难色 上书令胡牧察觉到 李敏只是对李农谦让 如果真的对晋士称臣 恐怕会造成新的内乱 于是 胡牧劝说大家 说晋士已经衰微 而且远在江南 没有能力领导群雄统一中原 现在当务之急是称帝自立 将来统一中原后 再迎接晋士回洛阳也不迟 李敏见胡牧为自己说话 果断抓住了这个台阶 随后登基称帝 李敏称帝后恢复染姓 名叫燃敏 然后改国号为魏 这段政权被后世称为燃魏 燃魏政权在历史上争议很大 它并未被后世归为十六国之一 现如今 燃敏备受一些历史爱好者推崇 因为颁布了杀狐令 很多人将其视作汉族的救世主 他们觉得 如果没有杀狐令 汉人将被全部灭种 杀狐令之所以能在后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是因为五湖乱华时期 各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迫害令人发指 在各路少数民族中 尤其以十乐所属的杰族最为残暴 他们攻陷城池后 会将城中男性全部杀死 将妙龄女子卢走 攻士兵们奸引 如果遇到军粮短缺的情况 会直接杀掉烹石 他们将这些汉人成为两脚羊 客观来讲 杀狐令在维护汉人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颁布杀狐令的石敏 并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只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他颁布杀狐令的初衷 并非是拯救汉人 而是为了报复自己 不被胡人接受 如果他能成功融入石室宗亲 被屠杀的对象 可能就是汉人 这样的人算不上民族英雄 更不是救世主 然敏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 然后将跟随自己的人 全部进行封赏 他的搭档李农 被封为太宰太尉 李农的三个儿子 也全部被封为高官 就在大家认为 然敏即将对外大师拳脚时 他却将屠刀对准了内部 由于李农和然敏 同时并肩作战 他的威望也很高 然敏称帝后 将其视为头号威胁 便趁机杀了 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 除此之外 一些被然敏认为 对他有威胁的汉人将领 也被诛杀 解决完内部威胁后 然敏派人向姚义仲 蒲虹等人下达诏令 让他们归顺 但均遭到拒绝 此时的然敏 虽然占据着夜城 但周围都是胡人占领的地盘 他深感独目难知 于是派人到晋士求援 请求晋士发兵北上 与他一道共同讨伐胡人余孽 对此 晋朝并未作出回应 因为在晋朝内部 他们将然敏同样视作杀人魔王 是将来要讨伐的对象 肯定不会与其联手 由于夜城内 时事宗亲被燃敏 屠戮殆尽 后赵已经名存实亡 之前忠于后赵的各路诸侯 开始各自为战 这其中以姚义仲 蒲虹 马丘等人的势力最强 蒲虹和姚义仲 为了争夺关中爆发了大战 姚义仲派自己的大儿子 姚乡前去进攻蒲虹 结果大败 损失了三万兵马 打败姚义仲后 蒲虹自封为大都督 大将军 大蝉鱼 三秦王 此时的他有了自立为王的想法 他在史书典籍中 找到一句草腹印王的称语 于是改名为浮虹 马丘与浮虹关系很好 他见浮虹取得大胜 大碗宴席为其庆功 席间 马丘命人在浮虹的酒中下毒 想毒死浮虹之后 吞并他的兵马 浮虹喝了毒酒后 自知命不久矣 他死前将兵权交给了长子福建 福洪去世后 福建接过兵权 当即率人将马丘杀死 就在各路诸侯乱斗之际 驻守乡国的石虎的石儿子石滴 宣布登基称帝继续维持后赵政权 各路诸侯见后赵政权得以维持 便纷纷前去归父 石滴任命姚义仲为丞相 鲁殷王石坤为相国 福建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 都督河南诸军士 稳住镇脚后 石滴命石坤率领十万大军 前去攻打燃敏 公元350年6月 燃敏与石坤在邯郸相遇 此一燃敏将石坤打得溃败 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当年8月 石坤与其他前来援助的人马兵和一处 再次对燃敏发起进攻 结果仍不是燃敏的对手 再次被斩杀三万人 接连大胜让燃敏信心大增 在他风生水起之际 有人劝他应该趁事业达到顶峰时归顺尽势 为自己赢一个美名 但没人愿意在巅峰时向他人俯首称臣 这是人性使然 当年11月 燃敏决定 亲率十万大军前去攻打乡国 此时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准备征召胡人士兵前去作战 为此 他封自己的二儿子燃印为大蝉鱼 用来统领匈奴士兵 燃敏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单凭汉人士兵很难和胡人对抗 此举也相当于间接废除了杀狐令 这也证明 当初的杀狐令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临时制定的 和民族大义并无多大关系 对于征召胡人士兵一事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任用胡人士兵 这些胡人士兵只是碍于形势暂时归附 一旦被他们找到机会 肯定会发生叛乱 燃敏听后 不但没听劝阻 还将前来禁言的部下移灭三族 此后再也没人敢前来劝阻 在燃敏的围攻下 乡国坚持了一百多天 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攻破 危难之际 石滴去掉皇帝的尊号 改称赵王 然后派人突出重围 向前燕和枪族首领姚义仲求救 石滴向前燕承诺 只要他答应前来相救 解围后就会把传国玉玺相赠 此时的姚义仲已经71岁 他无力再上战场 但他之前蒙受石虎的恩惠 为了报恩 他派自己的大儿子姚乡前去相助 与此同时 姚义仲给前燕写信 请求出兵前去相助 前燕最终答应出兵相救 他派将军月婉与姚乡兵合一处 共同抵抗燃敏 公元351年3月 姚乡、月婉 会同石坤一起集结了十几万人 前去征讨燃敏 起初 燃敏派出几员大将前去迎敌 结果大败而归 燃敏一气之下打算御驾亲征 试图以一人之力 同时打退对方三陆大军 但现实很骨感 尽管燃敏自认为是天下无敌 可在三陆大军同时夹击下 他没坚持多久便溃败 在撤军的过程中 卫军出现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整个军队失去了控制 燃敏见大势已去 最终带着十几个亲随逃往了夜城 就在燃敏打算回城重整旗鼓时 之前前来投奔的匈奴小头领利特康 趁燃敏兵败之际 在夜城发起了兵变 利特康率领军队中的少数民族 将燃卫朝廷的大臣们屠戮殆尽 然后在城中杀了十几万人后 投奔十滴 燃敏的儿子燃印被绑去乡国 十滴直接命人将其处死 利特康走后 燃敏趁机偷偷混入夜城 此时的他后悔不听部下之言 不该收留胡人在军中任职 就在夜城一片混乱之际 十滴派将军刘显前来攻打 燃敏重新组织了城中的残兵 硬着头皮前去迎敌 虽然燃敏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他的战斗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远道而来的刘显 低估了燃卫的抵抗能力 没有严肃军技 结果被被水一战的燃敏 率领残兵打得大败 此意刘显损失三万多人 更重要的是 燃敏的战斗力让刘显感到恐惧 在撤军的过程中 刘显派人向燃敏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 他承诺回到乡国后杀掉十滴 起初燃敏以为 这只是刘显的缓兵之计 但出人意料的是 刘显回到乡国后 趁十滴不备 直接将其杀死 然后将朝堂大臣 以及十滴的宗亲全部杀光 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夜城 献给燃敏 随着十滴被杀 立国三十三年 历经七位皇帝的后照 宣告灭亡 刘显这个意外之喜 让燃敏绝处逢生 他封刘显为大将军 兼任冀州木 但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并未随着后照灭亡 而更进一步 公元351年7月 刘显打着为后照复仇的名义 进攻夜城 燃敏为了稳定局面 新帅大军前去迎敌 直接将刘显打得溃败 兵败后的刘显逃到香国 随后燃敏直奔香国 将刘显在内的诸多叛乱者 全部诛杀 后照的灭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其中就包括前燕 石虎在世时 前燕只能屈居于后照之下 燃敏的横空出世 不但灭掉了后照 也让前燕感到坠坠不安 公元348年9月 52岁的慕容晃重病不起 不久后便去世 他去世后 太子慕容晋继位 慕容晋自小在父亲的熏陶下 博览群书 长大后 懂得文韬武略 被任命为安北将军 一直以来慕容晋对三弟慕容霸 比较嫉妒 慕容晃生前非常喜爱慕容霸 一度打算立他为太子 后来 在群臣的建议下 才立嫡长子慕容晋为太子 当初慕容晃给慕容霸起这个名字 一方面是因为慕容霸生的高大威猛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成就一番霸业 慕容晋登基后 为了打压慕容霸 将其改名为慕容锤 公元352年4月 慕容晋打算对讨伐阮位 得知乾燕大军前来讨伐 阮敏决定亲自带兵迎敌 此次带兵前来的是慕容晋的弟弟慕容克 两军在魏昌县连台村遭遇 阮敏凭借惊人的武力 将慕容克打得大败 慕容克也算是一员猛将 但在阮敏的攻击下 他实战皆败 一时间 乾燕将士对阮敏充满了恐惧 慕容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相比之下 阮敏则是一个莽夫 为了找到质敌之策 慕容克针对阮敏的作战方式 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 并利用阮敏骄横大义的心态做文章 慕容克故意在阮敏面前洋装败退 吸引阮敏前来追击 最终将其引入事先设好的圈套 最终和众人之力将其生擒 随后 慕容克将阮敏绑送到龙城关押 阮敏兵败后 慕容骏派慕容平率领一万精锐前去攻打叶城 慕容骏亲自到叶城附近督战 此时驻守叶城的是阮敏的儿子 阮志和大将军蒋干 当魏军得知阮敏被擒的消息后 城外的魏军纷纷气泄投降 随后 慕容平下令将叶城团团围住 此时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城中百姓被困于城内 相互之间展开厮杀 杀掉对方就可以将其吃掉 阮志和蒋干知道 投降后是死路一条 遂下令殊死抵抗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阮志下令将宫中的嫔妃宫女烹杀 在饥饿面前 将士们都失去了人性 对于同类相识并未感到任何不适 围城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将军蒋干派人向驻守在寿春的晋朝大将 谢上搬救兵 只要对方同意相救 蒋干就会现成投降 但谢上对此不感兴趣 并没有发兵相救 慕容骏得知 蒋干向晋朝颁救兵的消息后 不想节外生枝 他先是命人将囚于龙城的阮敏杀死 然后从别处调兵前来攻打叶城 经过三个月的围困 城内将士坚持不住发生了滑变 打开城门迎接燕军 蒋干见状不妙 在打开城门前 带领几个亲随从城墙上放下绳子逃跑 阮志没来得及逃跑被生擒 一同被擒的还有阮敏的董皇后 慕容骏本想将他们杀掉 但为了显示自己政权来自正统 慕容骏在部下的建议下 封董皇后为凤喜军 谎称董皇后将传国玉玺主动交给了前燕 做好这一系列铺垫后 慕容骏准备正式称帝 公元352年11月 慕容骏自称寿命于天 正式登基为帝 阮魏这段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 但他给中原带来的破坏力非常之大 阮敏作为阮魏政权的建立者 因为一纸杀狐令 被汉民族无限尊崇 但也因为自身非常残暴 致使后世史书将其归咎为暴君之列 阮敏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人物 不过本人认为 阮敏并不值得推崇 后世史书将其归为暴君也并无不妥 以现在官方的主流历史观来看 但凡阮敏身上有一点值得赞颂的地方 都会被拿出来当作民族英雄 无限歌颂 他的各种事迹也会被挖掘出来 无限放大 如果阮魏这种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阮敏就会成为下一个石虎 就在阮敏与后赵缠斗之际 另外一股力量也在迅速崛起 当初浮宏死后将权力交给了儿子福建 福建根据父亲的遗命 打算在关中建立根据地 此时驻守长安的是后赵旧臣杜宏 福建自称晋朝的征锡大将军 兵分两路对长安发起攻击 杜宏得到消息后 派兵前去遇敌 但均被福建打退 公元350年10月 福建大军攻破长安顺利入城 当初福建夺取关中时 打的是晋朝的旗号 因此得到关中地区汉人的拥戴 为了继续扛着这杆大旗 福建拿下长安后 派人向晋朝送去了捷报 并与桓温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后来福建继续打着 为晋士收复故土的旗号 继续攻城拔寨 将秦州 雍州等地变为自己的地盘 此时的福建 已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诸侯割据的时代 左掌使贾朔劝福建 效仿刘备自称汉中王的例子 也向晋士请封王位 福建听后勃然大怒 适则贾朔不懂规矩 贾朔本以为福建不想称王 后来在他人的暗示下才知道 福建早有称帝之心 福建之所以发怒 是因为贾朔等人为他请封的官职太小 不久后 贾朔等人联名上书 请求福建称帝 福建听后推辞了几次 然后选择了登基 公元351年正月 福建正式登基为帝 定国号为秦 封嫡长子福长为太子 这段政权被后世称之为前秦 前秦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六个建立的政权 福建登基后 对身边的人大肆封赏 但贾朔不但没得到封赏 反而还丢了性命 福建是一个心胸比较狭隘的人 他对当初贾朔劝他称王 而非称帝一事耿耿于怀 后来越想越生气 于是派人陷害贾朔 给他安插了一个勾结外敌的罪名 将贾朔和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掉 东晋是一个上限很高 下限很低的时代 一些志在光复中原的人人志士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出兵北伐 之前祖替用自身实际行动 给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后来桓温顺利灭掉陈汉 让人们意识到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非牢不可破 眼见中原政权不断更迭 东晋朝堂上的北伐声音越来越强烈 皇太后楚算子的父亲楚仆 利用女儿垂帘听政之便 率领大军前去北伐 结果被打得大败 他与因为此次失败羞愧难当 最终御愈而终 此前桓温灭掉陈汉后 在朝堂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为了制衡桓温 会计王司马裕 举见殷浩入朝为官 官拜武将军兼任扬州刺史 为了在朝堂上压过桓温 殷浩请求北伐 公元351年 殷浩率领大军前去攻打 刚成立不久的前秦 时任中军将军的王羲之和殷浩是好友 他极力劝阻殷浩不要北伐 因为北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殷浩的实力 尚不足以完成北伐大议 但殷浩不听劝阻 执意出兵 结果因为用兵不当 被姚湘打败 姚湘是姚义仲的儿子 此时的姚义仲已经去世 姚湘成为队伍的新领袖 殷浩兵败后 桓温见机向朝廷发难 朝廷迫于压力将殷浩贬为庶人 后来殷浩死于流放之地 殷浩的去世 也让桓温在朝堂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没有人能压住他的封网 为了进一步建功立业 桓温再次决定北伐 北伐之前需要先上输朝廷 接受朝廷的任命 即便这仅仅是个形式 也要主张走完 但桓温自恃位高权重 只是通知朝廷要北伐 便起兵前往 乾燕灭掉染位后实力大增 桓温认为此时不能和乾燕硬碰硬 虽将目标锁定在 刚建立不久的前秦 公元354年2月 桓温率领四万大军从江陵出发 沿着水路直奔五官 乾良眼见桓温攻打乾秦 派兵前去支援桓温 福建听过桓温的大名 他不敢轻敌 于是派太子福长 丞相福雄 淮南王福生 平昌王福京 率领五万精锐前去迎敌 这是乾秦能拿得出手的最强力量 乾秦当中不乏猛将 两军守战 勇猛的福生率军杀入桓温阵中 将禁军冲得七零八落 桓温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人 他见福生采用冲击策略 便主动后退稳扎稳打 等福生第一波冲锋结束后 桓温亲自上阵冲锋杀敌 在他的带领下 禁军势如破竹 将前秦军队打得大败 并顺利抵达坝上 当桓温抵达坝上之时 当地的中原百姓拿着酒肉 前来喂劳军队 他们都是禁朝百姓 如今再次见到王室北上 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此情此景让桓温也触景生情 他发誓一定要将北伐大业 进行到底 重新匡扶近世 桓温在此次北伐中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便是得到了谋士王猛 王猛是华夏历史上 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只是生在东晋时期 名气比不上三国时代的谋士 论能力 王猛与三国顶级谋士的水平 不相上下 王猛从小就熟读兵书 一直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今建桓温入关 他知道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便前去求建桓温 此时的王猛比较穷困潦倒 穿着一身破旧衣服 但谈吐间气质非凡 桓温和他经过交流后 认为他是一个大才 便任命王猛为军谋祭九 后来 桓温与福雄在白鹿园一带展开了激战 此次战斗非常惨烈 进军死伤一万多人 福雄也在此次战斗中受重伤 由于进军是远道而来 养草方面遭遇到很大的压力 桓温为了保存实力 选择了撤军 桓温本想带王猛一起回江东 共谋大业 但王猛不想去江东 最后留在本地寻找机会 公元354年6月 福雄受伤去世 他的儿子福建继承了爵位 继续统领兵权 太子福长也在此次战斗中受伤 不久后便身亡 太子福长死后 福建便开始考虑策立新太子 之前在与进军作战中 立下赫赫战功的福生成为首选 福生是福建的三儿子 他凭借惊人的武力成为前秦第一猛士 福生小时候眼睛受过伤 是一个独眼龙 福建在称语中读过三羊五眼这句话 意思是三只羊只有五只眼睛 少一只眼睛 福建认为这是天意 便策立福生为太子 任命福经为太尉 福经是福建哥哥的长子 他对福生成为太子仪式十分不满 想趁机夺权 公元355年6月初六 卧病在床的福建连续几天没有上朝 福经以为福建已经去世 便率兵杀入东宫 试图杀死太子福生后取而代之 福建得知福经叛变的消息后 想撑着身体前去指挥战斗 在福建的坐镇下 福生叛乱很快被平息 福生也因为谋反被诛杀 没过多久 福建感觉自己时日无多 便召集群臣前来进行脱钩 一口气给福生安排了八位顾命大臣 福建去世后 福生顺利登基 福生登基后露出了凶狠的一面 半年内就用各种理由杀了四个顾命大臣 甚至因为占卜师的一句称语 将自己的皇后也一并杀掉 福生登基后 非常宠幸赵少董荣等 善于溜须拍马的大臣 董赵二人恃宠而骄 经常在福生面前进献谗言 来打压其他朝臣 丞相雷若尔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 在前秦建立的过程中 立过汉马功劳 他对董赵二人的行为深恶痛绝 并在朝堂上呵斥过他们 董赵二人心生怨恨 便诬陷雷若尔意图谋反 福生不是一个明君 对雷若尔这种耿直的性情非常反感 他利用董赵二人弹劾雷若尔的时机 下令诛杀了雷若尔全族 这其中包括雷若尔九个儿子 二十七个孙子 雷若尔是枪族的首领之一 他的被杀在枪族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部落内部开始出现反叛福生的声音 雷若尔死后 董荣等人并未收敛 而是继续扩大打压范围 时任司空的王舵 因为不屑与之为伍 遭到了董荣的报复 在董荣的诬陷下 福生下令将王舵处死 丞相和司空是国家重臣 他们的接连被杀 使得整个朝堂充满一片肃杀之气 董荣等人更加肆意妄为 福生由于天生残疾 一只眼睛是瞎的 心里上有自卑 久而久之 这种自卑演化成了变态心理 福生对大臣们非常凶残 他设宴招待群臣的时候 命令他们必须要喝的鸣鼎大醉 如果没有喝醉 就会被当场杀死 福生在出行的时候 会让人随身携带各种刑具 随时准备虐杀他不喜欢的人 上至王公大臣 后宫嫔妃 下至仆人宫女 都是他虐杀的对象 为了享受虐杀的快感 他会亲自拿具去剧断别人的小腿 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 让他们慢慢流血而死 他登基后不久 就虐杀了五百多人 有一次福生因吃多了红枣 导致身体不适 照御医前来医治 御医通过病症告诫 他不要吃太多红枣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应该夸赞御医医术高明 但福生却反问御医 他又不是圣人 为何知道早吃多了 然后将御医杀害 时任光禄大夫的强评 自认为是福生的亲舅舅 上书劝谏福生要以朝堂大事为重 不能肆意杀戮 福生听后 根本不顾及强平的身份 直接命人将他的头敲碎 活活将其打死 强平死后 福生的生母强太后悲愤交加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 不久后便急火攻心而死 在福生当政期间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这种残暴的手段 比后赵暴君石虎更要残忍百倍 翻遍史书 也找不到像福生这般残暴的人 残暴的福生 引起了国内百姓的不满 也间接影响着其他人的命运 此前打败殷号北伐的姚湘 后来无处可去归顺了晋氏 但姚湘明白 晋氏接受他只是权宜之计 早晚会对他进行清算 于是私下和前沿密谋 准备向其投降 为了表明诚意 姚湘攻下了晋国许昌 作为向前沿投降的礼物 姚湘这番作为 让晋氏大为恼怒 准备薪仇旧恨一起算 派人前去讨伐姚湘 讨伐姚湘的大任 又落在了桓温身上 之前桓温北伐失败后 又恰逢自己的母亲去世 连番打击让他倍感失落 按照组制 桓温要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 但此时正是朝廷用人之计 于是给桓温开了特例 让他不用回乡丁忧 继续留在朝堂主持大局 公元356年3月 朝廷下诏任命桓温为大都督 正是出师讨伐驻扎在许昌的姚湘 当年7月 桓温率领大军渡过淮河 一路直奔许昌 姚湘知道 桓温是一个猛人 于是选择先礼后兵 他派人给桓温送去亲笔信 姚湘在信中告诉桓温 他将要率领大军赶往关中 如果桓温能放行 他将感激不尽 桓温没有答应姚湘的请求 而是排兵布阵 对其展开攻击 姚湘见桓温来势汹汹 便率领大军逃离许昌 桓温在追击的过程中 斩杀对方数千人 姚湘付出巨大代价后 终于摆脱了桓温的追击 桓温见姚湘走远 便率军回撤 随后又一举拿下了洛阳 这是桓温第一次来到洛阳 桓温进城后 对司马家族的陵墓进行了修复 并安排专人为其守灵 进墓地司马聘得知 桓温收复洛阳的消息后 率领群臣穿着校衣摇拜 司马懿、司马师等祖先 姚湘虽然成功从桓温手下逃脱 但他并没有合适的安身之所 他听说长安城内一片民怨 便打算趁机夺取长安 将其作为根据地 为了拿下长安 姚湘派人联络对福生有怨气的少数民族 联合他们一起进攻长安 福生听闻姚湘前来攻打的消息后 派出福坚等人前去迎战 并一举将姚湘生擒 随后被福坚处死 姚湘死后 他的弟弟姚长自知大事已去 最终选择向前秦投降 福坚打败姚湘后 向福生请功 福生不但没有赏赐福坚等人 反而诛杀了其中一些将领 此事让福坚等人非常不满 福生的作为让满朝文武 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他们决定推举一位宗亲除掉福生 选来选去将目标锁定在福坚身上 福坚形势比较小心 他一边密谋发动政变除掉福生 一边积极招揽人才 在尚书吕婆娄的推荐下 之前和桓温分道扬镳留在关中的王猛 见到了福坚 经过商谈后 福坚认为王猛是个有大才的人 直言遇到他 犹如刘备遇到诸葛亮 在福坚的盛行邀请下 王猛决定出山相助 就这样 一旦猛人王猛成为了福坚的幕僚 公元357年6月 福生在宫中喝得鸣鼎大醉 对旁边的侍女说 要除掉伏法和福坚兄弟 福坚此前在宫中安插了眼线 此事当晚便传到了福坚耳朵 经过商议后 福坚决定当晚就起事 随后 福坚率领几百个精锐直接杀入皇城 皇城守卫见来者是福坚 没有过多抵抗便缴械投降 这些守卫也盼着福生早日伏法 就这样 福坚成功攻入皇宫 并将福生活捉 福坚当时并未诛杀福生 而是将其贬为岳王 不久后又派人杀了他 福生死时年检23岁 得知福生被杀后 没有人指责福坚的弑君之举 反而大肆庆祝 这也足以证明福生的残暴已经彻底引起众怒 被杀只是早晚的事情 除掉福生后 大臣们推举福坚登基称帝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篡位 福坚去掉皇帝尊号 自称大秦天王 然后立自己的儿子福洪为太子 举行完登基仪式后 福坚对福生一党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之前受宠的董隆等人悉数被诛杀 此后又为被福生杀害的人平反 让他们的子孙继续继承爵位 福坚深知民生的重要性 在他的推动下 前秦逐渐从逆境中摆脱出来 此外 福坚还格外重视人才 此前被他收支麾下的王猛 此番也得到了重用 王猛也不负所托 凭借自身超强的能力 将前秦内政梳理得井井有条 木秀于林 封闭摧之 出身平凡的王猛突然得到重用 引起了一些王公贵族的不满 出身低足豪门的凡氏 自认为跟随福建平定天下 是前秦的开国功臣 所以非常看不起王猛 经常在众人面前羞辱他 凡氏告诉众人 前秦是他们这被人打下来的 王猛没有开国之功 如今却担当重任 这种行为是窃国 面对凡氏的指责 王猛并未感到畏惧 而是言辞激烈地进行回击 福坚是一个明世里的人 他认为凡氏自恃功高的行为 是在动摇国家根基 便对其动了杀心 后来 凡氏在福坚面前 与王猛再次发生争吵 吵到激烈之处 要起身打王猛 福坚忍无可忍 命人直接将凡氏推出去斩首 福坚通过此举 彻底为王猛证明 让他能够安心地处理朝堂之事 后来 王猛被任命为 世中兼任金赵尹 金赵尹是京城的长官 看似威风八面 实则是个棘手的活 因为京城之中都是王公贵族 这些人经常是法律于无误 强太后的弟弟 强德依仗皇亲国妻的身份 经常在京城内胡作非为 强德这种人 在历朝历代都不在少数 如果碰上懦弱的金赵尹 他们就会作威作福 一手遮天 但王猛是个极其强硬的人 为了彰显法度 王猛决定拿强德开刀 王猛派人盯着强德的一举一动 只要犯下杀头的罪过 就立马向其汇报 此时的强德还不知道危险来临 依然不知收敛 在一次强抢民女过后 王猛派人立即将其逮捕 王猛知道福坚得知此事后 会碍于太后的情面赦免强德 为了不使福坚为难 王猛当即命人将强德斩首 强德是朝廷命官 时任光禄大夫 斩首这种级别的官员 需要得到皇帝的默许 得知王猛将强德斩首后 并未生气 而是感叹王猛的敢于依法办事 王猛通过此举 彻底在朝堂上立威 无人敢主动招惹他 京城的风气也为之一新 王公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 自古以来 从来不乏刚正不阿的大臣 但缺乏像福坚这种 敢于为大臣撑腰的人 如果没有福坚的支持 王猛就是被捆绑的老虎 无法发挥其威力 贤臣只有在明君手下 才能发挥作用 王猛这一系列表现 让福坚刮目相看 随后任命他为太子詹氏 辅国将军 之前的世中 中书令等职务依然保留 并允许他在宫中居住 此时的王猛年仅36岁 已经将国家的军权 行政权抓在手中 权力之大 堪与皇帝平起平坐 王猛一年之内连续升迁五次 他本人也感到诚惶诚恐 毕竟当时不是民主制社会 他也怕威胁到皇权 因此多次推辞不受 福坚则坚持让王猛担任这些职务 他们的军臣关系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前沿 公元358年11月 慕容郡把都城迁到了叶城 来到叶城后不久 吴王慕容锤身上就发生了一桩惨剧 慕容锤的王后段氏 是先卑段步酋长的女儿 她出身于名门 有身具才华 身上有一股傲气 对当今皇后不是很热情 为此皇后怀恨在心 她与中常侍涅号联合诬陷段氏 声称她用巫蛊之术来诅咒皇上 后来段氏被交到廷尉严刑拷打 皇后告诉段氏 只要她供出幕后主使是慕容锤 就可以免死 但段氏为了不牵连慕容锤 宁死不屈 最终段氏被活活打死 慕容锤眼见自己的发漆 被杀害而无能为力 段氏死后 慕容郡将慕容锤调离叶城 让她镇守辽东 与此同时 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赐婚给慕容锤 让慕容锤封她为皇后 对于这一切 慕容锤选择了忍让 公元359年腊月 慕容郡一病不起 他自知时日无多 便开始交代后世 当时太子慕容伟年仅十岁 他假意传位于自己的弟弟慕容克 以此来试探他的态度 慕容克知道 这是一次试探 坚决不受 慕容郡认为 慕容克通过了考验 便脱钩给他 让他做首席辅政大臣 后来慕容郡又把慕容锤 慕容平 大将军慕于根 司空杨雾等人赵锦经 让他们辅佐太子登基 公元360年正月 慕容郡去世 太子慕容伟顺利登基 慕容克被任命为太宰 总领朝堂大士 其他辅政大臣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拔 三朝元老慕于根 对慕容克总领朝政一事 非常不满 便想挑拨慕容克 慕容克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 他先是找到慕容克 劝他为了国家 着想废掉右帝 自立登基 慕容克严厉驳斥了慕于根 并将此事告诉了慕容锤 和其他亲信 慕容锤建议 除掉慕于根 以绝后患 慕容克以国家根基 慰稳为由 暂时不打算 对慕于根动手 慕于根见 挑拨慕容克失败 又去找皇太后 说慕容克和慕容锤 密谋推翻右帝 他让皇太后 发兵除掉他们俩 在慕于根的挑拨下 皇太后动了杀心 关键时刻 右帝慕容纬出面制止 慕容克得知慕于根 到皇太后那里 挑拨离间 下定决心除掉他 慕容克先向右帝慕容纬 细数了慕于根的罪行 然后在朝堂之上 当着众人的面 将慕于根杀死 慕于根被杀后 朝堂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 前焉发生政变的消息 传到晋朝 晋朝大臣们非常高兴 他们蠢蠢欲动 想要趁前焉内乱之际北伐 纵观东晋朝内 有北伐能力的 除了桓温之外 还有谢安 谢安出身于 名门世家陈俊谢氏 与桓温少年得志不同的时 谢安前半生 一直处于半隐居状态 并未入朝为官 当时谢安的哥哥 谢义担任豫州刺史 谢义死后 朝廷任命谢义的弟弟 谢万为无星太守 都督四周军事 谢万比较士才傲物 为人甚是清高 在带兵打仗的时候 非常不体恤将士 谢安发现弟弟谢万的缺点后 每次都随军出行 替谢万安抚将士 谢安凭借谦和的待人之道 以及自身的才华 逐渐成为当时的名士 经常与王羲之等人 饮酒作乐 王羲之著名的 蓝亭序当中 就有关于谢安的描述 随着谢安的名气越来越大 朝中很多高官 都想举荐他入朝为官 但谢安都选择了拒绝 后来谢万在 争讨前沿的过程中溃败 被朝廷罢去了官职 谢家眼看就要走向没落 谢安为了家族的荣耀 打算正式出山 此时的谢安已经41岁 在别人的举荐下 他进了桓文府上担任司马一职 桓文之前听说过谢安的事迹 家之与谢义的关系不错 因此给了谢安非常高的礼遇 但谢安只在桓文府上待了两年 后来谢万去世 谢安以处理弟弟谢万的后事 为借口回乡 不久后又被朝廷任命为无星太守 正式成为地方大员 后来朝廷见谢安在地方上干得不错 又提拔他入朝担任市中一职 公元361年5月 年仅19岁的晋慕帝 司马聘突然生病去世 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 皇太后楚算子任命21岁的狼牙王 司马匹正式继位 史称晋哀帝 司马匹登基后 在朝堂上几乎没有什么根基 所有事情几乎都是桓文一人说了算 上一次桓文北伐曾打到了洛阳 并安排专人守护司马家族的皇陵 自打从洛阳回来后 桓文就到处宣扬准备将都城 迁往西晋旧都洛阳 重新匡扶近市 如今新皇登基 桓文趁得朝堂势力尚未稳固之际 提出了迁都洛阳 这项提议造成了朝野上下一片恐慌 此时距离西晋灭亡已经40多年 衣冠难度后 皇宫贵族已经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加之时日已久 已经没人怀念北方的洛阳 朝廷害怕桓文强行迁都 打算派一些与之关系好的大臣前去劝说 但扬州刺史王树告诉皇帝 桓文意图迁都是假 他这么做只是刻意为难朝廷 目的是为了要挟朝廷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只要顺从他的意思 他就不会再提迁都一事 晋哀帝司马匹认为王树分析的有道理 便下诏同意桓文迁都的请求 桓文见要挟朝廷失败 便不再提迁都一事 前燕得知桓文提议迁都洛阳一事后 便将洛阳视为下一个争夺的目标 公元364年2月 慕容克、慕容锤和慕容平三者冰河一处 对洛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经过长达一年的围攻 前燕终于攻破洛阳 拿下洛阳后 慕容克又趁势夺取了小谷、免池等地 势力范围直逼前秦的大本营 秦王福坚眼见慕容克来势汹汹 便亲自率军前去营敌 慕容克认为 此时并不是进攻秦帝的好时机 虽让慕容锤镇守鲁阳 他率领大军班师回朝 此时的前燕靠慕容克一人苦苦支撑 他虽然出身于鲜卑 但行事作风方面 完全遵循汉人之道 更是对汉人的名家典籍十分推崇 慕容克虽然大权在握 但他奉行以德服人 满朝文武对此都非常敬佩 在慕容克的执政下 前燕的实力达到了巅峰 但这种巅峰 随着慕容克的刻然尝试 一去不复返 公元367年6月 常年累月的征战 让慕容克的身体严重被透支 47岁的他一病不起 病重之际 皇帝慕容伟前去探视 慕容克告诉皇帝 可以把大权交给慕容锤 这样就能继续维持大烟的荣光 交代完后是 慕容克与世长辞 慕容克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才 被称为十六国第一名将 他去世前没有迅思 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子嗣 而是力推慕容锤挑起大梁 这一点也能看出慕容克的品格 慕容克生前考虑到慕容平和慕容锤 关系不好 恐怕不会让大司马 一直落到慕容锤身上 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 慕容平一定要以国家设计为重 把朝政大权交给慕容锤 慕容平表面上假装答应 慕容克死后 他推举慕容伟的哥哥 慕容冲为大司马 总领朝政 慕容锤仅仅被任命为侍重 得知慕容克去世的消息后 福坚大喜 他准备起兵吞并对方 就在此时秦国内部发生了反叛 之前福坚通过政变夺权上位时 福生的九弟福佑心生不满 发兵攻打长安 最后兵败被杀 参与此次叛乱的 还有福柳和福双 福柳是先帝福建最喜欢的儿子之一 福双则是福坚的亲弟弟 所以福坚最终赦免了他们两人 可福坚的宽容并未获得回报 公元367年10月 福柳、福双、福武和福搜 共同起兵反叛 福坚得知消息后 并未打算起兵讨伐 而是派人前去劝说 只要他们肯罢兵 一切都不予追究 福坚此举已经是人至义尽 但福柳等人不接受福坚的好意 坚持反叛 无奈之下 福坚打算派兵讨伐 眼见福坚派兵来讨 福搜自知不敌 便主动献成向前燕投降 希望对方能发兵相助 对此慕容平 慕容锤和皇甫 真都建议不要贸然出兵 因为对方有福坚和王猛坐镇 前燕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前燕的袖手旁观 让叛军失去了援助 在福坚和王猛的率领下 福双、福武和福柳 相继兵败被杀 福搜则被升擒至长安 福坚问他 为什么要谋反 福搜表示 他本不想造反 他担心其他兄弟们都起兵造反 如果自己不反 会成为被攻打的目标 福坚知道 福搜为人忠厚 但又不能赦免他谋反的行为 于是让福搜自杀 赦免他的七个儿子 让他的长子继续世袭福搜的爵位 福坚这么做 可谓是人至意尽 由于国内发生叛乱 需要修生养息 福坚暂时打消了攻打前燕的念头 而坐镇南方的桓温听闻慕容克去世的消息后 认为攻打前燕的最大威胁已经去除 当即上书请求北伐 对于桓温的决定 皇帝不得不同意 为了一举拿下前燕 桓温此次是倾尽全国之力 将所有的精锐都汇集到一起 准备对前燕发起致命一击 公元369年4月 桓温率领五万精锐出发北上 试图一举收复中原 得知禁军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慕容伟任命下批王慕容立为大都督 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战 在身经百战的桓温面前 慕容立根本不堪一击 很快便被击溃 紧接着 慕容伟又任命安乐王慕容赃前去迎战 结果依然是大败 接连大败让慕容伟和慕容平十分慌张 慕容平建议逃到旧都龙城躲避 面对朝堂一片慌乱 慕容锤依然保持着镇定 他请求率兵前去迎战桓温 如果他打不赢桓温 届时再逃至龙城也不迟 在慕容锤的再三请求下 慕容伟答应了他的请求 任命他为征讨大都督 率兵五万钱去迎战桓温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慕容伟派人到前秦颁救兵 希望福坚能发兵相救 作为条件 慕容伟承诺 把虎牢关以西的地盘割让给他们 在王猛的建议下 福坚答应出兵两万钱去相助 桓温不是一个善于冒险的人 此次大军长途远征 军粮运输是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粮草供应 桓温命令豫州刺史元真 拿下乔国和梁国后 全力在石门县开凿河道 打通水水和黄河之间的连接 保证粮草能够通过水路运至前线 开凿河道能否成功 关系着整个大军的命脉 为此桓温多次嘱咐 元真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 元真领命后 便组织劳工全力开凿河道 慕容锤得知元真的动向后 立马明白了石门的重要性 于是 派慕容德率领一万精锐 赶赴石门 阻断开凿工程 与此同时 派另外一支精锐 绕到桓温后方 截断他的梁道 慕容锤改变了以往 正面硬杠的作战方式 利用自身骑兵的优势 兵分多路对桓温大军进行偷袭 用埋伏游击的方式骚扰对方 慕容锤的战术 给桓温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加之元真开凿河道受阻 桓温大军的粮草日渐紧张 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 加之前秦的援军将要抵达战场 形势对禁军非常不利 无奈之下 桓温打算撤军 公元369年9月 桓温命令下令撤军 摒弃水路 从陆路撤退 眼见桓温撤退 慕容锤并未着急追击 他知道桓温为人谨慎 撤退的时候 一定会布置精兵断后 此时前去追击并不能获利 等对方精疲力尽 疏于防范时再前去追击 定能大获全胜 几天后 慕容锤料定桓温会放松警惕 便下令全速追击桓温 此时 燕军将士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面对精疲力尽的进军 前燕将士们将他们打得大败 一举诛杀对方三万多人 桓温在随从的奋力拼杀下得以逃脱 他率领为数不多的残兵 一路逃到了山阳才脱险 这是桓温的第三次北伐 此次兵败被称为方投之战 这是桓温第三次北伐 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桓温平生最大的一次失利 为了维持在朝堂上的地位 桓温将此次失利的原因 归咎为石门河道没有打通 打算把元真拉出来当替罪羊 元真认为 桓温是在打压自己 一气之下宣布起兵造反 随后投降了前宴 史书《近春秋》里 关于方投之战的记载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秘书间孙胜记录的 桓温对于孙胜的记录十分不愈 并拿孙胜家族上百口性命 作为要挟让其修正 孙胜想效仿董胡执笔之举 宁死不改 但孙胜的儿子们害怕家族受到牵连 私下里对史书进行修改 并发布于世 孙胜担心儿子们进行修改 早早将另外一份副本送到辽东 后来此书辗转流传到东晋朝堂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近春秋》 此次前焉能够战胜还温 完全是慕容锤的功劳 一直以来慕容锤就不受皇室宗亲待见 此次取得大胜后 他兴高采烈地回朝复命 希望能得到宗室的重用 但慕容评见慕容锤大胜归来后 不仅没有表示祝贺 反而扣押慕容锤为将士们请风的奏表 慕容锤得知此事后 和慕容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 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慕容平为了除掉慕容锤 前去拉拢对慕容锤同样记恨的皇太后 他们密谋除掉慕容锤 此事被慕容克的儿子慕容凯得知 慕容凯敬佩慕容锤的为人 便将此事告诉了他 并建议他应该先发制人 除掉慕容克和慕容脏 慕容锤说 杀掉慕容平必然会导致国内动乱 他宁愿自己殉国 也不愿意让国家动乱 慕容锤打算通过中间人 与皇太后缓和关系 但皇太后和慕容平 并不打算给他留活路 慕容锤被逼无奈 最后选择出走避难 慕容锤的儿子慕容令 建议逃到龙城避难 同时结交周边部落以求自保 然后向皇帝解释缘由 如果获得皇帝的支持 再返回京城 慕容锤认为有道理 打算按照这个计划实施 公元369年11月 慕容锤以外出打猎为由 带着随从家眷直奔龙城 慕容锤的小儿子慕容林 速来与父亲不和 当他得知慕容锤的举动后 我速向向慕容平告密 随后慕容平派人前去追击 并在泛阳江慕容锤拦截 好在慕容奋力拼杀 才使得慕容锤一行人逃过了追击 此时前往龙城已经不太现实 因为一路上都是追兵和关卡 最终 在慕容令的建议下 慕容锤带着自己的夫人 四个儿子 侄子慕容凯 以及一众心腹投奔了乾秦 福坚得知慕容锤前来投奔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他亲自出城前去迎接 见到慕容锤后 福坚兴奋地说 像他们这样的豪杰 应该聚在一起共谋大事 福坚非常欣赏慕容锤 慕容令和慕容凯的能力 并对他们给予重赏 福坚任命慕容锤为冠军将军 任命慕容凯为姬努将军 之前 乾燕被桓温进攻时 曾派人搬救兵 并许诺 把火牢关以西的地盘 划给乾秦 如今 桓温兵退 福坚派人前去讨要地盘 但乾燕朝廷见危机解除 便反悔 并诡辩道 是当初使者传达的意思有误 不打算把土地给对方 福坚听后震怒 他告诉群臣 之前之所以不去讨伐乾燕 是因为忌惮慕容锤 如今 慕容锤已经归父 他再也不惧怕乾燕 当即派王猛 邓枪讨伐燕国 王猛对慕容锤父子 投降一事不太放心 他认为慕容锤父子 只是暂时归父 一旦被他们找到机会 就会趁势崛起 在征讨燕国之前 他打算除掉慕容锤父子 王猛知道福坚非常赏识慕容锤 因此不能公然动用武力 为此他想出了一个计谋 在出征之前 王猛到慕容锤府上拜会 慕容锤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两人把九言欢十分投机 宴席结束后 王猛表示 明天就要出兵远征 希望慕容锤 能送给他一件信物流涅 慕容锤见王猛如此真诚 便把自己随身佩戴的金刀 送给了王猛 王猛拿到金刀后 便出师洛阳 并成功拿下了洛阳城 拿下洛阳后 王猛重金买通了慕容锤的亲信金锡 他让金锡拿着金刀去找慕容令 并以慕容锤的口吻 给慕容令带话 金锡告诉慕容令 说王猛并不信任 他们父子是真心投降 打算趁机将他们除掉 如今 燕国皇帝和太后 对他们父子出走仪式比较后悔 当务之急就是返回燕国 慕容令虽然看见 金锡手持父亲的贴身信物 但对这番传话仍然半信半疑 碍于通信手段不方便 慕容令没法向父亲求证 经过反复考量 他以外出打猎为由 带着亲信前往石门 投靠安乐王慕容赃 王猛得知慕容令出逃的消息后大喜 当即向福坚汇报此事 此时的慕容锤也听到了风声 带着家眷外逃 随后被追兵抓住 但福坚并未处罚慕容锤 反而安抚他说 人各有志 父子兄弟不相及 让他继续留在秦国享受优待 慕容令返回燕国后 因为慕容锤仍然留在钱秦享福 因此受到了慕容平的猜忌 将他派到偏远的沙城戍边 王猛见慕容锤父子不再是威胁 便集中精力对钱燕发起了猛攻 一路攻城拔战 重挫燕国的锐气 公元370年4月 福坚决心一举灭掉钱燕 他任命王猛为主帅 统帅6万精兵讨伐燕国 为了给将士们打气 福坚亲自为他们践行 当年8月 慕容委组织了30万大军抵抗 但在王猛面前 燕军不堪一击 王猛先是攻克了湖关 活捉南安王慕容岳 随后又拿下了晋阳 活捉了东海王慕容庄 前来救援的慕容平 听闻两位王爷相继被活捉 半路打道回府不敢前来救援 当年10月 王猛率军抵达陆川 与燕军形成对峙之事 慕容平认为 王猛是长途作战 粮草必然吃紧 只要聚首不出 就能拖垮秦军 慕容平一边命人坚守城池 不准私自外出 一边在城中搞物资垄断 他规定将士们的吃穿用度 只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 大敌当前 慕容平还如此鱼肉 为自己拼命的将士 放眼整个历史长河 也是十分罕见的 慕容平让将士们十分愤慨 整支军队都失去了斗志 王猛得知慕容平的举动后 笑得合不拢嘴 他打心眼里 看不起慕容平这样的对手 随后 王猛派人烧毁了慕容平的后勤资重 慕容平见后勤物资被烧毁 打算变本加厉地从将士身上捞去 皇帝慕容委 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 但他需要慕容平为其作战 便强忍着怒火给慕容平传话 他让慕容平把赚来的钱财分给将士 等他成功回来后 愿意打开国库与之分享 慕容平隐约感受到了皇帝的怒火 便将钱财分给将士 并派人向王猛宣战 约定在十月二十三日决战 王猛收到战书后兴奋不已 经过他的战前动员 秦军将士们迫不及待地 想与对方大干一场 到了决战那天 秦军将士犹如猛虎下山 将燕军打得大败 此意斩杀燕军超过十万人 俘虏人数超过五万 慕容平在打仗方面是一个草包 但在逃跑方面很有天赋 他见形势不妙 单枪匹马连夜逃回了叶城 王猛乘胜追击 并于三天后包围了叶城 在作战途中 王猛严肃军绩 对燕国百姓秋毫无犯 燕国百姓见王猛之军如此严明 纷纷感叹 看到了慕容客的影子 王猛听闻这些话 不禁感叹慕容客是当代骑士 命人前去祭奠慕容客 王猛的举动也说明 英雄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王猛随后上书福坚 说大军一路上秋毫无犯 等待进一步指示 福坚在信中圣赞王猛的功绩 夸他攻盖古人 福坚表示要亲自前往叶城 等他一到 再对叶城展开攻击 王猛虽然势才傲物 但非常具备政治头脑 他将攻打叶城的功绩留给福坚 以免攻高盖主遭到猜忌 在这方面 王猛要比西汉开国三节之一的韩信强太多 如果韩信有王猛的政治头脑 也不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当年十一月 福坚让饶子福红留守长安 他自己率领打完大军火速奔往叶城 仅用了七天 福坚便到达安阳 并在此驻扎遥控指挥 随后 福坚派邓枪对叶城发起了总攻 燕军将领得知大势已去 主动打开叶城城门 欢迎秦军入城 叶城失守后 慕容伟 慕容平 慕容赃等人 率领亲信逃往旧都龙城 十一月十日 福坚率领众人进入叶城 一同前往的还有慕容锤 想到自己昔日的部下 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 慕容锤愤怒不已 而一旁的心腹高碧 则告诉慕容锤 他应该善待这些老部下 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他们 慕容锤听后若有所悟 便改变了态度 慕容伟在逃亡的途中 随从将士们接连离他而去 仅剩的几位士兵 眼见大势已去 将慕容伟五花大榜地 送到了福坚面前 福坚并未虐杀慕容伟 而是让他体面地回到皇宫 带领文武百官前来投降 随着慕容伟宣布投降 立国四十三年的 钱燕宣布灭亡 钱燕也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四个灭亡的国家 慕容伟由于在福坚面前 表现得从容不迫 受到了后代 而慕容平逃到了高沟黎之后 高沟黎国王不想得罪前 秦将慕容平五花大榜地 动了回去 他的下场史书上 没有明确记载 眼见京城被攻陷 燕国其他州郡 也纷纷现成表示归附 灭掉钱燕后 王猛作为头号功臣 得到了重赏 福坚任命他都督六州军士 车齐大将军 兼任冀州墓 并将夜城交给他助手 之前 慕容平搜刮的金银财物 也一并赏给了王猛 除了王猛之外 其他将士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赏 大家对于赏赐都十分满意 公元370年12月 福坚把慕容宗室的王公贵族 全部迁往长安 这一系列操作结束后 钱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方头之战失败后 桓温许久都没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他将这次失败 看作奇耻大辱 久久不能释怀 桓温之所以如此耿耿于怀 是因为 他想凭借此次北伐 一举消灭钱燕 等他收复中原后 回来接受加酒席之礼 为接下来取代司马仕做准备 但此次失利 让他的计划成为幻想 为了发泄心中的恶气 他一直准备攻打 占据寿春的元真 只是因为元真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桓温没有必胜的把握 才暂时作罢 公元370年2月 元真去世 他的儿子元锦接过了兵权 元真一死 桓温便没有了忌惮 当年8月率领2万精锐包围了寿春 经过几个月的围困 终于拿下了寿春 桓温将元锦 以及他们的宗族 全部押送到京城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攻下寿春后 桓温问自己的谋士西超 此举能否抵消 方投之战失利带来的影响 西超是名将西剑的孙子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桓温不能 此时的桓温已经年近六十 方投之战 让他在朝堂上的声望 大大折损 西超看出了他的野心 便劝桓温应该效仿霍光 扶持一个新皇帝 这样才能在朝堂上 树立绝对的权威 西超的话直击桓温的心坎 此时东晋的皇帝 已经不是司马匹 公元365年2月 晋哀帝司马匹 由于迷恋长生之术 服用过量丹药毒发身亡 由于没有留下子嗣 崇德太后楚蒜子 立狼牙王司马懿为帝 司马懿虽然是司马匹的亲弟弟 但两人的品性完全不同 司马懿在做事方面非常谨慎 没有留下不好的把柄 桓温表示 要废掉司马懿得需要正当的理由 如果强行费力 恐怕会弄巧成拙 西超见桓温有费力皇帝之意 便将早已准备好的计谋告诉桓温 西超表示 可以对外放风声称 司马懿扬为 没有生育能力 他的三个儿子都是他人与其妃子所生 如果让司马懿继续做皇帝 传至下一代 司马家族的江山就要改姓 这是一个非常低级且卑劣的计谋 但非常能迎合人们看热闹的心理 在西超的散播下 司马懿扬尾不举一事 很快在京城内传开 公元371年11月 桓温拿着事先起草好的诏书 找到崇德太后楚蒜子 让他下诏废除司马懿 立会计王司马懿为帝 楚蒜子进银政坛20多年 深知这其中的是非 如果他不同意桓温的要求 近世恐怕会面临一场腥风血雨 无奈之下 楚蒜子同意废除司马懿 随后 桓温召集文武百官宣读了 罢处司马懿的诏书 将其贬为东海王 然后拥立会计王司马懿为帝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52岁 当他从家中被拖去朝堂登基的时候 放声大哭 他本想做一个安逸的王爷 没想到一把岁数还被桓温架到火上烤 司马懿登基后 史称进检文帝 毫无疑问 司马懿是一个傀儡皇帝 桓温为了清除异己 逼迫司马懿下诏将阴娟与韵等 名门大家连根拔起 司马懿的三个儿子 以及他们的母亲也没能逃脱桓温的诛杀 后来 桓温还想将司马懿的哥哥太宰 司马西杀掉 对此 司马懿坚决不同意 他告诉桓温 他愿意让出皇位 但坚决不能杀司马西 桓温见司马懿如此强硬 便暂时作罢 司马懿做王爷时 日子过得非常潇洒 自从成为皇帝后 整日郁郁寡欢 仅仅过了一年 司马懿便在忧郁中卧床不起 他一连下发四道诏书 宣桓温入宫商讨后事 但桓温均拒绝前往 因为桓温害怕入宫后会遭到不测 此时的他只敢待在自己的封地 司马懿想把皇位让给桓温 他策略完年仅十一岁的儿子 司马懿为太子后 又下了一道诏书 让桓温前来辅政 如果觉得司马懿不值得辅佐 桓温可以取而代之 时任左卫将军的王坦之 告诉司马懿 晋朝天下是司马家族先辈打下来的 他不能随意拱手让给桓温 司马懿觉得有道理 随后重新写了一份诏书 命桓温要效仿诸葛亮 王岛那样辅佐新皇帝 公元372年7月 司马懿驾崩 十年53岁 司马懿驾崩后 年仅11岁的司马懿继位 史称尽孝五帝 桓温本想等着司马懿善位于他 即便不善位 起码也要让他做摄政王 如今只是将他当作顾命大臣 这让桓温异常愤怒 司马懿为了平息桓温的怒气 他下诏让桓温入朝总领朝堂大事 并派谢安等人亲自前去邀请 桓温推辞了几次之后 最终决定进京面圣 公元373年2月 桓温从他的封地孤淑出发 为了体现对桓温的重视 司马要派王坦之和谢安在城外迎接 桓温入京后前去司马玉的灵前祭拜 在祭拜的过程中 桓温出现了精神恍惚 随后就一病不起 为了能安心养病 桓温在健康停留了十几日 就返回孤淑 回到孤淑后 他的病情并未好转 桓温自敢十日无多 派人向朝廷为其请求加九夕之礼 谢安和王坦之得知桓温的病情后 表面上答应会向皇帝 为他请加九夕之礼 暗地里一直拖延此事 准备拖死桓温 公元373年7月14日 桓温未等到加九夕之礼到来 便去世 十年62岁 桓温死后 朝廷按照霍光葬礼的排场 来安葬桓温 并追赠他为丞相 给了他足够的体面 桓温在抵御外敌方面 做出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对内试图篡位 霍乱朝纲一事 让他饱受骂名 桓温曾说 人若不能流芳百世 那就一臭万年 用这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 再合适不过 桓温有五个弟弟 六个儿子 考虑到大儿子桓熙才干不足 桓温虽将军队留给了弟弟桓冲 对此桓熙非常不服气 他联合自己的叔叔桓秘 试图权 但计划失败被贬到长沙 谋反失败也说明 桓熙的确是个草包 处理完桓熙后 桓冲让桓温年仅五岁的小儿子桓玄 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与一心想篡位的桓温不同 桓冲为人比较忠厚 他掌权后全力辅佐进士 对于生杀大事 都是先请示朝廷在做决断 因为桓温的前车之鉴 桓冲的示好并未获得朝廷的信任 在谢安的主导下 崇德太后楚蒜子正式临朝听政 结束了桓氏家族控制朝堂的时代 就在近世朝堂出现政权更迭之时 前秦也发生了重大变故 作为灭掉前燕的守宫之臣 王猛担任都督六州的事务 工作十分繁重 他上书给福坚 表示自己担任的职务太多 无法做好每一件事 他请求福坚派人来接替他的职位 他只要镇守一个州即可 福坚表示 王猛和他名义上是君臣关系 实际上已经有超过君臣的情感 整个天下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人的 如果他觉得不满意 就封他为王 王猛不想让福坚误会他有称王之意 便不再推辞这些职务 随后福坚又任命他为丞相 中书建 上书令 太子太父 私立校尉 时节等等十几个职位 福坚几乎把前秦位及人臣的官职 都给了王猛 此时的王猛已经是标准意义上的二号人物 除了福坚之外 整个国家都是他说了算 王猛担心功高盖主 亲自跑到长安向福坚请辞 对此 福坚坚决不允许 福坚经常告诫太子 以及一众皇室宗亲 让他们像尊敬皇帝一样 尊重王猛 好在王猛不负所托 在他的治理下 前秦世道清朗 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 但常年累月的秦政严重透支了王猛的身体 公元375年6月 王猛一病不起 福坚听后心急如焚 带领文武百官到宗庙为王猛祈福 为了给王猛积德 福坚大赦天下 死刑犯以下的罪犯均被赦免 但这一系列操作并未让王猛的病情好转 当年7月 王猛病情加重 福坚来到王猛的病榻前看望 弥留之际的王猛告诉福坚 南方的晋士是皇室正统 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后 现在朝堂上下一心 不要试图灭掉晋士 前秦真正的敌人是先卑 枪人等部落 只要能平定他们 就能安定设计 交代完后是 王猛刻然尝试 十年51岁 王猛的死让福坚悲痛欲绝 他亲自把王猛放进棺材 并下令以祸光下葬的规格来为他举行葬礼 王猛出殡时 福坚亲自前往哭掉 王猛死后 福坚久久不能释怀 在五湖十六国的乱世之中 福坚和王猛之间的君臣情 也算是为数不多的佳话 王猛死后 福坚并未放弃一统天下的决心 此次他打算把征讨目标放在乾梁身上 自从乾梁大将谢爱破掉后赵 扬明立万后 乾梁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公元353年 乾梁王张崇华病重 下诏让谢爱进京府政 但张氏宗族十分极度谢爱 张崇华的表哥张作 将谢爱进京府政的诏书撕毁 然后拥立张崇华的次子张耀玲继位 为了彻底除掉谢爱 张作假传诏书诛杀了谢爱 谢爱作为安定乾梁的顶梁柱 随着他的被杀 乾梁的根基也彻底被毁 杀掉谢爱后 张作公然和马太后通奸 两人整日在后宫淫乱 朝堂大臣碍于张作的淫威 不敢出面制止 大臣们的集体师声 让张作更加胆大妄为 随后他废除了张耀玲 最后将其杀死 自己登上了王位 由于得位不正 张作并未获得国内其他诸侯的支持 时任何州刺史的张冠和萧綦校尉 宋混一起杀进京师姑赃 将张作乱刀砍死 杀死张作后 张冠和宋混 拥立张崇华的幼子张玄亮为帝 此时的钱秦 已经对钱梁蠢蠢欲动 在强大的钱秦面前 张冠决定向钱秦称臣 张冠虽然除掉了 霍乱朝政的张作 但张冠本人并不是擅长 为了把持朝政 张冠把自己的家人 全部安排到核心位置 并对忤逆自己的人 格杀勿论 此举引起了宋混的不满 他发动政变 杀掉了张冠 接管了朝堂 后来宋混去世 他的弟弟宋成继承了权力 继续把持朝堂 宋成为人嚣张跋扈 仅仅执政几个月 便被大司马张庸诛杀 宋成被一灭三族 不久之后 张冲华的弟弟张天赐 将张庸灭族 后来又杀死了幼主张玄亮 自己登基专政 张天赐上台后 派人前去通知钱秦 不再对其称臣 后来钱秦灭掉钱烟 实力大增 张天赐感受到了压力 派人去晋士求救 晋士在出兵相救一事上 没达成一致 暂时搁置了救援一事 公元376年7月 福坚派五位将军苟长 和左将军毛胜 率领大军进攻钱梁 这些年 钱秦军队在王猛的打磨下 已经成为一只王者之师 钱梁面对钱秦的进攻 不堪一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 钱秦就打到了孤赃城下 张天赐见大势已去 决定开城投降 公元376年8月27 张天赐自负双手 抬着一口棺材出城投降 苟长亲自为他松绑 并命人烧掉棺材 表示同意接受投降 然后将他送到长安 随着张天赐出城投降 立国57年的钱梁宣告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 钱梁政权并不是胡人建立的 他的国君都是汉人 之所以将其归纳到五胡十六国当中 是便于叙述这段历史 钱梁的实力并不强 在历史中的存在感也不高 但却是五胡十六国当中 立国时间最久的 张天赐被押到张安后 福建给予其很高的礼遇 并任命他为北部尚书 封归一侯 其他钱梁官员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任用 在钱梁灭亡前夕 晋士已经决定出兵相救 但因为钱秦攻击速度太快 在晋军尚未到达战场之前 就攻陷了孤赃 听说钱梁被灭 晋士后悔不已 但也只能接受这种结果 灭掉钱梁后 福建稍作修整 紧接着又把目标指向代国 代国是鲜卑拓拔不建立的 君主名叫拓拔十一钱 当前秦灭掉钱梁后 拓拔十一钱赦于钱秦的实力 对钱秦称臣 由于代国主动称臣 福建没有理由对其发难 后来臣服于代国的 匈奴部落酋长刘魏臣 投降了钱秦 拓拔十一钱非常生气 派兵前去讨伐 由魏臣向钱秦班救兵 福建本就想对代国动手 于是以支援刘魏臣为由 对代国发起进攻 公元376年10月 福建任命幽州刺史福洛 率领十万大军讨伐代国 同时又命令 镇军将军邓枪等人 率领二十万大军 与福洛会师 在刘魏臣的带领下 直奔代国 在钱秦如此强势的攻击下 代国军队根本不是对手 拓拔十一钱为了保存主力军 于当年十二月退至末南 当初拓拔十一钱 是在弟弟拓拔姑的拥戴下 成为代王的 踏拔姑的儿子拓拔金 多次一直不满 如今拓拔十一钱落难 拓拔金打算煽动叛乱 拓拔十一钱 和慕容王妃有六个儿子 拓拔金为了煽动叛乱 他告诉拓拔十一钱 另外一个儿子拓拔十军 说拓拔十一钱 打算将王位 传给慕容王妃的儿子 拓拔十军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在拓拔金的挑拨下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于是联合拓拔金 一起杀掉了拓拔十一钱 和慕容王妃的六个儿子 拓拔十一钱死后 带国内部一片大乱 慕容王妃带着六个儿媳 逃到了前秦投降 拓拔十一钱的孙子 拓拔龟 在母亲赫世的带领下 逃到了弟弟赫那所在的部落 前秦趁带国内乱之际 相继拿下了云中 拓拔金和拓拔十军被活捉 福坚得知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后 下令将他们车裂 以此来惩罚士军作乱的行为 拿下带国后 福坚将带国分成两部分 黄河以西交给刘卫辰 黄河以东交给了拓拔十一钱的旧将刘库仁 以此来弱化带国的实力 后来拓拔龟在母亲的带领下 前去投奔刘库仁 年幼的拓拔龟 暂时在刘库仁的照料下安定下来 经过连年的征战讨伐 前秦相继灭掉了钱燕、钱梁和戴国 国家版图不断扩大 整体实力达到了巅峰 但实力强大的背后也隐藏着隐患 前秦的国家版图 是由不同部落、民族组成的 福坚为了治理方便 让各自部落首领在区域内实行自治 这相当于现在的联邦制国家 名义上归前秦管理 但各个政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一旦遇到危机 这种形式的权力结构很快就会被瓦解 灭掉戴国后 钱秦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 钱秦的强大让南方的近视感到不安 因为福坚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帝王 接下来他会将目标指向南方 桓温去世后 谢安被任命为尚书仆叶 与王坦之一起共同辅政 谢安在辅政方面非常尽心尽力 他为人温和 推行德政 给东晋朝堂带来一缕清风 他也因此被拿来和王岛做比较 甚至人们觉得他比王岛更加儒雅 虽然谢安在朝堂上的声望很高 但大部分军事重镇 依然掌握在桓氏家族手里 为了平衡朝堂势力 应对前秦的威胁 谢安提拔谢玄为眼周刺史 兼任广陵下 都督长江以北的军事 谢玄是谢安大哥谢义的儿子 谢玄被举荐时年仅三十出头 大臣们虽然比较尊重谢安 但对这项人事任命 还是议论纷纷 毕竟谢玄的年纪太小 人们质疑他能否堪当大任 但谢安非常信任自己这位侄子 力排众议把他提拔上来 谢玄到任眼周后 便开始积极招募军事 在他的积极运动下 先后将刘劳之 和谦等一众猛将收支麾下 队伍成行后 谢玄给这支队伍起名为北斧兵 公元378年10月 福坚派征南大将军福丕 五位将军苟长 尚书慕容伟率领七万大军攻打襄阳 同时让慕容锤 十月等人统领十万大军作为配合 此次福坚几乎出动了全国精锐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 就是为了一举拿下襄阳 在秦军的围攻下 襄阳守军不敌 很快失去了外城防御 与此同时 慕容锤也在南洋传来捷报 他活捉了南洋太守 并与福坯在襄阳会合 此时秦军士气高昂 粮草充足 福坯和慕容锤 本以为能轻松拿下襄阳 但襄阳军民团结在一起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暂时守住了襄阳 由于秦军是远程作战 每日消耗巨大 眼见攻打襄阳迟迟无果 福坚非常愤怒 他派人给福坯传话 再给他们最后一次围攻襄阳的机会 如果再拿不下襄阳 就要福坯自吻谢罪 福坯眼见父亲福坚如此震怒 不敢再怠慢 他下令军队保持待命状态 随时有可能进攻 此时的福坯并没有更好的破敌之策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 福坯十分着急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襄阳城内发生了叛变 襄阳守将朱旭打了几次胜仗后 便放松了戒备和警惕 认为前秦军队并非传言中那么不可战胜 在防守方面出现了松懈 朱旭的副手李伯认为 襄阳早晚会沦陷 与其沦陷后被杀 不如主动投降 换取高官后路 公元379年2月 李伯私下里派自己的儿子前去向福坯投降 李伯表示愿意坐城中内应 打开城门放秦军进来 福坯听后大喜 在李伯的侧应下 秦军很快拿下了襄阳 朱旭和李伯都被活捉绑送到襄阳 福坚听闻朱旭和李伯的事情后 下令将李伯处死 然后重用朱旭任命他为杜之尚书 福坚向来追求贤明 此番他重用朱旭就是为了体现他的胸襟 但他不知道的是 朱旭是被活捉 并不是主动投降 他的内心仍然心细尽势 这个任命也给福坚挖了一个大坑 拿下襄阳后 福坚让梁成担任荆州刺史 驻守襄阳 然后派人继续南下 在大将彭超和巨南的联合围攻下 秦军攻陷了虚仪 升勤了高密内史毛枣之 公元379年5月 秦军逼近三阿 并对三阿城展开围攻 三阿距离广陵仅有一百多里 此事让东晋朝野震惊 为了抵挡秦军 朝廷下令让谢安的弟弟谢时前去驻守途中 命令谢玄从广陵出发前去支援三阿 谢玄领命之后 率领军容骑整的北斧兵赶赴三阿 并一举击退了秦军 彭超和巨南舰北斧兵来势汹汹 暂时退到了虚仪 此次胜利给谢玄以及北斧兵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经过短暂的修整后 谢玄与和谦刘劳之 兵分三路继续对秦军发起攻击 将驻守须移的秦军打得大败 彭超继续退守至怀音 谢玄趁势追击 继续对怀音发起攻击 前几次失败让彭超等人颜面尽失 为了挽回颜面 彭超下令与谢玄决议死战 双方在军川展开了大战 此时的北斧兵士气正盛 在谢玄的率领下再次击败秦军 战争讲究一鼓作气 接连失败让秦军信心尽失 此时的彭超已经无法指挥军队 士兵们为了活命相继逃窜 彭超自知大势已去 他害怕受到扶尖的惩罚 在惊恐中自杀身亡 而巨男则被贬为平民 谢玄通过一系列酣畅淋漓的胜利 彻底让自己名扬天下 为了表彰谢玄的功绩 司马耀封其为东兴县侯 并晋升他为冠军将军 兼任徐州刺史 此番攻打东晋失败 并未伤及钱秦的根基 北方及西域各个部落小国 将钱秦视为天朝正统 纷纷前来朝贡 长安城内呈现出一片 车水马龙的景象 万国来朝的景象 让福坚非常高兴 此时的他已经在位将近三十年 在这期间他荡平了北方 在执政方面勤勤恳恳 是一位标准的明军 如果他此时能够占据北方和晋士 化疆而至 钱秦的光辉历史会继续延续下去 但福坚志在夺取天下 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天下大一统 公元382年10月 福坚召集群臣在皇宫内议事 他说 钱秦坐拥百万大军 他想亲自率军踏平东南 问各位大臣有没有不同意见 福坚此话一出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 秘书间朱荣当即附和 说只要福坚率军前去 晋士皇帝必然口弦欲弊 抬着棺材前来投降 福坚听后微微一笑 表示同意 但权毅以及太子左卫 石月等人表示坚决反对 他们说 东晋以长江为天然垄断 让大军很难跨江而过 而且东晋朝堂人才极极 谢安和环冲都是治国之才 军臣上下没有离心离德 这样的禁士很难打败 福坚拿吴王夫差 东吴后主 孙昊王国的例子 据理力争 以此来证明 长江天险不能阻挡王朝灭亡 福坚还补充说 他们百万大军将手中的鞭子 扔到长江 都能阻断江水 这便是成羽头鞭断流的由来 石月反驳说 夫差 孙昊 是因为荒淫无道 才导致灭国 和东晋的情况不一样 福坚见石月等人 坚决反对 他当场没有做出决定 随即下令散会 随后 福坚留下福荣单独商量此事 福荣是福坚的亲弟弟 从小天资聪颖 能文能武 深得福坚的信任 福坚询问福荣 对讨伐东晋一事什么意见 福荣表示不赞同讨伐 他说进主司马耀并非昏君 深得民心 此时讨伐事倍功败 再者连年征战 已经让将士们很疲乏 继续征战会动摇国本 福坚没有料到 福荣会反对南征 他当场训斥福荣 福荣并未因此改变态度 他告诉福坚 应该把精力放在 鲜卑 羌人 劫人上面 如果倾尽全国之力 讨伐东南 鲜卑等人会趁虚而入 届时会得不偿失 福荣用王猛的临终遗言 来告诫福坚 希望他能放弃南征的想法 除了福荣之外 福坯也反对大举南征 福坚本以为会得到支持 如今大多数人反对南征 这让福坚非常难以理解 他自认为并不是昏君 出师南征只不过是顺应天命 不应该因为大臣们的反对而受阻 就在福坚犹豫不决时 慕容锤的一番话给了福坚信心 慕容锤盛赞福坚英明神武 手下拥有韩信 白起之类的良将若干 当初西晋皇帝司马炎 打算征讨东吴史 朝堂上也仅有数名大臣支持 但最终还是拿下了东吴 慕容锤力劝福坚 应该坚定信心难争 福坚在慕容锤的劝说下 下定决心倾全国之力争讨尽事 得知福坚的决定后 福荣等人上书力劝 均被福坚驳回 后来就连福坚最宠爱的妃子和小儿子 也来劝阻 都被福坚一一驳斥 众人见福坚铁了心难征 便不再上书劝谏 只能接受这种结果 随后 福坚发布动员令 开始为难征继续做准备 福坚下令 全国每十名健康男性中 就要出一名士兵 同时还征用全国的战马 动员令一出 就有数万人主动带着战马前来报道 就在前秦紧锣密鼓的准备难征时 晋士也在积极力兵募马 为即将发生的大战做积极部署 公元383年6月 桓冲带领两个侄子 桓石铭和桓石鲁 率领十万大军 相继夺回了此前 被前秦占领的地区 在襄阳一带 与秦军形成了对峙 当年8月 福坚开始调兵遣将 分别对慕容锤 张豪 姚长等人进行任命 慕容锤得到任命后 他的侄子慕容凯告诉慕容锤 自从王猛去世后 福坚变得越来越骄纵 现在已经到达了极点 此时是复兴燕国的好时机 慕容锤听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此前他力劝福坚南征 就是想趁机光复燕国 如果福坚不率兵南征 前秦就不会发生动乱 燕国就没机会复国 只可惜福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说 即便福坚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他不相信自己会输 更不相信慕容锤有机会趁虚而入 公元383年8月初八 福坚在三军面前 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正式开启南征之旅 此番 福坚亲自率领步兵60万 骑兵27万 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 看到惊奇蔽日的场景 福坚坚信此意必胜 此次出兵是 华夏历史有记载以来 动员军队最多的一次 几乎把整个北方的壮丁 全部聚集起来 负责后勤的运粮船只 就多达一万多艘 当年九月 多陆大军完成了会师 准备对晋士发起致命一击 面对如此庞大的对手 晋士并未感到畏惧 而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战略部署 朝廷任命谢安的弟弟 谢时为征鲁将军 任命谢玄为前锋都督 谢安的儿子谢衍 和钟郎将桓一 也被派到前线作战 这是晋士能出动的最强阵容 为了这次决战 晋士也是倾尽所有 完成人事部署后 健康城内依旧是人心惶惶 就连一向信心十足的谢玄 也不知该如何打这场仗 他向叔叔谢安请示作战方案 对此谢安并未过多解释 只是让他安心待命即可 同样心神不宁的还有桓冲 他主动找谢安商讨破敌之策 但谢安整日游山玩水 与友人饮酒下棋 根本看不出任何危机感 桓冲见状感叹道 此番尽是注定要失败 一人统治南方的日子不远 当年十月身为征讨先锋的芙蓉 率先进攻寿阳 并顺利拿下了寿阳城 与此同时 慕容锤也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云城 紧接着芙蓉又将前来支援 寿阳的晋军打得大败 当芙蓉将接连胜利的战报 传给福坚后 福坚得意地告诉之前 反对攻打晋士的大臣 说他们之前的建议是错误的 福坚表示 他要活捉谢安 桓冲等人 并让他们为前秦效力 接连施力并未打消晋军抵抗的决心 谢时和谢玄遵从谢安的指示 在对面安营扎寨 芙蓉在下达攻击命令之前 派人前去劝降 此次随军出征的杜之尚书朱旭 此前是晋朝的旧将 和谢时等人相识 于是派他前去劝降 朱旭到达晋军大营后 先是当着众人的面劝谢时投降 随后 朱旭找到机会 单独和谢时会面 然后 将福坚大军的部署 一一告诉了谢时 朱旭告诉谢时 福坚的百万大军尚未集结完毕 可以趁机打他一个立足未稳 如果等他们集结完毕 晋军就回天乏术了 交代完谢时后 朱旭便返回大营 谢时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玄 当年11月 谢玄从北府兵中挑选了5000精锐 让刘劳之前去偷袭驻扎在洛建的梁城大军 在距离洛建十余里时 梁城已经获惜刘劳之前来投降 并命人设下埋伏 准备等刘劳之入瓮 但刘劳之是一员猛将 他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山行 在他率领下 5000北府兵各个以一当时 把梁城的大军搅合得抵朝天 梁城在混乱中被杀 此意 刘劳之斩杀秦军一万五千多人 缴获粮草资重无数 并升秦扬州刺史王贤等人 刘劳之的勇猛 出乎了谢玄的意外 更加感到意外的则是福坚 他听闻秦军大败 和芙蓉登上寿阳城头远眺 只见禁军铠甲鲜亮 阵容齐整 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此景让福坚为之一颤 在禁军撤退的时候 福坚把旁边的草木 都误以为是禁军 这便是成羽草木皆兵的由来 福坚为之前的轻敌大义 深感惭愧 眼见禁军攻势凶猛 为了保险起见 福坚下令 在肥水西岸摆开阵势 阻挡禁军渡河 谢玄看到秦军的排兵布阵后 派人给福坚送信 说秦军远道而来 却临水布阵 看来是想打持久战 谢玄请求福坚把军队后撤 让禁军过河 两军决议死战 福坚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福坚 福坚询问众人的意见 大部分人都不同意让禁军过河 因为秦军数量要远远多于对方 等到后续部队完成集结 就能过河碾压对方 福坚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说 可以后撤让他们渡河 等他们的军队过来一半时 利用骑兵对这一半人马发起围剿 一定可以将他们全歼 对此福荣表示同意 众人见两人意见一致 便不再敢提反对意见 随后 福荣命令军队后撤 给禁军留出一定的空间 从客观层面来看 福坚制定的战术并没问题 但问题出在 军队撤退的时候出现了异动 军队指挥官只是向士兵传达撤退的命令 但没有向士兵解释 为什么会撤退 由于秦军此前接连打了几场败仗 当士兵们听见撤退的命令后 以为军队又打了败仗 士气瞬间非常低落 起初士兵们还能有序撤退 没过多久 士兵们就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整支军队也变得混乱无序 就在此时 朱旭在队伍中高呼秦军败了 赶紧逃命 朱旭这声口号 让本来就混乱不堪的军队更加慌乱 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 士兵们无法向最高统帅确认信息的正确性 为了保命 士兵们丢掉武器 纷纷落荒而逃 福坚组织的这支大军 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 在顺境中还能做到团结一致 如今身处逆境 大家都不愿意为他人卖命 就在芙蓉下令撤军时 对岸的谢玄注视着秦军的一举一动 当他看到秦军出现慌乱 马上协同谢时和环冲 率领八千精锐士兵火速渡河 准备对秦军发起攻击 芙蓉作为高级统帅 为了制止慌乱 他起码努力奔走来维持秩序 但士兵们根本无心理会芙蓉的指令 只顾着逃跑 随后 晋军成功渡河并趁乱将芙蓉斩杀 秦军见主帅芙蓉被杀 更加慌乱 一时间数十万大军呈鸟兽撞散去 谢玄见秦军已经彻底失去方寸 带领精锐拼命追杀 秦军士兵因为自相踩踏而死的人不计取数 加上在沿途中走丢的 掉入河水中冻死的 战损人数高达十之八九 朱絮和乾梁王张天赐趁乱逃到了晋军大营 此一过后 晋军成功夺回兽阳 并重挫秦军的主力部队 在此次战乱中 芙蓉被刘史击中 差点命丧当场 好在他的坐骑跑得快 最终帮他脱离了险境 脱险后的芙蓉非常惭愧 他很后悔没有听从群臣的建议 盲目发动战争 客观来讲 这场战争对芙蓉来说 是一场稳赢的战争 从芙蓉的战前部署 以及战争中的决策来看 他并没有犯致命错误 只是 这其中的偶然因素 导致了他整个战局的失败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芙蓉有一千种赢得胜利的方式 只有极小的概率输掉战争 奈何运气不占在他这边 这才导致小概率事件发生 此时的芙蓉身边仅有一千多人 随军出征的慕容锤 则率领三万大军毫发无损 为了寻求庇护 芙蓉率领残兵前去投奔慕容锤 慕容锤的长子慕容宝 劝说将芙蓉杀死 趁机光复燕国 慕容锤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当初在燕国受到排挤时 是芙蓉收留了他 当他被王猛设计陷害时 芙蓉仍然选择相信他 出于这份恩情 慕容锤没有听从部下们的建议 杀死芙蓉 而是将三万士兵交给了芙蓉 慕容锤告诉众人 如果秦国气数已尽 他必定能扫平关中 如果秦国气数未尽 即便杀了芙蓉也无法取得天下 芙蓉之前对慕容锤宽宏 大度为他赢得了一条生路 兵败后的芙蓉 率领三万士兵往长安撤退 一路上不断聚拢走散的士兵 等到达洛阳的时候 芙蓉又组织起了十几万大军 公元383年12月 芙蓉终于抵达了长安 几个月前 他怀揣一统天下的梦想南下征讨 如今归来时 百万大军只剩下十几万人 想到死去的弟弟芙蓉 以及几十万将士 芙蓉失声痛哭 当初慕容锤将三万士兵交给芙蓉后 跟随芙蓉往长安回撤 在走至缅池时 慕容锤向芙蓉请辞 说要前往叶城祭拜一下祖先 芙蓉没有考虑太多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事后尚书左仆叶全意 建议芙蓉将慕容锤追回来 放他出走等于给前秦树立一个强敌 但芙蓉已经答应慕容锤 他不想再反悔 便任由慕容锤离去 全意见芙蓉不忍心动手 便派刺客前去追击慕容锤 准备将其诛杀 慕容锤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他出走后不久 就乔装成普通百姓 瞒过了前来追击的刺客 最终逃过一劫 后来到达了叶城 听闻慕容锤到达叶城 驻守叶城的伏匹亲自出城迎接 但伏匹并未让慕容锤入城 而是将他安排在城外居住 慕容锤一心想要进城祭拜仙祖 但伏匹下令拒绝他入城 慕容锤一怒之下 杀死了守城侍卫强行闯入 十月得知此事后 建议伏匹趁机杀死慕容锤 免得养虎为患 伏匹以慕容锤护主有功为由 暂时没有对他动手 但伏匹知道慕容锤胸怀大志 所以并未打算放过他 伏间兵败的消息散开后 之前被钱秦打败的部落 开始蠢蠢欲动 丁灵族酋长翟斌 趁乱起兵返秦 宣布脱离钱秦的管理 并准备攻打洛阳 为了平息叛乱 伏间下令让慕容锤前去平叛 慕容锤此番前去平叛 需要从夜城调集兵马 伏匹为了除掉慕容锤 拨给他三千老弱病残 伏匹此举是想借翟斌之手 除掉慕容锤 为了置他于死地 伏匹另派大将福飞龙 率领一千骑兵随军侧应 伏匹嘱咐伏飞龙伺机将慕容锤杀掉 此时的慕容锤还不知道伏匹准备杀他 出发之前 他把慕容龙、慕容凯、慕容绍等人留在夜城 他亲自率军南下平叛 当刑志和内军时 有人将伏匹的阴谋告诉了他 慕容锤得之后大怒 他没有大肆声张 而是对身边宣布 不再效忠于福氏家族 并以兵力不足为由 停在当地招兵买马 不久之后 就聚集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 公元383年12月27日深夜 慕容锤趁福飞龙熟睡之际 起兵杀死了福飞龙以及他的部署 次日 慕容锤渡过黄河直奔洛阳 游在夜城的慕容凯等人 听闻慕容锤起事后 当即逃离了夜城前去投奔 翟斌知道慕容锤不是一般人 他无意与之交手 后来在部下的劝说下 奉慕容锤为盟主 共同进攻前秦 慕容锤见翟斌主动来投 便放弃攻打洛阳 转而率兵东晋 准备拿下夜城 随着慕容锤起兵的消息广泛扩散 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当他从石门渡过黄河时 步众已接近二十万 与此同时 慕容农等人逃出夜城后 他以父亲慕容锤的名义 积极在各个部落之间周旋 说服他们站出来 共同抵抗前秦 在慕容农的努力下 他聚集了一支几万人的部队 扶批得知慕容锤起兵的消息后 派石岳前去阻击 结果被埋伏在半道的慕容农偷袭 石岳被当场斩杀 石岳使前秦猛将 他的死在军中引起巨大的慌乱 公元384年正月26 慕容锤与慕容农在夜城外会时 在大家的劝谏下 慕容锤自封为燕王 兼任大将军 随后 他封自己的儿子慕容宝为世子 任命弟弟慕容德为车骑将军 慕容凯 慕容农等人都得到封赏 随着慕容锤自立为王 五湖十六国之中又多了一个政权 后世将慕容锤建立的燕国称为后燕 后燕是五湖十六国中第七个国家 在慕容锤自立为王的同时 慕容郡的七儿子慕容红 从北地郡逃往关西 一路上召集了数千士兵聚首华音 随后慕容红打败了前来讨伐的秦军将领强勇 一时间名声大振 他见叔叔慕容锤建立了政权 也自封为大将军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史称西燕 不过西燕并未被列入五湖十六国 慕容红起兵后不久 镇守平阳的慕容冲也起兵反秦 一时间慕容氏把前秦大帝搅和得非常混乱 慕容氏的相继背叛让福坚大为恼火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权益的建议杀掉慕容锤 为了压制慕容氏的势头 福坚在权益的建议下 派自己的儿子福瑞前去攻打慕容红 福瑞初出茅庐 为了给他保驾护航 福坚任命龙襄将军姚长为司马 协助福瑞 听说秦军大举来罚 慕容红不敢立敌 准备从关西逃往关东 姚长建议福瑞给慕容红留一个口子 让他们顺利过去 如果强行阻拦 恐怕会引起鲜卑人的誓死反抗 福瑞自视甚高 他觉得鲜卑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根本不足为据 强行与慕容红决战 结果因为轻敌遭到大败 福瑞也在乱军中被杀 福瑞是福坚非常疼爱的儿子 当姚长派参军将写到长安汇报死讯时 福坚一怒之下将将写斩首 姚长得知将写被斩的消息后 十分害怕 他不敢返回长安 而是逃到了魏北一个羊马场藏身 羌人贵族引尾 听说姚长脱离福坚的消息后 率领五万部众前来投奔 推举姚长为首领 姚长自知 不可能得到福坚的谅解 经过一番思量 决定自立门户 自封为大将军 大蝉鱼 万年秦王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后秦 后秦是五湖十六国中第八个国家 此时 前燕雇主慕容纬还留在长安任职 接连遭遇背叛的福坚 把慕容纬叫到跟前怒斥了一顿 他痛骂慕容是背信弃义 人面授心 慕容纬听后连连磕头认错 福坚本想杀慕容纬泄愤 气消后又放过了他 福坚表示 父子兄弟互不诛连 没有必要牵连慕容纬 但福坚的大度并未换来慕容纬的知恩图报 福坚让慕容纬给慕容锤 慕容红和慕容冲写信 让他们解除不仲返回长安 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救 慕容纬表面上假装顺从 暗地里却给慕容红送信 让他们不要顾及他的死活 应该趁机恢复燕国 慕容红得到消息后 准备发兵进攻长安 在慕容红进攻长安之前 内部出现了混乱 由于慕容红为人比较骄横 动不动就杀人 他的部下人人自危 谋臣高盖和肃禽虫等人杀掉了慕容红 推举慕容红为皇太帝 慕容红合并慕容红的军队后 实力大增 姚长为了拉拢慕容红 将自己的儿子姚松 送到慕容红那里做人质 请求与慕容红和平相处 与此同时 在夜城外集结完毕的慕容锤 准备攻取夜城 作为后焉的都城 慕容锤念及福坚对自己的恩情 在攻城之前 派人前去劝说福丕 只要福丕能让出夜城 他会让福丕顺利返回长安 但福丕坚决不从 誓死保卫夜城 劝说无果后 慕容锤下达了攻城命令 为了顺利拿下夜城 慕容锤亲自到前线督战 由于夜城一手难攻 加之扶劈抵抗决心强烈 燕军久攻不下 还出现了严重伤亡 后来慕容锤下令退兵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此前尊慕容锤为盟主的宅宾 见夜城久攻不下 觉得慕容锤被高估 便开始谋划退路 太子慕容宝察觉到异样后 劝说父亲除掉翟宾 慕容锤不想主动发难 免得遭人化病 但慕容锤并未打算放过翟宾 他打算用捧杀的方式除掉他 于是慕容锤故意在翟宾面前示弱 处处礼让他 此举让翟宾觉得慕容锤畏惧自己 变得越来越狂傲 后来翟宾向慕容锤请求上书令一职 慕容锤表示 以翟宾的功绩应该位列上功 只是现在四方尚未平定 不能马上任命 等拿下叶成后再讨论此事 一向骄横的翟宾认为慕容锤怠慢了自己 便决定反叛 他派人和扶披秘密商议 准备理应外合除掉慕容锤 但因为走漏消息 被慕容锤提前获悉 拿到翟宾的通敌的证据后 慕容锤下令诛灭了翟宾一族 慕容锤通过此举 不但除掉了潜在威胁 也成功在重将面前立威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困后 叶成已经弹尽粮绝 但扶披仍没有投降的意思 此时慕容锤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下令军队后撤到新兴城 给扶披让出一条生路 让粮食能够进入城中 这样既能保全叶成内的百姓 也算是报答扶尖的恩情 同时也让长期作战的燕军得以休整 慕容锤撤退后 扶披得到了喘息之计 但他的危机并未因此解除 因为南方的近视正在酝酿北伐 肥水之战过后 谢安因为指挥有功被提拔为太保 谢时被提拔为上书令 谢玄被封为前将军 其他有功之人也均得到奖赏 此次大圣并未让谢安躺在功劳部上坐吃山空 他眼见北方陷入一片混战 于是向皇帝司马耀提出北伐 司马耀听后大喜 当即表示同意 随后将15个州的军事交给谢安都督 东晋当时一共有17个州 谢安一人就管理15个州 这相当于整个国家都归谢安调度 此时的谢安比当初环温的权势还要大 与环温不同的是 司马耀是完全信任谢安的 而环温是利用手中的权势架空皇权 环冲去世后 谢安本有能力将剩下的荆州和江州都归于谢家 但谢安认为此举会给谢家招致霍乱 坚决不同意将二州交给谢玄 再者环家在二州经营多年 强行让谢玄前去接管 必然会引起霍乱 这对朝堂稳定非常不利 经过一番考量 谢安让环冲的两个侄子 环石铭和环石鲁 分别担任二州刺史 不得不说 谢安在个人品格和政治成熟度方面 是高于环温的 决定北伐后 谢安任命谢玄为前锋都督 谢玄领命后 带领刘劳之等一众猛将攻城拔寨 公元384年9月 谢玄攻打衍州 衍州刺史张崇 弃城而逃前去 投奔了慕容锤 拿下衍州后 黄河以南的城池 纷纷献城投降 随后 大军一路北上直逼叶城 扶劈刚从慕容锤的围攻中 缓过神来 眼见禁军大举来伐 他急忙向其他前勤军队求援 但此时的前勤 已经是满目疮痍 没人前来相救 为了保全叶城 扶劈派弟弟扶 就和参军娇魁 前去找谢玄求和 扶劈表示 只要晋士肯借粮给叶城 他就愿意把叶城拱手相送 然后 他率领军队回原长安 扶劈特意交代 在与晋士谈判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们善待叶城百姓 如果不遵守承诺 他会誓死抵抗 参军娇魁觉得 晋士不一定会答应相救 便打算私自更改谈判条件 以臣子的口气向晋士求救 等晋军一来 他就联合其他人挟持扶劈 向晋军投降 但后来 娇魁计划败露 扶劈一怒之下杀了娇魁 和谈失败后 晋军继续朝叶城逼近 当初慕容锤撤退 就是为了给扶劈一条生路 让他离开叶城回长安 如今 扶劈不仅没有离开 晋军又不断向叶城逼近 慕容锤被逼无奈再次包围叶城 防止叶城落入晋军之手 没过多久 晋军和燕军在叶城附近相遇 慕容锤和刘劳之都是猛将 两人齐逢对手斗得不可开交 彼此之间都有伤亡 此番两人打成平手 后来 刘劳之再次与慕容锤交锋 并一举将慕容锤击败 扶劈见慕容锤败走 开城委随刘劳之一起攻打慕容锤 准备对慕容锤形成了合围之事 慕容锤建军队退无可退 便下令停止撤退 准备与禁军秦军决议死战 陷入绝境的慕容锤命令军队丢下资重 以此来麻痹前来追击的禁军 禁军见到燕军资重丢了一地 便放弃了追击 士兵们丢下武器前去整理资重 就在此时 埋伏在一边的慕容锤率兵杀出 将禁军杀得大败 斩首禁军数千人 幸好秦军及时赶来相助 主帅刘劳之才幸免于难 为了感谢扶批出手相救 谢玄拨给叶城一些粮食 禁士朝廷见北伐难度太大 一时间很难打败前秦和后燕 所以召回谢玄 此次北伐最终以失败收场 就在谢玄北伐之际 接管西燕的慕容冲 对长安发起攻击 在慕容冲的率领下 西燕军队接连打败了秦军 慕容冲顺利占领了俄防城 随后又兵临长安城下 慕容冲曾经受过福坚的恩情 福坚试图打柔情牌让他退兵 但慕容冲并不领情 反倒让福坚自负双手出城投降 福坚此时才意识到 慕容一家个个都是狼子野心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王猛的话 清除慕容是 长安在福坚的经营下 城防非常坚固 慕容冲一时间无法攻攻进来 就在此时 留在城中的慕容伟心生一计 他准备率领长安城内 一千多名鲜卑人反抗福坚 公元384年12月 慕容伟以小儿子结婚的名义 邀请福坚来参加婚礼 并打算在婚礼上除掉他 结果 婚礼当天天降大雨 福坚没有赴宴才躲过一劫 后来福坚得知慕容伟的计划 质问他为何要背叛他 慕容伟表示 为了复兴大烟 只能将各种恩情抛在一边 失望透顶的福坚 下令将慕容伟处死 慕容伟死时年仅35岁 慕容冲得知哥哥慕容伟被杀后 当即决定登机称帝 然后对长安展开围攻 为了鼓舞士气 福坚亲自率军前去迎敌 连续两次打退了慕容伟的进攻 急于求成的福坚 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慕容伟 结果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福坚在亲信的奋力拼杀下 才得以返回长安 连年作战 导致长安城内发生了饥荒 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西烟军队也面临着粮食短缺的情况 双方军队为了补充军粮 用对方士兵的尸体冲击 没有战事的时候 西烟士兵就到城外 捉活人作为军粮 此时的福坚已经乱了方寸 由于他的指挥失误 致使他的小儿子浮灰兵败自杀 随后高阳宫福坚也被慕容冲打败 将士们见长安大事已去心灰意冷 很多人为了自保 不再听从福坚的调度 自己谋求后路 被逼至绝路的福坚 带领女婿杨定誓死抵抗 打退了西烟几波进攻 暂时保住了长安 当年5月 慕容冲将全部队伍集结到长安城下 准备避其攻于一役 福坚知道 这是一次生死战 他亲自登上城楼督战 结果被流史击中 身受重伤 就在慕容冲围攻长安之际 其他受过福坚恩惠的部落 偷偷往长安城内运粮 继续支持福坚作战 还有一些部落首领 冲到西烟军中放火 以此来声援福坚 但在西烟大军面前 这些举动都于事无补 福坚见这么多人 为了他而牺牲心痛不已 此时的他已经心力交瘁 随后 杨定被生擒成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纵横一生的福坚 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他没有其他办法来破敌 为了给将士们祈福 他打算到武将山进行祭拜 于是留下太子福洪驻守长安 然后带领一众妻儿 以及数百骑兵前往武将山 福坚走后 慕容冲趁机对长安发起攻击 福洪不是慕容冲的对手 眼看城破在即 福洪带着皇室宗亲 以及私立校尉权益 准备投奔后勤 福洪走后 长安随即被慕容冲攻破 为了发泄怒火 慕容冲下令将士们 在城内烧杀抢掠 一时间 长安城内哭嚎遍野 一片末日景象 就在慕容冲围攻长安之际 姚长也在关注福坚的一举一动 当他得知福坚率人到武将山祈福的消息后 立刻派人将武将山包围 前秦士兵见福坚已经是穷途末路 纷纷离他而去 福坚身边仅剩十几个士兵愿意跟随 前不久还能挥边指挥百万雄师的帝王 如今却成为待宰的羔羊 福坚内心闪过一丝悲凉 面对后勤军队的包围 他并未感到惊恐 安静地等着被捉 后来福坚被绑送到新平郡 姚长将其打入大牢 并命人严加看管 太子福洪听到福坚被俘的消息后 转而南下投奔进士 到了江东后 司马要命人将福洪一行人安置在江州 姚长抓到福坚后 亲自前去向他讨要传国玉玺 结果被福坚骂得狗血淋头 姚长自知理亏 派右司马严伟前去劝说福坚 希望他能善位于姚长 福坚表示 善让是圣贤之间的事情 姚长只是个叛贼 不配谈善让之事 不过福坚与严伟交谈的时候 发现他是一个大财 堪比亡亡 但此前 严伟在前秦只是一个八品官员 福坚得知此事后自责不已 他说 自己居然昏庸到 没有发现严伟这样的人才 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福坚过去一直对手下大臣们非常厚待 对姚长更是宠爱有加 如今姚长如此忘恩负义 让福坚十分生气 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遭受凌辱 他忍痛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公元385年8月 姚长把福坚带到一座寺庙中 将其溢死 十年四十八岁 福坚去世后 他的夫人和儿子也相继自杀身亡 姚长为了掩饰弑君的罪名 追视福坚为壮烈天王 匪水之战是华夏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战役 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一战 此战之前 福坚是北方的霸主 近世只能在南方偏安求生 此战过后 福坚连同他的帝国烟消云散 如果让福坚重来一次 他有一百种赢得胜利的办法 但历史不能重来 有些事情只能发生一次 而偏偏这一次决定着千万人的命运 公元385年8月 一代天王福坚死后 他的儿子福坚接过了大旗 为了保存钱秦的火种 福坚选择登基称帝 福坚立儿子福宁为太子 立王妃杨氏为皇后 任命张豪为侍中 兼任司空 任命王勇为车齐大将军 都督中外军事 福冲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役 除此之外 其他追随福坚的人都得到了任命 钱秦作为曾经的北方霸主 福坚在世时 各个部落都主动前来称臣 不敢怀有不轨之心 随着福坚的去世 钱秦风光不在 此前臣服于钱秦的部落 也开始慢慢自立门户 并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政权 率先竖起独立大旗的 是鲜卑启福部 鲜卑启福部是鲜卑人的一个分支 因其生活在龙山以西 因此被称为龙西鲜卑 公元371年 福坚曾派一州刺史王统 进攻鲜卑启福部落 后者不敌 部落首领启福斯凡向钱秦投降 后来 福坚封启福斯凡为南缠鱼 让他驻守勇士川 启福斯凡去世后 他的儿子启福国人继位 继续镇守勇士川 当初福坚发起肥水之战时 争调启福国人为前锋前去作战 就在此时 启福国人的叔叔启福部队 在陆西反叛 福坚便让启福国人回退平叛 实际上 这是他们叔侄俩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不为福坚效命 福坚在肥水之战中败北后 启福国人趁机将周边部落收服 聚集了十几万人 准备应对前秦的讨伐 但启福国人没有等来前秦军队 却等来了福坚被姚长杀害的消息 启福国人认为时机已到 便宣布自立 公元385年9月 启福国人自封为大都督 大将军 大蝉鱼 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启福前归为上将军 任命以瞻瞳尼为左相 然后他将自己占领的地盘分为12个军 分别让自己的心腹亲信前去镇守 后来启福国人改国号为秦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西秦 西秦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第九个建立的国家 西秦建立后 北方另外一个政权也在迅速崛起 当初福坚灭掉代国后 将代国一分为二 东部交给鲜卑人刘库仁治理 西部交给匈奴人刘卫尘管理 代国君主拓拔十亿前的孙子拓拔归 被送到刘库仁那里照看 代国一分为二后 刘库仁和刘卫尘并未和平相处 刘卫尘多次挑起事端 最终被刘库仁赶到了阴山之北 刘库仁和钱秦的关系一直不错 当福坯被困在夜城时 刘库仁在前去救援的路上 钱烟旧将穆于文和穆于长 杀死刘库仁 然后带着将士投降了后烟 刘库仁死后 他的弟弟刘头卷接管了军队 死后 刘头卷相继打败了赫兰 柔然等部落 带领族人所向披靡 就在刘头卷意气风发之时 刘库仁的儿子刘显心生妒忌 不久后发动兵便杀死了刘头卷 重新接管了军队 刘显为人非常凶残 杀掉刘头卷之后 他准备杀掉年幼的拓拔龟 在他动手之前 消息遭到泄露 拓拔龟的母亲赫氏 连同拓拔十亿前的旧部 连夜将拓拔龟转移走 最终拓拔龟躲过重重追击 逃到了自己舅舅赫那所在的赫兰部落 拓拔龟逃到赫兰部落后 刘显内部发生了叛乱 之前忠诚于拓拔十亿前的旧部 纷纷离开刘显前往赫兰部落投奔拓拔龟 拓拔龟来到赫兰部落后非常受拥戴 赫那的弟弟赫冉干对此非常妒忌 并试图杀死他 最终 在拓拓龟母亲赫氏的苦苦哀求下 赫兰干才就此作罢 此时 鲜卑慕容 羌族姚氏 以及启服氏都已经立国 在众人的推举下 拓拔龟被尊为部落首领 公元386年1月6日 16岁的拓拔龟宣布继承代王位 正式宣布恢复代国 定都于湘郡的盛乐城 当年4月 拓拔龟改称为魏王 同时改国号为魏 这个政权就是华夏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北魏 北魏并不在五湖十六国当中 而是属于南北朝 但此时东晋尚未结束 南北朝的格局还未形成 北魏对当前历史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前秦权盛时期 弗坚曾派十万步兵 五千骑兵前去讨伐西域 这支队伍的领袖是萧綦将军吕光 在吕光的率领下 西域各国都不战而降 唯有邱辞国不肯投降 经过半年的围攻 吕光虽然没能拿下邱辞国 但邱辞国已经弹尽两绝 为了继续与秦军对抗 邱辞国国王伯纯向周边其他国家求救 最后 这些国家聚集了一支七十万人的联军 前来围剿秦军 从数量上看 吕光的军队不占优势 但吕光丝毫不感到畏惧 因为西域士兵的战斗力并不高 再者 对方是一支临时拼凑的联军 相互之间各怀鬼胎 缺乏凝聚力 在吕光的率领下 西域联军不堪一击 邱辞国国王一看形势不妙 弃城逃跑 随着邱辞国被攻破 吕光在西域名声大震 前来投奔的国家多达三十多个 吕光本以为邱辞国是一片贫瘠之地 进城之后才发现 里面的繁华程度完全不输于长安 西域的繁华让吕光萌生在此称王之意 后来在西域高僧纠摩罗时的劝说下 才决定东归 吕光将秋辞国内的财宝洗劫一空 带着上万头骏马和骆驼 启程东返 在吕光征讨西域期间 长安城破 福坚被杀 碍于信息传播不发达 吕光并不知晓这些事情 在他东归的途中 高昌太守杨瀚拒绝开城门放行 吕光大怒 准备集结大军攻城 杨瀚自知不是对手 最终出城投降 眼见杨瀚投降 周边的城池也纷纷缴投降 后来吕光又击败了梁州刺史 梁西占据了梁州 此时 吕光听说福坚被杀的消息 他大哭三天 命全体将士为福坚穿笑衣哀悼 福坚死后 吕光也没了心理包袱 准备登基自立 公元386年10月 吕光宣布自立为王 改国号为梁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后梁 后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个建立的国家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鲜卑慕容 慕容冲破掉长安后 派尚书令高盖率军前去攻打后勤 高盖不敌对手 率领的五万大军折损大半 为了避免回去后遭到清算 高盖选择了向后勤投降 此次失利后 慕容冲暂时停止了扩张的脚步 继续留在长安 慕容冲本想到关东和慕容锤 冰河一处 继续光大鲜卑慕容 但假如两者合二为一 谁来当皇帝是一个难题 以慕容锤的资历和名望 肯定不会允许慕容冲做皇帝 想到此处 慕容冲决定留在长安 准备将长安定为西燕的都城 城市生活虽好 不过鲜卑士兵并不想留在长安 他们想回故乡跟家人团聚 眼见慕容冲没有搬离长安的意思 左将军韩颜顺 密谋杀死了慕容冲 拥立断随为王 断随没在王位上待多久 左仆叶慕容桓和尚书慕容勇 又联合杀死了断随 拥立慕容桓的儿子慕容济为帝 随后率领大军离开长安 慕容桓的弟弟慕容涛 对慕容济继位一事非常不满 他趁机将慕容济骗到临近 并将其杀死 慕容桓并未因为慕容济的死 而与慕容涛决裂 两人仅仅是分道扬镳 慕容勇认为慕容涛是弑君之举 遂率兵前去攻打慕容涛 后者不敌 为了自保 慕容涛又去投奔了慕容桓 为了控制军队 慕容桓拥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为帝 但大家都不赞同这个决定 慕容桓的一意孤行让他众叛亲敌 大臣们都转投慕容勇门下 随后慕容勇发动政变杀死了慕容瑶 并拥立慕容红的儿子慕容忠为帝 但慕容忠为人懦弱 大臣们害怕他不能撑起这个摊子 便萌生了废掉慕容忠的想法 后来五位将军刁云发动兵变 杀死了慕容忠 拥立慕容勇为大将军 大蝉鱼 慕容勇对此并未进行推辞 随着慕容忠被杀 慕容勇成为吸烟的实际控制人 慕容勇掌权后 派人向慕容锤建立的后烟称臣 然后在文喜县修建烟西城 并在这里定居 站稳脚跟后 慕容勇准备讨伐扶劈 双方在相邻发生了大战 扶劈惨败 率兵逃到了东元 准备攻打洛阳作为根据地 在攻打洛阳的过程中 扶劈兵败被禁军斩杀 太子福宁等人被禁军俘虏 后被绑送至建康 不过司马耀并未杀他们 而是将他们交给此前 向近视投降的福洪 东海王扶转侥幸逃脱 他带领三千嫡系部队 逃到了兴城 扶劈被杀后 慕容勇霸占了前秦的地盘 并试图霸占的妻子杨皇后 但杨皇后宁死不从 结果被慕容勇当场处死 公元386年正月 慕容垂在中山正式称帝 中山也成为后燕的都城 慕容垂称帝后 封慕容德为尚书令 慕容凯为左仆叶 其他跟随慕容垂南征北战的人 均得到封上 当年十月 慕容勇进驻长子县 宣布登基为帝 此时慕容垂的儿子慕容骏 慕容柔 孙子慕容盛 慕容惠等人还在慕容勇镇中 慕容惠见慕容勇称帝 知道自身会大难临头 便提议东归回到慕容垂身边 但慕容骏不相信慕容勇 会对同胞挥刀相向 拒绝东归 后来慕容柔等人顺利逃离了西烟 未来的及逃跑的慕容骏 连同慕容垂其他子孙后代 都被慕容勇诛杀 慕容柔等人逃回前烟后 慕容垂非常高兴 宣布大赦天下 同时对慕容勇诛杀他子孙后代的行为 十分愤怒 但慕容垂并未决定发兵前去讨伐 因为他当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慕容垂登基后 先平定了冀州 幽州和平州的前秦势力 然后又南下渡过黄河 拿下了衍州 历城 青州 徐州等诸多要地 公元387年5月 慕容垂亲自率军前去攻打丁陵部落 部落首领翟辽自知不是慕容垂的对手 最终弃城投降 慕容垂任命翟辽为徐州墓 不过翟辽并未因为慕容垂的后代而感恩戴德 五个月之后 翟辽起兵叛变 并在清禾郡一带烧杀抢掠 慕容垂为此大怒 派兵前去讨伐 翟辽见不是对手 派人向慕容垂道歉 祈求再次归降 慕容垂受够了翟辽的反复无常 坚持派兵讨伐 翟辽求和无果后 干脆登基自立 公元388年2月 翟辽封自己为魏天王 后世将这段政权成为翟辽 不过翟辽并不属于五湖十六国之一 翟辽登基后 打退了后燕前来讨伐的大军 并多次骚扰后燕边境 给后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不过翟辽仅在位三年便去世 翟辽死后 他的儿子翟昭继位 公元392年3月 不堪其扰的慕容垂决定亲自征讨翟位 翟昭自知不敌 于是派人向西燕求救 西燕皇帝慕容勇收到求救信后 询问大臣们应对之策 中书侍郎张腾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番慕容垂亲自出马前去讨伐 翟位肯定不是对手 一旦让慕容垂拿下翟位 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西燕 张腾建议 应该及时派兵相助 但尚书郎豹尊却表示 慕容垂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西燕应该做官龙虎斗 等他们两败俱伤之际再出来坐收余力 最终慕容勇采纳了报尊的建议 慕容垂得知西燕未派兵救援 便开始组织整体进攻 在慕容垂的率领下 翟昭很快被打得溃败 兵败之后 翟昭带着妻儿躲进了白鹿山 慕容垂派慕容垂前去捉拿 由于白鹿山地形比较险要 一手难攻 慕容垂采取了为师必缺的策略 他派人切断了白鹿山的粮草运输 同时流出一条通道 让翟昭逃跑 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 翟昭粮草不济 于是率人突围 翟昭在不重的保护下突围成功 跑到了慕容勇那里寻求庇护 其他人则悉数被俘 存世仅仅四年的翟位 也宣告灭亡 翟昭投奔慕容勇后 受到了后代 慕容勇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 兼任眼周墓 但翟昭和他的父亲翟辽一样 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翟昭投降后 没多久便密谋反叛 结果计划败露 被慕容勇当场斩杀 灭掉翟位后 慕容锤并未直接对西烟发起进攻 而是率军班师回朝 公元393年10月 慕容锤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开会 讨论该不该讨伐西烟 对此 朝堂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慕容家族的大臣 坚决支持讨伐西烟 而其他大臣则表示 连年征战 让将士们疲惫不堪 不一再发起战争 通过大臣们的不同态度 也能看出 只有慕容家族 对讨伐西烟有动力 其他大臣只想做个太平臣子 慕容锤听完讨论后 最终决定讨伐西烟 他说不能把这个麻烦 留给子孙后代 当年11月 慕容锤在京师调集了7万兵马 然后又调集了各州精锐部队 他自己亲自率领一路大军 另外两路大军 分别由慕容凯和慕容农带队 兵分三路 同时进攻西烟 此次征讨西烟 可谓是出动了全国之力 得知慕容锤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慕容勇也积极做出应对 他料定慕容锤会率领大军 从太行行前来 因为太行行是进取西烟的必经之路 于是 在此部下重兵等候 但慕容锤并未攻打太行行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绕道攻打西烟的后勤重地台币 并成功将其包围 驻守台币的西烟上书令 刁云和车骑将军慕容中认为慕容勇时日无多 直接向后烟投降 慕容锤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了台币 台币失守后 慕容勇为了挽回局面 把大军从太行行调集到台币 他亲自率军出战 但慕容勇在慕容锤面前 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双方裂开阵势 准备决议死战 慕容锤假装败走 慕容勇气血上头亲自率军追击 结果中了埋伏 当场被杀死一万多人 慕容勇在乱军中杀出重围 独自逃回了京城 随后慕容锤将慕容勇大败的消息广为散播 诸多西烟将领弃乘而逃 慕容锤率领大军长驱直入 包围了西烟的都城 慕容勇本打算弃乘而逃向后勤投降 在势中兰英的鼓励下 他打算一边坚守城池 一边向晋士和北魏搬救兵 收到求救信息后 晋士和北魏都同意派兵相助 但援军尚未到达 西烟大将慕容义斗龟主动打开城门 迎接慕容锤入城 慕容锤进城后 将慕容勇就地斩首 就连主动投降的慕容义斗龟 刁云等人也被视作叛徒斩首 随着慕容勇被杀 立国十一年的西烟宣布灭亡 西烟的地盘也被纳入后烟版图 灭掉西烟后 慕容锤趁军队士气阵望 派慕容农东渡黄河 攻打近视的青州衍州等地区 慕容农一路攻城拔寨 打到了东海郡 公元394年11月 慕容农大败东晋幽州刺史史魂 将后烟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慕容锤对慕容农的表现十分满意 对他加以重赏 随后将他召回京城修整 此时的后烟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势力 风头一时无两 可就在此时 北魏皇帝拓跋归想挑战一下慕容锤的权威 他派兵前去侵犯后烟的边境 慕容锤想给拓跋归一个教训 他派太子慕容宝 慕容农和慕容林率领八万大军前去迎敌 眼见后烟大军来讨 拓跋归主动示弱 他一边下令让军队转移 一边向后勤搬救兵 准备把后勤也牵扯进来 公元395年8月 后烟和北魏隔着黄河对峙 慕容宝率领战船打算强渡黄河 结果遇上大风渡河计划失败 此次慕容宝出征之时 年近70的慕容锤已经卧病在床 如今大军在外几个月 慕容宝不清楚父亲的病情 为了切断慕容锤与慕容宝之间的联系 拓跋归派人守得双方送信的必经之路上 抓住送信的使者进行威逼利用 让其在燕军阵中散播慕容锤去世的假消息 尽管慕容宝对于这个消息持怀疑态度 但谣言持续的太久 总有人会信以为真 后来一些燕军将领确信慕容锤已死 就连慕容宝也变得有些焦躁 此时慕容宝的谋士劝他应该及时撤军 以免军中生变 慕容宝没有采能谋士的建议 继续与北魏大军隔阂对峙 在此期间大将慕容宇松确信慕容锤已死 并试图杀死慕容宝拥立慕容林为帝 结果因为走漏消息被杀 此事也使得慕容林与慕容宝之间出现了裂痕 公元395年11月正值北方龙东时节 慕容宝见河面上开始结兵 便命人烧掉战船准备撤军 拓跋归见河面结兵 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渡河准备偷袭军 当燕军撤退至参河碑时 慕容宝让慕容林率领三万人殿后 随时报告魏军的动向 慕容林本就对慕容宝心生不满 此次让他殿后掩护大军撤退 更是让他心生怨恨 慕容林把这次任务当作耳旁风 他认为拓跋归没有胆子主动追击 便没有派人探查魏军动向 拓跋归得知燕军的撤军方向后 一路上谨慎行军 终于在几天后赶上了燕军的队伍 并趁其不被包围了他们 当北魏士兵突然出现的时候 燕军才察觉到大势不妙 但为时已晚 整个燕军顺时乱作一团 拓跋归带领起兵精锐 对燕军发起了冲击 将毫无准备的燕军冲得七零八岁 慕容宝见状不妙 带着一众亲信逃跑 留下数万士兵或被杀死 或跳河被冻死 此一过后 燕军仅逃出去几千人 随军出征的其他慕容皇室 宗亲大部分被擒 拓跋归从一众官员中挑选了一些 有能力的人留为己用 剩下的数万后燕将士 则被就地活埋坑杀 当慕容宝率领几千残兵返回中山时 并踏上的慕容锤火冒三丈 把慕容宝怒斥了一顿 慕容宝经过一番检讨后 请求再次出兵讨伐北魏 一雪前耻 慕容锤认为拓跋归刚打了胜仗 一定会轻敌 此时出兵是个好时机 但他对慕容宝不放心 打算御驾亲征 公元396年3月 慕容锤抢撑着身体 再次出兵北魏 在慕容锤的指挥下 燕军将士们士气十足 一路过关斩将直奔北魏京城 拓跋归没想到燕军会卷土重来 更没想到慕容锤会御驾亲征 当得知燕军直逼京城时 拓跋归打算弃城逃跑 可就在此时 慕容锤发生了意外 当慕容锤行军至参合碑时 看到被坑杀的士兵 心里激火攻心 病情再次加重 连起身坐立都变得很困难 无奈之心 燕军只好撤退 在撤军的途中 慕容锤病逝 终年七十一岁 纵观慕容锤的一生 他出身于皇家 但处处受到皇室宗亲的排挤 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 跻身于福坚篱下 在寄居前秦的日子里 慕容锤忍辱负重 一直寻找复国的机会 后来成功建立后燕 并一路开疆拓土 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只可惜他的子孙 不具备他打天下的魄力 也不具备守江山的能力 慕容锤只能含恨而终 为了稳定军心 慕容锤去世后 慕容宝选择密不发丧 直到大军返回京师 慕容宝才公布死讯 料理完慕容锤的后事后 慕容宝于当年四月继位登基 继续延续后燕的国作 就在后燕灭掉西燕的同时 前秦与西秦之间 也在进行着一场生死战斗 前秦皇帝福丕被杀后 他的侄子福登扛起了大旗 福登是一员猛将 战斗力十足 而且比较残暴 在那个缺吃少粮的年代 福登的将士们 每天都有肉吃 这些肉都是来自敌人的尸体 福登用这种方式来鼓舞士气 同时让军队能够得以生存 福丕死后 福登接过了军权 他本想推举福丕的儿子福役为帝 但大家都觉得福役年龄太小 无法担起大任 现在是前秦生死攸关的时刻 必须推举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当皇帝 毫无疑问 福登就是那个独当一面的人 在众人的拥立下 福登继位登基 福登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攻打后秦为福坚报仇 福登的个人作战能力虽然很强 但他的指挥才能不及姚长 福登和姚长打了好几年 不但未占据上风 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 福登的儿子福尚被杀 妻子毛皇后被俘后 因为不堪凌辱 自杀身亡 福登眼见妻儿 相继离世而无能为力 就在福登逐渐被逼入绝境时 姚长突然旧疾复发 不得不返回长安养病 公元393年12月 十年64岁的姚长病逝 姚长去世后 他的儿子姚兴继位登基 福登得知姚长去世的消息后大喜 并趁新王登基之际 发兵前去攻打 福登本以为姚兴是个能力平庸的皇帝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公元394年4月 福登大举发兵前去讨伐后勤 双方在废桥发生大战 后勤在大将引尾的带领下 将福登的军队打退 连吃败仗 让福登情绪非常低落 更让福登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在兵败的荡天夜里 前勤军队发生了夜惊 士兵们四散而逃 整个军队乱作一团 福登拼命喊话维持秩序 但无能为力 为了保命 福登只能骑马逃跑 最终逃到了平凉避难 并在那里将残兵聚集起来 对于此次失败 福登并不甘心 他发誓要灭掉后勤 为了寻求帮助 他将自己的儿子福宗 送到西勤当人质 此时 西勤国王祈福国人已经去世 他的弟弟祈福乾规继位登基 福登随后又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祈福乾规 以此来获得西勤的帮助 祈福乾规觉得福登很有诚意 便派两万骑兵前去救援 姚兴得知福登向西勤搬救兵的消息后 在援军到达之前主动出击福登 并成功将其生勤 一般来讲 政权之间只有国家层面的恩怨 灭掉其他国家后 也会善待王国君王 但姚兴和福登之间是个人恩怨 姚兴抓住福登后 随即将其斩首 福登死后 姚兴把前勤军队解散 让他们回乡务农 然后把福登的皇后赏给部将享用 后来福登的儿子福虫逃到了皇中登基称帝 继续延续前勤政权 西勤军队半路上得知福登被杀的消息后 不但没有继续救援 转而调转枪头前去攻打福虫 刚登基不久的福虫 立刻收拾行装前去投奔福奸的女婿杨定 西勤军队穷追不舍 最终将福虫和杨定斩杀 随着福虫被杀 前勤正式宣布灭亡 作为曾经的北方霸主 前勤立国44年 历经六代帝王 最终以这种形式泄木 实属让人唏嘘 导致前勤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肥水之战 将这场战争称为改变华夏历史走向的战争 丝毫不为过 就在中原陷入一片大乱斗之际 突发鲜卑部落悄然崛起 突发鲜卑在西晋时期就在梁州一带 占据了根据地 给西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后来西晋名将马龙打败了突发鲜卑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突发鲜卑一直寂寂无名 直到突发鲜卑的出现 才带领突发鲜卑重新崛起 突发鲜卑崛起后 后梁君主吕光派人前来收编 并任命突发鲜卑为冠军大将军 当时突发鲜卑还不是后梁的对手 突发鲜卑便接受了官职 向后梁称臣 突发鲜卑此举是迫于无奈 此后他积蓄力量 把周边的小部落全部讨伐了一遍 并征服了一云鲜卑 随着实力一天天增强 突发鲜卑萌生了脱离后梁的想法 尽管吕光不断给他加授官职 一心想要自立的突发鲜卑心意已决 并于公元397年正月 自封为大都督、大将军和大蝉鱼 正式宣布自立 后市将突发鲜卑建立的这段政权称为南梁 南梁是五湖十六国中第十一个建立的国家 突发鲜卑建立南梁后 立马对吕光发起了进攻 并一举拿下了后梁的金城 随后 南梁与后梁在街亭爆发了大战 南梁再次将后梁打得大败 接连失败的后梁 让国内的其他部落蠢蠢欲动 由于吕光晚年非常昏庸 动不动就兴起杀戮 这让投奔后梁的部落首领 非常没有安全感 居住在张叶一带的匈奴部落 在吕光称王后宣布称臣 吕光任命匈奴部落首领 举驱罗囚为上书 此前吕光讨伐西秦 祈福潜规时 带着举驱罗囚和他的弟弟 举驱驱舟一同前往 后来吕光被西秦打得大败 为了推脱责任 吕光把失利之责 推到了举驱罗囚兄弟身上 并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举驱罗囚死后 他的儿子举驱蒙逊 接管了父亲的军队 吕光的做法 引起了匈奴部落的严重不满 在举驱罗囚的葬礼上 举驱蒙逊 朕必高呼要起兵反对吕光 此举得到了部落的支持 公元397年4月 举驱蒙逊带兵攻克了林松郡 后来举驱蒙逊 与堂兄举驱南城兵和一处 准备进攻建康郡 在进攻之前 举驱南城派人前去游说 建康太守断叶 说吕光残暴昏庸 后粮气术已尽 希望断叶能共同起兵反抗吕光 断叶是汉人 他对于反叛一事比较谨慎 便没同意举驱南城的请求 双方爆发了大战 断叶本以为吕光会派人前来援助 但直到建康郡濱临城破时 都未等到后粮的援军 断叶见大势已去 便答应了举驱南的请求 公元397年5月 举驱南城推举断叶为大都督 尊他为首领 断叶没有推辞 他宣布自立 任命举驱南城作为辅国将军 任命举驱蒙逊为镇西将军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北梁 北梁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十二个建立的国家 公元398年4月 断叶命镇西将军举驱蒙逊前去攻打后梁 并生擒得了吕光的侄子吕纯 听闻吕纯被俘后 后梁敦煌郡太守孟敏选择了投降 断叶任命孟敏为沙州刺史 兼任敦煌太守 驻地在敦煌 任命李浩为孝谷县县令 李浩将孝谷县治理的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后来梦敏去世 敦煌太守一直出现了空缺 断叶听说李浩做得不错 所以打算提拔他为敦煌太守 李浩的好友索四 知道断叶的决定后 心生妒忌 他告诉断叶 说李浩在敦煌一带的号召力很强 如果让他担任太守 将来会成为心腹大患 听完索四的建议后 断叶改变了主意 转而任命索四为敦煌太守 索四得到任命后大喜 当即动身奔赴敦煌上任 当他到达距离敦煌二十里时 派人通知李浩前来迎接 李浩对与敦煌太守 失之交臂一事非常不满 在部将的建议下 他决定杀掉索四 在敦煌自立 于是派心腹宋游以迎接的名义 前去诛杀索四 索四在侍从的保护下逃回了张业 后来 李浩得知索四在任命 敦煌太守一事上作梗 便上书断叶要求诛杀索四 恰好辅国将军举渠南城 也非常讨厌索四 断叶不敢得罪举渠南城 便将索四诛杀 然后提拔李浩为镇西将军 都督西北军事 公元四百年十一月 北梁晋昌郡太守唐瑶 宣布起兵反叛断叶 唐瑶起兵后 向其他六军发布倡议 推举李浩为冠军大将军 其他军手均表示同意 在众人的推举下 李浩宣布自立为王 后人将李浩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梁 西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四个建立的政权 当初后燕在参合杯被北魏打得大败 功勋皇帝慕容锤 在复仇的途中身亡 得知慕容锤去世的消息后 北魏皇帝拓跋归大喜 也正是在此时 拓跋归有了一统中原的志向 公元396年8月 这一年兵州出现大旱 庄稼颗粒无收 拓跋归见十几已到 派出四十万大军攻打兵州 驻守兵州的慕容农被打得大败 他的妻女老小都被俘虏 慕容农通过拼杀逃出重围 带着三个骑兵狼狈地回到了中山 慕容农回到中山后 发现后燕内部也在暗流涌动 当初慕容锤临死前 特别交代慕容宝立慕容会为太子 但慕容宝更喜欢另外一个儿子慕容策 虽没有遵从慕容锤的嘱托 立慕容策为太子 此事引起了慕容会的严重不满 只是碍于大敌当前 慕容会便没有争执此事 面对北魏军团大举来犯 慕容宝准备兼臂青野 和对方打持久战 此举让拓跋归非常意外 拓跋归见燕军没有主动出来迎战 便指挥大军直奔后燕都城中山 当魏军攻克长山郡之后 后燕其他郡县纷纷纷投降 最终只剩下中山 叶城和信都三座孤城苦苦之称 为了一举拿下后燕 拓跋归兵分三路 他让东平宫拓跋移前去攻打叶城 冠军将军王剑和左将军李立进攻信都 拓跋归本人率军攻打中山 在生死存亡面前 燕军选择了死守 北魏三路大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 由于这三座城池城防坚固 加之北魏内部出现了矛盾 三路大军同时遭遇失败 燕军凭借顽强的意志守住了城池 公元397年正月22 拓跋归率领大军前往信都 三路大军兵河一处对信都发起攻击 驻守信都的慕容凤坚守失败 他带着亲信逃离 拓跋归成功拿下信都 随后北魏大军又剑指中山 慕容宝为了激励将士 把宫中的金银珠宝和宫女嫔妃 都拿出来犒劳将士 让他们誓死守城 就在北魏大军围攻中山时 隶属于北魏的独孤部落酋长 莫根因为与拓跋归不合 趁机向后燕投降 梅根的侄子丑题担任北魏兵州监军 当他得知叔叔莫根投降后 担心自己受到惩罚 也果断起兵造反 并趁机偷袭北魏的首都 拓跋归得知大稳营被偷袭后 一边率兵回援 一边派人向后燕讲和 并承诺把弟弟送过去当人质 但慕容宝没答应求和 他召集了燕国全部的15万军队 在忽托河北岸阻截拓跋归 准备一举将其歼灭 二月初九夜 慕容宝派出一万赶死队 强行渡河偷袭北魏大营 结果失败而归 偷袭失败的消息传回燕军大营后 燕军一片慌乱 此前 拓跋归坑杀燕军俘虏的事情 给对方留下了阴影 当拓跋归派军前去追击时 燕军纷纷溃逃 当时正值龙东使节 燕军一路上死伤无数 最终狼狈地逃回了中山 当初中山被围使 慕容宝让慕容会前来支援 慕容会故意拖延行军速速 直到三月份才到达继承 在中山被围困的日子里 与慕容宝有矛盾的慕容林 派人前去刺杀慕容宝 计划失败后 慕容林逃到附近山中躲避 此时中山城内人人自危 慕容宝也知道大势已去 便率领众人前去继承投奔儿子慕容会 开封宫慕容祥未跟随前往 而是继续守城 慕容宝虽然是皇帝 但此时的他 不得不屈居于儿子慕容会之下 慕容会趁机发动政变 以平叛的名义 准备诛杀慕容龙和慕容龙 这两人都是慕容宝的得力助手 慕容龙当场被杀 慕容龙则杀出重围 逃进了深山躲避 几天后 慕容龙主动来大营请罪 慕容宝召集众人前来审判慕容龙 席间慕容宝会议为将军慕于腾刺杀慕容会 慕容会侥幸躲过一劫 逃出了大营 慕容会回到军队后 立刻调兵前来攻打慕容宝 慕容宝不敌 率军狂奔到二百里之外的龙城 当年四月 慕容会率军前去攻打龙城 慕容宝站在城墙上 和城下的慕容会相互指责谩骂 将士们看到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和皇子 像街头混混一样骂街 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也为紧张的战争气氛 带来了一丝缓和 两人打完嘴仗后 慕容宝当晚派自己的养子高云 率领赶死队偷袭慕容会的大营 并将他杀得大败 慕容会带着十几名亲随逃往中山城 慕容会刚进城 就被驻守在此的慕容祥斩杀 随后慕容宝杀死了慕容会的母亲 以及他三个儿子 高云因为立下大功被慕容宝封为建威将军 皇家没有亲情 都是斗争 尤其身处乱世 父子兄弟之间都不能信任 在自身利益面前 亲人都是可以被出卖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围攻后 北魏仍未拿下中山 加之长途作战 北魏军队出现粮食短缺 公元397年5月 拓跋归下令撤军 中山之围宣告解除 得知北魏退兵后 慕容宝派人前去接守中山 慕容祥认为 北魏退兵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不想和慕容宝分享胜利果实 便杀掉了来使 自己登基称帝 驻守夜城的慕容德 得知慕容祥称帝的消息后 也打算称帝自立 后来得知慕容宝尚未去世 便打消了念头 慕容祥称帝后 完全暴露了凶残的本性 他不仅娇奢淫义 还动不动就杀人 甚至连心腹大臣都不放过 短短几个月内 被他诛杀的大臣 就多达五百多人 慕容祥的做法 引起了民怨沸腾 当时恰逢城内缺粮 慕容祥担心北魏前来偷袭 遂紧闭城门 不允许百姓出城寻找粮食 一时间城内饿漂遍野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慕容祥派辅国将军 张湘率领五千人 到常山郡纳粮 此前逃入山中躲避的慕容林 趁机率领丁灵部落的人袭击张湘 并成功控制了对方军队 随后慕容林带人攻打中山 城内士兵主动打开城门迎接 慕容林顺利入城 并抓住了慕容祥将其斩首 拿下中山后 慕容林登基称帝 为了解决粮荒 他允许百姓们出城寻找生路 凭借此举 慕容林赢得了民心 当年八月 拓跋归把大军前往常山郡 由于水土不服 北魏士兵出现了严重的瘟疫 死伤人数接近一半 加之士兵们长期作战 思乡之情非常强烈 人们都盼着撤兵回家 大臣们劝拓跋归撤军 此时 拓跋归说了一番痛击心灵的话 他说 士兵们死伤都是天意 只要能拿下足够多的城池 军队就不怕没有人 为了统治天下 这些牺牲都是可接受的 大臣们见拓跋归如此坚决 便不敢劝说撤兵 将士们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对中山发起进攻 此前慕容林允许城中百姓 到城为寻找粮食 几个月过去 城外的粮食被吃完 城内再次陷入饥荒 两只饥饿的大军碰到一起 势必要分出胜负 当年9月29 拓跋归准备进攻慕容林 此时 太史令朝崇提醒拓跋归 说当天是甲子日 昼王就是在甲子日被消灭的 行军打仗都比较忌讳 在这一天出兵 拓跋归听后非常不悦 但他没有发怒 他告诉朝崇 甲子日既是咒王灭亡之日 也是周五王兴起之日 拓跋归显然没把自己当作咒王 这个回答也让朝崇无言以对 从拓跋归对士兵生命 和甲子日的态度可以看出 他身上的确具备帝王之才 但缺少了一些仁慈怜悯 或许仁慈怜悯 从来不是帝王首先考虑的 随后 拓跋归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 慕容林的军队不是对手 当场被斩杀九千多人 慕容林带着妻儿和十几个骑兵弃城 逃往夜城投奔慕容德 随着慕容林逃跑 拓跋归顺利拿下了中山城 慕容林来到夜城后 主动放弃地号 恢复了赵王的称号 他建议慕容德主动放弃夜城 因为中山失守后 夜城内也是人心惶惶 此时应该南下前往华台驻守 以黄河为屏障 阻挡北魏大军南下 从慕容林的分析来看 他不是一个庸才 慕容德觉得有道理 便打算南下 公元398年1月 慕容德带领城中四万户人家 浩浩荡荡的南下 此时的慕容德已经63岁 他自知时日无多 临终前想过一把当皇帝的银 慕容林看穿了他的心思 遂主宋联合大臣 请求慕容德登基称帝 慕容德比较在乎吃相 没有直接称帝 而是效仿哥哥慕容锤 改称燕王 设立百官 后世将慕容德这段政权称为南雁 南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三个建立的国家 眼见慕容德已经年迈 慕容林动了造反的心思 他准备起兵杀掉慕容德 对此慕容德早有防范 慕容林还未来得及起兵 就因计划泄漏被慕容德斩杀 拿下中山后 拓跋归让拓跋一镇守中山 他打算率军北返 为了方便行军 拓跋归下令 在当地征调了一万多名苦力 开凿了五百里山路 此次拓跋归出征 除了拿下中山外 还得到了名相王猛的孙子王献 当他知道王献是王猛的孙子后 非常兴奋 他任命王献为青州中正 并主持门下事务 当慕容宝得知中山陷落后 不知该何去何从 慕容农表示 此时和北魏开战已经不太现实 当务之急是补充军队的资重和牲口 经过一番商议 他们决定扫荡周围的小步路 慕容宝让儿子慕容胜驻守龙城 任命慕容农和慕渝腾为先锋 慕容宝则率领一众人马殿后 公元398年2月 在慕容宝出征的路上 禁军头领段素谷和宋世梅叛变 杀死了一些皇室宗亲 此时的燕军将士已经厌倦战争 他们无心恋战 纷纷趁乱逃走 慕容宝和慕容农杀出重围 逃回了龙城 段素谷随后率军杀回了龙城 一向能争善战的慕容农 剑段素谷来伐 做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他主动向段素谷投降 段素谷对此都感到非常意外 得到慕容农之后 段素谷和慕容农骑马 围着龙城绕了一圈 慕容农在军中的威望非常高 其他将士见慕容农投降 也都主动气泄归降 这一幕让慕容宝看傻了眼 他来不及犹豫 带领慕容盛 慕于腾等人弃城而逃 段素谷随即占领了龙城 段素谷忌惮慕容农的声望 将他软禁起来 以慕容农的声望 随时能组织兵力进行反抗 段素谷自知不如慕容农 为了永绝后患 他派人将其杀死 一代名将慕容农 以一种非常屈辱的方式允命 当年三月慕容宝的旧将兰汉 突然带兵闯入段素谷的大营 将他一众党羽全部杀死 然后兰汉派人去迎接慕容宝回城 慕容宝信不过他 选择南下投奔慕容德 当慕容宝到达慕容德领地时 派使者前去通知慕容德 前来迎接圣驾 使者出发后不久 慕容宝听说慕容德称帝的消息后 他当即率人北陶 慕容德得知使者的来意后 直接将其斩首 在北陶的途中 慕容宝派慕于腾和儿子慕容盛 到冀州招揽旧部 慕于腾平时为人残暴 到了冀州后 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前往 慕容盛认为 这都是慕于腾的错 便趁机将其诛杀 招募旧部失败后 慕容宝听说兰汉在龙城内 祭祀慕容家的宗庙 认为他还忠于自己 便打算返回龙城 慕容盛认为 不宜贸然回龙城 但慕容宝不听 慕容宝觉得兰汉是慕容盛的岳父 深受慕容家的恩惠 不会为难他 后来 兰汉派人前去迎接慕容宝 慕容盛流泪跪下劝阻 慕容宝置之不理 回到了龙城 慕容盛则和将军张真留了下来 当慕容宝满心欢喜地 准备回龙城做皇帝时 兰汉将慕容宝带到龙城郊外杀死 十年四十四岁的慕容宝殉命 慕容宝在为三年做了很多蠢事 得此下场实属不冤 与慕容宝一起被杀的 还有慕容策等一众王公大臣 杀掉慕容宝后 兰汉自立为王 听闻父亲被杀后 慕容盛不顾张真的劝阻 前往龙城奔赃 到了龙城后 兰汉的妻子和女儿 为慕容盛下跪求情 兰汉念及翁绪之情 便没有杀慕容盛 还任命他做侍中 兰汉的哥哥兰迪和弟弟兰嘉南 多次要求杀掉慕容盛 均被兰汉拒绝 慕容盛并没有因为兰汉不杀之恩 而心生感激 他私下里与兰汉的外孙 慕容客的孙子慕容齐合谋 准备礼应外合 光复大燕祖业 慕容齐此后来到建安 召集了数千人起兵讨伐兰汉 兰汉本想派兰迪率兵前去讨伐 但慕容盛告诉兰汉 慕容齐只是个孩子 他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挑拨 慕容盛把幕后主使指向兰迪 平日里兰迪非常骄横跋扈 甚至连兰汉都不放在眼里 慕容盛正是利用兰汉的多疑 和兰迪的骄横跋扈 来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 对于慕容盛的挑拨 兰汉重计了 他不但罢免了兰迪的军权 还派与兰迪不和的将军 尼目前去讨伐慕容齐 时值七月 龙城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大汉 在那个崇尚迷信的年代 兰汉认为 是慕容保的冤魂 营绕在龙城上空 才导致城中大汉 为了给自己洗刷罪行 兰汉在慕容保灵前祭拜的时候 把罪责都推到兰迪和兰迪 兰迪身上 使则是他们煽动自己 犯下大错 兰迪和兰迪 兰迪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 聚集了几千人发起兵变 兰汉派太子兰牧前去讨伐 将二人打得溃败 兰牧得胜归来后 兰汉设宴靠劳将士 当晚兰汉与兰牧都喝得鸣鼎大醉 慕容胜趁机带人闯入宫中 杀死了兰汉与兰牧 随后 慕容胜又在城中 搜到兰迪和兰迪南的藏身之所 并将他们斩杀 兰汉身边的将士 大多数都是慕容家的旧将 他们见兰汉已死 便重新效忠慕容胜 随着兰汉等人被杀 龙城又重新回到慕容家族手中 公元398年7月21 众人推举慕容胜称帝 但慕容胜自封为常乐王 以王爷的身份总理朝政 慕容骑听闻慕容胜自立的消息后 认为自己被耍 便率兵前来讨伐 只可惜慕容骑在慕容胜面前 只是个孩子 完全不是慕容胜的对手 慕容骑兵败后被升勤 随后被慕容胜赐死 当年8月 步兵校为马秦起兵造反 慕容胜很快派兵平定了叛乱 马秦死前招供出 票棋将军慕容虫是幕后主使 对此慕容虫坚决不承认 但慕容虫的辩解已经不重要 随后 慕容胜下令赐死了慕容虫 和他的弟弟慕容成 经过一些连的评判 反对慕容胜的人都被剪除 此时 群臣集体劝谏慕容胜登基称帝 慕容胜没有再推辞 当年10月17日 慕容胜正式登基称帝 继续延续后燕的国作 肥水之战结束后 谢安的名望达到了巅峰 自古以来 功高盖主从来都不是好事 谢安的成功引起了司马家族 以及部分大臣对他的妒忌 他们到处寻找能打击谢安的机会 就在此时 谢安的女婿王国宝 充当诋毁谢安的先锋 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 出身这样的家庭 王国宝本应该前途光明 但他不学无术 为人阿谀奉承 谢安非常不喜欢他 只任命他做了个尚书郎 这让王国宝怀恨在心 为了打击谢安 王国宝投靠到自己小舅子司马道子门下 司马道子是近世皇帝司马耀的亲弟弟 深得司马耀的信任 在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的诋毁下 司马耀开始转变对谢安的看法 逐渐疏远他 谢安是聪明人 他察觉到 皇帝对自己的态度变化后 打算带领家人隐居东山 远离朝堂纷争 对此 司马耀表示默许 但谢安没来得及隐居便患病去世 公元385年8月 十年66岁的谢安去世 司马耀想到谢安为近世所做的努力 心中感到十分惭愧 他亲自前去给谢安调宴 随后追赠他为太傅 谢安去世后 东晋失去了一位璀璨的名士 也失去了一位治国安良的大臣 为了填补谢安的空缺 司马耀任命年仅22岁的司马盗子为扬州刺史 都督中外军事 匪水之战过后 司马耀认为 近世可以高枕无忧 所以把朝政大事全部交给司马盗子处理 他整日泡在后宫 与美女们饮酒和欢 司马盗子为了进一步架空司马耀 大肆投其所好 为司马耀广泛搜集美女 攻其淫乱 他则专心玩弄权术 后来 司马盗子和王国宝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群臣们的不满 他们纷纷上书 请求罢免司马盗子和王国宝 司马耀也意识到司马盗子的行为 的确不合适 但此时的司马盗子根基已深 为了制衡司马盗子 司马耀提拔中书令王公 都督五州军事 兼任衍州 青州刺史 任命王国宝为中书令 调整完朝堂人事后 司马耀继续沉迷于后宫酒色 当时司马耀非常宠幸张贵人 因为张贵人不仅生得漂亮 而且酒量非常大 司马耀每次喝酒都会让张贵人作陪 但国色天香也逃不开时间的规律 公元396年9月 已经30出头的张贵人 陪着司马耀在后宫喝酒 当晚 司马盗子又送来了一批 非常年轻的小姑娘作陪 司马耀酒过三巡后 对张贵人开玩笑说 她已经30多岁 应该退居二线给小姑娘让路了 这本是一句酒后戏言 但对于女人来讲 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宴会结束后 司马耀被抬至张贵人的寝宫过夜 张贵人想起司马耀在宴席上说的话之后 心里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不想等到失宠后被罢黜 于是决定趁罪杀死司马耀 此时的司马耀已经鸣顶大罪不省人事 张贵人用被子活活将其闷死 司马耀死时年仅35岁 事后张贵人用重金打电身边的宦官婢女 声称司马耀是喝酒过量致死 司马盗子无心追究司马耀的死因 便接受了这个结果 后来张贵人并未受到惩罚 司马耀死后 他的长子司马德宗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 痴呆程度比进会帝司马中还要严重 他不能分辨春夏秋冬 甚至连吃喝拉撒都不能自主 司马德宗上位后任命司马盗子为太父 此后东晋朝廷成了司马盗子的一言堂 这也预示着东晋朝廷的末日不久后会到来 司马盗子和王国宝等人的行为引起了重怒 这其中就包括王公 他出身于太原王家 是当世名士 此时的王公身兼远州 青州二州刺史 他多次遂司马盗子表达了不满 司马盗子觉得王公首领手握重兵 于是想拉拢他 但王公坚决表示不与司马盗子为伍 司马盗子拉拢不成 便萌生了除掉王公的想法 与此同时 王公也在计划进京诛杀王国宝等人 为了能扳倒王国宝等人 王公想拉拢一个有实力的人与自己为伍 为此 他派人前去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勘 并直接表达了他想诛杀王国宝的想法 收到王公的书信后 殷仲勘拿不定主意 于是向南郡公环玄请教对策 此时的环玄正郁郁不得志 如果他想的朝堂上有一番作为 就必须把国家搞乱 他力劝殷仲勘应该和王公一起出兵入京清军策 殷仲勘在环玄的劝说下 决定与王公一起清军策 他们先联合上书 痛斥王国宝的种种恶行 司马道子收到诏书后十分害怕 为了平息王公等人的怒火 他将所有的罪行都推到王国宝身上 最终让他自杀谢罪 王国宝死后 司马道子为了进一步安抚王公 单独写信向其道歉 王公见司马道子示弱便放过了他 安抚完王公后 司马道子内心一直对王公的要挟耿耿于怀 为了报复对方 司马道子任命长子司马元贤为征鲁将军 让他私下准备兵马 以便将来应对王公等人 与此同时 司马道子将豫州刺使于凯下辖的四个郡 分给了侨王司马上之的亲信江州刺使王渝 此事让于凯非常不满 他写信给王公 说现在司马上之的势力已经超过了王国宝 他建议王公应该先下手为强 除掉司马上之 以免将来被打压 王公将此事告知殷仲勘和桓玄 殷仲勘和桓玄同意联合起兵前去讨伐司马上之 并推举王公为盟主 准备对京师发起进攻 殷仲勘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杨全七 他出身于明门世家 只是因为难度时间较晚 在朝堂上的地位不高 此次得到攻打京师的机会后 他和自己的兄弟率军出征 大败江州刺史王瑜并将其生擒 与此同时 桓玄也大败朝廷军队 与杨全七一起势不可挡 司马道子眼见对方来势汹汹 便让儿子司马元显驻守石头城 采取防守策略 王公为人一向比较自负 如今取得胜利后 更加目中无人 实际上王公的军事才能非常有限 之所以能带兵打仗 完全靠猛将刘劳之出谋划策 但王公非常不尊重刘劳之 经常对他呼来喝去 司马元显得知此事后 派人前去拉拢刘劳之 并许诺打败王公后 就让他替代王公的位置 刘劳之非常动心 经过一番考量 他决定归附司马元显讨伐王公 后来 刘劳之和司马元显密谋的事情 遭到泄露 但王公不相信刘劳之会背叛自己 便没有做防范 刘劳之瞅准机会 对王公发起进攻 将其打得大败 王公兵败被抓 后来被押往建康斩首 王公死后 司马元显兑现了承诺 刘劳之被任命为 衍州青州刺史 都督七州军事 为了拿下殷仲刊 司马道子决定用官职 来打动环玄和杨拳期 但环玄和杨拳期认为 只有和殷仲刊紧密报团才能立足 他们相互把自己的儿子兄弟 送到对方那里做人质 然后启示结盟 准备对抗朝廷 环氏家族在荆州根基非常深厚 环玄被推举为盟主 环玄三人结盟后 司马道子感到害怕 最主动示弱 答应环玄等人的请求 进京讨伐一事才暂时作罢 此时的东晋 已经是风雨飘摇 外有强敌环四 内有诸侯斗争 除了大臣们相互争斗外 民间也诞生了一股 反对朝廷的力量 这股力量的发起者是吴斗米教的信徒 吴斗米教是东汉末年兴起的 在前唐人杜元的传播下 吴斗米教在江东一带非常盛行 杜元有一个学生名叫孙泰 杜元死后 孙泰成为了教主 在崇尚迷信的年代 孙泰声称会延延益寿的法术 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 很多朝堂大员都是孙泰的信徒 后来 孙泰被介绍给皇帝司马耀 司马耀信以为真 后来任命他为新安郡太守 孙泰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见晋士示威 便有了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利用信徒捐赠的大量金银 打着讨伐王公的名义 私自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 后来此事被朝廷获悉 司马道子以加官进爵的名义 把孙泰骗到京师将其斩杀 一同被斩杀的 还有孙泰的六个儿子 孙泰的侄子孙恩 侥幸躲过一劫 事后他逃至海岛上避难 孙恩对信徒们宣称 孙泰并没有死 而是羽化成仙 后来信徒们把对孙泰的信奉 转移到孙恩身上 并向孙恩宣誓誓死追随 躲在海岛的孙恩 并未打算善罢甘休 他秘密纠集了一批信众 准备杀回东晋 不久之后 孙恩带着信众偷偷从海岛上岸 杀死了上渝县令 随后对快鸡骏发起攻击 快鸡骏内使名叫王宁之 他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 王宁之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 不过他的妻子谢道运 却是华夏历史上有名的才女 谢道运是谢安的侄女 是名将谢玄的姐姐 谢道运和王宁之是政治联姻 尽管谢道运对此十分不满 但在那个讲究门当户队的年代 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王宁之信奉天师道 面对孙恩率领的大批暴徒 他没有组织兵力进行反抗 而是在道观里 请求天兵天将的帮助 公元399年11月 孙恩率人攻破了快鸡骏首府 王宁之和他的儿子都被杀 但孙恩久仰谢道运的名气 便没有杀他和他的外孙 此后 谢道运一直在快鸡骏内终老 孙恩攻破快鸡骏的消息传开后 周边八个骏都发生了叛乱 骏首或被杀或弃乘而逃 短短十天之内 三吴地区起兵反抗朝廷的人 多达十几万 孙恩占领快鸡骏以后 自封为征东将军 为了让当地官员听从命令 他将不听话的官员堕碎烹煮 然后分给他们的妻儿分食 从孙恩的残暴程度可以看出来 孙恩治下的五斗米教 也是个标准的邪教 孙恩向皇帝司马德宗上书 罗列了司马盗子和司马元显父子的罪行 他声称只要将他们二人斩首就会罢兵 司马德宗是一个傀儡皇帝 此时的司马盗子也整日沉浸于酒色之中 朝堂大权掌握在司马元显手中 眼见孙恩叛乱势力越做越大 其他地方大员趁机扩张势力 司马元显尚书司马德宗 任命自己为中将军 把朝廷大军都归于自己 然后会同流劳之前去讨伐孙恩 在流劳之大军出马后 一路所向披靡 将一兴郡无兴郡等地的贼寇杀得溃败 孙恩看形势不妙 最终又逃到了海岛上躲避 刘劳之因为立下大功被封为前将军 刘劳之之所以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除了自身军事能力出色之外 也仰仗于他手下的一员猛将 这员猛将名叫刘豫 刘渊是东晋末年的主角 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豫出生于彭城县 他是刘邦弟弟刘娇的二十二世孙 有些人因为子孙后代而名声大震 如果没有刘备 中山晋王刘胜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同样 如果没有刘豫 也没有人会想起刘娇 当年西晋覆灭中原大乱时 刘豫的曾祖父刘混率领家族南渡江东 后来他的父亲刘翘 在郡上担任公曹一职 由于收入微薄 刘翘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刘豫出生时 他年仅二十一岁的母亲 因为难产去世 刘翘因为请不起奶妈 打算将其扔掉 后来刘豫的姨母不忍心 便主动收养刘豫 为了将刘豫养大 他的姨母甚至断掉自己孩子的奶水 让刘豫吃 刘豫慢慢长大后 姨母将他送回了父亲身旁 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娶了继母 萧文寿为妻 并生下两个儿子 刘道莲和刘道归 刘道归出生后不久 刘翘便去世 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到萧文寿一人身上 萧文寿是一位非常勤快的女性 她白天带着刘豫进山砍柴 到集市上换取柴米油盐 晚上鞭携织布到大街上叫卖 可富贵在于数数 不在劳身 自古以来 勤劳致富都是统治者麻痹大众的谎言 勤劳只能解决温饱 很难致富 尽管萧文寿异常努力 刘豫一家的日子还是过得非常艰难 她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 长大后还沾染上了赌国的恶习 欠了赌房一大笔钱 由于还不起钱 刘豫被人捆在树上打得劈开肉绽 生命奄奄一息 恰好此时王导的孙子王蜜 经过此处出于善心 便替她还了钱 狼牙王家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不错 这也和王导传下的家风有关 王蜜救下刘豫后出于鼓励 她告诉刘豫不要自甘堕落 要成就一番事业 这只是王蜜寻常的一番鼓励 但这番话在刘豫内心激起了惊涛骇浪 自此之后 她发誓要扬名立万 绝不能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 此时东晋官场已经被士族垄断 在九品中正选官机制下 寒门要想做官南鱼登天 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军建功 为了在军中谋一个职位 她找到自己的发小何无忌 何无忌的舅舅便是北府兵首领刘劳之 刘劳之见刘豫身材高大 便让她担任孙无忠的司马 后来孙恩造反 刘劳之又把刘豫照到身边做参谋军事 客观来讲 刘豫的起点并不低 她也不算是白手起家 华夏历史上没有白手起家的成功案例 如果刘豫的起点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 可能很快就沦为炮灰 不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评判孙恩的过程中 刘豫曾带领十几个赤猴前去侦查敌情 在途中遇到了贼寇 刘豫等人被围 但刘豫并未投降 而是挥舞着大刀奋力厮杀 一连斩杀了十几个贼寇 随后刘豫又跳入河中 待贼寇前来捉拿他的时候 刘豫又从水中跳上岸 再次斩杀十几个贼寇 这些贼寇本来就无人率领纪律松散 战斗力低下 他们见刘豫如此勇猛 谁都不想第一个上去送死 大家面面相去等着别人上去送死 但没人愿意主动上前 僵持了一会儿 贼寇们竟然自行散去 这一幕让刘豫看傻了眼 他都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回去 紧接着 刘劳之的儿子刘靖轩率兵赶来 杀了一批跑得慢的贼寇 并俘虏了上千人 死亦过后 刘豫扬名天下 刘劳之对刘豫更加看重 将他视作心腹 不再安排他去执行这种危险的任务 此番征讨孙恩成功后 司马原显将其视为自己的功劳 他安排部下为自己请功 最终进一步将朝政大权握在手中 朝臣纷纷前来归父 而他的父亲司马道子被彻底架空 孙恩败退至海岛后 朝廷任命谢安的次子谢衍为会计内使 谢衍能坐上这个位置 并不是因为他才能出众 而是凭借他出身名家 他完全不懂如何部署城防 也不懂如何带兵打仗 公元四百年五月 孙恩再次抵达会计郡守府 谢衍急于建功 率人前去迎敌 结果兵败被杀 依同被杀的还有他两个儿子 谢家的光辉没有继续延续下去 拿下会计郡后 孙恩继续在东南一带作乱 周边郡守又被打得大败 朝廷建行事危急 再次派刘劳之前去平叛 刘劳之得令后 派刘豫为先锋前去讨伐 在刘豫面前 孙恩的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很快被打得溃败 孙恩再次退回到海岛 公元四百零一年三月 孙恩再次率众前去攻打海盐 驻守此处的刘豫并没有多少士兵 但他并不慌张 他命人城门大开 安排一些老弱残兵在城外巡逻 孙恩到达城下后 让刘豫前来迎战 守城士兵说 刘豫已经率兵逃走 孙恩信以为真 于是率兵进城 结果中了刘豫的埋伏 将孙恩杀得大败 孙恩兵败后逃跑 刘豫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点点蚕食孙恩的军队 孙恩见刘豫如此有勇有谋 自认为不是对手便率军逃走 不久后 孙恩又集结了十万大军 乘坐一千多艘战准备进攻单途 单途距离东近都城建康非常近 如果单途遇险 建康就会暴露在危险之中 司马元显一边部署军队 在建康城周围部下重兵防守 一边紧急召集刘豫之前来救援 刘豫之军队人数众多 行军速度慢 他紧急派人给刘豫传令 让他紧急前往单途救援 驻守海岩的刘豫部众不足一千人 他接到命令后 星夜兼程赶往单途 并和孙恩同时到达 从双方军队数量来看 刘豫占据绝对劣势 但在前几次交战的过程中 孙恩被刘豫玩得团团转 内心非常恐惧 再次与刘豫作战 此番刘豫前来已经是人困马伐 但他来不及休整 提着大刀就冲入对方阵中 在刘豫的带动下 手下一千多人犹如下山猛虎 将孙恩军队冲得七零八落 孙恩的士兵已经得了刘豫恐惧症 他们不想再与刘豫交锋 纷纷气泄逃走 整个军队乱作一团 因踩踏至死 掉入水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孙恩舰行事不妙 紧急乘船离开了建康 北上相继攻陷了豫州和广陵 孙恩为了发泄怒火 攻陷城池后 纵容士兵们烧杀抢掠 刘豫因为保护建康有功 被提拔为下批太守 随后让他率兵前去讨伐 占据豫州等地的孙恩 刘豫得令后 当即率人前去征讨 刘豫已经总结出一套 对付孙恩的办法 在他的带领下 禁军很快拿下了豫州和广陵 孙恩随后南下逃至海盐 刘豫趁势追击 又在海盐一带 斩杀孙恩部众上万人 孙恩失利后 再次逃回周山群岛 孙恩的军队攻打其他禁军时 犹如砍瓜切菜 可在刘豫面前 就变成了对方练手的活靶子 孙恩拿自己士兵的生命 不断给刘豫积累军功 孙恩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他不信这个邪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 他决定卷土重来 再次率领大军 前去攻击沿海的城池 结果 这次还没遇到刘豫就被打退 此情此景 让孙恩感到气血喷涌 他一气之下投海自尽 孙恩死后 他的妹夫卢巡被推举为头领 带领残兵退至海岛休养生息 在孙恩作乱期间 杨拳期和殷仲勘一直按兵不动 而环玄则一直在扩大势力范围 此番平定孙恩叛乱 耗费了朝廷大量财力物力 此时的朝廷已经无力与环玄抗衡 环玄将朝廷已经不是威胁 便趁机攻打杨拳期和殷仲勘 最终将两人杀死 随后环玄上书朝廷 要求接管杨拳期和殷仲勘的地盘 朝廷不敢得罪他 便让他督督七个州的军事 环玄趁机把自己的亲属 安排到各个州郡担任刺史 一番操作过后 环玄已经控制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 得势后的环玄更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司马元显见环玄越坐越大 便下诏起兵前去讨伐 司马元显任命刘劳之和司马上之 为前锋前去讨伐 环玄见司马元显来讨 他先公布了司马元显种种罪名 然后召集军队顺长江而下直奔健康 司马上之军事能力一般 在环玄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很快便被环玄打败 此时左右胜利天平的关键在于刘劳之 刘劳之虽然听命于司马元显 但对司马元显专权仪式非常反感 他担心消灭环玄后 自己会被司马元显妒忌 所以对讨伐环玄仪式并不上心 由于看穿了刘劳之的心思 他主动劝谏前去攻打环玄 刘劳之没有批准 后来环玄让刘劳之的舅舅和睦前去游说 希望能拉拢刘劳之 经过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后 刘劳之决定帮助环玄 对此刘玉 刘劳之的儿子刘靖轩和刘劳之的外甥和吴继非常不理解 他们苦劝刘劳之不要归顺环玄 但没有让刘劳之回心转意 随后刘劳之宣布向环玄投降 得到刘劳之的支持后 环玄信心大增 一路平推到建康城下 城中将士见大势已去 主动开门放环玄进城 环玄随即下令捉拿司马道子和司马元贤父子 此时的司马道子由于长期喝酒 已经是全身麻痹 环玄见他是废人一个 将他贬为庶民 后来又派人堵死了他 而司马元贤等党羽 悉数遭到诛杀 环玄占占领京城后 任命刘劳之为会计太守 此举只在夺取刘劳之的兵权 将他调离大本营 刘劳之想过 环玄会泻末杀驴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刘劳之想起兵反抗 但刘劉却拒绝执行命令 他说如今天子在环玄手上 此时讨伐环玄就是大逆不道 随后 刘劉向刘劳之请辞返回了京口 恢复了百姓身份 何无忌也跟着刘劉一起离开 刘劳之不想束手就擒 他随后召集幕僚开会 商讨征讨环玄一事 参军刘劳在会上告诉刘劳之 当初他起兵反王宫 后来又与环玄一起讨伐司马元贤 如今又要讨伐环玄 他已经失去了信誉 刘劳说罢便请辞离开了军营 其他将领也紧随其后离他而去 刘劳的话深深刺痛了刘劳之 他后悔当初向环玄投降 此时的刘劳之无比压抑 为了保命 他率领几个亲随逃跑 走之半路 刘劳之内心想不开自杀身亡 他的部署为他收敛尸身 将棺材送回了老家单途 环玄得知刘劳之自杀后 命人将他的尸身斩首 将头颅扔到大街 刘劳之身为一代名将 一辈子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 晚年却因为做决定 不慎导致身手异处 得此下场 令人唏嘘不已 刘劳之死后 刘席和刘靖轩等北斧兵将领 曾组织了一支队伍 前去讨伐环玄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刘席等人被杀 刘靖轩则逃到了南宴 其他将领投降了后勤 由于刘豫早遭地向刘劳之请辞 后续也没参加讨伐环玄的行动 加之刘豫军事能力极强 他不但没有遭到清算 后来还被环玄任命为 辅军中兵参军 此时 孙恩的妹夫卢巡 再次纠集不重攻打东阳郡 环玄立马祭出刘豫 卢巡延续了孙恩的光荣传统 再次被刘豫击败 退到永家郡休整 公元403年2月 环玄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大司马 其他朝臣见环玄有篡位之意 遂为他请家九夕之礼 并劝他早日登基 对于环玄想篡位一事 环玄派人询问刘豫的意见 刘豫想把环玄往火坑里推 他告诉来时 说环玄登基是顺应天命 应该越快越好 此时的环玄认为 没有人能阻拦他登基 便派人在民间制造了 诸多祥瑞作为铺垫 为登基篡位做准备 当年11月 司马德宗命人起草善让诏书 同时把传国玉玄送给了环玄 然后搬离了皇宫 12月初一 环玄正式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楚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环楚 当初 环温通过北伐立下大功 临终前都为篡位成功 如今环玄凭借窝里斗完成了 他父亲未完成的事 环玄登基后 尊环温为宣武皇帝 完成登基大典后 环玄返回宫中 急不可耐地坐上龙椅 由于太激动 环玄往下坐的时候太过用力 直接把龙椅坐得沉陷下去 面对窘境 大臣殷重文出来解围 说环玄的德行深厚 连大帝都承受不了这种厚重 环玄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自古以来 溜须拍马之术 是讨好领导的硬通货 几千年来未曾改变 环玄登基后 对刘玉非常优待 他告诉众人指望 刘玉帮他平定中原 刘玉并未因为环玄的优待 而感恩戴德 而是密谋推翻环玄 公元404年2月 刘玉联合资议参军 刘迈的弟弟刘毅 刘道归和吴继 孟长等十几个人 约定十天后同时起兵 孟长的妻子周氏 出身于大户人家 为了支持孟长起兵 他变卖所有家产支持丈夫 通过这个事情 也可以看出 人们追随刘玉起兵的决心 十天之后 刘玉和何无忌 准备对助手单途的 环玄堂兄环修下手 由于刘玉在环玄面前 表现得毕恭毕敬 环修对刘玉没有防范 刘玉趁机将环修斩首 将他的人头示众 正式宣布起兵 环玄得知 刘玉起兵后大怒 派人前去搜捕刘玉的党羽 那些来不及逃跑的 不仲被抓后 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环玄此举 是为了震慑起兵反叛的人 但这种残暴的手段 也彻底断了刘玉等人的后路 他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没有回旋的余地 后来众人推举刘玉为盟主 让他总督徐州事务 刘玉任命孟长 为掌使镇守金口 任命谭平之为司马 朱灵石为参军 全面开始反击环玄 当年三月初一 刘玉与环玄派来的大军 发生了激战 为了鼓舞士气 刘玉提刀一马当先 连续斩杀了吴辅之 和黄辅夫两员大军 这两人是环玄的心腹猛将 刘玉也在此战中 折损了大将谭平之 谭平之死后 刘玉将谭平之的军队 交给他的弟弟谭之率领 环玄得知两位心腹爱将被杀后 顿时心慌意乱 因为除了他们之外 他手下没有能堪当大任的将领 三月二日 刘玉带领将士们继续对环玄发起进攻 并一举拿下了环玄的根据帝东陵 此时的环玄觉得翻盘无望 带着家眷和司马德宗乘船逃走 随后 刘玉顺利进入建康 成功接管朝堂 并对跟随自己的人一一重赏 环玄逃走后 辗转来到江陵 这里是环氏家族的大本营 环玄用了短短几日就召集了数万人 他挟持司马德宗准备东征收复建康 但这些临时征调的士兵不具备作战能力 在刘道规的攻击下 环玄再次落败 此时的环玄已经是众叛亲离 为了逃命 他抛弃司马德宗独自逃往巴蜀 环玄的船只在去往巴蜀的路上 被益州都户逢迁拦截 并成功将其斩杀 环玄死时年仅36岁 从环玄登基到身亡 前后过去不到一年 环玄作为环温的儿子 几乎将坏事做尽 得此下场实属不冤 冯谦杀掉环玄后 将他的首级送到了建康 随后 环玄的儿子以及残余势力 全部被斩首示众 公元405年3月 刘逸将司马德宗护送到长安 重新扶持他为晋氏正统皇帝 随后 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德文为大司马 任命刘逸为侍中车骑将军 兼任徐州 兼州刺史 都督中外军事 后来在刘逸的要求下 他返回了金口驻军 平定完环玄之乱后 刘逸掌握东晋大部分兵马 在乱世背景下 谁掌握了兵力 就相当于掌握了话语权 但此时的刘逸 还仍然无法在朝堂上称霸 因为他的出身过于卑微 在政治上 根本无法与传统的士族想抗衡 士族虽然没有兵权 但政治号召力非常强 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打压刘逸 此前 刘劳之被迫自杀 就是因为无法调动士族 刘逸的聪明之处在于 他没有用武力强行压迫士族 而是用政治资源和他们进行交换 在东晋 扬州刺史历来是京城健康五倍的最高长官 这个职位一般由朝廷最放心的士族担当 刘逸本可以打破这个惯例 但他依然推荐与他私交不错的王密担任此职位 刘逸这样做能够给士族一个台阶下 同时也驱除了士族对他的敌意 对于愿意合作的士族 刘逸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但对公然作对的士族 不论其出身影响如何 刘逸都采取了雷霆手段 发现即杀 金口大族雕魁 环权之乱时 公然支持环士 加上他与刘逸早年有些私怨 刘逸便公私一起算 杀了雕魁 发动金口百姓分了他的家产 太原王室的王瑜 王随父子图谋起兵反对刘逸 后来事情败露 刘逸也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们 在刘逸坐镇的日子里 东晋政坛暂时回归到平静 此时北方正在上演政权更迭 当初后燕皇帝慕容胜 力挽狂澜登基为帝后 开始了新一轮的朝堂清洗 他将对自己有威胁的大臣 以及王室宗族全部诛杀 此时的慕容胜年仅27岁 但他的手段之残忍 让满朝文武都未知胆寒 但这种残酷的行事方式 也引来了反噬 自从慕容胜登基后 针对他的暗杀 政变持续不断 虽然慕容胜大多数时候 都能一一化险为夷 但只要失败 以此就足以让他坠入深渊 公元401年8月 左将军慕容国和殿上将军 秦渝断赞密谋诛杀慕容胜 但因为消息泄露 被慕容胜反杀 因为此次事件被处死的人 多达上千人 但人们并未因为慕容胜的残暴 而停止刺杀 不久之后 秦渝的儿子秦兴莲和段基等人 秘密潜入宫中刺杀慕容胜 并成功让慕容胜身负重伤 受伤后的慕容胜 强忍剧痛稳定大局 但终因为伤势过重身亡 慕容胜死时年仅29岁 在位三年 慕容胜生前曾策立慕容定为太子 大臣们觉得慕容定过于年幼 不能支撑起大局 希望慕容胜的丁皇后 能够拥立年长的宗亲为帝 大臣们一致推举慕容胜的弟弟慕容元为帝 但丁皇后与慕容胜的叔叔慕容熙有奸情 在丁皇后的推动下 最终慕容熙登基为帝 为了永绝后患 事后慕容熙派人杀死了慕容元和慕容定 慕容熙是历史上有名的痴情皇帝 他登基之后 他把当世著名姐妹花 福松和福迅英纳入后宫 当初帮慕容熙上位的丁皇后 眼见慕容熙移情别恋 内心十分妒忌 他后悔帮慕容熙夺位 准备联合其他慕容宗亲除掉她 结果因计划败露被杀 处死丁皇后之后 慕容熙便把心思全都放在 服侍姐妹花身上 为了讨好服侍姐妹 慕容熙无所不用其极 大肆征用劳工修建豪华宫殿 只是常规操作 为了在服侍姐妹面前 展示男性雄风 慕容熙经常不顾士兵们的死活 在极端严寒出门打猎 期间每次都得冻死上千士兵 公元405年1月 高沟黎侵犯厚烟的边境 慕容熙想在服侍姐妹面前表现一番 她亲自率兵前去征讨 起初燕军攻打高沟黎非常顺利 将对方城墙破掉一个大的缺口 士兵们马上就可以杀进城 但慕容熙为了讨服侍姐妹开心 要求士兵们把高沟黎的城墙铲平 她要和服侍姐妹坐着碾车进城 如此一来 准备杀进城的燕军 不得不退回来重新攻城 高沟黎趁机修复城墙 加强防御 此时正值北方龙东世界 天降大雪 士兵们带的资重不够 加之功成遇到阻碍 动死者不计其数 慕容熙在众人的劝说下 班师回朝 此番攻打高沟黎失败 让慕容熙在服侍姐妹面前丢了面子 为了证明自己 她带上皇后福迅英去攻打契丹部落 此时的契丹部落兵强马壮 慕容熙眼见对方是块硬骨头 准备撤军 但福迅英要求必须打一仗才肯回去 气氛烘托到这个地步 慕容熙只好硬着头皮打一仗 讨福迅英欢心 为了能打胜仗 慕容熙决定再次去拿捏高沟黎这个软柿子 于是下令军队掉头 长途奔袭三千里前去攻打高沟黎 士兵们在天寒地洞中行军 还未到达高沟黎就折损了大半 等到达高沟黎的墓底城 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 根本无力攻城 慕容熙强行下达攻城命令 最终以惨败收场 在此次攻城中 慕容熙的心腹重臣 西洋宫慕容云身负重伤 他觉得慕容熙如此折腾会出大问题 便主动请辞回家休息 不再主动接近慕容熙 服侍姐妹恃宠而骄 经常故意为难他人 慕容熙为了讨好他们 时常滥杀无辜 公元407年 福迅英病亡 慕容熙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悲伤地垂胸顿足 他想到今后都见不到福迅英 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在福迅英的棺材里 与其发生了关系 这种行为 放在世界历史上 都是非常惊世骇俗的 福迅英死后 慕容熙以各种理由大杀四方 让朝臣们为他陪葬 一时间造成了举国上下民怨沸腾 中尉将军冯拔和弟弟冯素福 也在陪葬之列 他们为了活命 打算奋起反抗 冯拔兄弟 趁慕容熙为福迅英下葬时 疏于防范 率兵拿下了京城的武器库 并攻陷监狱将罪犯们组织起来反抗 事后 冯氏兄弟推举西洋公慕容云为盟主 带领他们起事 慕容云本是高沟黎皇族 后来被慕容皇室赐姓慕容 公元407年7月 慕容云在冯氏兄弟的推举下 自称天王 改姓为高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北燕 北燕是五湖十六国中 最后一个建立的政权 在高云的带领下 很快破掉了慕容熙的防御 7月29 慕容熙被抓 高云将慕容熙的罪状公布于天下 然后将其斩首 此时年仅23岁 随着慕容熙被杀 立国24年的后燕正式宣布灭亡 高云并没有因为灭掉后 燕高兴太久 因为在冯氏兄弟眼里 他只是个傀儡 北燕朝政大权都在冯氏兄弟手里 核心岗位的人员任命 都得经过冯拔同意 为了制衡冯氏兄弟 高云培养黎班和陶仁 作为自己的亲信 让他们负责宫廷保卫工作 为了拉拢他们二人 高云赐给他们无数奇珍异宝 并给他们修建了豪华府邸 但他们二人只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暂时效忠高云 一旦有人出更高的架码 他们就会背叛 冯拔当初扶持高云上位 只是权宜之计 他一心想要除掉高云自立为王 他找到黎班 陶仁 许诺 他们只要杀死高云 就能得到更高的职位 公元409年10月 黎班和陶仁利用植物之变 闯进宫中将高云杀死 就当他们二人满心欢喜地 提着高云的手机前来请宫时 冯拔下令将他们二人处死 随后 冯拔对外宣布 黎班二人反叛备注 后来 冯拔在众人的推举下登基 冯拔登基后 仍然保持北烟的国号 就在后烟灭亡 北烟立国之际 姚氏宗族治下的后勤 也在谋求扩张 后勤君主姚兴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且胸怀大志的人 他继位之后 一方面在国内搜集人才 一方面谋求对外扩张 他首先将讨伐目标 放在后梁身上 因为此时的后梁国内 已经是一片混乱 当初后梁开国皇帝 吕光死后 吕氏家族围绕皇位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夺 最终 吕光的树长子 吕短逼太子 吕绍自杀 然后继位称帝 公元四百年三月 吕短率军攻打南梁 南梁君主突发乌辜 战前喝得鸣鼎大罪 后来在战场上坠马而死 突发乌辜的弟弟 突发立路孤继位 并派出猛将突发怒谈 前去迎敌 在突发怒谈的全力抵抗下 吕短军队溃败 被斩杀数千人 攻打南梁失败后 吕短又准备攻打北梁 结果南梁趁吕短出兵北梁之际 趁机偷袭后梁的城池 掳走了八千多户百姓 在读五湖十六国这段历史时 经常能看到战胜的一方 把当地百姓掳到自己的领地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 百姓就是统治者的人矿 他们攻城掠地的目的 就是为了争夺人矿资源 在如今讲求人权的时代 实际上人矿也一直存在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得知京师被偷袭 吕短便放弃攻打北梁 连番失败 让吕短的声望大大折损 后来 吕短的堂弟吕超 买通了吕短身边的亲信 有一次吕短照吕超进攻喝酒 吕超当场将醉酒的吕短杀死 事后 吕超推举自己的哥哥吕龙为帝 吕龙因为没有战功 登基之后不能服众 为了树立威信 他大肆屠杀 对自己不满的王公贵族 一时间 后梁国内人人自威 民怨沸腾 公元401年7月 姚兴派姚朔德率领大军前去征讨 并一举打到了后梁都城下面 吕龙为了鼓舞士气 亲自登上城墙坐镇指挥 但此时的后梁将士 已经不愿意为吕龙效命 纷纷消极迎战 后梁每天都有将士逃出城 向后勤投降 后来 吕龙向北梁 南梁搬救兵 暂时解除了危机 北梁和南梁都不是善茬 此后他们被后梁当成了提款机 只要缺少物资 就要携后梁前来进攻 否则就发兵攻打 吕龙受够了这种被要挟的日子 最后下定决心向后勤投降 公元403年8月 吕龙正式向后勤投降 随后姚兴任命吕龙为散旗长士 任命吕超为安定郡太守 随着吕龙宣布投降 立国18年的后梁 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攻打后梁的同时 姚兴还成功将西勤打败 西勤国主起伏前归为了保全部落 向后勤投降 拿下西勤后 姚兴信心大增 紧接着对北魁发起进攻 拓跋龙面对后勤的征讨 亲自率军前去迎击 拓跋龙此前在与后烟的战斗中 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秦军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此次出征北魏 不仅让姚兴折损了几万兵马 他的弟弟姚平 也因为兵败投河自尽 还有数名核心将领被北魏俘虏 这一仗可谓是损失惨重 直接动摇了后勤的根基 姚兴自知不是拓跋龙的对手 他屡次派人前去求和 拓跋龙本想一举灭掉后勤 恰巧柔然部落攻击北魏 拓跋龙才下令撤军放过姚兴一马 兵败后的姚兴 不敢再主动发起战争 而是下令修生养戏 后来 北魏和后勤的关系逐渐缓和 拓跋龙主动提出交换战俘 对此姚兴欣然接受 两国关系缓和本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个人非常不高兴 此人便是匈奴部落酋长 刘卫辰的小儿子儿子刘伯伯 之前 刘卫辰曾率兵骚扰北魏 结果被拓跋龙率兵打得大败 刘卫辰在战争中被杀 他的几个儿子侥幸逃脱 刘伯伯被救走后 送到了后勤将领墨义甘府中 刘伯伯长得虎辈熊腰 这样的身形在古代会被视作猛将的苗子 在墨义甘的培养下 刘伯伯文武双全 墨义甘还将女儿嫁给了他 后来墨义甘将刘伯伯推荐给了姚兴 姚兴被刘伯伯的外表和才能折服 准备重用他 姚兴任命刘伯伯为安北将军镇守朔方 派给他两万户鲜卑人让他管理 刘伯伯对姚兴的信任非常感激 并十分卖力地为姚兴镇守边境 但后勤和北魏之间的缓和改变了刘伯伯的命运 刘伯伯的父亲死于北魏之手 他一直将这段仇恨放在心里 并打算伺机报复 如今两国关系缓和 让他的复仇计划化为泡影 除此之外 刘伯伯还担心自己成为后勤与北魏之间交易的筹码 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 他觉得姚兴没有考虑他的感受 经过一番思考后 决定起兵反秦 当时柔然部落向后勤进供了一匹战马 恰好经过刘伯伯驻地 刘伯伯将这些马匹扣留 为起兵做准备 他担心自己的岳父 墨一干会阻止他起兵 便趁其不被杀害了自己的岳父 墨一干临死之前都不会想到 自己会死在最疼爱的女婿手里 公元407年6月 刘伯伯自称是夏朝的后代 便自封为大夏天王 后世将刘伯伯建立的这段政权称为胡夏 胡夏政权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五个建立的国家 后来刘伯伯改姓为赫连 他便是有名的赫连伯伯 赫连伯伯自立为王之后 对后勤发起了猛攻 并将后勤打得大败 斩杀秦军一万多人 并升勤了后勤大将奇难 不过赫连伯伯只是想出一口恶气 他告诉部下 姚兴是个明军 在关中一带深得民心 现在不是攻去关中的时候 等姚兴死后再进取关中也不迟 为了在乱世中生存 赫连伯伯想和南梁结盟 于是向南梁国主突发怒谈提亲 突发怒谈不喜欢赫连伯伯 便拒绝了请求 赫连伯伯恼羞成怒 亲自率兵攻打南梁 并接连将南梁军队打得大败 斩杀对方数万人 突发怒谈差点在战斗中被生擒 为了震慑周围部落 赫连伯伯将南梁士兵的尸体堆在一起 用泥土垒在一起 将其命名为骷髅台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残暴 赫连伯伯凭借自身武力 短期内迅速崛起 周边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 一时间 湖下的版图不断扩大 赫连伯伯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 就在赫连伯伯建功立业之时 北魏国内发生了政权更替 在后勤与北魏的蜜月期 托巴龜曾派人向姚兴求亲 希望能迎娶姚兴的女儿 两国之间亲上加亲 对于托巴龜的求亲 姚兴非常高兴 但当姚兴得知 托巴龜已经立慕容氏为皇后时 勃然大怒 因为后勤一直与慕容氏关系不好 姚兴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屈居于慕容氏之下 姚兴认为 托巴龜此举是故意羞辱她 便扣留了使者 两国关系随之破裂 托巴龜是一位民主 他非常重视教育 严格法度 在国内设立太学 为北魏的发展 担惊截律 但托巴龜并不是圣人 或者说人类之中 就不存在圣人 凡是标榜圣人的人 要么是江湖骗子 要么是邪教领袖 托巴龜非常迷恋 长生不老之术 为此他在国内广泛搜集 关于得道成仙的书籍 与此同时 他还设置了 仙人博士一职 在宫中修建了仙房 让人在里面炼制 长生不老丹药 从科学角度来看 古代的丹药 都是重金属炼制而成的 吃多了不但伤害身体 也会损坏神经系统 让人变得暴躁易怒 拓跋龜由于长期服用丹药 性格变得极其暴力无常 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都有可能成为被杀的理由 比如走路姿势不对 汇报工作时 语气不够温和 甚至连呼吸急促 都有可能被杀 一时间 朝堂上下充斥着一片肃杀之气 公元409年10月 拓跋龜策立长子 拓跋四为太子 成为太子 本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但拓跋龜 随后将拓跋四的母亲 刘贵人刺死 拓跋龜认为 王朝衰落很大一个原因 是后宫和外戚专权 杀死太子的母亲 就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对于母亲被杀一事 拓跋四非常不理解 并在拓跋龜面前哭诉 拓跋龜认为 哭哭啼啼的男人难成大事 便当面训斥了拓跋四 让他不许哭哭啼啼 拓跋四强忍着情绪 回到东宫后 又连续哭了几天 拓跋龜得知此事后大怒 宣拓跋四进宫 拓跋四害怕会遭遇不测 便逃出宫进行躲避 此举不但没有打消 拓跋龜的怒气 反而让他萌生了 废掉太子的想法 贺夫人得知此事后 认为有机可乘 便来劝说拓跋龜 贺夫人是 拓跋龜母亲的亲妹妹 按照辈分 拓跋龜应该叫她姨母 当时年少的拓跋龜 第一次见到贺夫人时 被她深深吸引 便萌生了迎娶她的想法 当时 贺夫人已经嫁做人妇 拓跋龜派人 杀死了贺夫人的夫君 然后强行将她取进宫 后来 贺夫人生下一子 名叫拓跋少 也许是近期繁殖的缘故 拓跋少从小就性情暴力 经常以杀人为乐 为了纠正儿子的言行 拓跋龜曾多次对她进行毒打 有一次还将她打得奄奄一息 但最终没能纠正她的行为 反而让拓跋少对父亲心生怨念 拓跋龜虽然有费力太子的想法 但从没考虑过立拓跋少为太子 贺夫人不死心 苦苦劝说拓跋龜 为此 拓跋龜火冒三丈 将其打入大牢 择日处死 拓跋少得知母亲被关押后 内心十分焦急 她询问身边人该如何营救母亲 她的幕僚表示 只有杀死拓跋龜才能救出贺夫人 此时的拓跋少已经年满十六 拥有一身武力 她采纳了幕僚的建议 先利用皇子的身份进入宫中 然后提见直奔拓跋龜的住处 对着拓跋龜就是一阵猛砍 此时拓跋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她反抗了几下 最终被拓跋少当场杀死 此时年仅39岁 一代雄主最终以这种方式离世 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第二天一早拓跋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宣布拓跋龜驾崩 面对拓跋龜的死讯 大臣们已经猜出了大概 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朝堂 一时间皇城内暗流涌动 为了安抚大臣 拓跋少打开国库 用重金收买各路大臣 暂时稳定住了人心 此时拓跋少最担心的人 就是出逃在外的拓跋四 为了捉拿拓跋四 他开出了重金悬赏 由于拓跋少为人过于嚣张跋扈 真正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都暗中支持拓跋四 拓跋四知道父亲去世后 也暗中与朝中大臣联络 准备夺回皇位 在大臣们的理应外合下 最终拓跋四顺利进入京城 拓跋少和他的母亲克夫人随即被逮捕 拓跋少没有接受审判 就被当场剁成肉泥 为了泄愤 文武百官将剁碎的尸体分而食之 公元409年10月17 拓跋四登基为帝 结束了这场动荡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宴 南宴皇帝慕荣德立国之后 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慕荣德为人比较清醒 对于手下大臣 溜须拍马之事比较反感 但这种事情屡禁不止 在一次宴请群臣的宴会上 慕荣德问在座的大臣 他能与过去哪位帝王相媲美 青州刺史居众表示 他能与光武帝刘秀相比 慕荣德听后面露笑容 当即下令赏赐一千匹绸缎给居众 居众假装推辞 直言赏赐太重 慕荣德大笑说 既然你能哄我开心 我也能哄你开心 居众听完老脸一哄 连忙坐下不说话 自此之后 朝堂上溜须拍马之风 减轻了很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 慕荣德对自我的认知 还是比较清晰的 公元403年4月 慕荣德得知 留在长安的母亲公孙氏和哥哥慕荣娜去世后 悲痛不已 已经70岁的他气血攻心 重病在床 由于慕荣德没有子嗣 在策立接班人问题上遇到了难题 幸运的是 慕荣娜的妻子段氏 在后勤羁押期间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慕荣超 慕荣超从小生得非常魁梧 为了不引姚氏家族的注意 慕荣超从小就装疯卖傻 慕荣德得知此事后 派人到后勤成功将慕荣超营救出来 公元405年9月 慕荣德立慕荣超为太子 立完遗嘱后不久便去世 享年70岁 慕荣超继位后 尊慕荣德的段皇后为太后 然后提拔了一批朝堂大臣 由于慕荣超从小在苦难中长大 导致他对人非常不信任 当时慕荣超从长安逃回来时 公孙五楼一直陪在他身边 因此慕荣超将他视作心腹亲信 随着慕荣超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公孙五楼被任命为五位将军 逐渐把持了朝政 慕荣超过惯了苦日子 登基之后不久 他就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 对此 朝堂大臣们颇为不满 并尚书历见 太尉丰福直接当着慕荣超的面说 他堪比下节 伤咒 慕荣超听后大怒 考虑到丰福在朝堂上的威望很高 慕荣超便忍气吞声没有杀他 但对其他人慕荣超则露出了疗养 由于公孙五楼把持朝政 引起了很多朝堂大臣们的不满 慕荣超则毫不留情地对他们一一清算 在慕荣超和公孙五楼的折腾下 大臣们要么回到自己的封地 割据自立 要么逃到周边其他国家投降 慕荣超将这种自断双臂的行为 称之为胜利 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慕荣超 突然有一天 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 还被扣押在后秦 为了赢回他们 慕荣超派人出使长安 主动向后秦称臣 希望能以此作为条件 换回母亲和妻子 姚兴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条件 他说 当时福坚培养的宫廷乐师 在前秦沦陷时 都被慕荣家族带到了关东 姚兴让慕荣超 把这些宫廷乐师送回来 如果不愿意拿宫廷乐师交换 就去捉拿一千个近人送来 面对这道难度不大的选择题 起初慕荣超打算对近士用兵 用俘获的近人来满足姚兴的要求 后来尚书张华极力劝阻 说此举会为南宴树立强敌 慕荣超无奈之下 才答应前一种方案 他派人把120多名宫廷乐师 送到了后秦 成功换回了母亲和妻子 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不久之后 慕荣超再出婚招 公元409年大年初一荡天 慕荣超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 席间慕荣超让乐师们奏乐助兴 但慕荣超对乐师们的演奏 十分不满意 觉得他们的水平和之前那批乐师 相差甚远 内心十分不悦 此时有人告诉慕荣超 说近人在乐理方面非常有天赋 如果能到东晋抓一批近人进行训练 就能获得世间最优秀的乐师 慕荣超听完之后 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当即决定要出兵攻打近士 一些理智的大臣力劝慕荣超 不要和近士结仇 以免引火烧身 但慕荣超心意已决 不听任何劝阻 执意要攻打东晋 当年二孕 慕荣超就派骑兵精锐 进攻东晋的素玉 城破之后 燕军在里面大肆烧杀抢掠 然后又掳走大量人口返回京师 慕荣超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随后从这些俘虏当中 挑选出两千多名年轻男女 派人对他们进行乐理训练 刘豫得知此事后又惊又喜 惊的是南燕赶在这个时候招惹晋朝 喜的是终于找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平定环旋之乱后 刘豫一直寻求北伐的时机 此前刘豫提出北伐 均遭大臣们反对 而慕荣超的这个举动 给他送来了助攻 公元409年3月 刘豫上书朝廷再次请求北伐南燕 尽管仍有大臣们反对北伐 但此时的刘豫 有充足的理由驳斥反对声音 下定决心后 刘豫让孟常主持将军府上的事务 他亲自率人前去讨伐南燕 在刘豫北伐之前 他惊人推荐得到了一个人才 名叫王振厄 王振厄是名相王猛的孙子 由于王振厄出生的日子不吉利 他的父母打算将其送人 但王猛不但不允许将其送人 还给他取名振厄 希望他能成就一番事业 当初前秦被灭后 王振厄辗转来到了东晋 刘豫经过和他交谈后 发现他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便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跟随自己一起北伐 公元409年4月11 刘豫率领大军正式从建康出发 直奔南燕都城 慕容超听闻刘豫大军来伐 召集众臣商量对策 公孙五楼虽然是摆弄权术的权臣 但在国家生死这件事上还是非常谨慎的 他知道 东晋此次北伐最大的命门是粮食补给问题 或者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长途作战 粮草补给是重中之重 只要能切断进军的粮草供应 或者说让其补给变得困难 就能以意带牢取得战争上的主动权 此外 公孙五楼还清晰地意识到 燕军人数虽多 但战斗力不如进军 而且现在没有能指挥大规模战斗的将军 不适合与进军正面硬扛 基于这些判断 公孙五楼给慕容超提了三个计策 以大县山为屏障 利用骑兵绕后切断流域的粮道 同时 让燕州刺史断徽前去夹击 此为上策 采取兼臂青野的战术 和对方打消耗战 等对方粮草耗尽 自己主动撤退 这是中策 让进军进入大县山 然后寻求与他们决议死战的机会 这是下策 从公孙五楼提的这几个计策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庸才 只是单纯的坏 刘豫在出师之前 他的部将就提醒刘豫 如果燕军死守大县山 进军恐怕会无功而返 对此 刘豫一笑置之 他说 慕容超绝对没有那个脑子 事实也正如刘豫所料 面对公孙五楼提出的三条计策 慕容超采取了下策 他认为前两项措施等于主动示弱 这不能体现燕军的雄风 他坚持要求把进军放进大县山 然后正面与刘豫抗衡 听完慕容超的决策 文武百官心中一凉 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 刘豫统帅的东晋大军士气正旺 他们看到面前是一片平原 并无可埋伏之地 而且田地里有庄稼 并不用担心粮食补给问题 而且四周道路通畅 可以在局面不利的时候迅速撤退 这种场面让进军觉得不真实 这不像是长途奔袭作战 更像是在主场以意待劳 士气高涨的进军 在刘豫的率领下 一鼓作气打败了公孙五楼率领的燕军 慕容超健壮 认为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于是主动打开城门 率领骑兵主动迎敌 本想凭借骑兵的优势 对东晋的步兵展开屠杀围剿 但慕容超期待的局面没有出现 刘豫作为进军的统帅 本身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慕容超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他知道燕军以骑兵为主 于是将自己的步兵战车 围成一个包围圈 步兵在中间往前推进 这一招直接破了慕容超的骑兵大阵 就在双方对峙之际 刘豫亲率一支队伍 直奔燕军的大后方林驱城 并成功将其拿下 眼见自己的大后方被截断 慕容超无心恋战 急忙撤出战斗 往都城广固撤退 刘豫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见慕容超逃跑 于是率领大军一路追赶 最后将广固城团团围住 此时的慕容超 已经不敢出城应战 使得派人到后勤求救 此时的后勤 在赫连勃勃的侵扰下 自顾不暇 没有能力前去相救 眼见情势越来越危急 很多南燕大臣为了保命 偷偷跑出城 向刘豫投降 在此期间 公孙五楼还尝试过 通过挖地道的方式 骑袭进军 但最终于事无补 慕容超眼见大势已去 派人前去向刘豫投降 并表示 双方可以以大官为戒 南燕今后向东晋称臣 已经胜券在握的刘豫 根本不理会慕容超的请求 而是进一步收紧了围困的政策 直接挖断了广固城门的水源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困 慕容超彻底撑不住了 他打算殊死一搏 率领几十个骑兵 试图突围逃跑 却被守在城外的禁军 逮了个正着 此次禁军北伐 消耗严重 刘豫本想用图城的方式 振奋一下军队是士气 但在南燕 降降韩范的极力劝阻下 刘豫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虽然放过了普通百姓 但没放过慕容室王公贵族 除了慕容超几位核心人员外 其他皇室人员皆被当场处死 而慕容超被押送至 健康斩首示众 慕容超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随着慕容超被杀 立国十三年的南燕宣布灭亡 灭掉南燕后 刘豫在国内声望大增 在朝堂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不过 摆在刘豫面前的难题 远远没有结束 当初孙恩的妹夫卢巡 率领布众逃到海岛后 又多次上岸骚扰近视 卢巡就像是一块滚刀肉 虽然打不过刘豫 但始终无法被铲除 朝廷为了息事宁人 最终将卢巡昭安为广州刺史 并让他的姐夫徐道复 为史兴俊太守 在卢巡被昭安的前几年 并未发生反叛 后来刘豫北伐 朝廷兵马空虚 徐道复亲自前去劝说 卢巡起兵反叛 在徐道复的反复劝说下 卢巡最终被拉下水 再次走上反叛之路 此时的刘豫 正准备继续攻打后勤 得知卢巡反叛后 他留下一部分将领 在前线守住战果 然后率军回撤支援建康城 公元410年3月20日 刘豫的心腹大将何无忌 在豫章郡遭遇徐道复的大军 由于天气原因 何无忌的船队遭遇不测 何无忌也在此次战斗中 被乱箭射死 刘豫得知何无忌的死讯后 十分悲痛 他当即加快行军速度赶往建康 以防建康城沦陷 在刘豫返回建康的途中 坏消息接踵而来 豫州刺使刘豫一心想和刘豫争功 他不听刘豫劝告 执意独自前去迎击卢巡 结果被打得大败 死伤数万人 刘豫也躲入山中避难 此次刘豫北伐也折损了不少将士 加上长途奔袭 士兵们也疲惫不堪 面对种种不利的局面 刘豫的亲信梦场建议他放弃健康 带着皇帝司马德文北上躲避 对此刘豫坚决不同意 当初刘豫北伐时 孟场坚决拥护刘豫 孟场觉得近世遭此劫难和自己有关 遂服毒自杀 此时的刘豫已经被逼入绝境 不过他的性格非常刚毅 坚决不和叛军妥协 刘豫一边加固石头城 一边积极招募士兵作战 叛军接连取得大劫后 徐道夫提议一鼓作气趁势攻打健康 而卢巡则想求稳 一点点朝健康逼近 卢巡的决策给了刘豫喘息之机 对于刘豫这样的战神来讲 能得到一丝喘息之机就足以翻盘 在卢巡缓慢行军的这段时间里 刘豫已经完成了新一轮征兵 石头城的城防也得到了加固 卢巡期待的健康城内发生的巨变也未出现 他的军队反而面临着粮食短缺 一时间 整个战局逐渐朝着对刘豫有利的方向发展 后来 卢巡和徐道夫在出兵仪式上产生了分歧 两人各自为战 刘豫认为时机已到 便组织兵力进行全面反击 将叛军打退至南部一带 当年12月 卢巡和徐道夫又集结了数万兵马 直奔健康而来 此次卢巡可谓是必其功于一役 刘豫面对浩浩荡荡的战船 他采用了火攻 将叛军的战船烧得片甲不留 叛军死伤无数 卢巡率领残兵败退至左领 继续负于顽抗 刘豫没打算给叛军休整的机会 他率领大军对叛军发起总攻 为了鼓舞士气 刘豫亲自在前线挥舞战旗 士兵们在刘豫的鼓舞下 个个如猛虎下山 再次将叛军打得全线溃败 斩杀上万人 徐道夫逃往史兴郡后 被刘豫派去的追兵斩杀 卢巡逃往广州后 继续聚拢残兵 准备东山再起 卢巡仅仅用了一个多月 就再次聚集了数万人 通过叛军能源源不断地征兵 也能看出 此时的百姓已经对近视非常不满 只要有人带头讨伐朝廷 他们就会前赴后继地加入 公元411年4月 卢巡率兵攻打攀渝 朝廷军誓死抵抗 后来 刘豫派大将沈天子前去救援 将卢巡打得大败 卢巡奔逃至郊州 为了鼓舞将士们诛杀卢巡 郊州刺史把家里的金银全部散给将士 士兵们得到好处后奋勇杀敌 再次重创卢巡 此时的卢巡已经是光感司令 绝望之下 他投河自尽 卢巡并未因为自杀而保留全尸 随后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斩首 首级被送往建康 他的家眷被就地全部诛杀 至此 卢巡、徐道复叛乱宣告结束 这场叛乱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些人的牺牲也把刘豫抬到了更高的位置 叛乱结束后 刘豫在朝堂上的地位无人出其右 刘豫的成功也引来了妒忌 而妒忌他的人正是曾经并肩起兵反抗环旋的刘豫 公元412年10月 刘豫的弟弟刘道归身染重病 他请求辞官回乡 荆州刺史一直出现了空缺 随后 朝廷任命刘豫接替刘道归的位置 并督督四周军事 一直以来 刘豫就和刘豫暗中较劲 刘豫是文化人出身 而刘豫是个文盲 朝堂大臣看不起刘豫的出身 而对刘豫非常有好感 并暗中挑拨两人的关系 久而久之 刘豫觉得自己的功劳不输于刘豫 荆州历来是军事重镇 刘豫上任荆州后 更加不把刘豫放在眼里 刘豫的下属曾劝他除掉刘豫 但刘豫觉得刘豫尚未公开反对自己 此时除掉他是在窝里斗 便没有对刘豫动手 刘豫到任荆州后 和朝中大臣暗中勾结 在核心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 一副要和刘豫你死我活的姿态 刘豫对此忍无可忍 当年九月 刘豫病重 他向朝廷上书任命他的堂弟刘豫到荆州 做自己的副职 刘豫让皇帝同意刘豫的请求 等刘豫进京谢恩时 趁机将他逮捕 并强迫他自尽 紧接着 刘豫又向全天下公布了刘豫的罪行 并上报朝廷 前去讨伐刘豫 朝廷批准刘豫的奏请后 王振鄂自告奋勇担任 讨伐刘豫的先锋 王振鄂身为名门之后 军事才能不俗 在他的带领下 一路高歌猛进 大败刘豫的军队 后来 刘豫拖着生病的身体逃跑 当他跑到一家寺庙门前时 寺庙里的和尚拒绝收留他 雄徒末路的刘豫 最终上吊自杀 后来有人把刘豫的尸体交给王振鄂 王振鄂命人将他的尸体斩首 西术被杀 王振鄂此番为刘豫除掉了心腹大患 为了奖励他 刘豫代表皇帝封他为汉寿子 除掉刘豫后 刘豫准备除掉另外一个心腹大患 那便是占据蜀地的侨纵 西蜀之所以成为刘豫的心腹大患 要从平定环旋之乱说起 公元405年正月 一周刺史毛渠率兵清剿环旋的残余势力 但当地的蜀兵不愿意跟随前往 于是发生了聚众叛乱 将士们杀了毛渠 然后推举安息将军参军乔纵为王 乔纵也没有推辞 凭借占据蜀地自称成都王 公元406年 刘豫派龙襄将军毛修之前去评判 最终以失败告终 次年 刘豫再次派出乡城太守刘靖轩率5000士兵入属 到达前线后和其他诸将合并一处 总兵力达到2万多人 刘靖轩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 想把乔纵引诱出来 来一场决战 但乔纵并没有急功冒进 而是凭借蜀地天险 和刘靖轩形成相持之事 由于刘靖轩是长途作战 两想供应等后勤保障 是一个大问题 与乔纵相持了两个多月后 两想告急 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 虐己肆虐 非战斗检员过于严重 无奈之下只好退兵 此时的刘豫正在北伐南宴 无暇顾及属地之乱 因此乔纵之患被搁置了数年之久 公元412年 刘豫派朱灵石率领两万大军再次入属 此次刘豫改变了进攻策略 他嘱咐朱灵石派一支队伍 从中路假装发起进攻 然后大军从外部绕到成都 打一波闪击战 切不可拉锯相持 朱灵石很好地贯彻了刘豫的战略 很快便率领大军直查成都腹地 乔纵自知战略失误 而且大势已去 于是 弃城逃至弗林投奔乔道福 乔道福是乔纵的部下 两人在出兵问题上出现了争执 乔纵感觉把控不了局势 最后选择了自杀 乔纵死后 朱灵石率领的大军很快攻破弗林 至此 乔纵在属地建立的政权彻底被消灭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方诸国 之前 赫连伯伯带领军队 连续对后勤发起攻击 并接连取得了胜利 对于赫连伯伯的侵扰 姚兴非常生气 他决定亲自讨伐赫连伯伯 双方在二城爆发了激战 姚兴的出马 并未扭转与赫连伯伯对战的颓势 此番 赫连伯伯再次大败后勤军队 后勤大将姚渝生被活捉 姚兴也差点被升勤 最后在左右护卫的拼命厮杀下 才得以狼狈逃回长安 此意赫连伯伯拿下后勤好几座城池 强行掳走后勤七千多户人家 二城之战结束后 赫连伯伯又攻陷了后勤的定阳 当场活埋了四千多勤军俘虏 掳走了一万六千多户百姓 经过连番征战 赫连伯伯已经所向披靡 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公元413年6月 赫连伯伯征集了十余万胡汉百姓 在朔方水以北修建都城 为了体现一统天下 君临万邦的雄心 赫连伯伯将都城命名为统万城 继续延续胡夏的辉煌 在赫连伯伯蒸蒸日上的同时 周边其他国家正在上演着吞并与被吞并 当初向后勤投降的西勤国主 祈福乾规复国成功 祈福乾规之所以能再度复国 是因为后勤讨伐南梁失败 折损了多名大将和上万名士兵 在此次征讨南梁的过程中 姚兴任命祈福乾规的儿子 祈福赤盘为西仪校尉 统兵万人 本来祈福乾规父子 已经打算长期为后勤效忠 但后勤在讨伐南梁中的糟糕表现 让祈福乾规蒙生了复国的念头 公元409年 祈福乾规正式宣布脱离后勤自立 亡国八年的西勤政权再度回归 西勤重新立国后不久 内部发生了叛乱 公元412年6月 祈福乾规的侄子祈福公府为了夺权 密谋杀害了祈福乾规以及他十几个儿子 在外戍边的祈福赤盘 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后悲痛欲绝 他调集全部兵力前去攻打祈福公府 并将其击败 祈福公府和他的四个儿子被活捉 为了泄愤 祈福赤盘将祈福公府父子折磨至死 平定完内乱后 祈福赤盘继位 为了继续扩大地盘 祈福赤盘准备对南梁动手 公元414年5月 祈福赤盘趁南梁与北梁大战之际 发兵偷袭南梁首都 并成功将其拿下 随后 祈福赤盘又派人前去攻击突发怒坛 在西勤和北梁的联合夹击下 突发怒坛不敌 为了保全族人性命 突发怒坛于当年7月选择向西勤投降 突发怒坛和祈福赤盘打过很多次仗 祈福赤盘深知突发怒坛的能力 突发怒坛投降后 祈福赤盘亲自到城外迎接 并任命他为票旗大将军 加封左南宫 随着突发怒坛投降 立国18年的南梁宣告灭亡 突发怒坛本以为投降后能够安详晚年 但起伏赤盘并不这么想 当初起伏前规投降后秦 正是因为姚兴没有杀他们 才使得后秦能够复国成功 起伏赤盘不想让这种事情 在突发怒坛身上上演 便派人堵死了他 突发怒坛的子孙 侥幸逃脱投奔了北魏 并得到北魏皇帝拓跋寺的礼遇 姚兴作为后秦皇帝 在位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在领土扩张方面 没有太多作为之外 在其他治国理政方面非常出色 这也是为什么贺连伯伯 没有大举进犯后秦的原因之一 贺连伯伯认为 只要姚兴没死 后秦就深得民心 这样上下一心的国家很难被攻破 但后秦这种良好的局面 随着姚兴的病重不起被打破 公元414年9月 姚兴病重卧床不起 此时各方势力围绕皇位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首当其冲的 便是姚兴的三儿子姚碧 姚碧是一个兼具能力与野心的人 在姚红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 他仍不死心 为了争夺太子一位 姚碧暗地里拉拢了多位朝堂大臣 让他们在姚兴面前为其做工作 一些大臣察觉到姚碧的野心 便劝谏姚兴削弱姚碧的兵权 但姚兴认为 姚碧不敢做出非分的举动 便没有削弱他的兵权 后来有些大臣直接在姚兴面前 提议改立姚碧为太子 对此姚兴并未同意 但也没惩罚提出建议的人 这让姚碧更加坚定了夺位的决心 此番姚兴病重 姚碧在京城集结了数千人 准备发动政变 但消息遭到了泄露 姚兴的十一子姚玉 将次消息告诉了几位 手握兵权的哥哥 姚兴的几位儿子得知消息后 立马进京看望父亲 以此来给姚碧施压 姚碧见计划泄露 便放弃夺位 后来姚兴病情好转 大臣们将姚碧试图夺位一事 告诉了他 并请求逮捕姚碧 但姚兴仅仅罢免了他的官职 让他回家反省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惩罚 没过多久 姚兴又恢复了他的官职 在姚兴病情好转期间 东晋国内发生了大变故 玄清朝野的刘豫 动了篡位之心 为了将来能顺利篡位 他打算将皇室宗亲连根拔起 此时皇室最后的支柱 是荆州刺史司马修之 司马修之在环玄作乱时 因为拒不与其合作 逃到了南宴 环玄被灭后 又回到了东晋 并在刘豫去世后 接任荆州刺史一职 司马修之上任荆州后 在当地深得民心 此举引起了刘豫的不满 所以打算铲除他 司马修之平时为人很低调 刘豫找不到下手诛杀他的借口 不过他的儿子司马文斯 是一个顽固子弟 不但花天酒地 还试杀成性 刘豫打算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 公元414年 在司马文斯擅自处死地方官员后 刘豫下令将其逮捕 并把他送到司马修之面前 让他处决自己的儿子 司马修之不忍心动手 刘豫便以此为借口准备讨伐他 公元415年正月 刘豫亲自率军从建康出发 前去讨伐司马修之 这期间虽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但最终打败了司马修之的军队 司马修之自知落到刘豫手中 必死无疑 便率领部众投奔了后勤 后来 姚兴任命司马修之为扬州刺史 公元416年2月 姚兴再次病重 姚碧再次动了夺位的念头 便纠集了一匹人马 让他的弟弟姚因 率兵杀入宫中准备夺权 关键时刻 姚兴抢撑着身体 从病榻上坐起来指挥战斗 并成功平息了叛乱 兵变失败后 姚兴不再对姚碧心软 下令让他自杀 处理完此次叛乱 姚兴已经游进登窟 奄奄一息之际 他召集心腹大臣前来 命人当众宣读诏书 让他们辅佐姚洪登基 宣读完诏书第二天 姚兴便去世 享年51岁 随后姚洪登基 后勤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权力更替 姚兴的去世传到刘玉耳朵里后 他兴奋不已 他认为当前是讨伐后勤的好时机 便上表朝廷请求北伐 由于上表皇帝只是走个形势 因为赶走司马休之以后 他已经是东晋实际控制人 享受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的待遇 公元416年8月12 刘玉率领大军从建康启程 北伐之旅正式开始 为了能够一举成功 刘玉制定了五陆大军同时推进的计划 由于战略得当 晋军一路势如破竹 谭道纪率领的大军 相继攻克了新菜 巷城 颖川等地 并俘虏了颖川太守等一众大臣 而王仲德也打通了巨野进入黄河的水道 并顺利拿下了华台 没过多久 晋军就直逼洛阳 当时洛阳首将已经准备投降 但碍于城中其他首将的反对 而不得不出城与谭道级大战 结果驻守洛阳的军队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大后方 后秦前来支援的部队也纷纷撤退 前线形势如此危机 秦王公贵族们应该团结一致商量应对之策 但此时的后秦朝廷非但没有共同迎敌 反而还在持续内斗 后秦皇帝姚红的弟弟姚义 在此时发动了叛乱 率兵直逼长安对皇位发起了争夺战 本来晋军已经快将后秦推入了悬崖 此时内部发生的叛乱 则让整个后秦更加雪上加霜 姚红见姚义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顾不上大军压境的晋军 而是让叔父姚绍 率军先去平定姚义的叛乱 好在叛军数量并不多 姚绍很快平定了叛乱 虽然叛乱已经平定 但晋军已经趁内乱之机 在铜关站稳了脚跟 并拿下了夷阳、鱼池等地 此时后秦唯一的定心丸就是姚绍 他不但具备政治谋略 在带兵打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平定完叛乱后 他马上率领五万大军到铜关营敌 面对士气正盛的晋军 起初姚绍吃了几次败仗 最后败走定城 在此处坚守不出 试图用兼臂青野的方式 耗尽晋军的粮草 此次晋军所带的粮食不多 多次攻打定城无果后 陷入了粮食危机 如果再不解决粮草问题 恐怕会面临着溃败 此时王振鄂挺身而出 到关中去征集粮草 他本是关中人 在当地颇有名望 当地民众本来就饱受后勤压迫之苦 见晋军前来攻打 居然踊跃捐献粮食 此举让晋军暂时度过了粮食危机 就在定城处于相持之时 刘豫的主力大军在黄河一线 打了一场堪称传奇的大战 之所以说 这场大战具备传奇色彩 是因为刘豫用步兵 把对方的骑兵拉下马 刘豫大军在沿河西上之时 出于礼节 前使向北魏借道伐秦 北魏军臣动起了心思 此前东晋伐后秦 已在北魏中央掀起一场争论 有的人认为 应该联合后秦抵抗东晋 有的人认为不能招惹新兴的刘豫集团 最终在崔浩等大臣的建议下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决定坐山观虎斗 此时刘豫下书借道 再次引发了魏帝敏感的神经 虽然截至目前 东晋并未表露出北宫的趋势 但其大军就在国门之外 难保其不会趁势北宫 出于这样的考虑 明元帝派大将长孙松 率骑兵三万沿河被遇 双方在黄河沿岸畔城附近发生摩擦 刘豫的水军沿河而行 拉欠的士兵中被河水冲到对岸的 都被魏军所杀 刘豫气不过 便派兵上岸攻击 但是北魏军一击击走 不击复来 禁军不胜其扰 刘豫望着黄河北岸狼一样的鲜卑骑兵 终于忍不住杀气 祭出了千古一剑的战法 却越阵 刘豫先派人率七百士兵上岸 将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 车阵两头爆合 队形弯成弧形 因为形似心悦 故称却越阵 每辆战车安排七名战士 北魏骑兵不知禁军是何用意 暂时按兵不动 刘豫又派猛将朱超时率两千人 每车增加二十人和一张大弩 车外竖起盾牌 北魏骑兵此刻方才明白 原来禁军这是在结阵 于是进攻 朱超时先命令力气小的单兵引弓弩射击 北魏骑兵见禁军兵少见弱 便放心大胆地加速进攻 此时迫近的北魏骑兵已达三万多 朱超时遂令朱车用大弩发箭 为其纷纷中箭 但此时北魏骑兵已经离战车很近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大弩近距离的杀伤效果 已经不能遏制魏军的进攻 朱超时集中生智 遂命将士把手中的千余张长朔 结成三四尺的短朔 以垂垂之 一矛盾折洞贯三四鲁 鲁重不能当 一石崩溃 魏军死伤惨重 大将阿伯干当场被禁军斩杀 魏军退回叛城 由玉派朱超时无法追击 再败北魏军 自此北魏不敢再袭击禁军 由玉得以顺利沿河西上 却越阵之所以名垂千古 是在与此阵并非事先演练完成的 而是临时起义因地制宜 凭借少量的步兵 斩杀数倍于自己的骑兵 这种阵型不能模仿 此后再无成功案例 却越阵不仅为禁军取得了一次大胜 也充分体现了 刘玉在作战方面的灵活性 也正是靠着合理的战前规划 和优秀的临时应变 才让刘玉一次次取得大胜 解决完北魏这个大麻烦后 禁军便马不停蹄地往定城进发 试图在这里兵河一处 对后秦发起猛攻 姚绍眼见禁军集结完毕 知道后秦的气数已尽 难忍心中的愤懑 不久便发病而亡 姚绍一死 后秦最能打的将军没了 秦军瞬间乱作一团 后秦皇帝姚红亲自挂帅前来迎敌 但他的能力尚且不如姚绍 根本没能力逆天改命 经过一番抵抗之后便返回长安 此时的他还未打算投降 试图做最后一步 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姚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当王振厄烧掉战船 告诉将士们背水一战的时候 后秦也迎来了大结局 没过多久 禁军便攻入长安 姚红心有不甘地率领王公贵族前来投降 但此时投降为时已晚 刘玉将姚红押送至建康斩首 其余宗族子弟当场被处死 至此 后秦宣告灭亡 刘玉多年来南征北战 取得了赫赫战功 但这些战功并不是为了晋朝 而是为了自己 当刘玉拿下长安后 就多次派人给晋安地 要求朝廷封他为王 并授予他九溪之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所谓的加九溪 就是为了登基篡位做准备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刘玉此时想称帝 谁也拦不住 而且老百姓也希望他能称帝 当刘玉准备班师回朝的时候 关中百姓来到刘玉营中 恳切希望刘玉能够留在长安 并在此称帝 刘玉对此感慨万千 但仍决定班师回朝 为了守住关中一带的战果 他将王振厄等一众大将留在关中 并将自己二十岁的儿子刘一珍留在当地 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会放弃关中一带 此时的威望和实力 已经足够支撑刘玉篡进称帝 但要想让自己的登基之路更加平稳 刘玉需要继续北伐 为自己积攒更多的政治资本 此时 刘玉选择班师回朝 是因为他知道 现在不具备继续北伐的条件 刘玉所处的时代 距离东晋衣冠难度已经百余年 现在的北方已经被胡人占领 经过长时间的融合 汉人已经习惯了胡人的统治 此时进行北伐 不但不能得到当地汉人的支持 还会被他们当作来犯之敌 关中百姓之所以希望刘玉能够留在当地 并不是因为他是汉人 而是冲着他的威望来的 任何一个威望高的人留在关中 都能给当地带来和平安宁 只要能带来和平安宁 就能受到老百姓拥护 虽然刘玉相继灭了南燕和后秦 但这两个国家在被灭时 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 即便刘玉不出兵 他们也很难支撑多久 北方现在的强国当属大夏和北魏 这两个国家政治稳定 军力强大 绝非南燕后秦这样的国家能比 如果继续北伐 恐怕凶多极少 再者 连年征战已经让禁军极度疲惫 将士们需要休整 此次北伐结束后 士兵们都有回乡之意 如果贸然继续北伐 恐怕会引起军中滑变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刘玉没有选择继续前进 而是班师回朝 刘玉走后 关中形势就岌岌可危 大夏的赫连伯伯就伺机而动 因为赫连伯伯知道 刘玉的最终目的是篡进 不会死守关中 之所以将刘一臻留在关中镇守 只是为了安抚王振鄂等一众将军 贺连伯伯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 兵分四路对关中 长安一带进行了攻击 贺连伯伯虽然有骑兵的优势 但没有形成压倒之势 想拿下关中一带是比较困难的 但就在此时 留守关中的禁军出现了内讧 刘一贞虽然是刘玉的儿子 但他的能力和威望 不足以压制军中的老将 王振鄂是前秦明相王猛的后人 又是关中本地人 在当地威望颇高 甚至到了一呼百应的程度 镇守此处的傅宏之 沈田子等人争不过王振鄂 于是对刘玉说 王振鄂有叛乱的可能 刘玉却对王修 傅宏之等人说道 你们十几个都是江东之人 难道还压不住一个王振鄂 可能刘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无他意 只是对王修 傅宏之他们恨铁不成钢 如果说这话的时候 王振鄂也在场 也不会被过分解读 但刘玉一走 这样的话就成了定时炸弹 当面临下军不断紧逼的时候 沈田子不敢上前迎战 率军主动后撤 此举受到王振鄂的斥责 认为沈田子是故意消极应战 沈田子听候大怒 他决定除掉王振鄂 于是 假借商谈军事的名义 将王振鄂邀至营中 趁机将其杀死 事后 沈田子谎称受刘玉之命 斩杀王振鄂 刘一贞和王修知道 沈田子此举是为了报私仇 于是遵照军法将其处死 不得不说 刘一贞此事处理得非常草率 即便沈田子故意杀害王振鄂 在下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 将其杀死 是非常不利于军心稳定的 短期内两员大将被杀 下军把握时机 对禁军发起了猛攻 幸好傅宏之拼死抵御 才守住了攻势 禁军此时最应该做的是全力防守 等待救援 但刘一贞又连续犯错 当初刘豫留下一众大臣 帮助刘一贞助守关中 就是为了辅佐他快速成长 但刘一贞觉得 王修对自己的约束太多 居然将其处死 王修的死 成为压垮禁军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禁军失去了主心骨后 顺时乱作一团 根本无心作战 刘一贞见事情不妙 慌忙带领少数士兵退回长安 白白扔掉了关中所有郡县 此时 刘豫已经派朱灵石前往长安 取代刘一贞 在朱灵石到达之前 刘一贞带着士兵 在长安城内烧杀抢掠 带着抢来的大批财物 准备返回建康 傅宏之劝其扔掉财物 轻装赶路 结果刘一贞不听 被下军的骑兵赶上 最后全军覆没 傅宏之也被下军擒杀 刘一贞靠躲在草丛中 侥幸逃过一劫 来到长安的朱灵石 眼见晋军全面失守 他也回天乏术 最后长安城破 朱灵石也被下军擒杀 至此 刘豫北伐的成果丢了大半 宏观以西的地盘全部失守 更让刘豫心痛的是 此意折损了朱灵石 王振厄 傅宏之等 诸多能征善战的大将 刘豫难以接受这样的失败 他本打算亲自率军再度北伐 但在大臣们的极力劝说下 才打消了念头 尽管北伐成果丢失了大半 但仍未影响刘豫在朝堂上的地位 此时的他已经无心北伐 而是想着如何篡位 对此 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 只是碍于封建礼术 刘豫在篡位之前 需要找到合适的理由 以此来证明 自己登基是寿命于天 为此 他命人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很多祥瑞 然后花钱买通了一些名士大家 为其制造声势 由于司马德宗是个傻子 如果从他嘴里说出善位 肯定不能服众 于是 刘豫准备杀死司马德宗 然后扶持他的弟弟司马德文 为傀儡皇帝善位于自己 公元418年12月 刘豫派中书侍郎王韶之带着毒药 前去准备毒死司马德宗 司马德文不忍心哥哥被杀 便整日与司马德宗同吃同住 王韶之等来很久都没找到机会 几天后 司马德文生病回家就医 王韶之见机不可施 当场用衣服勒死了他 司马德宗作为皇帝 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 就是因为是当朝皇帝才死于非命 对于他来讲 死亡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司马德宗死后 刘豫立即宣读司马德宗的遗诏 立司马德文为帝 公元419年正月初一 司马德文下诏封刘豫为宋王 并邀请他入朝主政 后来司马德文又下令 刘豫可以用天子礼仪出行 一步步为善让做铺垫 这种铺垫持续进行了一年多 公元420年6月 刘豫实在等不及了 在他的授意下 中书令傅亮带着善位诏书 来到皇宫找司马德文 让他把诏书抄一遍 此时的司马德文已经非常淡然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未来 此时的他没有任何留恋 更没有心理包袱 他在诏书中写道 自从环玄叛乱时天命已改 有赖宋王才使得尽延长国座20年 如今善位与宋王完全出于自愿 抄完善位诏书后 司马德文又把传国玉玺交给傅亮 总算配合刘豫演完了这场善让大戏 随着司马德文交出传国玉玺 立国103年的东晋正式宣告灭亡 公元420年6月14 刘豫涉谈祭天 正式登基为帝 随后改国号为宋 后世将刘豫建立的王朝称之为刘宋 刘豫视为宋武帝 随着刘豫登基称帝 历史的车轮也迈进了南北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